第五百二十五集 这下大家伙都兴奋了 穿上衣服抓起步枪 一拥而上的跑到了阳台上 这一看好心情顿时就没了 因为丧尸已经成群的朝着三辆运兵车涌去 眼看丧尸的潮流 就要淹没三辆运兵车的危机时刻 两辆黑漆漆的庞然大物 硬是从丧尸流里刺出了一道口子 车队正朝陈鹏家的方向室内 带上你们的武器 准备去和战斗的部队会合 和部队会合后 记住你们的身份是士兵 剩下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 陈鹏大喊道 七把九五式无托自动步枪上好了膛 支的一声防盗门打开 七个人冲进了电梯 连长快看 丧尸爬上了推土机了 话音刚落 两个可怜的工程兵就被丧尸揪出了驾驶室 工程兵眼看是逃生无往 大喊一声 砸碎们 跟我一起下地狱吧 说着 随即拉响了手雷 汽车 兄弟们 给我冲出去 梁成龙 扔掉了打光子弹的手枪 抓起一把扳机 跳下了兵用车 战士们 战士们红着眼冲进了丧尸堆 一个小区的门口传来了急速的机枪扫射声 战士们看到七个扛着九五突击步枪的士兵 不要命地射击着扑向运兵车的丧尸 瞬间在包围圈里撕开了一条口子 即不可失 全体朝小区方向突围 梁成龙吼道 快掩护他们 他们正在突围 陈鹏沉着声音命令道 一分钟过后 从丧尸堆里冲出了大约三十个 满身沾满鲜血的迷彩服士兵 快进小区 陈鹏大声地对着一个军官叫道 军官听到声音后 迅速带着剩下的士兵冲进了小区 关铁门 陈鹏和龙辅兴迅速地将铁门合拢 并且扣上大锁 快走 不要刺激丧尸 不然铁龙也阻挡不了多久 跑步上二十八楼 准备清理楼道的丧尸 陈鹏对着军官说道 军官听完后 迅速组织士兵进入了居民楼 看着所有人员进去 殿后的豊朝军 关上了居民楼的电子门 随即找到了正和军官说着什么的陈鹏 报告队长 所有人员进入完毕 请指示 梁成龙疑惑地望着这幅没有奸章 却降临专备的小队 说道 感谢你们的帮助 请问你是哪部分的人 成都军区特战大队 说吧 陈鹏一行六人站得彼时 神情刚毅 心里暗笑 老江湖啊 我是大渡口的人 奉军区作战部的命令 从贵州前来检查疫情 现困于自家门面 陈鹏调侃地说道 我是重庆某部兵团一连连长 梁成龙 两人行了礼后 各自走开了 哥 你撒谎 可是脸不红心不跳啊 这是龙福星一本正经地说道 撒谎 乃是男人天性之也 脸不红心不跳 那叫基本功 咱陈鹏啊 那是已经炉火纯青 浑然天成了 大家轰得一声笑开 陈鹏孝只说道 心里素质不错 这种情况还能开玩笑 不愧是兰州军区 走出来的侦察兵啊 不过 哥是特种的 大家有一点惊讶 特种兵 没错 兰州军区特种兵 陈鱼昂着头说道 靠 哪天找你过两周 咱汽车兵也不是吃素的 刘勇不懈地狂妄道 是吃油的 一向不爱说话的王成 也接了一句 人群顿时再次哄堂大笑 好了 进电梯吧 枪声已经停了 估计已经清理完毕了 陈鹏按下电梯说道 清理完了33楼的 丧尸的梁成龙 如果知道 楼下这几个 一边在聊天 肯定是郁闷之急 请进吧 兄弟们 陈鹏说着 做出了一个请的手势 谢谢 连长梁成龙客气了一句 就领着兄弟们 进入我的屋内 一百平米左右的屋里 三十几号人 似乎拥挤了一些 不过 在这种情况下 能够找到一个 较为安全的栖身之处 也实属难得 至少 可以暂时摆脱了和丧尸 用无止尽的厮杀 梁成龙命令部队原地修整 战士们卸下了弹夹 重新开始调装子弹 拿出刷子 油壶 开始维护补枪 一切结束过后 谨慎排长赵飞 向连长请示 完毕过后 这才开始准备 其他方面的事 休息吧 成龙轻声说道 战士们将背包里的棉被 统统拿了出来 扑在地上 战斗中丢掉棉被的战士 和有棉被的战士们 系在一起 很快 疲惫的战士 带着浓重的睡意 和微微惊恐的心情 进入了梦乡 陈鹏这时候 对梁成龙说道 你去睡吧 我的人正在担任这警戒 有事情我会叫醒你 好 谢谢 梁成龙一边给战士 盖着铺盖 一边回答道 小区里有两个人 正静静地趴在地上 仔细地观察着外面的情况 两人身上铺满了草叶 顶上还戏剧性地 插了几只快要凋谢的鲜花 远远望去 还真看不出 里面会藏有两个大活人 这两人的主要任务就是 潜入其余两栋楼 侦查丧失的情况 然后回去报告给陈鹏 小区铁门外的丧尸 已经散去一大半了 没有食物的刺激 丧尸再度恢复了游荡的状态 走吧 先去A楼 龙扶行轻声地说道 接着 两个草人 以匍匐前进 N分之一的慢动作 进入到了A楼的入口处 靠 电子门锁上了 说完 陈鹏用了约门一分钟的时间 才从地上慢慢站起来 然后对着电子门的按键 挨家挨户地 拨打着通话机 因为A栋就在大门门口处 为了不让丧失 察觉已铺盖草的陈雨 又用很小的动作 慢慢站了起来 这里的小区居民楼的入口 基本上都有一个铁门 上面有键盘 只要输入楼层和对应的房号 该房主的屋子 就会有通话器响起来 我说 你家的通话器怎么打不开呀 害老子打领摊陪你看这事 龙福星不满地叫道 为了防盗 哪会知道遇到今天这种情况 还有你妈逼的 别抱怨了 门外的丧失 不满地拍打着铁门 游荡的丧失 重新聚集在铁门门口 靠 走吧 估计这栋楼的人 在灾难之前就跑光了 去下一栋 两人飞快地消失在了丧失的眼前 回来吧 你要去的那栋楼没有幸存者 停车场也没有 就你俩那墨迹样 不滑机里传来陈鹏调侃的声音 两人转眼看着墙台上的陈鹏 陈鹏随即做出了一个大拇指向下的姿势 两人不约而同地说了一个字 靠 夜晚 陈鹏和梁成龙在阳台上蹲在地上 逼逼花花 嘀嘀咕咕 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时而大吵 时而点头 最后 两人来到客厅 看着躺在地上的战士们 成龙轻声地说道 明天早上吧 陈鹏点点头答应 起床 五分钟后交代任务 不用站列队 三分钟后 一连全体士兵站得笔直的 等候连长的命令 梁成龙站得笔直的 在一连士兵面前 兄弟们 我们现在已经和团部失去了联系 团长最后的命令 是要求我们配合大渡口 军局维持秩序 不用我多说了 想必你们已经清楚 现在的大渡口区域 已经处于无政府的状态 团长命令我们 依然要完成任务 现在我告诉大家 部队现在开始 住房大渡口区 昏暗的天空中 暗淡的阳光余晖 洒落在这个 充满死亡气息的地上 天空的阴霾逐渐散去 大街上都看不到一只丧尸 如果不曾发生这场灾难 或许陈鹏一行人 可以端坐在家里的沙发上 泡杯咖啡 点上一首缓缓的音乐 静静地 随让音乐 让紧绷的神经 一点一点地放松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不过 现在他们只能在这个 被丧尸包围的小区里 修建着防御设施 一连的士兵 不辞辛苦地 搬运着小区内 每家每户的物品 只要能够阻挡丧尸 通通拿走 小区物馆的汉钱 切割机 钢管等 居民楼里的 牙膏 牙刷 卫生纸等等 通通被当作临时仓库的底楼 陈瑜一行人 正在用汗钱 将一块大铁皮 汗在了铁门上 加固铁门 并且可以防止丧尸 透过铁门 抽见小区内的情形 而梁永超就更牛了 用铁锤 对着地板一顿的筐砸 33楼的建筑 已经砸穿了十多层了 剩下的 陈瑜几人就对着墙壁砸 一层楼似乎都被打通了 11点30分 大家坐在小区的一个平地上吃饭 两个人一块压缩饼干 喝半碗稀饭 战士们用力嚼着类似巨木面的压缩饼干 艰难地吞进肚子 得出去找食物 你的脚下就是超市 只要打通这个通道 就能到达超市 陈鹏对着梁成龙说道 陈鹏的小队 开始对着地面一阵的狂挖 不到两个小时 就打通了超市的通道 靠 超市下面又丧尸 怎么办呢 龙福星叫道 你下去对丧尸说 我是路过的就成了 他肯定不会难为你的 陈鹏笑嘻嘻地回答道 陈鹏在超市顶上 摇着不知哪儿 捡来了一个大铃铛 丧尸们兴奋地 望着楼上的铃铛 用力地举着手 幻想想将铃铛的人 给扯下来 而陈鹏则拿出手枪 九二世的手枪射出子弹 穿进了丧尸的大脑 丧尸应声倒地 又是一阵有节奏的点射 很快 超市的下面 十多只丧尸 堆成了一个小尸山 龙福星王成 谭景君跟我下去 清理丧尸 安全过后 你们下来拿食物 陈鹏发话道 一根绳子放了下来 陈鹏顺着绳子 划到了超市里 咔嚓 刚下脚 地上突然 传来丧尸骨头 被破裂的声音 我知 真恶心啊 陈鹏边说 边在墙上 蹭掉粘在裤子上的脑浆 四个人都到地上过后 开始 呈 锁镇行 搜摸着超市的每个角落 突然 几个人的瞳孔 瞬间收缩成了 最危险的症状 暗处 有一群身影涌动 超市发现丧尸群 大概有二十只 请求增援 陈鹏按下部划机的发射键 轻声说道 陈鹏一下子滑了下来 一排掌赵飞 带领着几个战士赶来增援 报告你们的方向 十几秒后 陈鹏手里的对讲机 无人答应 报告你们 话还没说完 就听到黑暗的角落里 传来了急促的手枪声 保持队形跟我上 说完 陈鹏刷着小碎布 迈向了黑暗 在一个楼道的转角处 十多个丧尸聚集在一个房门前 用力地拍打着房门 陈鹏用对讲机喊道 你们在里面坚持住 我就在外面 说完 九五和八一步枪的子弹 开始倾泻而出 击中丧尸的脑袋 好叫着改变方向 对着陈鹏等人扑了过来 大头 瞄准头部射击 陈鹏在一旁对着战士们训斥道 队伍的后方也传来了枪声 在一个走廊里最大的悲哀 莫过于被丧尸包围了 开门 快开门 陈鹏用力地拍打着房门 前面的十几个丧尸 全部被干掉了 后面的丧尸 全部没有干掉 正如尸如破竹的 朝房门涌来 陈鹏依旧设计着 涌来的尸群 五个人 面对丧尸多只丧尸 并且是在一个走廊里 陈鹏知道这下玩完了 枪枪抱头是不可能的 是他把大家带进了 这个死胡同 正在内疚之时 丧尸的后部 突然发生激烈的枪战 大家蹲下 增援来了 陈鹏叫道 枪战持续了不到两分钟 走廊上的丧尸 全部被击毙 梁成龙走了上来 咱们算扯平了 陈鹏笑了笑过后 转过身对着房门 一脚踹开 随后进去一看 陈鹏发现这又是一个走廊 还有沉与几人 掉落的对讲机 陈鹏照飞几个 正迈着小碎布 仔细搜索过后 发现通风管下面 有七八具丧尸的尸体 于是大叫道 你们在吗 我们发现了幸存者 王成喊道 在哪儿 陈鹏问道 在超市的办公室 当超市的最后一声枪响停止过后 一行人跑到了办公室 找到幸存者 从病毒扩散到今天 总算找到了活人 大家的心里 也算感到了一点点的安慰 第一个幸存者 叫冷风 年龄二十岁左右 戴着一副眼镜 身高一米七零 新闻台的记者 笑起来露出一排不规则的牙齿 一副很猥琐的样子 经过后面的观察 可以肯定 猥琐 确实是非常猥琐 由于大渡口出现病毒过后 来到大渡口跑新闻港 却正巧遇到一群嗓尸发狂 于是迫于无奈躲进了超市 最初超市里有大群的嗓尸 后来一个个的接着变异 这个猥琐人 果然使出了他猥琐流的功夫 保了很大一堆食物后 将自己反锁在了超市的办公室里 愣是吃喝拉撒 在办公室里僵持了一个星期左右 办公室里没有厕所 所以当陈瑜碰巧 从办公室通风管道逃命时 经过的时候 闻到一股强烈的屎臭味 这才向下一看 然后才发现夜市镜里 看到着一个戴眼镜的猥琐男 正慌张地躲在办公桌下 于是陈瑜顺利成章地 跳进了充满大小便的房间 找到了冷风 当陈瑜几人在冷风面前的时候 冷风激动地痛哭流涕地说道 解放军谢谢你们了 你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啊 你们是人民的希望 等我回电视台 我一定给你们录一个专访 当这伙人找到电力室 打开超市的照明过后 开始狠狠地搬运超市的物品 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 这个中等规模的超市 就被拆得所生无极了 有用的没用的通通抬走 大家可都做好了 打持球战的心理准备 这次在超市里 不仅收获了食物和水 还在超市的车库里 发现了一辆超市大巴 刘永超找到钥匙启动正常 油表显示油量没完 并且以前的面包车里 还有汽油 这发现让他觉得非常高兴 这可是居家必备旅行良品 梁永超在仔细检查完毕客车过后 关上车门也来到大厅里 上到小区四方设置的绍岗已经完成了 梁永超龙已经安排了站岗的班册 战士们也开始在傻少执勤 少塔其实就是树干上 装了一个类似垃圾桶的东西 可以容两个人并排睡在里面 说战少不过是躲在少楼里 瞄眼偷偷观察小区外的情况 因为也不敢露头 所以一旦发现大批的僵尸 只能靠对讲机传讯 夜晚来临 大伙聚在房间里 吃着久违的大鱼大肉 并且每个人分了一条香烟 若干啤酒和白酒 随着酒精的作用 屋里的人开始放肆积累 俨然忘记了自己还身在重围 或者说能活到现在的人都是好样的 也许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了吧 深夜 酒精很快侵袭了大脑 麻痹了脑神经 大伙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 关上门 呼呼大睡 今晚注定是一个安宁的夜晚 除了偶尔小区外传来几声低沉的吼声外 一切都很平安 几个小时后 天边放起了一丝微微的白光 居民楼的顶上站着两个人 一个人拿着望远镜 另一个人举着狙击步枪 观察着城市的周围 丧尸太多了 若也能够观察到的差不多有两千只 凭我们这点人力 这个小区应该守不住吧 拿着望远镜的梁承荣说道 能守多久就守多久 守不住的时候 就退到长守区工业园的码头上 那里有一艘矿石作业船 那个上面是绝对的安全 陈鹏放下狙击步枪说道 梁承荣道 没有其他办法了 陈鹏说 对 食物找到的 但要就在基地那儿 自己去取吧 陈鹏对着梁承荣说道 梁承荣点了点头 没有作声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五百二十六集 末日只想继续生存下去 经过这段时间 与丧失的激烈厮杀 对生命早已淡然 对待死亡早已没有了恐惧 不怕死和想死是两个概念 能够活到现在 没人不想活 昏暗朦胧的夜晚 几个人带着夜市仪的人 举着九二突击步枪 形成突击阵型 踏着小碎步 靠着墙角 悄无声息地摸索着前进 一只丧尸在小巷的拐角处 移动不动地站着 仿佛在思考着 今天夜里光线 为什么会突然变得暗淡了呢 盯在那里 一动不动地 盯着墙壁上看着 扑 冒着腰 移动在丧尸背后的沉雨 一刀准确无误地 刺进了丧尸的头颅 不管这只丧尸是被点穴了 还是思考问题 反正 他的生命最终定格在了这个夜晚 陈宇做了一个继续前进的手势 大家继续前进 在离运兵车五十米的时候 大家停下了脚步 几十只丧尸 游荡在运兵车的周围 这下难办了 本来打算悄悄地将运兵车 行驶进小区 以这种形式看来 行驶相当不乐观 正在这群人 因想不出办法而焦头烂额的时候 那个冷风闪亮登场 只见他站在烧港的另一头 用力地敲打着键盘 错了 不是键盘 是一个不锈钢的膝脚盆 一阵刺耳的声音 将所有的丧尸 引到了港哨楼下 冷风独自一人 居高临下的 面对着黑压压的丧尸群 打有一副脚盆在手 天下窝油之事 梁勇朝王城谈请军 你们三人赶快去开车 我们掩护 陈月说完 两人很快冲到运兵车里 顺利地发动了运兵车 运兵车驶过前面几人 顺势爬上去 冷风眼里 见运兵车安全行驶到小区过后 抽身拔出别在屁股上的手枪 狂按出扳机 诶 怎么打不出子弹呢 不管了 紧张的冷风又从背心里掏出一枚手雷 顺势一丢 手榴弹在空中划出了一个漂亮的跑物线 掉进了丧尸群 十多秒后 手榴弹也没动 诶 怎么不响啊 你他妈脑袋被驴踢了吧 这样能响吗 赵飞无语地嘀咕一声 随即扔了一颗手雷 在丧尸堆里 又引爆了刚才那颗 被冷风当作千球投着出去的手雷 丧尸倒下了一大片 快闪 别自己丧尸了 赶紧装车去 赵飞说完 两人走下塔哨 随着手雷的爆炸声 附近所有的丧尸都朝小区移动 小区内的人们 卖力地抱着一包又一包的食物 往车上堆放 全然不知道即将到来的危险 半个小时后 货车全数装完 大家围住小区里休息的时候 对讲机传来梁成龙急促的声音 不好了 几百只丧尸正朝小区的方向涌泪 十分钟后将大打小区 这一句话犹如晴天霹雳 震惊了所有人 陈棚电梯来到33楼 放眼望去 大街里堆积满了丧尸 正缓缓地朝着小区铺天盖地的涌泪 梁勇朝去超市拿车 大家放弃小区准备撤离 顿时小区里炸开了锅 大家纷纷收拾自己的随身物品 呼伦地塞进行军包里 朝超市的大巴车跑去 谭庆军和赵飞 依然发动了一辆运兵车 冷风准备上车 被赵飞拦了下来 汽车同志 你去坐大巴车 这个运兵车危险性比较大 冷风面无表情地跑上大巴车 这时陈鹏和梁重龙也从垫地里出来 走进了大巴车 陈复兴打开超市大门 大巴车发动机咆哮着冲上了街道 从此 同时小区的门也打开了 运兵车也冲出了小区 哒哒哒 站在运兵车上的五个士兵 首先开火 机枪 手雷 丧尸的咆哮声夹杂在一起 划破夜空的宁静 坐在大巴车上的战士 也纷纷打开车窗 朝车队的丧尸 点射而去 全速前进 朝墓地方向 梁重龙在部机里说话 刚才真险呢 丧尸都要扑到我脸上来了 一名战士 用颤抖的声音小声说道 总算熬过去了 连长说是回基地取弹药 出来这么多天 也不知道基地到底怎么样了 也不知道哪些专家 有没有被保护着进入基地 我们什么人都没有找到啊 另一名战士 感叹的也说道 车队继续行驶在高速公路上 灵星的丧尸 对车队构不成危险 偶尔窜上公路的丧尸 很快被大巴车转成一滩肉泥 似乎行驶汽车的司机 对这种状态很感兴趣 撞完过后高兴了哇哇叫着 这一幕证明了这一群人 已经完全适应了现在的这个世界 也许大家的心态 已经被这个丧尸统治的社会 彻底的扭曲 汽车行驶上了通往基地的环山公路 路上有着太多衣衫不整的上尸 其中也夹杂着许多士兵 梁冲龙眉头微微皱了皱 担心着基地的安危 部队出发的时候 只留了少量的后期人员驻守基地 战斗里可不可能和野战军的士兵相比 车队在基地门口停下 大门紧紧的锁着 赵飞带着两个士兵 首先跳下汽车 翻墙进到基地 空旷的训练场 没有士兵 没有丧尸 更没有任何战斗的痕迹 赵飞心里依然没底 忐忑不安地 在基地寻找着存活的战友 不远处的车库 听放着几辆砖甲运兵车 和一些散乱的工具 赵飞来到宿舍下 仍然没有发现任何生命迹象 赵飞和两个战士 随即上了楼 就在楼梯的拐角处 战士甲 某的发现了一个清晰的血手印 印在墙上 于是大叫一声 海长 有血迹 与此同时 楼道里传来了缓慢的脚步声 细听下 不下十双走路的声音 赵飞吼了一声 不好 快离开宿舍 三人把腿就跑 当跑出几十米的时候 回头发现 刚才站立的地方已经挤满了不下二十只的丧尸 赵飞对着布画机报告说 基地里有丧尸 没有发现性存者 请指示 随之 布画机传到了梁重龙的命令 清理所有基地里的丧尸 我们马上过来增援 梁重龙刚说完 就听哒哒的急枪声 这个时候他心里最清楚 基地铁门关的完好 不存在丧尸进入基地这一树 里面的丧尸 应该就是留守基地的后绩人员 被病毒所感染造成了 基地里的丧尸 绝对不会超过五十只 在事业开阔的训练场 二十几名训练有素 手持突击步枪的士兵 对付五十来个丧尸 还是没有问题的 王城打开了基地的铁门 车队行驶到了训练场后随即停下 所有人员飞快地扑向了宿舍楼 当大队人马赶到宿舍楼附近的时候 正看到赵飞三个人 举着枪又节奏地 交替掩护射击着扑过来的丧尸 后面赶到的人马上加入了战斗 没过几分钟 二十多只勇气可加的丧尸 也是昔日的战友 倒在了呼啸的子弹之下 清理完勇出的丧尸 连长带领着其余战士 继续清理基地内内部的隐患 只是枪声偶尔响起两声 几个小时后 这群人重新聚集到了训练场 明日跟我去山洞里将弹药库补充一下 大家今天先睡下吧 梁重龙直指快要太阳的落山 说道 接着 赵飞带领陈鹏一行人 找到了自己的房间 陈鹏客气两句过后 告别了赵飞 大家找到铺位 疲倦的身躯很快进入了梦乡 夜里 两个人拿着手枪 气喘吁吁的 在离基里不足五公里的树林里 慌张的逃窜 他们身后有着数量不明的丧尸 在紧紧追着这个害怕的男人 迎面转来两个迷彩服的丧尸 扑倒了其中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刚想开枪 不料 手被丧尸一口咬住 手枪随即凋落在地 一条生命就此终结 另外一个幸运的男人 迈开双腿就逃 当然 他救不了自己的通伴 开枪只会引来更多的丧尸 他唯一能做的是 最大限度的存活下去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这个人名叫李坤 外号猫王 病毒爆发之前 他是一个夜总会的铸厂歌手 病毒之后和自己的乐队同伴展开了逃亡 最先有十多个人 然后同伴一个接一个的变成丧尸 现在只剩下了自己独自一人 但心里的恐惧并且充满了绝望 当猫王跑了不知多久后 看看发现已经看不到丧尸的踪迹以后 便爬上了一颗大鼠休息 关掉手电筒 卸下了手枪弹夹 数数子弹还剩下不到三颗 他无奈的叹高气 以前为生活奔波 现在为了保存生命而奔波 一路走来的同伴相继倒下 现在自己剩下了一个人 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掏开拉链 拿出了自己伴随着有二十年有余的手枪 哗哗地撒了一泡尿后 跳下大树 继续在无止尽的黑夜中奔跑 大约跑了五分钟 趁着手电筒的光亮 一心能看到前面有个人影时 当走进丧尸的猫王 指着丧尸的头 就干脆就是一枪 啪的一声 丧尸应声倒地 猫王无奈地拿着 还剩两颗子弹的手枪 继续游走在这个充满敌意的树林里 与此同时 夜感照的冷风 听到前面黑暗中的森林里传来一声枪响 他拿着望远镜看了半天 除了黑暗还是黑暗 当下心中猜测 或许自己的神情紧张 出下幻听了吧 点上一根烟 悠然地躺在烧塔里吐着烟雾 手枪子弹 大约二百分倍的噪声 在这个寂静的山野如一声巨雷 附近丧尸 听到声音巨龙过来 猫王当然知道这个问题 他依然没这个头脑 苍蝇般地在山区里乱窜着 猫王被一棵树干重重地摔了一跤 他踉距地爬起来 发现前面有两个丧尸 正步履蹒跚地朝自己走来 四面八方也响起了丧尸的嚎叫声 被包围了 没有 不过停在原地包围将会是理所当然的 猫王对着其将扑到脸上的丧尸扣动扳机 然后加速逃向黑暗神处 照牌是枪声吗 冷风不解地问道 废话 赵飞喉道 随即赵飞报告了之前的情况 接着他打开基地的探照灯 探照灯强烈的灯光射进树林 过一会儿赵飞便发现几百米处 看见一个人影快速地朝着灯光处跑来 有幸存者 幸存者呀 冷风手舞足蹈地大叫 掩护 我去接应 龙福星说完跑出基地大门 抄幸存者跑去 两把狙击喷射出子弹 准确无误地射进了猫王的丧尸 浑身大汗的猫王咬紧牙关 控制着体力透支的身体 基地的灯光越来越近 猫王的心脏剧烈地颤动着 经过无数日子的奔波 总算找到了政府的军队 快点 快点 龙福星对着身边的猫王叫道 说完 打响了手中的补枪 在龙福星的掩护下 猫王疲惫的身躯 总算冲进了基地 随即 一个亮相的跪在地上 重重地喘着粗气 龙福星随后进入了基地 而丧尸没有冲进基地 不过 他们也准备进入基地 超过五十坠的丧尸 拥在基地门口 重重地拍着铁门 不要浪费子弹 用燃烧弹 铁门能够阻挡丧尸的冲击 梁成龙沉着声音命令道 赵飞看在聚在一起的丧尸 扔下了两颗燃烧弹 呼 火苗燃烧起来 瞬间在丧尸身上 很快 一股股肉被烧焦的臭味 扑鼻而来 有些战士忍不住的 娃娃呕吐起来 燃烧弹真是好啊 消灭丧尸 兼消毒和打扫战场 居家旅行必备之良药 门外的丧尸已经灰飞烟灭 警报也随之解除 留守几个站岗的人员过后 大家卸下弹夹 天窗弹药完毕后 继续回到各自的营房休息 陈鹏独自会见了李坤 从李坤口中得知 市区的士兵早已经被丧尸击败 有一个四人四猴 身高三米的怪物 袭击了残余的部队和剩下的平民 这个怪物不同丧尸 行动迅速 比人跑得还快 更可怕的是 他用一把旋转机器 每分钟的射速是六千发子弹的终结者 十瓦新国内用过那把 不过 电影中的战斗场面 完全不能表现出这把机枪的威力 曾经是飞机上的航空炮 威力可想而知 并且子弹打不死 他和自己的同伴趁论逃了抽雷 大部分士兵和群众早已经变成丧尸 在基地外的山林里逃难的时候 唯一的同伴也被丧尸咬死 现在只剩下李坤一个人 说完这些 李坤咬了咬牙 眼泪还是从眼眶流了出来 你就睡在这里了 好好地睡一觉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陈鹏对李坤说着 李坤应了一声过后 陈鹏走出了营房 来到了塔哨 基地外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 除了刺鼻的烧肉味 一切都似乎还不错 城市陷入了实现 从幸存者的口中得知 还有一个四人四猴的 拿着M134 居然还刀枪不住的怪物 这着实让陈鹏倒进了一口凉气 没有重型武器的话 或许这群人就像小鸡一样 被那个怪物屠杀 后果不堪设想 而且他所负责的专家什么的还没有头绪 真是让他感觉焦虑 如果有头绪的话 那么他可以直接带着这批人 前往一个安全的基地 然后飞往首都 但是 我们这边到重庆那里 按照你的说法 那么你的表哥家快到了 张吴风飞推测了一下钱框 随后沉声说道 此刻他的身边 宁新儿汉李莎 以及杨恩才子人都紧跟着他 不敢落下半步 藏尸对他们而言还是很厉害的 他们没有枪 只靠武器的话 杀一两只无所谓 但十来只也勉强 但是杀上几十只的话 那就不行了 嗯 这里到处已经不好辨认了 不过差不多了吧 之前看到那个招牌应该不错的 杨恩才无法肯定 但还是很认真地回答着张吴风的话 这几天杀上尸 我有感觉 丧尸在变强 为了赶路 我杀的丧尸也少 而且丧尸群多的地方 没有变异人和变异兽 这是一个好情况 如果遇到三只以上的变异人 只怕是我也无法保护你们了 你们也吃了不少的脑和精华 等到了基地 你们自己好好锻炼一下 这样保护着你们 你们是不会有成长的 最终还是会死 张吴风难夺地多说了几句 这几句话让宁夕儿三人 惭愧得无言以对 张大哥 我 我想跟着你 宁夕儿扭捏地说道 目光之中 满是期待之色 张吴风微微皱眉 他知道 宁夕儿是放不下他父母和亲人 而并非是喜欢他 这一点张吴风看得很清楚 先找到那些人再说 张吴风扫了宁夕儿一眼 淡淡地说道 他突然听到前方远处有枪声 当下心中已经明白 看来是找到人了 顺着枪声 张吴风和杨恩才等人 来到那个军事基地 而杨恩才见到陈宇和陈鹏等人后 也激动了起来 不过 当他得知方教授和刘教授等人 都不知所踪的时候 杨恩才差点气得吐血了 调取的地方部队这么多 竟然两几个人也没能保护住 真是让人太激烦了 不过 杨恩才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准备想办法 集合这批人之中的二十多位精英 以及三位教授 六位专家 恩才 你也别担心了 你不知道之前刘教授准备了什么丧失的基因 准备做实验 让一个叫李谦的最强大的战士服用了药剂 为了证明效果 他们出去了 而一批最精锐的战士也跟着出去了 所以应该不用担心 而且他们会回来的 我们把这里守护好 等他们回来的时候 我们一起突围 然后离开 陈鹏说着 目光不时看向宁心儿 似乎宁心儿的模样 让他太震撼了 我去看看吧 你们把事情处理之后 我也要去办我自己的事情了 张乌峰看了看众人 淡淡地说道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 为您播讲 张乌峰文言 倒是没有计较 他只是冷冷地扫了陈宇一眼 陈宇顿时脸色一白 连连后退了两步 表哥 你别瞎说 张大哥很厉害的 杨恩才当即解释道 当天空之城 红云病毒降临的时候 张乌峰及时才发现 这个世界的人 受到天空之城病毒的影响 竟然全世界都把他遗忘了 现在说起张乌峰 他们竟然都不知道 张乌峰是谁 就连天空之城 这些人也都不知道了 这个现象很诡异 但是也让人能够接受 因为这个情况 也说明张乌峰烟消云散了 不过张乌峰知道 地堡之中的人 是绝对不会忘记 他的存在的 有这些就够了 至于说其他 张乌峰也没有在意过 这样的事情 也不值得他在意 被视人遗忘 也好 刚好可以平静地 过点自己想过的日子 哼 还以为是现在社会呢 啊 还以为是仗势欺人的富二代啊 那陈宇嘀咕着 然后又悄悄地看了宁心儿 却见宁心儿正一脸愤怒地看着他 顿时他心中不由咯噔了一下 一处废墟之外 一辆汽车高速的行驶在公路上 李天仍然按照教授预定的路线前进着 方静正在汽车后排的座椅上 安然熟睡着 什么 你竟然拿我做实验 男人脸上的表情 可谓是哭笑不得 我说呀 这话说得太难听了 不是拿你当试验品 你估计 现在还满地啃石头呢 两个男人爽朗地笑起来 这个男人 是被丧尸咬到之后 被李天救下来的 而李天 则是给他喝了一支方教授提取的基因药剂 随后这个男人竟然没有成为丧尸 而是恢复了 这使得李天多了几分兴趣 同时 对于这次听教授的话 出来寻找补给和体验战斗力 也有了更强烈的信心 而通过这一路的接触 两个人已经不再那么绝数 两男人之间的相处是最容易的 在短时间内 就能建立良好的关系 通过短暂的交谈 李天知道了 这个男人叫周明辉 32岁 是国家一家军工企业的 机械维修总工程师 病毒刚开始传播的时候 就携带妻子 驾车逃离了市区 由于妻子也同样感染了 他不忍心杀死妻子 因此被妻子咬了 随后便遇见了 李天和方教授的女儿方静 接着被两人所救 周明辉不但对机械十分精通 而且呢 由于经常到周围各个城市的部队 做技术指导 所以对各地的军队燃料 和食品补给的地点 十分清楚 这对于李天来说 是相当大的一个收获 前面路口向左 补给站就在那边 周明辉指点着方向 李天点了点头 微笑了一下 碰上你真是我的运气啊 没想到你知道那么多 现在我们缺的就是食品 水和汽油 在这空旷的地方 要是我们真可能就要吃猪皮了 只要是当初你被他杀了的话 这些也没有了 当初也是为了我们的安全着想 对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 给我注射的 除了不让我变异 还有什么效果 周明辉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 于是脱口而出 李天没有马上回答 而是沉默了许久 最终还是开口了 他把这种药品 在自身发生的效果 一无一时地告诉了周明辉 不过 你在我们这里 真正知道的这种药品 是我注射的那种 看来你还要感谢我呢 要是按照法律说 你这可是人体实验 可要判刑的 男人开玩笑地说道 可是现在的法律啊 就是谁有实力 谁就能够活下来 对了 忘了告诉你啊 我提高的能力 你也拥有 不过 我不知道 你现在能有多强的实力 那就是说 我现在的能力 也能像你一样 杀那种怪物 男人的眼睛 一下亮了起来 随后 他想起 李天所杀的怪物 正是他的妻子 随之 毛子又黯淡了起来 开车的李天 无意中看了他一眼 也察觉到他的变化 心中生死一丝现意 对不起 我杀了你妻子 周明辉沉默一下 即将留下的泪水的脸庞 转向车窗外 努力地从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没事的 在事实上 他那时候已经死了 你要不是杀了他 我说不定连活着的机会都没有 下次再遇到变异人 你应该试试实力 试试亲手杀一个 李天巧妙地把话题转开 我也能想 我了不起对付他一只丧尸啊 当然 你的身体也强化了 对付变异人应该没什么问题 说不定比我实力还强呢 就算是打不过 我不还在呢 我们两个对付一个变异人 应该更有把握 好啊 那我可就要试试身手了 一会儿到了补给站啊 我可以得找一样 合手的家伙 要打 也不能赤手空拳地打呀 你说那补给站 很有武器 我们出来的时候 带的武器不多 路上耗光了 教授他们只带着研究器材 很悲剧啊 李天突然听到 他带来更让人惊喜的戏讯 虽然是个燃料和食品的补给站 但应该有武装数位 武器的话应该是有的 但数量不会太多 也就是能有一些轻型的机械 有武装护卫 如果病毒已经传播到这里 那不就意味着也会有变异人 平时在那里有多少驻扎的士兵 他突然觉得 事态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如果有变异人在的话 那么想获得补给实在有些困难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那大概有十多个人的部队 但如果他们没有被感染 我们或许还能得到更多的帮助的 明辉的心中仍然留下一丝幻想 我看我们还是做最坏的打算的 毕竟这病毒传播太快 我和方静走了一路 也没有看到什么另外的活人 一个变异人我们能够对付 两个的话或许应付得来 但是如果十多个的话 那我们几乎没有胜算 就凭我们两个人和一把战斗 简直就是去找死啊 说到这里两人都沉默了 确实如此 一旦三个人面对十多个便宜人的围攻 基本上就没什么生还的机会 除非 一丝灵感穿过李天的脑海 他再次打开了画匣子 除非什么 明辉看到了一丝希望 除非我们先拿到枪 只要有枪我们的胜算就到了 用枪打中怪物的头部 也就能杀死怪物的 周明辉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晚上十点多 车子终于抵达了预定的地点 关闭了一切灯光 慢慢地接近着补给站的大门 当距离还有两百多米的时候 车子停了下来 远处的补给站 依旧如往常一样灯火通明 四站大功率的自动探照中 自动地搜索着周围的每一个角落 在大门口的执勤室灯火通明 所有一切 仿佛都如同往常一样 没有收获到敌人的攻击 这 一切和我上一次来没什么变化 好像这里没有被感染呢 以前来过这里的周明辉 眼光中有些信息 依现在的情况看来 这里似乎应该是没有变异人的存在 别大意了 在没看到正常人之前 我们必须小心 虽然我估计传播的速度不会那么快 但是你看 李天指了指警卫室的位置 其他两人顺势看了过去 他接着说道 没有警卫站岗 湖底站应该有警卫车业站岗的 毕竟这里也是军队管辖的 而且目前我们看到活动的东西 也只有一些自动运行的机型 他们工作是不需要人操作的 他的一席话 使两个人的表情凝重地点了点头 我们怎么进去 明辉终于想到来这里的任务 于是三人开始 做了战斗准备 待转暂的讨论后 朦胧的光线下 两个矫健的身影 从汽车里一跃而出 各背着一个背包 向补给站的大门敲声奔去 而留在车里的房径的任务 就是一直保持着车子不熄火 以便在危急的时刻 能够及时地带着两个人离开这里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执琴是没有人 依靠着靠近执琴是大门一侧的明辉 轻声对李天说话 别说话 李天则轻轻地推开大门 两个人进入了补给站的院内 为了避免被探照等照到 暴露自己 两个人极力地躲避着 不断搜索的灯光 在明辉的指引下 李天跟着他慢慢地摸进了武器室 从进入大门开始 两个人至今 也没有发现病人存在的痕迹 但是也没有发现活人存在的痕迹 整个补给站 仿佛一座死城般的寂静 除了四部探照灯 发出金属的撞击声之外 一切的一切 都是过分的寂静 李天越向前 越是发觉疑惑 此时 他似乎能清晰地听见 自己急促而又剧烈的心跳声 前面就是 跟我来 明辉指着不远的一座 单独设立的房子 那就是所有驻扎士兵 武器存放室 屋子里没有亮灯 孤零零地 屹立在整个补给站的东南角 李天一站的信息 毕竟有了武器 就意味着 自己就算面对着 十多个的变异人 又多了一丝的胜算 两个人继续地向前行驶着 就在明辉 靠近武器库装备门口 准备用锤子 砸开门上的锁头的时候 突然举着锤子的手 停了下来 身子一动 僵在了那儿 怎么了 快砸呀 李天有些不解地 看着明辉 但马上 他的耳边 又响起了一声沉重 而深长的呼吸声 这声音发出的地方 离两人并不远 就在武器库 两人不能看到的一侧 但这声音 到底是人 还是变异人的声音 两人也无法判断清楚 就这样 两个人一动不动地 僵在了那儿 呼吸也开始 不断地急促 突然急促的声音 越发清晰 前方地面上 发出了明显剧烈的 与地面摩擦的声音 接着 便是两种声音 不断靠着两人前进 此时 两人的额头 都冒出了痘大的汗珠 显然这是有东西 在靠近他们 李天死死地 握着手中的蒙古长刀 盯着 马上要出现 他们眼前的声音 此刻的明辉 也退到李天的身边 从背包里 抽出了一柄班子 握在了手中 两个人都在心中 默默地计算着 时间声音的距离 八米 七米 六米 五米 当李天赶到目标 就在眼前的时候 憋足一口气 强忍住 不断加速的心跳 猛地从地上 一跃而起 而此时 探照灯的强烈阳光 也是照耀在 他对面的地面上 狠狠 一只白胖的猪 从房子的一侧 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 猪被这李天的举动 吓了一跳 见到两人后 拔腿就跑 正准备战斗的李天 也在探照灯 照到猪的身影的时候 心中猛然松了下来 哎 妈的 李天愤愤地骂了一句 让两个人紧张半天的 竟然是一只 这里养的一只猪 平时部队养点猪 供自己吃肉 也是很正常的 我说小兄弟啊 就一只猪 你用得着这么大的架势吗 明慧差点被逗得消除声 一只猪 让两个大男人紧张成这样 确实是很滑稽的事 行了 赶紧砸锁吧 李天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 无奈地对明慧笑了笑 明慧在自己 嘴起了手中的铁锤 一声猪的尖锐嚎叫 传入两个人的耳中 两个人同时转向 猪叫声的方向 在这一刻 自动运行的探照灯 恰巧照射在了声音的来源中 止尽 灯光下 那只足有两百斤的猪 被举到了半空 一个黑色的身影 在灯光下摇晃着 几声接连令人毛骨 悚然的声音 划破了夜空 顿时 两人的脸色 变得惨白 是变异人 这么多 明慧开始吓得有些结巴了 明慧打开手电 一道光束 从李天的背后 射向那只猪残骄的方向 不 李天还没来得及阻止 明慧开灯光的动作 只见光柱照耀到远处 出现了一只两米多高的 庞然大雾 接着 光柱横向扫动 又出现了七八个 同样的身影 当光柱照在最后一个 变异人身上的时候 他猛地抬起头 迎着灯光看了过去 我们被发现了 快砸锁 快 李天大声地冲明慧喊 这时则被明慧 因为开手电 而将两人行动暴露 已经没什么用了 当务之急 是必须在变异人 赶到这里之前 砸开武器的大门 拿到武器 周围立刻响起了 几只变异人的吼叫声 显然他们已经发现了两个猎物 这时 自然搜索的灯光 也因为搜索到了移动的目标 而齐刷刷地 照在了几只变异人的身上 地面上立刻呈现出八只 面目猙獰的变异人 其中高举着猪的变异人 此刻猛然将目光 移向了刚才手电突发光亮的地方 这一刻 仿佛时间突然停止了下来 灯光下的变异人和两个人 都直愣愣地僵持在那 就这样相互保持着对视的姿势 足有数名 只有那只猪 还在撕心裂肺的嚎叫着 突然 那只高举着野猪的变异人动了 猛然甩掉手中挣扎的猪 向这两个人这边 迈开了步子 不是吧 那猪比我们好吃啊 明辉惨白的脸上 流露出一丝无奈的表情 咋 李天突然大声地 冲着愣在那的明辉喊了起来 然后猛然拔出腰间的锤子 用力地向门上的锁头砸去 随着李天的喊叫声 所有变异人 在这一刻都动了起来 一起开始向两人这里移动 随刻反应过来的明辉 也举起手中的锤子 向武器式大门的锁头砸去 两个人拼尽了全身的力气 疯狂地砸着锁头 锤子和锁头的撞击 不断飞溅出明亮的火花 但由于锁头异常的坚固 两个人疯狂地砸了许久 仍然没有打开大门 妈的 还有一百米了 明辉回头看了一眼 不断逼近的变异人 别管他快砸呀 李天再次轮起锤子 用力地向锁头上砸了过去 而远处不断靠近的八只变异人 则速度越来越快 越来越兴奋地迈着步伐 他们对这顿美餐 表现出极大的渴望 口中不断留下 令人做偶的乳白色的粘液 而且随着渐渐接近 嘴部都开始微微上扬 啪 李天手中的锤子 由于用力过猛 突然木柄被折断了 混蛋 真倒霉 他咬着牙纷纷地骂着 还有五十米啊 怎么办 还在抡着锤子的明辉 此时被吓得没了主意 而李天立刻丢下手中 剩下的半截木柄 捡起了地上放着的盏刀 转过身 死死地盯着 离自己大概还有四十米的 一群变异人 没得选了 你快走 我去盯着 话音刚落 他一个剑步冲向变异人群 几个变异人此时 仿佛看到了冲向他们的身影 减速向前的脚步 摆出一副招架之事 李天提着盏刀 向变异人群中间冲过去 只有这样 才能最大限度地 阻止变异人的前行 他心中 此刻充满着恐惧 但为了生存 他也没得选择 只要拖延住时间 才能为明辉 砸开锁头 赢得时间 自己和另外两个人的生存 赢得时间 快接近变异人的那一刻 他大声咆哮了起来 举起战刀 暴风直接冲最中间的变异人的脑壳砍去 战刀准确无误地 镶入了敌人的大脑 立刻 眼前的这个刚才还凶神恶煞的旁人大悟停了下来 举着还没来得及 抵挡战刀的手臂不动了 此时的李天 脸上浮现出一丝冷笑 随即 准备拔出 陷入变异人脑壳的斩刀 可就在这时 旁边的一声变异人 怒吼一声 用已经直升着惨白的手掌 向李天的左腹部侧列 李先联盟用空前的一只手来抵挡 但太晚了 惨白的手臂 灌传了他的腹部 一阵剧痛 让李天发出了惨叫声 接着 他的右手传了一阵剧痛 一阵撕裂的声音 随之传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 为您播讲 第528集 当天空之城 红云病毒降临的时候 张无风其实已经发现 这个世界的人 受到天空之城之中的病毒的影响 竟然全世界把他都遗忘了 现在说起张无风 他们竟然都不知道 张无风是谁 就连天空之城这些人 也都不知道了 这是一种很诡异的现象 但也是能让人接受 因为这个情况也可以说明 张无风烟消云散了 不过张无风知道 地宝之中的人 是绝对不会忘记他的存在的 有这些就够了 至于说其他 张无风也没有在意过 这样的事情也不得的在意 被视人遗忘也好 刚好可以平静地过点自己想过的日子 哼 以为现在还是现代社会 还以为可以仗势欺人呢 富二代 那陈宇嘀咕着 然后又悄悄地看了看宁心儿 却见宁心儿这一脸愤怒地看着他 顿时他的心不由咯噔了一下 一处废墟外 一辆汽车高速的行驶在公路上 李天仍然按照教授预定的路线前进着 方静正在汽车后排的座椅上 安然熟睡着 什么 你竟然拿我做实验 男人脸上的表情 可谓是哭笑不得 我说呀 这话说得太难听了 不是拿你当实验品 你估计现在还满地啃石头呢 两个男人爽朗地笑了起来 这个男人是被丧尸咬到之后的李天救下来的 而李天呢 给他喝下了一只方教授提取基因药定 随后 这个男人竟然没有成为丧尸 而是恢复了 这使得李天多了几分兴趣 同时 对于这次听教授的话出来 寻找补给和体验战斗力 也有了更强烈的信心 而通过这一路的接触 两个人已经不再那么约束了 男人之间的相处是最容易的 再短时间的就可以建立良好的关系 通过短暂的交谈 李天知道了这个男人 名叫周明辉 32岁 是国家一家军工企业的机械维修总工程师 病毒刚开始的时候 就带着妻子驾车逃离了市区 但由于妻子也同样受到了感染 他不忍心杀死妻子 因此被妻子咬了 随后便遇见了李天和方教授的女儿方静 接着被两人所救 周明辉不但对机械十分精通 而且由于常常到周围各个城市的部队 进行技术指导 所以呢 对各地区的军队燃料和食品补给的地点十分清楚 这对于李天来说 是相当大的一个收获 前面路口向左 补给站就在那边 周明辉指点着方向 李天点了点头 微微笑了一下 碰上你啊 真的是我的信物 没想到你知道这么多 现在我们缺的就是食品 水和汽油 在这种空旷的地方 要是我们自己 可是真要吃树皮了 这要是当初你被他们杀了的话 这些也没有了 当初啊 我也是为了我们的安全着想啊 对了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给我注射的 除了不让我变异之外 还有什么效果 周明辉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 于是脱口而出 李天并没有马上回答 而是沉默了许久 最终还致开口呢 他把这种药品 在自己身上的效果 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周明辉 不过 你在我们身上 真的这种药 是我注射的那种 看来啊 你还要感谢我呢 要是按照法律啊 你这可是人体实验 可要判刑的 男人开着玩笑的说道 可是现在的法律 就是谁有实力 谁就能活下来 对了 忘了告诉你了 我提高的能力你也拥有 不过 我不知道你现在有多强的实力 那就是说 我现在能力也能像你一样 杀那种怪物 男人的眼睛一下亮了起来 随后 他想起了李天所杀的怪物 正是他的妻子 随之 眼眸又黯淡了下来 开车的李天 无意中看了他一眼 也察觉了他的变化 心中生起一丝歉意 对不起啊 我杀了你妻子 周明辉沉默了一下 随即 将流下眼泪的脸庞 庞向了车旁外 努力从脸上 解除一丝笑容 没事的 事实上他那时候已经死了 要不是不杀了他 我现在连活着的机会都没有了 下次再遇见变异人 你应该试试实力 亲手杀死一个 李天巧妙地把话题转移开来 我也能行 我了不起对付一只丧尸就行了 当然 你的身体也强化了 对付变异人是没问题的 说不定比我实力还强呢 就算是打不过 我们不还在吗 两个大男人对不起来 一个变异人 应该把握更大呀 好啊 那我可要试下身手了 一会儿到了补给站啊 可得我找个合手的家伙 要打 也不能赤手空拳地打呀 你说那个补给站有武器 我们出来的时候带的武器不多 都是耗光了 教授他们只带着科研的器材 很悲剧啊 李天突然听到他带来的更让人喜悦的消息 虽然是个燃料和食品的补给站 但是应当有武装护卫 武器应该是有的 但是数量不会太多 也就能有一些轻轻的枪械 有武装护卫 如果病毒已经传播到这里 那不就意味着也会有变异人 凭春那里驻扎着多少士兵 他突然感觉到事态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如果有便宇人在那儿 那么想获得补给实在有些困难 这个我还真没想到 那大概有十多个人的部队 但如果他们没有被感染 我们或许还能得到更多的帮助呢 明辉的心中仍旧着一丝幻想 我看我们还是做最坏的打算吧 毕竟这病毒传播太快了 我和方靖走了一路 也没看见什么另外的活人 一个便宜人我们能对付 两个的话或许也应付得来 可是如果是十多个 那我们几乎没有胜算 就凭我们两个和一把战刀 简直就是去找死 说到这里 两人都沉默了 确实如此 一旦三人面对十多个便宜人的围攻 基本上就没什么生还的机会 除非 一丝灵感在李天的脑子里 他再次打开了花匣子 除非什么 周明辉仿佛看到了一丝希望 除非我们先拿到枪 只要有枪 我们的胜算就可大了 用钱打怪物的头 可是能杀死怪物的 周明辉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晚上十点多 车子终于抵达了预定的地点 关闭了一切灯光 慢慢的接近补给站的大门 当距离两百多米的时候 车子停了下来 远处的补给站 依旧如往常一样 灯火通明 四盏大功率的自动探照灯 自动的搜索着周围每一个角落 在大门口执勤室灯火通明 所有的一切 仿佛都如同往常一样 似乎没有受到变异人的攻击 这和我上一次来没什么变化 好像还没有被感染呢 以前来这里的周明辉 阳光中有些信息 依现在的情况来看 这里似乎应该没有变异人的存在 别大意 在没看到正常人之前 我们必须小心 虽然我估计传播的速度不会那么快 但是你看 李天指了指警卫室的位置 其他两人顺势看去 他接着说 门口没有警卫站岗 补给站应该有警卫彻夜的站岗的 毕竟这里也是军队所管辖的 而目前我们看到的活动的东西 也只有一些自动运行的机械 他们工作室不需要人工操作 他的一席话 谁两人的表情凝重的点了点头 我们怎么进去 明辉终于想到了来这的任务 于是三人开始了战斗准备 在短暂的讨论后 朦胧的观线下 两个矫健的身影 从车里一跃而出 各背着一个背包 向补给站的大门 悄声奔去 而留在车里的方静的任务 就是一直保持着车子不熄火 以便在危机的时刻 能够及时地带两人离开这 实勤室没有人 依靠在执行室大门的一侧的周明辉 轻声对李天说道 别说话 李天轻轻地推开大门 两个人进入了补给 站在院内 为了避免被探照灯照射后 暴露自己 两人极力地躲避着 不断搜索的灯光 在明慧的指引下 李天跟着他们 慢慢地摸向了武器室 从进入大门开始 两个人至今还没发现 有变异人存在的痕迹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但是也没有发现活人的痕迹 整个补给站 仿佛就是一座死寂的城堡 除了四周探照灯 发出的金属撞击声之外 一切的一切都过分地寂静 李天越向前越发生疑惑 此时的他 似乎能清晰地听见 自己急促而剧烈的心跳声 就是前面 跟我来 明慧指着不远的一座 单独设立的房子 那就是所有驻扎士兵的 武器存放室 屋子没有灯亮 孤零零地屹立在 整个补给站的东南角落 李天一枕的信息 毕竟 有了武器 就意味着 自己就算面对 十多个变异人 又多了一丝胜算 两个人继续地向前移动着 就在明慧靠武器库门口 准备用锤子 砸开门上的锁头的时候 突然举着锤子停了下来 身体移动不动地僵在那 怎么了 快砸呀 李天有些不解地看着明慧 但马上 他的耳边又响起了 沉重而又深长的呼吸声 这声音发出的地方 离两人并不远 就在武器库 两人不能看到的一侧 这声音到底是人 还是变异人的声音 两人也无法判断清楚 就这样 两人一动不动地僵在了那 呼吸也不断开始急促 突然急促声 发得清醒 正前方的地面发出了 越来越明显的 与地面摩擦的沙沙声 接着 便是两种声音 不断地靠着两人接近 此时 两人额头都冒出了 痘大的汗珠 虽然这东西正在靠近他们 李天死死地 握着手中的蒙古长刀 盯着马上就要出现在 眼前的声音 此刻的明慧 也推到了李天的身边 从背包里收出了一柄 班子握在手中 两人都在心中默默地 计算着声音的距离 八米 七米 六米 五米 当李天赶到目标 就在眼前的时候 憋足了一口气 忍不住家具的心跳 猛地从地上 一距离而起 而此时的探照 强光灯 也在同时照耀在他对面的地面上 一只白胖的猪 从房子的一色 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 猪被李天的这一举动 吓得站在两人面前 拔腿就跑 就全力马上战斗的李天 这时候心中也猛然松了下来 李天纷纷地骂了一句 两个人紧张半天的 竟然是一只这里养的猪 平时部队养点猪 供自己吃肉 也是很正常的 我说小兄弟 一只猪 你用得着这么大的架势吗 明辉此时差点被逗得笑出来 一只猪 让两个大男人紧张成这样 确实是很滑稽的事 行了 赶紧砸锁吧 李天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 无奈地对明辉笑了笑 明辉再次举起手中的铁锤 一阵猪的尖锐的叫声 传入两个人的耳中 两个人同时转向猪叫声的方向 在这一刻 自动运行的探照灯 恰巧照在了声音的来源处 只见灯光下 那只足有二百斤的猪 被举到了半空 一个黑色的身影 晃过探照灯下 几乎接近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划破夜空 顿时两人的脸色变得苍白 是变异人 这么多 明辉吓得说话开始有些结本 明辉打开手电筒 一道灯光 从李天的背后 射向那头猪惨叫的方形 不 李天还没来得及阻止 明辉开灯的动作 只见光柱照耀的远处 出现了一个两米多高的庞然大雾 接着光柱横向扫动的地方 又呈现出了七八个同样的身影 当光柱照在最后一个变异人身上的时候 他猛地抬起了头 影响了灯光 看了过去 我们被发现了 快砸锁 快 李天大声地冲着明辉喊道 这时责备明辉因为开手电筒 而将两人行动暴露 已经没什么用了 当务之急 就是必须在变异人赶到这里之前 砸开武器库的大门 拿到武器 哦 周围立刻想起了几只变异人的吼叫 显然 他们已经发现了两个业务 这时 四盏搜索的灯光 也因为搜索到了移动的目标 而齐刷刷地照在了几只变异人的身上 地面上立刻呈现出八只猙獰的变异人 其中高举着猪的变异人 此刻猛地将目光 撞移到了刚才手电筒发出光亮的地方 这一刻 仿佛时间都停止了下来 灯光下的变异人 和两个人都直愣愣地降在那 就这样 相互保持着对视的姿势 足有数秒钟 只有那只猪 还在撕心裂肺地嚎叫着 突然那只高举过野猪的变异人动了 猛然甩手 砸头了手中挣扎的猪 然后 向两人这边 埋动了步子 不是吧 那猪比我们好吃 明辉 明辉惨白的脸上流露出一丝无奈的表情 砸 李天突然大声冲着愣在那里的明辉喊了几雷 然后猛然间从腰间拔出锤子 用力地向门上的锁头砸去 随着李天的喊叫声 所有变异人在这一刻全都动了起来 一起开始向着两人这里移动 此刻反映过来的明辉 也举起手中的锤子 向武器式的大门锁头砸去 两个人拼尽全身的力气 疯狂地砸动着锁头 锤子和锁头的撞击 不断地飞溅出明亮的火花 但由于锁头异常地坚固 两个人疯狂地砸了许久 仍没有打开大门 妈的 还有一百米了 明辉回头看了一眼 不断迫近的变异人 别管他 快砸呀 李天再次抡起锤子 用力地向锁头上砸过去 而远处不断靠近的八只变异人 越发兴奋地加快了前进的步伐 他们对这种美味晚餐 表现出极大的渴望 口中不断流出 令人阻傲的乳白色的粘液 而且随着渐渐接近 嘴角都开始微微上扬 啪 李天手中的锤子 由于用力过猛 而突然木饼被折断了 混蛋 真倒霉 他咬着牙 愤怒地骂着 还有五十米了 怎么办 现在轮着锤子的明辉 此时被吓得没了主意 而李天立刻丢下 手中所剩的半截木饼 捡起了放在地上的战刀 转过身 死死地盯着 离自己大概还有四十米的一群变异人 没得选了 你快走 我去顶着 话音刚落 他一个剑步向变异人群冲了过去 几个变异人 刺客仿佛也看到了冲向他们的身影 突然慢了前线的脚步 摆出一副招架之事 李天提着战斗 向变异人群中间冲了过去 只有这样 才能最大限度地阻止变异人的行径 他的心 刺客充满着恐惧 但为了生存 他没得选择 只有拖住时间 才能为明辉砸开锁头 赢得时间 为自己和另外两人的生存赢得时间 快接近变异人的一刻 他大声咆哮了起来 举起战斗的刀锋 直接最终捡脑人的壳子 咔 战斗准确无误地 相容了敌人的大脑 立刻 眼前这个 刚才还在凶身扼杀的庞人大巫停了下来 举着没有来得及抵挡战斗的手臂 不动了 此时的李天 脸上浮现出一丝冷笑 随即 准备拔出嵌入便衣人脑壳的战刀 可就在这一时 旁边一个便衣人一声怒吼 用已经只剩下白骨的手掌 朝着李天的左肤刺来 李天赶紧用空拳的一只手低挡 但太晚了 惨白的手臂贯穿了他的腹部 一阵巨痛 让李天发出了惨叫声 接着 他的右手又传来一阵巨痛 一阵撕裂的声音 随之而来 他又是一声惨叫 右侧吃刀的手臂上 一大块肌肉被便衣人用嘴咬掉了 露出一片惨白的骨骼 立即鲜血从两处伤口喷涌而出 剧烈的疼痛很快步变他的全身 李天被疼得全身颤抖起来 而便衣人似乎没有把手 左边的便衣人 用那个没刺入的李天腹部的手掌 一拳猛地打在他的胸口 立刻 李天如同手中的斩刀 飞了出去 他落在了还在武器出门口的 明辉的身旁 明辉满心喜悦地转头 打开了打开了 有救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 为您播讲 第529集 混蛋 真倒霉 他咬着牙 愤怒地骂着 还有五十米了 怎么办 现在轮着锤子的明辉 此时被吓得没了主意 而李天立刻丢下 手中所剩的半截木柄 捡起了放在地上的战刀 转过身 死死地盯着 离自己大概还有四十米的 一群变异人 没得选了 你快走 我去顶着 话音刚落 他一个剑步向变异人群 冲了过去 几个变异人 此刻仿佛也看到了 冲向他们的身影 突然慢了前进的脚步 摆出一副招架之事 李天提着战斗 向变异人群中间 冲了过去 只有这样 才能最大限度地 阻止变异人的行进 他的心 刺客充满着恐惧 但为了生存 他没得选择 只有拖住时间 才能为明辉 砸开锁头 赢得时间 为自己和另外两人的生存 赢得时间 快接近变异人的一刻 他大声咆哮了起来 举起战斗的刀锋 直接最中间 恼人的壳子 咔 战斗准确无误地 镶入了敌人的大脑 立刻 眼前这个 刚才还在凶身 扼杀的庞人大巫 停了下来 举着没有来得及 抵挡战斗的手臂 不动了 此时的李天 脸上浮现出一丝冷笑 随即准备拔出 嵌入便于人脑壳的战刀 可就在这时 旁边一个便衣人 一声怒吼 用已经只剩下 白骨的手掌 朝着李天的左肤侧来 李天赶紧用空拳的 一只手低挡 但太晚了 惨白的手臂 贯穿了他的腹部 一阵巨痛 让李天发出了惨叫声 接着 他的右手又传来一阵巨痛 一阵撕裂的声音 随之而来 他又是一声惨叫 右侧迟刀的手臂上 一大块肌肉 被便衣人用嘴咬掉了 露出一片惨白的骨骼 立即鲜血 从两处伤口喷涌而出 剧烈的疼痛 很快步遍他的全身 李天被疼得 全身颤抖起来 而便衣人似乎没有把手 左边的便衣人 用那个没刺入的 李天腹部的手掌 一拳 猛地打在他的胸口 立刻 李天如同手中的斩刀 飞了出去 他落在了 还在武器出门口的 明辉的身旁 明辉满心喜悦地转头 打开了打开了 有救了 明辉的表情 突然僵硬了 他看见 李天此时严重的伤势 手臂上 已经露出 森森的白骨 腹部也有一个 很大的伤口 鲜红色的肠子 从伤口处一下流了出来 胸口也因为巨大的外力 而塌陷了下去 虽然他神志还是清醒的 但这伤势 已经足以要他性命 李天因为剧烈的疼痛 大声地喊着 手立刻捂住了伤口 里头不让更多的肠子流出来 快拿枪 别管我 快 他拼尽力气对明辉喊着 而明辉则上前几步 用力着抓住他肩膀 向武戏式的大门拖动着 别管我 快拿枪 快 明辉拖动着李天的手 突然感觉一阵无名的灼热感 立刻挑剑反射的 立刻抽出手 他疑惑地看了看李天 惊奇地发现 此时的李天通体发红 而且红得越发明亮 温度也急剧上升 已经达到了很烫手的地步 明辉愣在了那里 他看见 李天伴随体温上升的同时 从腹部伤口中流出的肠子 也快速地被收回到了腹腔之中 并在伤口以及手臂的伤口上 缓缓留下乳红色的粘液 李天也察觉了身体上的不正常的表现 用轻易的眼神 看着留下乳红色粘液 任何明显愈合的伤口 胳膊上的伤口 明显地在迅速地增长着肌肉 痛痛感随之消失 胸口塌陷的地方 也在慢慢地恢复原状 而此时的脑海中 更是有一种暴虐的意念 不断地渗透着原本清醒的意识 他甩了甩头 但却无济于事 我究竟变成什么了 他看着身体的变化 脑海中不断浮现着这个问题 一阵变异人的吼声 将沉思的两人唤醒 两人抬起头 看见几只变异人 已经距离自己近有十米 快去拿枪 我顶着 李天捡起地上的战刀 再次起身 准备向变异人冲进 而中间的两只变异人 看见刚才被自己打得 狼狈不堪的人类 竟然仍然冲着自己冲来 也开始奔跑着 朝他冲过去 两方都如同暴虐的雄狮奔跑着 夜色中 只见从武器吃的门口 一道火红色的影子 冲进最前面的两个变异人 当两方近在咫尺的时候 他的身体突然向右侧移动 用尽力气 挥起手中的蒙骨长刀 蹭蹭 两颗巨大的头颅 立刻飞溅起来 乳红色的血液 沾满了李天的面庞 两具没有头颅的变异人身体 随着惯性向前倒在地上 他提着沾满血液的颤刀 稳稳地落在地上 暴虐的意念已经完全占据着他的脑海 这时的他最渴望的就是尽兴的杀戮 接着满目猙獰的他 有着火红色的眼睛的头颅 开始抬起 整个人向着变异人 最边缘的变异人群 中了过去 斩刀上下翻飞 火红色的影子 敏捷地变换着攻击的位置 变异人也在一个接着一个的倒下 他的脑海中只剩下了一个 对杀戮的渴望 就在这时 有一只怪兽竟然没有攻击李天 静止地冲到了武器室的门口 李天抬头看见这一切 但此刻已经来不及了 明辉 仍有一丝人类意识 驱动着他张开大嘴寒叫 砰砰砰砰 一连串的声音响起 刚到门口的变异人 突然向后倾斜着倒在了地上 屋内亮起的灯光 下一个有些干瘦的男人 踢着一只带着子弹的重型机枪 显现了出来 哎小兄弟 也不给你周大哥留着点 看着这里眼睛火红的李天 嘴角微微向上翘了翘 继续又回到手中 战刀砍入了 从背后起来的变异人的进步 又是一连串的点射 正在接近李天的 最后两个变异人的脑袋开了花 随着子弹的冲击力轰然倒地 就此 全部八个变异人都被杀死了 此刻李天手持战刀 屹立在几只遍际人的尸体中间 火红的颜色将周围的一小片地方照耀得清晰可见 而他就这样一直站着不动 犹如一尊刚刚从炼炉里中拉出来的一尊赤红色的雕塑一样 保持着站姿久久没动 一声沉重的声音响起 李天将直的仰面重重倒在地上 全身的火红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丝疲惫贯穿着他的脑神经 慢慢地合上了眼睛 明慧慌忙地向倒下的李天跑过去 他赶忙蹲下来 把手放在李天的手腕上 还好这小子还活着 他清晰地感受到李天的脉搏正在跳动着 虽然很微弱 但最起码证明他还活着 紧绷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明慧微微地笑了一下 摇了摇头 你小子到底是什么 这么厉害 昏迷的李天仿佛在熟睡 也许他在做一个甜美的梦 李天的脑海中 不断地闪现着当初在学校 平静祥和的日子 每一次夹着厚厚的书本 赶去上课 每一次因为忘记写作业 而匆匆忙忙抄别人写好的论文 每一次和女朋友方静 傍晚漫步在优美的校园里 这一切仿佛老电影一般 一样地划过他的脑海 而当这一切后面 展现出一张中年人的脸庞 那是方教授 那个带他如亲生儿子的方教授 小天 你要好好活着 你一定要坚持 教授在李天当时所说的话 回荡在他的脑海之中 教授 告诉我 你究竟在我身上做了什么 教授没有回答 微微地笑着的脸庞 慢慢地在面前模糊了起来 教授 教授 他用力地喊着 企图得到自己想知道的答案 一阵刺骨的冰凉感 穿高了李天的全身 他猛地睁开眼睛 眼前展现出两个 模模糊糊的身影 他抬起了手 用手背揉了下眼睛 看见方静和明辉 正微笑地盯着他 而眼前刺眼的光亮 让他本来睁开的眼睛 又微微闭上了许多 嗨 我说浇凉水有用吧 你还不信 明辉撇了撇 转嘴而看着 其紧锁眉头的房镜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行了 能让他醒过来 就是好办法 天 感觉怎么样了 李天用尽了 力气做了起来 用手抹了一下 布满水珠的脸 看了看 被浇湿的赏身 的确是个馊主意 我现在觉得非常舒服 没事的 我命大 话音刚落 方静一把上前 搂住李天的脖子 眼眶中的泪水 夺狂而出 你终于好了 两天了 两天了 没事了 没事了 看看我还活着 李天轻轻拍着方静的肩膀 然后轻轻推开他的肩膀 微笑着看着爱人的眼睛 两人相视一笑 注意点 注意点啊 这大听广众的 明慧笑着把头一扬 一副不尽美色的样子 方静和李天又是一笑 李天一把脱下了尸头的上衣 一身健美的肌肉 在阳光下一览无遗 别说啊 这招还挺灵 就是得光着了 李天拉着方静的手 站了起来 枪 子弹 食品 明慧和李天 收拾了半天 两人赤着拨上身 累得一屁股 坐在了装满子弹的箱子上 汽油呢 明慧哥 不是你去找的吗 哼 不相信我实力 明慧右手一抬 指向远处 以油罐车的油 李天顺着他指引的方向看去 远处听着一辆重型的 军用油罐车 油罐车巨大的油罐 让李天不禁惊讶了一分 够实力 这么多可足够了 李天黑黑笑了起来 短短半天里 两个一米八的男人 将整个的小小补给基地 翻了个底朝天 在这个补给站中 两人还意外的 在车库中发现了一辆 军用尼桑牌的皮卡 于是就将食品 水和武器 一股脑的 塞满了整个车厢 再加上足足一油罐车的油料 确实现在 可谓是装备精良了 方静也一直没闲着 跑前跑后的 给两人打理着零零碎碎的事情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完了 三人围坐在一起 篝火一旁 有一句没一句的聊起了天 火堆的架子上 挂着一个铁锅里 煮着米饭 而另一个旁边吊着的 另一个锅里 则散发出转阵炖肉的香味 方静和李天的旁边 沾了起来 搅了搅锅里的炖肉 然后装满了两只大碗 递给了两人 嗯 好香啊 没想到小静这丫头 还挺会做饭的 明慧深深吸了一口香味 笑呵呵地端起碗筷 夹起了一大块肉 塞在了嘴里 李天也吃了一块肉 酱 什么肉啊 这么香 李天嚼着嘴里的肉 有些含糊不清地说道 好吃吗 这肉 说着 这里他把双手举过头顶 伸出了粉红的舌头 做了一个鬼脸 还不时发出了急醋 而又粗野的声音 两个男人先是一愣 然后突然惊醒自弹 口中还没咽下的食物 喷不而出 并立刻俯身下去 准备呕吐 哎 别吐 骗你们的 不是变异人的肉 是吉利冰箱里的冻猪肉 方静赶忙 双手做了一个暂停状 冲着两人尴尬地笑了笑 两个人也立刻停止了呕吐的姿势 大喘了口气 恶心死我了 咱以后能不能不开这玩笑啊 太恶心了 李天憋红了脸 无奈地喘着苏气说 看到这里方静又是哈哈笑起来 另外两人也是四目相对地跟着笑起来 天 陪我聊会天 吃完饭 方静拉着李天的手 轻轻地依偎在他的肩膀上 对面的明辉看见两人甜蜜的样子 起身悄悄离开了 这么多天了 真像一场梦 方静轻轻地说道 难为你了 跟着我受苦了 没有你 我兴许早就死了 好像在学校的日子 这些天到处都是那怪物 我好怕 别怕 有我在 不会出事的 我们都还活着的 李天轻轻搂住方静的腰 在他耳边小声地说着 我好想我爸妈还有爷爷奶奶 不知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我何尝不是呢 可是一直也没有联系的方法 不过他们在北京 估计那边该很安全 李天眼前父母的身影越发清晰 这几天里 他何尝不是挂念着他们 可从逃离出这座死城之后 一路上 一切通讯措施全部瘫痪 始终无法和家里取得联系 在北京的家 目前发生了什么 是不是父母仍然安全 政府有没有及时 遏制住病毒的蔓延 这一个个的问题 始终是他心中最急切的 而对于方静来说 对亲人的牵挂 无疑也同样占据了整个心灵 此时 方静沉默下来 努力地抑制着思想的痛楚 找到了 找到了 明辉的喊声 打破了两人沉默的气氛 他静止走上两人的身旁 一张地图铺在了地上 明辉哥 找到什么了 你说我们要到达的地方 我按你说的行进方法 参照这里电脑找到的 对着外面还存在的一些标识牌子 这个地方应该在这里 两人向着明辉指示的地方看去 待看清上面的标识之后 两人均微微一息 原来在这里 我们找到刘教授他们之后 就可以去找方教授了 两人异口同声地念出来 可是这片区域这么大 我们怎么找 而且四五分之一的建筑 全都是丧尸 没有丧尸的地方 又到处都是变异人和变异兽 好在现在变异兽还没出现 不然就更让人郁闷 依我看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我们慢慢地悄悄地摸过去 李天沉默着 摸着下巴沉思了一会儿 然后抬起头来 冲着明辉点了点头 我们出发 什么今晚 对就现在我们必须赶快 我怕你把他们坚持不住 军队那边估计是别指望了 啊为什么军队没指望啊 明辉有些诧异 而李天没有回答 带着方静转身上了车 在国道的路面上 一辆有两辆汽车组成的车队 正在快速地行驶着 因为天还没有全辆 两辆车子都是打开着大灯 而寂静的平原上也只因为他们的存在而拥有了一丝生机 领头的那辆尼桑皮卡中 一个女孩安然睡在后座的位置 而手握方向盘的男人 时而点燃一颗烟 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的路面 明辉哥 离那里还有多远 男人拿起身边的对讲 对着话筒说 还有七十公里 大概这个速度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到了 对讲那边想起了回应 我的车没油了 停下给我的车加点油 于是两辆车渐渐地慢了下来 最终并排停下 此时的方静也因为停车时的震动而唤醒了 张无峰带着杨恩财等人很顺利地找到了方教授 随后保护着这些人和陈鹏等人会合了 会合之后 一行人在张无峰的带领下 轻松地冲出了丧尸群 然后来到郊外的一处荒山上 接着张无峰从黑匣子戒指里拿出了卫星电话 虽然这个东西的信号已经被辐射影响很大 但是总算还是能接通的 在联系了北京那边之后 武装战斗机很快就飞来了 随后大批的专家学者被接走了 但是方教授则一定要寻找自己的女儿方静 和自己带的研究生李天 如此一来 张无峰只能通过北京那边的消息 了解到李天和方静 在刘教授基地那边 怎么了 阿天 没事 给车架点油 你睡吧 两个男人都下了车 麻利地从油管中牵出一条绳子 将油管注入皮卡的油箱之中 等一切完成之后 两人准备上车时 明辉且叫住了李天 等等 你看这里 他指着地面上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李天顺势也看得过去 当他走近的时候才发现那是一条变异人的胳膊 而且在撕裂的地方还有着一滩没有完全干枯的血液 没想到这东西还是陷我们一步啊 我看没那么简单吧 明辉示意李天看看周围 当他支起腰的时候发现周围近是散落的变异人的器官 和几个被烧焦的变异人的尸体 周围因爆炸而产生的弹坑也是清晰可见 看来这边应该是保护科研基地那些战士 他们已经采取行动了 这也说明前面会有更多的变异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长篇玄幻小说超级优化 作者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为您播讲 第五百三世纪 明辉示意李天看看周围 当他支起腰的时候 发现周围近是散落的变异人器官 和几个被烧焦的变异人尸体 周围因爆炸而产生的弹坑也清晰可见 看来这边应该是保护科研基地那些战士 他们已经采取行动了 这也说明了前面会有更多的变异人 李天慢慢地说 突然耳边响起了一阵巨大的爆炸声 似乎圣烟距离两人并不是很遥远 爆炸声 真的有军队来了 那些留守那片基地的地方的战士没出事 看来我总算是放心了 终于有活人了 我们快走 听见圣烟有些幸费的明昏 转身要向汽车走去 而李天却一把拉住了他 前面有部队的攻击 只能证明有大量的变异人存在 但不能证明是地面战士轰炸的 如果是空军在轰炸 我们过去了就会被炸死 难道我们看着有活人的地方而不去吗 不 我们必须去 但是这条路已经不能走了 我们必须尝试绕过去 而且速度一定要快 明辉认同地点了点头 然后两人转身 铺开了画好的携带着地图 接着 车队又开始上路了 但是 为了能最快速地达到那处地方 两辆车都以高速行驶在路面上 终于 在早上六点的时候 来到科研基地的钢铁基地城墙的门口中 基地靠着城市 四周早一年 因为四周全是重要地方 将其做成了一座巨大的城池堡垒 而此刻 城墙上所有的准备战斗的人员都用机警的眼神 驻着个开到城下的两辆车 车上人员必须下车 大功率扩烟器发出巨大的响声 三个人慢慢地从车上一跃而下 请打开城门 我们有钥匙要见刘教授 马上就要开始战斗了 我们不能开城门 一个城门顶上的军官 用扩音喇叭大声喊道 三人顿时皱起了眉头 从刚才军官的话里 就可以听出 变异人马上就要达到 而不开城门 就意味着他们将要葬送在变异人的口中 妈的 混蛋 打开城门 不然我们怎么协助刘教授等人一起离开这鬼地方 打开城门 此时的明辉显得有些激动 不断地开始漫漫 而方景却无奈地靠在李天的身上 头向李天的耳朵靠近着 我们要死了吗 没有希望了吗 他的声音有些颤抖 李天看了看他 又看了看这些不讲理的士兵 突然一丝灵光闪过他的脑海 不会的 我有办法 不会的 然后 他立刻仰起头 冲着城墙之上的军官喊道 打开门 我知道关于病毒的事情 我能帮助你们阻止变异人进攻 快打开门 一袭话过后 城墙上的士兵开始窃窃私语了 他说他有办法 一些和殡仪人交过手的军人的脸上布满了惊喜和疑惑 而那位军官也开始犹豫起来 且请示团长 让他来决定 军官告诉了身边的一个传讯兵 传讯兵马里的转身跑了过去 什么 有活人要进城 团长精益地看着眼前的传讯兵 毕竟 从基地开启全部防御系统以来 再也没有活人到来 能逃到这里的人 无疑有着一定的什么能力 他说什么 他说他知道这些变异病毒的事情 能帮助我们进行抵抗 传讯兵一无一时地禀报着 什么样的人 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他们是开着两辆车来的 都是军队的车 而且他们还说什么刘教授 团长听着报告 若有所思的摸了摸下巴 然后眼睛突然一亮 快 开城门 不过谨慎起见 要对三人进行体检 确认是否感染病毒 然后带到我这里来 是 传讯兵马里的退出指挥中心 三人期待的钢铁大门 终于缓缓打开了 两辆车缓缓地驶入城了 刚一下车 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 就迎了上来 他们到了检查 是否传染病毒的医疗站 经过严密的消毒后 三人被带到了 作战指挥中心 东北军团长刘雷 上下打亮着眼前的三人 询问着三人的身份 三个人的态度也是很恭敬 渐渐的 刘团长的目光 也是越发表现出惊讶之色 你们俩是学生 是方教授的学生 是的 团长 我原本以为在这场病毒里 能够活下来的 除了素质居家的军人 也就没有别人了 先不说刘教授的事情 现在事情有些关键 我听传讯员说 你知道变异病毒的来历 这 李天迟疑了一下 还是点了点头 是的 团长 对一切的发生 我是略知一二 也是因为这个 我才第一时间投了出来 而且 说到这里 作战室的门 突然被人一脚踹开 接着 十几个 身着密仔夫的特种部队 士兵 端着冲锋枪 闯了进来 在座的所有人都为之以惊 不许动 所有人把手举起来 一声命令 穿遍整个屋子的各个角落 放肆 你们都在干什么 刘团长见到此警 立刻暴怒起来 对着冲进来的警卫 大声呵斥起来 团长 这三个人有两个 含有不明生物的相同基因特征 请您远离 一声提示后 刘团长挑剑反射似的 不断向后退了几步 用阴阳的眼神 商量着打着三人 此次三人面对 十几只MP5的口腔 心中也不禁一颤 面朝外围 撑了一个圈 不 团长 听我们解释 后退 士兵看着不断靠近 刘团长的李天 转了枪口 大声呵斥道 我知道你们一定是与众不同 没想到竟然是高智商的变异人 间谍 刘团长实在想不出能够形容他们的词语 带着变异病毒闯入无病毒区 除了为了扩大波散病毒 实在想不出再好的原因 或许 间谍这个身份 在刘团长的心中 最合适面前的三个人 不 你误会了 我们不是 一定是输了什么差错 我们不会被传染 明晖极力地辩解着 但周围的士兵 还是谨慎地用墙盯着他们 带他们去隔离室 快 为首的警卫立即发出命令 随即 六个身穿防护服的废室 架上起三人的胳膊 竟直向门口走去 凭李天的实力 此时完全可以挣脱束缚 但其他人却不能 此时的他 也选择了不展现自己的实力 李天知道 这个时候 只能寄希望于刘教授 听说他的情况后来看他了 到时候认出他来 或许要好说话点 团长 我们知道内幕能帮你打赢 团长 团长 李天仍然不甘心地大声喊叫着 但四周的人 似乎对他们所说的话不屑一顾了 没有人理会他们 团长 明晖被拽离作战指挥师的一刹那 仍然苦苦哀求着 没有我们 你的军队很快就会被打败 而且现在只是变异人 还有变异兽 丧尸都还没有出现 一旦这些东西 智商高了 那他们不在各自划分势力范围 那个时候 我们将没有希望 李天的喊声 仿佛一个晴空霹雳 张默然站在地头旁的刘团长 心中已惊 顿时 他的脑海里展现出一幕幕自己的士兵 大批的被丧尸 便一手便一人撕扯的影哗 这想法竟然如同亲眼所见一样 历历在目 出手 一阵红亮的声音 从团长的口中传出 接着 他抬头看向门外 还没有被拖出的李天 刚才还威风凛凛的警卫 立刻不动了 让他们过来 可是 警卫有些担心 你没听见 不 是 团长 警卫示意旁边的军人 放开了三个人 李天慢慢地 走到刘团长的面前 首先 我要告诉你 我们并不是那种生物一样的 我们是正常人 如果和那些东西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我仍旧可以向您保证 我们绝对不会传染其他人 我只想知道 你们告诉我的事情 团长 我的家里人在北京 你该明白 我会和您说的 但您要答应我 不要动我铜白一丝一毫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眼前的这些人 在李天的眼里是那样的不可信 只有让作为团长的人 在众人面前做下保证 才能真正地使方静和明慧安全 估计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团长 不会在众人知晓的情况下 刺破自己的事业 现在也只能这样做了 从发现他的情况特殊到现在 刘教授都没有出现 看样子除了方教授 怕是没有人在乎他的生死了 他们在乎的 或许更多的是这个具体的秘密 这 好 我保证 但你要告诉我你所知道的 关于这种生物的事情 和对付它们的方法 好的 这种生物是人面化而成的 他们便宜最早是在七天以前 李天详细地讲述着 自己从学校倒出来后 观察得到的一切 而在一旁的刘团长 和所有作战室里的人 都聚精灰神地聆听着 时而微微点着头 当李天讲完的时候 刘团长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你是说他们的弱点在头部 而且智商也比较低 是的 团长 李天目光凝视着 正在思考的刘团长 突然 他抬起了头 眼睛突然一亮 现在立战斗预计还有半个小时 现在我重新布置任务 刘团长的表情 立刻庄严了起来 所有坐在指挥所的人员 眼睛也紧紧地看着他 鲁军副团长 将所有狙击步枪分配下去 力争一般人员配备狙击步枪 车下助手在基地上 防守的五万士兵中的两万 转为布置在城内街道中 准备巷站 基地上的所有自动炮 准备高爆弹头 另外将外围大门汉斯 并布置一个团的人员防守 留下一万人在城内 做准备团 是 陆军团长坚决地打道 空军启动所有润输机 随时准备起飞和武装直升机 将所有固定翼战斗机 撤离至北京待命 是 团长 团长 我有一个建议 李天打断了团长的布置 当听到这里有战斗机的时候 他微微以惊 很明显 刘教授看样子已经一步离开了 那么 他只要将信息传给方教授 那就可以分批自行离开了 请讲 此时的团长 态度也客气了许多 我建议所有陆军人员都配上长军刀 一旦进战克制圣敌的最佳武器 而且 我还有一个个人要求 嗯 我答应你 团长点了点头 接过李天递过来的一个纸条 上面写满了 关于这边信息传递给方教授的那边的详情 而看到这些后 团长也只是点了点头 表示答应 此时的重庆城基地之下 一大群浑身腥红 口流粘液的便衣人 聚集在离基地北门一公里远的位置 仿佛是在做进攻前的最后准备 他们的数量庞大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守卫在基地上的士兵们 手持M19或者95式自动步枪 而背上 每个人则背着一柄锋利而又细长的长军刀 双眼处视着前方 远处众多便与人低沉的嘶吼声 清晰地传向每一个人的耳中 使更多的士兵 此刻越发地恐惧起来 你们的身后就是你们自己的父母和亲人的未来 守住你们的战线 是保卫者自己的亲人 一位作战运动的军官 在阵地的一角用手提喇叭 一边走一边高喊着 而阵地中的士兵 则个个都奔紧着面孔 还好啊 我老婆孩子都转移走了 我已经不担心了 一个三十多岁的军人 对旁边的约梦要二十岁的小战士笑了笑 班长 我们能活着回去吗 我听说 能 孩子 我们都能活着 别怕 有你班长我在呢 来 喝一口装装胆 一个小酒壶递到了小箭士的面前 小战士犹豫了一下 还是憋住口气 灌了口酒 班长 进宫了 小战士慌忙地盖上酒壶盖子 只见 此时浩浩荡荡的边缘人群动了起来 便以百米赛跑的速度 开始向着城墙移动开来 接连发出令人恐惧的吼叫声 开火 上万只远程狙击步枪 同时发出了狂暴的嘶吼声 一枚枚呼啸的子弹 迎着边缘人群飞奔而去 顿时 一排边缘人 便被击中头部昏然倒地 但这并未阻止受群的冲击 后面的同伴踏着尸体 继续蜂拥而上 战士们不断地换着打丸的弹夹 一批接一批的边缘人 不断被击中投入 可是 数目高达两百万的边缘人 实在是九牛一毛 七百米 五百米 四百米 进入射程 缓枪开火 一声令下 立即响起了冲锋枪 和机枪 和自动炮的吼声 士兵们用手中的武器 不断喷吐着死亡 此时 子弹在前方 已经形成了密集的火力网 冲在最前面的几只边缘人 已经被密集的胆弹 打成了筛子 红色的肠子 不断地从副枪冲流出 但这仍然不能阻止他们的冲击 其中一只边缘人 一把扯断 从副枪流出来的肠子 然后 继续地向前奔跑着 开火 牙齿珠进攻 各个前线指挥官都在拼命地喊着 又是一批变异人被打穿头颅 但是 仿佛的死亡大大激怒了后面变异人 踩着前面同半岛下的尸体 疯狂地向前奔跑着 眼前大量的新鲜事物 激起他们对进食的极大欲望 在他们脑海里 只存在着一种意识 对人肉的渴望 转眼间 兽群已经冲击到城墙之下 他们不断地开始撞击着 坚固的铁牢基地 在数十万变异人的进攻之下 坚固的钢板 开始不住地晃动 另外的一批变异人 也开始踏着同伴的肩膀 沿着基地向上攀爬 眼看就要与守卫的士兵 尽在支持 团长 他们攻上来了 一名师长焦急地 对着战场指挥官 陆团长说道 顶住 任何人不允许后退 有逃兵就枪毙 团长金锁眉头下令 在这个时候 他无法做出扭转局势的决定了 只能希望 在密集的火力之下 能够打退这些 不断进攻的变异人 此时的变异人 也就又零星地爬上了墙头 疯狂地用嘴撕咬着 抓到的士兵 吞噬着每一块人肉 立刻 墙上响起了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变异人大批地向上盼爬着 不断对着被打死的同伴 没有丝毫的怜悯之心 踩踏着倒地的变异人 继续前进着 上颤兜 指挥官大声喊了起来 如此近距离 也只有使用战刀 才是最有效的办法 一时间 前线全部两万名士兵 抽出了身后背着的战刀 爬上基地 大批变异人发起攻击 两万人共同发出了 震耳欲聋的喊沙声 拎起战刀 约变异人开始了 人类最原始的搏斗 小子 跟在我后面 保护好自己 班长对旁边的小战士说 然后扶在射击位置的身体 一跃而起 抓起战刀 冲进了兽群 小战士紧跟而上 无数名战士 开始与变异人 展开了攻击 一个个战士 挥舞着手中的长刀 砍向 比自己高出半米的变异人 战场上 弥漫着无尽的杀气 但毕竟实力差距 毕竟实在太大了 既是最优秀的战士 也无法抵挡出 变异人的攻击 一个个战士 被变异人 活生生地撕裂开了身体 然后 尚存了一丝意识的 睁开眼睛 看着自己的身体 被几只变异人 一脚而空 战斗的场面 极其惨烈 可是面对强劲的战士 没有一个人的退缩 两万人潜伏后忌惮 共享庞大的变异人群 一名战士挥舞一下刀 一下砍在了眼前 变异人的头颅上 没有头的尸体 立刻轰然倒地 当他刚刚收起刀时 战士的腹部 突然冒出一只 累累白骨的孤手 他用精益的眼神 看着突然从身体 贯穿而出的手掌 那是变异人的杰作 接着 身体被一股 强大的力量 赤色成了两半 尚有一丝意识的他 眼睁睁地 看着四五只变异人 蜂拥而上 前起战士散落在地上 还藕断思连的内脏 不断地塞进 那发着腥臭的大嘴之中 巨大的疼痛 尚存一丝意识的他 拼命地大声喊叫 但他张开口时发现 自己的喉咙 已经被变异人 活活地扯断了 随之 眼神 慢慢黯淡下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 为您播讲 第五百三十集 明辉是一里天看看周围 当他支起腰的时候 发现周围近是散落的 变异人器官 和几个被烧焦的变异人尸体 周围因爆炸而产生的弹坑 也清晰可见 看来 这边应该是保护 科研机体的那些战士 他们已经采取行动了 这也说明了 前面会有更多的变异人 李天慢慢地说 突然 耳边响起了一阵巨大的爆炸声 似乎圣烟距离两人并不是很遥远 爆炸声 真的有军队来了 那些留守那片基地的地方的战士 没出事 看来 我总算是放心了 终于有活人了 我们快走 听见圣烟有些幸费的明昏 转身要向汽车走去 而李天却一把拉住了他 前面有部队的攻击 只能证明有大量的变异人存在 但不能证明 是地面战士轰炸的 如果是空军在轰炸 我们过去了就会被炸死 难道我们看着有活人的地方 而不去吗 不 我们必须去 但是这条路已经不能走了 我们必须尝试绕过去 而且速度一定要快 明辉认同地点了点头 然后两人转身 铺开了画好的携带着地图 接着 车队又开始上路了 但是 为了能最快速地达到那处地方 两辆车都已高速行驶在路面上 终于 在早上六点的时候 来到科研基地的 钢铁基地城墙的门口中 基地靠着城市 四周早一年 因为四周全是重要地方 将其做成了一座巨大的城池堡垒 而此刻 城墙上所有的 准备战斗的人员 都用机警的眼神 驻着个开到城下的两辆车 车上人员必须下车 大功率扩烟器 发出巨大的响声 三个人慢慢地 从车上一跃而下 请打开城门 我们有钥匙要见刘教授 马上就要开始战斗了 我们不能开城门 一个城门顶上的军官 用扩音喇叭大声喊道 三人顿时皱起了眉头 从刚才军官的话里 就可以听出 变异人马上就要达到 而不开城门 就意味着 他们将要葬送在变异人的口中 妈的 混蛋 打开城门 不然我们怎么协助 刘教授等人 一起离开这鬼地方 打开城门 此时的明辉显得有些激动 不断地开始漫漫 而方景却无奈地 靠在李天的身上 头向李天的耳朵靠近着 我们要死了吗 没有希望了吗 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李天看了看她 又看了看这些 不讲理的士兵 突然一丝灵光 闪过她的脑海 不会的 我有办法 不会的 然后她立刻仰起头 冲着城墙之上的军官喊道 打开门 我知道关于病毒的事情 我能帮助你们阻止变异人进攻 快打开门 一袭话过后 城墙上的士兵 开始窃窃私语了 她说她有办法 一些和变异人 交过手的军人的脸上 布满了惊喜和疑惑 而那位军官 也开始犹豫起来 去请示团长 让她来决定 军官告诉了身边的一个传讯兵 传讯兵马里的转身跑了过去 什么 有活人要进城 团长惊异地看着眼前的传讯兵 毕竟 从基地开启全部防御系统以来 再也没有活人到来 能逃到这里的人 无疑有着一定的什么能力 她说什么 她说她知道这些变异病毒的事情 能帮助我们进行抵抗 传讯兵一无一时地禀报着 什么样的人 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他们是开着两辆车来的 都是军队的车 而且他们还说什么刘教授 团长听着报告 若有所思地摸了摸下巴 然后眼睛突然一亮 快 开城门 不过谨慎起见 要对三人进行体检 确认是否感染病毒 然后带到我这里来 是 传讯兵马力地退出指挥中心 三人期待的钢铁大门 终于缓缓打开了 两辆车缓缓地驶入城内 刚一下车 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 就迎了上来 他们到了检查 是否传染病毒的医疗站 经过严密的消毒后 三人被带到了 作战指挥中心 东北军团长刘雷 上下打亮着眼前的三人 询问着三人的身份 三个人的态度也是很恭敬 渐渐地 刘团长的目光 也是越发表现出惊讶之色 你们俩是学生 是方教授的学生 是的 团长 我原本以为在这场病毒里 能够活下来的 除了素质居家的军人 也就没有别人了 先不说刘教授的事情 现在事情有些关键 我听传学员说 你知道变异病毒的来历 这 李天迟疑了一下 还是点了点头 是的 团长 对一切的发生 我是略知一二 也是因为这个 我才第一时间投了出来 而且 说到这里 作战室的门突然被人一脚踹开 接着 十几个身着米仔夫的特种部队 士兵 端着冲锋枪闯了进来 在座的所有人 都为之以惊 或许动 所有人把手举起来 一声命令 穿遍整个屋子的各个角落 放肆 你们都在干什么 刘团长见到此警 立刻暴怒起来 对着冲进来的警卫 大声呵斥起来 团长 这三个人有两个 含有不明神物的 相同基因特征 请您远离 一声提示后 刘团长挑剑反射似的 不断向后退了几步 用异样的眼神 商量着打这三人 此次三人面对 十几只MP5的口腔 心中也不禁一颤 面朝外围 撑了一个圈 不 团长 听我们解释 后退 士兵看着 不断靠近刘团长的李天 转了枪口 大声呵斥道 我知道你们一定是与众不同 没想到 竟然是高智商的变异人 间谍 刘团长实在想不出 能够形容他们的词语 带着变异病毒 闯入无病毒区 除了为了扩大波散病毒 实在想不出再好的原因 或许 间谍这个身份 在刘团长的心中 最合适面前的三个人 不 你误会了 我们不是 一定是输了什么差错 我们不会被传染 明辉极力地便捷着 但周围的士兵 还是谨慎地用墙盯着他们 带他们去隔离室 快 为首的警卫 立即发出命令 随即 六个身穿防护服的废弑 架上起三人的胳膊 静止向门口走去 凭李天的实力 此时完全可以挣脱束缚 但其他人却不能 此时的他也选择了不展现自己的实力 李天知道 这个时候只能寄希望于刘教授 听说他的情况后来看他了 到时候认出他来 或许要好说话点 团长 我们知道内幕能帮你打赢 团长 团长 李天仍然不甘心地大声喊叫着 但四周的人 似乎对他们所说的话不屑一顾了 没有人理会他们 团长 明辉被拽离作战指挥师的一刹那 仍然苦苦哀求着 没有我们 你的军队很快就会被打败 而且现在只是变异人 还有变异兽 丧尸都还没有出现 一旦这些东西智商高了 那他们不在各自划分势力范围 那个时候 我们将没有希望 李天的喊声 仿佛一个晴空霹雳 让默然站在地图旁的刘团长 心中一惊 顿时 他的脑海里 展现出一幕幕自己的士兵 大批的被丧尸 便一手便一人撕扯的影子 这想法竟然如同亲眼所见一样 历历在目 住手 一阵洪亮的声音 从团长的口中传出 接着 他抬头看向门外 还没有被拖出的李天 刚才还威风凛凛的警卫 立刻不动了 让他们过来 可是 警卫有些担心 你没听见 不 是 团长 警卫是一旁边的军人 放开了三个人 李天慢慢地走到刘团长的面前 首先 我要告诉你 我们并不是那种生物一样的 我们是正常人 如果和那些东西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我仍旧可以向您保证 我们绝对不会传染其他人 我只想知道 你们告诉我的事情 团长 我的家里人在北京 你该明白 我会和您说的 但您要答应我 不要动我同白一丝一毫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眼前的这些人 在李天的眼里是那样的不可信 只有让作为团长的人 在众人面前做下保证 才能真正地使方静和明慧安全 估计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团长 不会在众人知晓的情况下 撕破自己的誓言 现在也只能这样做了 从发现他的情况特殊到现在 刘教授都没有出现 看样子除了方教授 怕是没有人在乎他的生死了 他们在乎的 或许更多的是这个具体的秘密 这 好 我保证 但你要告诉我你所知道的 关于这种生物的事情 和对付他们的方法 好的 这种生物是人命化而成的 他们便于最早是在七天以前 李天详细地讲述着 自己从学校逃出来后 观察得到的一切 而在一旁的刘团长 和所有作战室里的人 都聚精会神地聆听着 失而微微点着头 当李天讲完的时候 刘团长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你是说他们的弱点在头部 而且智商也比较低 是的 团长 李天目光凝视着 正在思考的刘团长 突然 他抬起了头 眼睛突然一亮 现在立战斗预计 还有半个小时 现在我重新布置任务 刘团长的表情 立刻庄严了起来 所有坐在指挥所的人员 眼睛也紧紧地看着他 鲁军副团长 将所有狙击步枪分配下去 力争一把人员配备狙击步枪 车下助手在基地上 防守的五万士兵中的两万 转为布置在城内街道中 准备巷战 基地上的所有自动炮 准备高爆弹头 另外将外围大门焊死 并布置一个团的人员防守 留下一万人在城内 做准备团 是 陆军团长坚决地答道 空军启动所有润疏机 随时准备起飞和武装直升机 将所有固定翼战斗机撤离 至北京待命 是 团长 团长 我有一个建议 李天打断了团长的布置 当听到这里有战斗机的时候 他微微以惊 很明显刘教授看样子已经一步离开了 那么 他只要将信息传给方教授 那就可以分批自行离开了 请讲 此时的团长态度也客气了许多 我建议所有陆军人员都配上长军刀 一旦进战克制圣敌的最佳武器 而且 我还有一个个人要求 嗯 我答应你 团长点了点头 接过李天递过来的一个纸条 上面写满了 关于这边信息传递给方教授的那边的详情 而看到这些后 团长也只是点了点头 表示答应 此时的重庆城基地之下 一大群浑身兴红 口流粘液的便衣人 追击在离基地北门一公里远的位置 仿佛是在做进攻前的最后准备 他们的数量庞大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守卫在基地上的士兵们 手持M19或者95式自动步枪 而背上 每个人则背着一柄锋利而又细长的长军刀 双眼处是这前方 远处众多便与人低沉的嘶吼声 清晰地传向每一个人的耳中 使更多的士兵此刻越发地恐惧起来 你们的身后就是你们自己的父母和亲人的未来 守住你们的战线是保卫者自己的亲人 一位作战运动的军官 在镇地的一角用手提喇叭 一边走一边高喊着 而镇地中的士兵则个个都奔紧着面孔 还好啊 我老婆孩子都转移走了 我已经不担心了 一个三十多岁的军人 对旁边的约莫要二十岁的小战士笑了笑 班长 我们能活着回去吗 我听说 能 孩子 我们都能活着 别怕 有你班长我在呢 来 喝一口装装的 一个小酒壶递到了小剑士的面前 小战士犹豫了一下 还是憋住口气 灌了口酒 班长 进宫了 小战士慌忙地盖上酒壶盖子 只见此时浩浩荡荡的边缘人群 动了起来 便以百米赛跑的速度 开始向着城墙移动开来 接连发出令人恐惧的吼叫声 开火 上万只远程狙击步枪 同时发出了狂暴的嘶吼声 一眉眉呼啸的子弹 迎着便衣人群飞奔而去 顿时 一排便衣人便被击中头部昏然倒地 但这并未阻止受群的冲击 后面的同伴踏着尸体继续蜂拥而上 战士们不断地换着打完的弹夹 一批接一批的便衣人不断被击中头颅 可是 数目高达两百万的便衣人 实在是九牛一毛 七百米 五百米 四百米 进入射程 换枪开火 一声令下 立即响起了冲锋枪和机枪和自动炮的吼声 士兵们用手中的武器不断喷吐着死亡 此时 子弹在前方已经形成了密集的火力网 冲在最前面的几只便衣人 已经被密集的弹弹打成了筛子 红色的肠子不断地从副墙中流出 但这仍然不能阻止他们的冲击 其中一只便衣人 一把扯断从副墙流出来的肠子 然后继续地向前奔跑着 开火 压制住进宫 各个前线指挥官都在拼命地喊着 又是一批便衣人被打穿头颅 但是仿佛的死亡大大激怒了后面便衣人 踩着前面同半岛下的尸体 疯狂地向前奔跑着 眼前大量的新鲜事物 激起他们对进食的极大欲望 在他们脑海里只存在着一种意识 对人肉的渴望 转眼间 兽群已经冲击到城墙之下 他们不断地开始撞击着 坚固的铁牢基地 在数十万便衣人的进攻之下 坚固的钢板开始不住地晃动 另外的一批便衣人 也开始踏着铜板的肩膀 沿着基地向上攀爬 眼看就要与守卫的士兵尽在之池 团长 他们攻上来了 一名师长焦急地对着战场指挥官 陆团长说道 顶住 任何人不允许后退 有逃兵就枪毙 团长金锁眉头下令 在这个时候 他无法做出扭转局势的决定了 只能希望在密集的火力之下 能够打退这些不断进攻的便衣人 此时的便衣人也就又零星地爬上了墙头 疯狂地用嘴撕咬着抓到的士兵 吞噬着每一块人肉 立刻 墙上响起了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便衣人大批地向上盼爬着 不断对着被打死的同伴 没有丝毫的怜悯之心 踩踏着倒地的便衣人 继续前进着 上战斗 指挥官大声喊了起来 如此近距离 也只有使用战斗 才是最有效的办法 一时间 前线全部两万名士兵 抽出了身后背着的战斗 爬上基地 大批便衣人发起攻击 两万人共同发出了 震耳欲聋的喊沙声 拎起战刀 约便衣人开始了 人类最原始的搏动 小子 跟在我后面 保护好自己 班长对旁边的小战士说 然后扶在 射击位置的身体一跃而起 抓起战刀 冲进了兽群 小战士紧跟而上 无数名战士 开始与便衣人展开了攻击 一个个战士 挥舞着手中的长刀 砍向 比自己高出半米的便衣人 战场上 拎漫着无尽的杀气 但毕竟实力差距 毕竟实在太大了 即使最优秀的战士 也无法抵挡出 便衣人的攻击 一个个战士 被便衣人 活生生地撕裂开了身体 然后 尚存了一丝意识的 睁开眼睛 看着自己的身体 被几只便衣人 一脚而空 战斗的场面 极其惨烈 可是面对强劲的战士 没有一个人的退缩 两万人潜伏后继练 共享庞大的便衣人群 一名战士挥舞一下刀 一下砍在了眼前 便衣人的头颅上 没有头的尸体 立刻轰然倒地 当他刚刚收起刀时 战士的腹部突然冒出一只 累累白骨的孤手 他用精益的眼神 看着突然从身体贯穿而出的手掌 那是便衣人的杰作 接着 身体被一股强大的力量 赤色成了两半 尚有一丝意识的他 眼睁睁地 看着四五只便衣人 蜂拥而上 前期战士 散落在地上 还藕断思连的内脏 不断地塞进 那发着腥臭的大嘴之中 巨大的疼痛 尚存一丝意识的 他拼命地大声喊叫 但他张开口时发现 自己的喉咙 已经被便衣人 活活地扯断了 随之 眼神 慢慢黯淡下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 为您播讲 第五百三十二集 韩云阳小心地 趴在冰冷潮湿的土堆上 全然不顾人血 还是怪物的血 浸透了厚厚的 上身的一件皮衣 和牛仔裤 寒扯心底的空气中 带着浓厚的血腥气 唯独能保暖的 只有身上那套保暖内衣 那一点 可怜而又珍贵的温暖 双眼已经略带抛肿 已经布满暗红色的血丝 死死地盯着 前方白米出 那头浑身黑色的老虎 夜晚的战斗 和刚刚躲避的结束 但韩云阳 只能是保持这样的姿势 一动不动 已经过去五个多小时的时间 因为那些丧尸 在白天会进行深度休息 所以 白天是最好寻找食物的时间 但今天 却碰上这个怪物 只能怪自己倒霉了 说是土堆 其实 不过是些 楼房倒塌后 形成的零散碎块 这些混凝土碎片的硬度极高 即使用铁锤尽力砸下 也不见得能够将其破碎 不要说是 以全身的重量扑倒在上面 用赤裸的手掌慢慢按下 与之接触在皮肉上 也会传来阵阵的刺痛 在这样的环境来说 韩云雁似乎早已不在意 或者说早已经习惯 身上的疼痛 其实正好可以抵消 神经高度紧张带来的疲惫 如果这没有这些个人的小狮子 自己三十多个小时 没合过眼睛 会想起夜晚激烈的战斗才结束 自己实在太累了 如果可以 韩云雁真的很想回到那个 他用性命维护的家 闭上双眼 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 然而 现在还不是时候 这次出来是寻找高能量的食物 不然家里的人真的很难抵抗 那些可恶变态的病毒 一支含有四颗子弹的五四手枪 一把磨得相当锋利的砍刀 还有一支将近半米 前端被削成尖刺的空心钢管 这一切是韩云山身上最后的武器 也是最后的武器 那头黑色老虎的身后 是一家挂着加勒服 字样的大型超市 只不过 原本漂亮的霓虹灯招牌 现在已经从中断成了两点 各种颜色的灵星碎片 掺杂在泥土与石块之中 在昏暗光鲜的照耀下 散发出一种极其诡异 和神秘的莫名赏光 突然间 韩云燕只觉得自己的身体 被莫名地抽搐了一下 顿时 一股带有强烈腐蚀味道的浓米酸液 从胃囊底部一直窜到了喉间 使得他不由地皱紧眉头 强忍着剧烈反胃带来的恶心 与呕吐感 把这口灌上了的胃液 狠狠地咽了下去 必须吃点东西 否则剩余的体力 根本不足以支撑 自己在这里趴下去 燕云寒的视线 丝毫没有离开过那头黑色的老虎 耳朵还要注意周围的响动 燕云寒 只是以极其缓慢的作动 将自己的右手 轻轻抬离原来的位置 悄悄地伸进腰部的衣服口袋之后 摸到了那块 仅剩一块的德服巧克力 慢慢地塞进了口中 非常简单的一个过程 它花了整整一十分钟来完成 为的就是不惊动 对面那头可怕的黑色老虎 而且黑色的身上 时不时会闪现白色的电光 是那样的耀眼 巧克力含在口中的感觉非常惬意 唾液将巧克力 慢慢浸润成一团软绵的半固体 从舌尖煮传来的鲜甜 还有那一丝丝混合着苦涩的味道 在喉尖慢慢下滑流动之感 都在拼命刺激着 韩云眼的大脑 想要让韩云院和这个可恶的怪物 做最后的决斗 燕云寒强忍着这种 发自内心的强烈冲动 硬是逼迫自己 将口中的巧克力 以液体的方式徐徐咽下 毕竟 带出来的食物已经完了 也许家里人非常担心了 燕云寒这样的体力 也根本不能承受 今天晚上的战斗了 至少 目前还不行 只要能够进入那间超市 就能够得到高热量的食物 任务完成后 起码可以回到那个温暖的家里 得到他的安慰 家里的那种温暖的感觉 太让人舒心 让人怀恋 当然 前提是必须 没有那头黑色老虎的阻拦 子弹已经消耗太多了 自己体力也没有多少 如果老虎不走 或者没有机会猎杀 今晚即将是燕云寒牺牲的日子 或许是他感受到同样的饥饿 在废墟间闲逛的老虎 也操起散漫的步子 夺到了一具没有头颅的人类尸体旁边 准备照肌肉丰厚的大腿处 张口摇了下去 那是一个今天中午十分死去的人类 他的目的和燕云寒一样 都是想要进入对面那间超市 弄点吃的 只不过被这只黑色的老虎发现 当场啃掉了脑袋 这头老虎显然是饿了 一条腿瞬间被啃得干干净净 丝毫没有满足的他 又开始啃死尸略有些腐烂的肚子 雕出其中已经变黑带血的脏气 吃得津津有味 燕云寒咽下一口唾液 再次小心地检查了一遍手中的武器 燕云寒还在等 等那个连燕云寒自己都不知道 是否存在的机会 那个死去的男人 穿着一条墨绿色的裤子 手中还有一只子弹打光的QBZ95 据此判断应该是一名军人 这是我国现役的步枪 1997年回归时首次亮相 小口径的弹量小 出速高 在一般的步兵战斗距离内 有足够的杀伤力 他一定会有同伴 那些人应该会来寻找他 毕竟一个人想要在这个 完全被摧毁的城市里活下去 实在有些困难 如果能够多一个人 自己杀掉这黑色老虎的把握 也就多了几分 只不过 燕云寒还没有碰到可以相信的人 同时也不能让自己的家人冒险 所以每次都是自己单独行动 燕云寒相信自己判断是正确的 军人一个出来寻找食物 距离实在太小 太小 所以燕云寒一直等待机会 这头老虎还在继续未完成的午餐 望着他大惊咀嚼着带黄色脂肪 与暗红色血管的苍白人肉 燕云寒只觉得 这种被自己压抑许久的饥饿 似乎随时都可能从心底迸发出来 燕云狠狠清楚 单凭自己一个人 根本不是这老虎的对手 同时 世人都能明白 老虎不应该是黑色的 身上不可能出现电芒 这老虎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动物了 而是一种以人类为食物的变异兽 没有人知道 这些痴人的怪兽和丧尸 究竟是如何出现 寒云山可能想象小书里 电视里 说的一样是某种病毒 所以才会变成这样 丧尸和这样的怪物 就好像幽灵一样 突然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仿佛是从地狱深处跑出来的恶魔 摧毁了一座又一座的城市 被他们盯上的人类 不是被活活变成丧尸 就是成为他们口中的粮食 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 就这样变成了一座死城 突然 老虎停止了威丸的咀嚼 两只探照奔当的眼睛 也警惕地望向了 距离韩云燕右边一个路口 口中发出震震低沉的吼声 气会来了 韩云燕右手死死地 紧扣着五四步枪手柄 砍刀也被左手扣在了指尖 敏锐的眼睛捕捉着老虎的每一个动作 耳朵也在仔细地聆听着 从路口出传来的任何细小的声音 有两个人 橡胶鞋底踩在大小不一的混凝土碎石块上 会发出一种经过摩擦后产生的轻微摩擦 如果不是因为身体完全贴近地面 附近也没有任何声音干扰 不然 燕云寒也绝对无法听出声音的来源 这些声音非常细小 却相当管用 睡得从病几年 还有着十余天战斗实践经验中慢慢摸索而出的 而在那之前 燕云寒也不过和别人一样 当兵回来后 自己开了一个猪场罢了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老虎的感知器官显然更加灵敏 当燕云寒还在辨别脚步声的时候 他便已经被从韩婆的尸体中一跃而起 朝那个废弃大楼所掩盖的路口飞快地掠去 这个时候 路口的拐角处也刚好露出两条 在朦胧日光下 无比清晰的影子 一个是持有AK的军人 另一个是一个手拿一把砍刀的平民 喊燕云寒仍然死死地趴在原地 没有任何的迹象 燕云寒也知道 现在不是自己出手的时机 黑色的老虎突然袭裂 像一道黑色闪电 令刚刚出现的两个人吃惊非常 持枪的军人反应显然要灵活一些 只见他敏捷地向旁一闪 随即朝着冲气而来的黑色老虎 狠狠扣下扳机 这样做 仅仅是使及时而来的老虎 稍稍减缓了一点速度罢了 十一发5.56毫米的子弹命中目标 在黑色老虎身上 侧面留下了一片秘如风潮般的孔洞 白色的鲜血是那样的诡异 虽然其中涌出大量白色鲜血 将整个老虎的身上染上一层白色的液体 但对于老虎来说 似乎没有任何的影响 他依旧发出低沉的吼声 扬起头顶锋利的巨大尖角 朝着被自己锁定的目标猛冲过来 伴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 可怕的利爪插进了吃刀平鸣的身体 将之一同捅出一个巨大的血洞 破碎的肝脏与连带出的肠子 被锋利的甲砖挑起 他黑色粗糙的前腿之上 也沾满了鲜红的血液 血肉与惨白的骨头碎血 从破裂血管内涌出的血流 沿着喉腔灌入 最终无法抑制的平鸣口中喷鼻而出 溅满了黑色老虎 那威武而恐怖的巨大狐手之上 燕云寒已经在缓缓爬离自己原来的位置 朝着厮杀的现场慢慢磨去 燕云寒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 让几乎僵硬的身体重新恢复活力 否则就算有再好的机会 自己也无法从地上站起 杀掉这头吃人的黑色老虎 不然燕云寒也没办法有机会回家 平鸣死了 他的身体从老虎的爪子上脱离后 没有任何支撑力量 一下完成了两截 他的眼中是一片绝望的溺白 再也看不到任何的生气 把本该是牢牢抓在手中的砍刀 也掉落在地上 在滴滴雪光中 从袖子闪烁出一种奇异的色量 大概是子弹被打光了 军人已经扔下手中的AK 转而从腰间摸出一把昂长的刺刀 对着老虎肥厚的颈部狠狠捅下 随即一股直头粗细的鲜血 从破裂的三角扎口处猛然喷射出来 如果可以 严云寒确实很想告诉那名军人一声 这样做没用的 真的没用 这样老虎不会马上死的 刺他的头 因为老虎侧身 那片被子弹打出的密集孔洞 已经慢慢停止了流血 甚至孔洞的边缘也在缓缓收缩 很快就已经消失在弄密的虎毛的掩护之中 它正在恢复 虽说速度相当的慢 但是伤口的恢复却是在时时发生的 烟云寒爬得很慢 从手肘膝盖等关节处传来的阵阵刺痛 已经说明神经系统的恢复 只在需要几分钟 身体的机能部位大概就能恢复更多 只是烟云寒不知道 自己究竟还能不能等到那个时候 军人显然不是老虎的对手 虽然凭借着敏捷的身手 接连吐过老虎数次的攻击 可是体力上的消耗太大 几分钟后 本来就被饥饿折磨的 没有多少力气的他 被狂怒的老虎 硬生生的逼到了废墟的角落里 双手紧握着那柄 还在滴血的三棱军刺 微微颤抖的身体 用满是恐惧的眼神 死死地盯着这只 距离自己越来越近的 可怕的生物 死在黑色老虎利爪之下的 贫民尸体 早就已经没有了之前的完整 在来回贫王的冲击 与碰撞中 尸体上的各个器官与肌肉 纷纷剥落 加上老虎那种几乎疯狂的攻击 使得整具尸体 除了被虎爪从中断穿透的那部分外 其余的 已经变成一粒粒散乱的肌肉和韧带 吃鱼那张 原本覆盖在其身体表面的光滑皮肤 就好像一件裂开无数大小破洞的 破旧衣裳 短暂的活动 给韩云燕几乎带来僵死的尸体 重新的活力 只见他微微攻起身体 脚尖也慢慢插进碎石堆的下方 与坚硬的地面触碰在一起 随时准备叙事待发 只有眼睛仍保持着与之前同样的警惕 时刻捕捉着最合适自己出手的机会 枪弹与军刺造成的伤害 显然对老虎没有多少的影响 望着面前依托墙角抵抗的军人 黑色老虎的眼中 闪过一丝嘲弄般的神色 扬起巨大的虎头 将虎爪正对方向狠狠的一甩 只听碰的一声响声 那具平民的尸体 被重重的砸在坚硬的水泥墙上 炸裂成树块 混杂着白色脑腔 与星红血液的内脏碎片 燕云寒一正 手伤的力道也随之慢了几分 就在这一瞬间 老虎粗壮有力的两条后腿 突然猛了一顿地 以迅极电池的速度 带着无可阻挡的强大力量 朝着废区角落里 苦苦支撑的军人冲撞而去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突然的令得燕云寒 根本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 燕云寒只能本能地 从自己潜伏已久的瓦砾中 一跃而起 紧紧抓住手枪的强托 向老虎所在的位置拼命奔去 五十米已经进入了 手枪的有效射程 可是燕云寒知道 普通的射击 对这头恐怖的黑色老虎来说 根本没有任何效果 它必须缩短这段看似极短 但却是极极漫长的距离 墙角里的军人 已经看到飞鲁而来的燕云寒的身影 可是现在它根本无所顾忌 老虎和它之间的距离实在太短 以至于它根本无法做出任何回避的动作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那对悬挂着平民的 残破虚弱的锋利弧爪 毫无停止地 狠狠地钻头自己单薄的身体 重重刷进来已经被鲜血浸满的厚重墙壁 这是宾死前的惨叫 也是绝望中能够发出最后的呼喊 其中夹杂着对生命的渴望 对死亡的不甘 更多的则是对同伴的告诫于警示 这一击的力量实在太大 老虎的利爪伸插在墙壁的缝隙间 一时无法拔出 它愤怒地左右摇晃着锋利的狐爪 用这样的方式扩大着洞壁间的缝隙 同时也撕裂着军人身体内 所有的骨骼与肌肉 它在发冷 大量流失的血液使嘴唇变得轻凑 神经末伤刺激身体 一直保持着那种莫名的颤抖 原本凸显手臂上的血管静脉 也埋藏在肌肉中 看着自己已经被进入一半的尖利糊爪 还有从伤口边缘处被挤压而出的一段肠子 军人清楚地知道自己快要死了 距离完全死亡还有多少时间呢 一分钟两分钟或者更多 问题的答案军人不知道 他只想在自己死前最后做点有用的事 至少对别人有所帮助 只见他艰难地举起军刺高高扬起 双手紧紧握拢之后 拼尽死亡前最后的力气 将锋利的刺肩 向胸前那只充满残忍和狂暴的狐眼狠狠插去 顿时一声剧烈无比的惨叫 从那老虎粗大无比的猴肩迸发出来 严云寒心中意紧 连忙加快了脚下的速度 几秒钟后 当严云寒冲到老虎的侧面时 只看到那只网上抬起军军有身左眼之中 将近半米长的三棱军刺已经没入了饼端 此时的老虎最弱最惨 同时也最强最疯狂 本集播剪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为您播讲 第五百三十三级 严云寒心中意紧 连忙加快了脚下的速度 几秒钟后 当严云寒冲到老虎的侧面时 只看到那只向上抬起军军有身左眼之中 一把近半米长的三棱军刺已经没入了饼端 此时的老虎最弱最惨 同时也最强最疯狂 严云还没有丝毫的迟疑 双手举起枪托 把乌黑的枪口 此此对准老虎 双眼间那块不大的三角地带 在内心巨大的恐惧 与杀戮的快感中 狠狠地扣下了扳机 只听得四声清脆的枪响后 眉间赫然多了几个浑圆孔洞的老虎 终于在满是鲜血和碎肉的狼藉之地上 轰然倒下了自己沉重的身影 高能量食物有了 任务也结束了 但他想起了一个月之前的那些事 一个月之前 他无意中遇到了一个 昏厥在路上的美丽女子 然后把她带回了家 接着那女子醒来之后 她知道了这女子的名字 杨小兰 虽然接触不久 但是这个女子 应该是被一个负心的男人抛弃的 因为从这个女子对爱情的执着上 韩云烟知道 她心中对于感情一直很看重 而这个女子在她家里的时候 非常的贤凉淑德 端庄大方 除了偶尔间挥之不去的忧郁之外 其他的都很让人难以忘怀 而那一丝丝的忧郁 更是有种病态美人 我见游怜的气质 严云涵被深深的迷住了 那个女子没有说她来自何处 是哪里人 也就暂时住在了她的家中 和她爸爸妈妈一起 而她爸爸妈妈 对这个女孩子也非常的满意 相互之间的关系非常好 为了能成功追求到 这个美丽出尘的女子 还烟云寒一直默默地付出着 希望有一天可以打动她 而发生了混乱 出现丧尸和变异兽之后 这个世界突然如同到了末日一般 因此在家中地下室 弄好藏身之地 然后心惊胆战地这样生活着 而这样的生活 当她害怕的时候 却发现出尘美丽女孩 杨小兰没有丝毫地害怕 顿时她被刺激了 因为没有准备 食物越来越少 大男子气概之下 燕云寒决定出来找食物 因此她在家人商量之后 便离开了地下室 开车出门之后 燕云寒没有人员居住的小区 那条大滴水泥路向城里迈进 在路上看到不少的葬尸 但他们的速度太慢 虽然在后面追赶 像亲人纵行般 心里那份担心 一直没有出现 那些怪物 一直没有来光顾燕云寒 心情顿时好了点 眼睛还是紧张的 观察着四周 生怕出现那种庞然大物 十分钟后 可以看到古老的城墙了 城墙上的那些野草 尽显荒凉凉 但燕云寒没有开车进去 车也不敢停下 主要是城里太多居住的小区 而且还有很多商业区域 人多丧尸也多 不敢再停留 迅速在外环公路上奔驰 当她看到那个熟悉的加油站 再听到枪响 燕云寒知道 这次的目标出现了 燕云寒顿时感觉 这次出来是对的 枪是燕云寒这次 带出来的主要目的 枪支才是这个时代的主流 随后 她就看到两个人 在向她招手 他们穿着的是警察制服 虽然他们距离燕云寒不远 但他们移动的地方 是一条老旧的街道 燕云寒的车根本开不进去 所以燕云寒打开车窗 大声叫道 快点上车 他们顿时觉得希望来临了 一边开枪攻击丧尸 一边向燕云寒跑来 燕云寒内心突然一惊 就看到一个隐蔽的角落里 突然冲出来一个丧尸 一把抓住一个警察的脖子 一口就咬住警察的脖子 接着就看到警察脖子出现 大量鲜红的血液 倾泻而出 但旁边的警察 根本就没有任何去营救的意象 而且就是一点点不舍的表情 也没有出现 而是迅速的向燕云寒跑来 另外那位警察知道 没有人会帮助自己了 因此艰难的把枪举起 向丧尸的头部 一颗颗子弹打到丧尸的头部 丧尸已经停止了啃咬的动作 但其他丧尸从外面跑来 抱住这个可怜的警察 也许是体力在大量的出血 引起虚弱 根本就没有力量推开丧尸了 只能听到苍凉的枪声 看着后面的丧尸也过来了 警察子弹早已用完 身上的伤口 心灵上的打击 也许这个警察知道 自己的命运了 丧尸群里的警察 那种悔恨 那种怨度 他直勾勾地看向那个 丢弃 抛弃自己的警察 就在这个时候 燕云寒的心 当时就凉了 而且他内心还是害怕担心 这个警察手里还有枪 这样无情 到时候一定会做出 伤害他家人的举动 燕云寒打算现在走 但是这样难得 获得武器的机会 难道就这样放弃吗 燕云寒看到那个警察 离自己越来越近 他现在想的是 是跑还是等待危险 危险和机遇是相等的 跑 以这个警察的个性 一定会向燕云寒 开枪 到时候 连自己的性命 也不能保障 自己死了 家人还在等待他安全回家 不能冒险 燕云寒身体顿时 冷汗直流 想要想办法 把他的枪骗下来 燕云寒拿出烟河水 按照自己的想法 放到了车窗前 就在燕云寒有序的准备中 就看到这个警察 一下子 把他自己背后的背包 甩上皮卡的拖箱上 也许是丧尸追了上来 或许是这个警察太害怕了 接着 他一马打开门 叫道 快快快开车 燕云寒马上启动车 快速地跑走 接着 燕云寒马上假装光鲜地问道 你还好吧 其实燕云寒呢 是想看到身上 有无丧尸抓咬的痕迹 如果有抓痕 他一定会变异 但现在不敢表现出来 不然燕云寒一定会成为 他枪下亡魂 还好 不过这个城市 活人不多了 现在剩下政府保护区 有部队支手 其他地方已经给丧尸攻破 燕云寒惊讶地说道 啊 不会吧 我们的部队就那样给怪物消灭了吗 其余全部归缩防守起来 以后我们生活困难了 警察也是很沮丧的道 呵呵 军队 军队都在保护那些当官的 现在都退守到政府里面 但丧尸太多 杀也杀不完 所以军队已经放弃攻击了 啊 不会吧 丧尸的速度这么慢 军队的枪戏那么多 还有重武器 还不能消灭他们吗 燕云寒越来越惊讶 有点不相信地问道 警察一副蔑视的模样 慢慢解释道 呵呵 你还不知道吧 丧尸是能进化的 吃人后丧尸会进化 有的丧尸还会放火 有的会放电 有的丧尸会变得很快 还有的会变身 就像那些电影里的人物一样 不少的丧尸都有超能力 严云寒装出害怕 担心的样子 稍微颤抖地说道 啊 不 不会吧 这样 让我们以后怎么生活呀 警察的眼神中 早已在车内寻找着什么 一道道横光闪烁 还是伪装出一副伪善的模样 慢慢解释道 呵呵 现在手机电话用不了了 都是通过电台和网络联系 还有坐机联络 所以我们现在最好找个地方 有网络和超市的地方躲起来 等到军队找到反击的方法后 我们再出来吧 嗯 那个 那个警官 我们现在去哪啊 我不了解情况 还是您来说吧 你知道警察东门的武警支队吧 去那里 还有一部分武警在那里坚守 那里的枪械子弹不少 所以现在去那里最好 我想国家不会放弃那里的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啊 不会吧 就是我们去了 就算有枪 但没有食物 我们怎么生活呀 呵呵 你放心好了 好吧 国家现在都是空头食物 枪支弹药的 啊 不会吧 国家放弃一些人 是没有办法的 但不会全都放弃 所以 只要我们能够达到 有军队的地方 我们就不要害怕 国家放弃 啊 不过我的车快没油了 我怕开不过去 我们过去加点油吧 不然根本就没办法 到达目的地 而且到时候 我们哪也去不了 燕云寒很担忧的说道 嗯 去吧 开车向后面走走 有一个加油站 你就下去加油 我帮你守护 燕云寒故意假装 很害怕的说道 啊 我我我怕呀 我我不下去 燕云寒看到他的眼神就变了 一道寒光闪过 但还是让燕云寒抓到了 他用上很温柔的语气道 不要怕 你也看到了 我刚刚在这么多丧尸面前 还不是一样活了出来 有我保护你 你不可能有事的 燕云寒大叫道 不不不 我不下车 我怕 我怕那些怪物 同时他心里说道 你能投出 也是你出卖自己的朋友 他看到燕云寒这么年轻 以为还是个学生 还是家里有钱的些少爷 有这样的反应 是很正常的 所以接着说道 好了 你等一下帮我看一下四周 有怪物出现 你就告诉我 我自己下车 给车加油好了 嗯 我一定会帮您看好的 出现怪物 我一定大声预警 您一定会听到的 刚刚到了加油站 就是燕云寒 经常去的那家加油站 一个小加油站 一般就一个员工 刚刚准备转弯进去的时候 就出现了两个丧尸 那个警察就举几枪 啪啪两枪 就搞定了俩丧尸 而且见状燕云寒内心 凉气顿时生气 而那警察 则是炫耀地说道 呵呵 看吧 我在我们局里 是神枪手 所以你放心 我当然会保护好你的 毕竟我是人民警察 嗯 你是很厉害 不过猜一把手枪 等下没子弹 怎么办呢 燕云寒故意问道 准备你来保护我 我一定会成为你的踏脚石 或者挡箭牌而已 呵呵 你放心吧 你刚刚看到我 那个旅行猫了吧 里面全部是子弹 而且还有一把手枪 所以你就不要担心了 等到安全的地方 你就分一把 他用很伪善的笑容说道 内心是那么狠狠地说 如果不是我不会开车 我需要和你分享食物吗 等自己到达了安全地方之后 就是你的死期 不过 燕云寒也不傻 也猜到大概 两人相互在心里算计着 燕云寒看他丝毫不提起 受伤的伤口 燕云寒就更加可以确定 但现在还需要依靠他 而且现在没有机会 不能动手 毕竟他手里有枪 而且枪法这么了得 知道了 警官 他先观察一下四周 慢慢下去 先给车加油 而在加油站里 巡视了一下 燕云寒没想到 他还是不放心 这个自己软弱的人 接着 燕云寒就看到 他推着一个油桶 来 过来帮我一下 把这个油桶抬上去 啊 我怕 燕云寒 故着很害怕的说道 也许那警察真的生气了 也许他快爆发了 当即大声喊道 妈的 快下来 帮忙 不然老子一枪解决你 只能下去 不过 燕云寒是左看右看了几次 才慢慢走过去 听到他说道 妈的 这么怕死 你这样的胆小鬼 怎么没有变成丧尸 燕云寒快速地跑过去 帮他把满满的油桶 搬上车厢 燕云寒刚刚准备上车的时候 他又听到他叫道 好了 你过来 给车子加油 我在旁边保护你 那警察有些警惕 因为他害怕燕云寒逃跑 毕竟 他先前威胁过燕云寒 害怕燕云寒开车跑掉 燕云寒拿着钥匙 手却发抖得厉害 钥匙怎么也插不进去 更不要说打开邮箱了 一把抢过钥匙 一下猛地撞开燕云寒 警察很不高兴地说道 妈的 你怕个毛啊 你这么害怕 你拿什么砍刀啊 啊 你不是白拿呀 你长这么高 我看是白白浪费这高达的身材 而且身体这么强壮 真是浪费呀 真不晓得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燕云寒知道 自己装得越厉害 越懦弱 自己就越有机会干掉他 那警察打开邮箱 给车加油 心里在骂着什么 声音太小 燕云寒看着他 心中思量着 推测着 现在那人对自己 已经一点点防范 心里都没有了 燕云寒知道 自己的机会来了 燕云寒突然一叫 快 左边出现丧尸 那警察迅速的抬起枪 看过去 但什么都没有出现 也许这个时候 他才想到什么 也许知道燕云寒的用意 不过 燕云寒的砍刀 此刻 已经深深砍进他的脖子 他的血 溅了燕云寒一脸 燕云寒 看着他惊叉的眼神 但眼睛内 已经没有任何的生气 燕云寒 慢慢对这个尸体说道 你不该 丢下你的同伴 你这种背后捅刀子的人 不可能和我燕云寒 成为同伴 冷笑着 燕云寒抽出刀 然后 在他身上 找到两个弹夹 接着 他关上邮箱 拿起钥匙 如果在以前的社会 谁还敢去伤害警察呢 现在不要说是警察 还是别的职业 有伤害他的倾向 燕云寒都会毫不犹豫地铲除 燕云寒看到他丢下同伴 那个时候 燕云寒就知道 这个人留不等 何况 他已经动了杀心 以前有法律 有政府 没有办法 燕云寒的顾虑太多 现在的燕云寒 不会顾及任何人的想法 燕云寒只能顾及 以后的生活 以后的食物来源 如何去保护自己的家人 和心中那个他 正是因为这个 燕云寒决定 以后任何人出现危难 他都会选择袖手旁观 除非是完全可以判断出来 是好人的人 他才会救 张无峰带着宁心儿 一路穿过许多的区域 最后来到一处别墅之处 见宁心儿已经累得满头大汗 气喘吁吁 张无峰微微停下前行的步伐 沉声说道 嗯 就在前面的别墅休息一晚 最近天气变化太明显 天空气流散满 光线不好 夜里走的话 很容易迷失方向 嗯 我知道 那我们去休息吧 宁心儿 敏着嘴唇说道 对于这件事 他其实知道 张无峰是因为他的原因 而他则是不想张无峰太劳累 这两天下来 宁心儿对张无峰 更是多了几分亲密 他心中明白 这个男人 绝对是时间 少有的好男人 而这样的男人 似乎身边竟然没有女人 就连自己这般绒毛 连自己尚未一直趴在他身上 自己的胸都被摩擦得快感连连 他都没感觉 宁心儿感觉到这个男人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不是同性恋 但是对于这个男人如此强大的意志 他心中非常满意 此刻他甚至有些无耻地觉得 如果睡在这个男人的身边 应该当成是一种很幸福 很安全的事情 对于宁心儿的想法 张无峰没有去在意 他每天都固定地 多吸收一些丧尸之类的变异怪物 用来提升自己的实力 而这种丧尸形成的金河 达到一定数量之后 效果渐渐的就不那么明显了 除此之外 每天吸收的金河的量 也是有一定限定的 只是因为人的身体承受力不同而已 在身体慢慢适应后 才会逐渐提升 而很明显 张无峰在这些天吸收的之中 也明白到 这些金河 目前的应该都是最低的产物 而这些金河的能量 可以以另一种能量的形式 开启人类的基因 而使得基因变异和进化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 为您播讲 第533集 燕云寒心中一紧 连忙加快了脚下的速度 几秒钟后 当燕云寒冲到老虎的侧面时 只看到那只向上抬起 汹汹有神左眼之中 一把近半米长的三棱君子 已经没入了饼端 此时的老虎最弱 最惨 同时也最强 最疯狂 燕云寒没有丝毫的迟疑 双手举起枪托 把乌黑的枪口 此此对准老虎 双眼间那块不踏的三角地带 在内心巨大的恐惧 与杀戮的快感中 狠狠地扣下了扳机 只听得四声清脆的枪响后 眉间赫然多了几个 浑圆孔洞的老虎 终于在满是鲜血 和碎肉的狼藉之地上 轰然倒下了自己沉重的身影 高能量食物有了 任务也结束了 但他想起了 一个月之前的那些事 一个月之前 他无意中遇到了一个 昏厥在路上的美丽女子 然后把她带回了家 接着那女子醒来之后 她知道了这女子的名字 杨小兰 虽然接触不久 但是这个女子 应该是被一个 父亲的男人抛弃的 因为从这个女子 对爱情的执着上 韩云烟知道 她心中对于感情 一直很看重 而这个女子在她家里的时候 非常的贤凉淑德 端庄大方 除了偶尔间 挥之不去的忧郁之外 其他的都很让人难以忘怀 而那一丝丝的忧郁 更是有种病态美人 我见游怜的气质 严云涵被深深的迷住了 那个女子没有说 她来自何处 是哪里人 也就算是住在了她的家中 和她爸爸妈妈一起 而她爸爸妈妈 对这个女孩子也非常的满意 相互之间的关系非常好 为了能成功追求到 这个美丽出尘的女子 还烟云涵一直默默地付出着 希望有一天可以打动她 而发生了混乱 出现丧尸和变异兽之后 这个世界突然如同到了末日一般 因此在家中地下室 弄好藏身之地 然后心惊胆战地这样生活着 而这样的生活 当她害怕的时候 却发现 出身美丽女孩 杨小兰没有丝毫地害怕 顿时她被刺激了 因为没有准备 食物越来越少 大男子气概之下 燕云涵决定出来找食物 因此她在家人商量之后 便离开了地下室 开车出门之后 燕云涵没有人员居住的小区 那条大滴水泥路 向城里迈进 在路上看到不少的葬尸 但他们的速度太慢 虽然在后面追赶 像亲人纵行般 心里那份担心 一直没有出现 那些怪物 一直没有来光顾燕云涵 心情顿时好了点 眼睛还是紧张的 观察着四周 生怕出现那种庞然大物 十分钟后 可以看到古老的城墙了 城墙上的那些野草 尽显荒凉凉 但燕云涵没有开车进去 车也不敢停下 主要是城里太多居住的小区 而且还有很多商业区域 人多丧尸也多 不敢再停留 迅速在外环公路上奔驰 当他看到那个熟悉的加油站 再听到枪响 燕云涵知道 这次的目标出现了 燕云涵顿时感觉 这次出来是对的 枪是燕云涵这次 带出来的主要目的 枪支才是这个时代的主流 随后 他就看到两个人 在向他招手 他们穿着的是警察制服 虽然他们距离燕云涵不远 但他们移动的地方 是一条老旧的街道 燕云涵的车根本开不进去 所以燕云涵打开车窗 大声叫道 快点上车 他们顿时觉得希望来临了 一边开枪攻击丧尸 一边向燕云涵跑来 燕云涵内心突然一惊 就看到一个隐蔽的角落里 突然冲出来一个丧尸 一把抓住一个警察的脖子 一口就咬住警察的脖子 接着就看到 警察脖子出现 大量鲜红的血液 倾泻而出 但旁边的警察 根本就没有任何 去营救的意象 而且 就是一点点不舍的表情 也没有出现 而是迅速的 向燕云涵跑来 另外那位警察知道 没有人会帮助自己了 因此 艰难的把枪举起 向丧尸的头部 一颗颗子弹 打到丧尸的头部 丧尸已经停止了 啃咬的动作 但其他丧尸 从外面跑来 抱住这个可怜的警察 也许是体力在大量的出血 引起虚弱 根本就没有力量 推开丧尸了 只能听到苍凉的枪声 看着后面的丧尸 也过来了 警察子弹早已用完 身上的伤口 心灵上的打击 也许这个警察知道 自己的命运了 丧尸群里的警察 那种悔恨 那种怨度 他直勾勾地看向 那个丢弃 抛弃自己的警察 就在这个时候 燕云寒的心 当时就凉了 而且他内心还是害怕担心 这个警察手里还有枪 这样无情 到时候 一定会做出 伤害他家人的举动 燕云寒打算现在走 但是这样难得 获得武器的机会 难道就这样放弃吗 燕云寒 看到那个警察 离自己越来越近 他现在想的是 是跑 还是等待危险 危险和机遇是相等的 跑 以这个警察的个性 一定会向燕云寒开枪 到时候 连自己的性命 也不能保障 自己死了 家人还在等待他安全回家 不能冒险 燕云寒身体顿时冷汗直流 想要想办法 把他的枪片下来 燕云寒拿出烟河水 按照自己的想法 放到了车窗前 就在燕云寒有序的准备中 就看到这个警察 一下子 把他自己背后的背包 甩上皮卡的拖箱上 也许是丧尸追了上来 或许是这个警察太害怕了 接着 他一马打开门 叫道 快 快 快开车 燕云寒马上启动车 快速地跑走 接着 燕云寒马上假装光心地问道 你还好吧 其实燕云寒呢 是想看他身上 有无丧失抓咬的痕迹 如果有抓痕 他一定会变异 但现在不敢表现出来 忽然燕云寒一定会成为他枪下亡魂 还好 不过这个城市活人不多了 现在剩下政府保护区 有部队这首 其他地方已经给丧失攻破 燕云寒惊讶地说道 啊 不会吧 我们的部队就那样给怪物消灭了 其余全部归缩防守起来 以后我们生活困难了 警察也是很沮丧的道 呵呵 军队 军队都在保护那些当官的 现在都退守到政府里面 但丧失太多 杀也杀不完 所以军队已经放弃攻击了 啊 不会吧 丧失的速度这么慢 军队的枪械那么多 还有重武器 还不能消灭他们吗 燕云寒越来越惊讶 有点不相信地问道 警察一副蔑视的模样 慢慢解释道 呵呵 你还不知道吧 丧失是能进化的 吃人后丧失会进化 有的丧失还会放火 有的会放电 有的丧失会变得很快 还有的会变身 就像那些电影里的人物一样 不少的丧失都有超能力 严云寒装出害怕担心的样子 稍微颤抖地说道 啊 不 不会吧 这样 让我们以后怎么生活呀 警察的眼神中 早已在车内寻找着什么 一道道横光闪烁 还是伪装出一副伪善的模样 慢慢解释道 呵呵 现在手机电话用不了了 都是通过电台和网络联系 还有坐机联络 所以我们现在最好找个地方 有网络和超市的地方躲起来 等到军队找到反击的方法后 我们再出来吧 嗯 那个 那个警官 我们现在去哪啊 我不了解情况 还是您来说吧 你知道警察东门的武警支队吧 去那里 还有一部分武警在那里坚守 那里的枪械子弹不少 所以现在去那里最好 我想国家不会放弃那里的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啊 不会吧 就是我们去了 就算有枪 但没有食物 我们怎么生活呀 呵呵 你放心好了 好吧 国家现在都是空头食物 枪支 弹药的 啊 不会吧 国家放弃一些人 是没有办法的 但不会全都放弃 所以 只要我们能够达到 有军队的地方 我们就不要害怕国家放弃 啊 不过我的车快没油了 我怕开不过去 我们过去加点油吧 不然根本就没办法到达目的地 而且到时候 我们哪儿也去不了 燕云寒很担忧地说道 嗯 去吧 开车向后面走走 有一个加油站 你就下去加油 我帮你守护 燕云寒故意假装很害怕地说道 啊 我 我 我怕呀 我 我不下去 燕云寒看到他的眼神就变了 一道寒光闪过 但还是让燕云寒抓到了 他用上很温柔的语气道 不要怕 你也看到了 我刚刚在这么多丧事面前 还不是一样活了出来 由我保护你 你不可能有事的 燕云寒大叫道 不不不 我不驾车 我怕 我怕那些怪物 同时 他心里说道 你能投出 也是你出卖自己的朋友 他看到燕云寒这么年轻 以为还是个学生 还是家里有钱的些少爷 有这样的反应 是很正常的 所以接着说道 好了 你等一下帮我看一下色轴 有怪物出现 你就告诉我 我自己下车给车加油好了 嗯 我一定会帮您看好的 出现怪物 我一定大声预警 您一定会听到的 刚刚到了加油站 就是燕云寒 经常去的那家加油站 一个小加油站 一般就一个员工 刚刚准备转弯进去的时候 就出现了两个丧尸 那个警察就举几枪 啪啪两枪 就搞定了俩丧尸 而且健壮 燕云寒内心 凉气顿时生气 而那警察 则是炫耀地说道 呵呵 看吧 我在我们局里是神枪手 所以你放心 我当然会保护好你的 毕竟我是人民警察 嗯 你是很厉害 我猜一把手枪 等下没子弹 怎么办呢 燕云寒 故意问道 准备你来保护我 我一定会成为你的踏脚石 或者挡箭牌而已 呵呵 你放心吧 你刚刚看到我那个旅行包了吧 里面全部是子弹 而且还有一把手枪 所以你就不要担心了 等到安全的地方 你就分一把 他用很伪善的笑容说道 内心是那么狠狠地说 如果不是我不会开车 我需要和你分享食物吗 等自己到达了安全地方之后 就是你的死期 不过 燕云寒也不傻 也猜到大概 两人相互在心里算计着 燕云寒 燕云寒看他丝毫不提起受伤的伤口 燕云寒就更加可以确定 但现在还需要依靠他 而且现在没有机会 不能动手 毕竟他手里有枪 而且枪法这么了得 知道了 警官 他先观察一下四周 慢慢下去 先给车加油 而在加油站里 巡视了一下 燕云寒没想到 他还是不放心 这个自己软弱的人 接着 燕云寒就看到 他推着一个油桶 来 过来帮我一下 把这个油桶抬上去 啊 我怕 燕云寒 顾着很害怕的说道 也许那警察真的生气了 也许他快爆发了 当即大声喊道 妈的 快下来 帮忙 不然老子一枪解决你 只能下去 不过 燕云寒是左看右看了几次 才慢慢走过去 听到他说道 妈的 这么怕死 你这样的胆小鬼 怎么没有变成丧尸啊 燕云寒 快速地跑过去 帮他把满满的油桶 搬上车厢 燕云寒刚刚准备上车的时候 他又听到他叫道 好了 你过来 给车子加油 我在旁边保护你 那警察有些警惕 因为他害怕燕云寒逃跑 毕竟 他先前威胁过燕云寒 害怕燕云寒开车跑掉 燕云寒拿着钥匙 手却发抖得厉害 钥匙怎么也插不进去 更不要说打开邮箱了 一把抢过钥匙 一下猛地撞开燕云寒 警察很不高兴地说道 妈的 你怕个毛啊 你这么害怕 你拿什么砍刀啊 啊 你不是白拿呀 你长这么高 我看是白白浪费 这高达的身材 而且身体这么强壮 真是浪费呀 真不晓得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燕云寒知道 自己装得越厉害 越懦弱 自己就越有机会干掉他 那警察打开邮箱 给车加油 心里在骂着什么 声音太小 燕云寒看着他 心中思量着 推测着 现在那人对自己 已经一点点防范 心里都没有了 燕云寒知道 自己的机会来了 燕云寒突然一叫 快 左边出现丧尸 那警察迅速的抬起枪 看过去 但什么都没有出现 也许这个时候 他才想到什么 也许知道燕云寒的用意 不过 燕云寒的砍刀 此刻 已经深深砍进他的脖子 他的血 溅了燕云寒一脸 燕云寒看着他惊叉的眼神 但眼睛内 已经没有任何的生气 燕云寒 慢慢对这个尸体说道 你不该 丢下你的同伴 你这种背后捅刀子的人 不可能和我燕云寒 成为同伴 冷笑着 燕云寒抽出刀 然后 在他身上 找到两个弹夹 接着 他关上邮箱 拿起钥匙 如果在以前的社会 谁还敢去伤害警察呢 现在不要说是警察 还是别的职业 要伤害他的倾向 燕云寒都会毫不犹豫地铲除 燕云寒看到他丢下同伴 那个时候 燕云寒就知道 这个人留不等 何况 他已经动了杀心 以前有法律 有政府 没有办法 燕云寒的顾虑太多 现在的燕云寒 不会顾及任何人的想法 燕云寒只能顾及 以后的生活 以后的食物来源 如何去保护自己的家人 和心中那个他 正是因为这个 燕云寒决定 以后任何人出现危难 他都会选择袖手旁观 除非是完全可以判断出来 是好人的人 他才会救 张无峰带着宁心儿 一路穿过许多的区域 最后来到一处别墅之处 见宁心儿已经累得满头大汗 气喘吁吁 张无峰微微停下前行的步伐 沉声说道 嗯 就在前面的别墅休息一晚 最近天气变化太明显 天空气流散满 光线不好 夜里走的话 很容易迷失方向 嗯 我知道 那我们去休息吧 宁心儿 敏着嘴唇说道 对于这件事 他其实知道 张无峰是因为他的原因 而他则是不想张无峰太劳累 这两天下来 宁心儿对张无峰 更是多了几分亲密 他心中明白 这个男人 绝对是时间 少有的好男人 而这样的男人 似乎身边竟然没有女人 就连自己这般容貌 连自己尚未一直趴在他身上 自己的胸都被摩擦得快感连连 他都没感觉 宁心儿感觉到这个男人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不是同性恋 但是对于这个男人如此强大的意志 他心中非常满意 此刻他甚至有些无耻地觉得 如果睡在这个男人的身边 应该当成是一种很幸福很安全的事情 对于宁心儿的想法 张无峰没有去在意 他每天都固定地多吸收一些丧尸之类的变异怪物 用来提升自己的实力 而这种丧尸形成的金河 达到一定数量之后 效果渐渐的就不那么明显了 除此之外 每天吸收的金河的量 也是有一定限定的 只是因为人的身体承受力不同而已 在身体慢慢适应后 才会逐渐提升 而很明显 张无峰在这些天吸收的之中 也明白到 这些金河目前的应该都是最低的产物 而这些金河的能量 可以以另一种能量的形式 开启人类的基因 而使得基因变异和进化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为您播讲 第534集 在这样的条件下 特殊能力并不会太强大 但是无论是突然获得了飞行 闪避 速度 力量等方面的能力 在这样的环境下 都使得自身的生存 多了几分保障 金河也不缺 多余的张无峰野青 其中一根大事管收集了起来 然后送给宁心儿喝 与此同时 宁心儿也知道 这是丧失金河的精华液 开始原本有些忌惮 但是不知情的情况下 已经喝了那么多了 此刻知情了 也就没有再矫情 反而很是感激地喝了 脑和精华 这名字让人听起来心慌和呕吐 但这东西的味道 却如同冰火两重天的 顶级冰镇葡萄酒一般 有着一股让人难以言试的感觉 应该说来 喝这东西是一种变态的享受 特别是一种刺骨的冰凉 以及火辣 缓慢进入身体每个角落 然后让人获得强大的精神与力量 身体的疲惫一扫而光 这边 上楼 张无峰运起一道内进 从后门打开别墅的大门 然后淡淡说道 一阵寒风吹过 突然间 烟云寒明确地感觉到 天气的温度下降很多 烟云寒还记得 4月1号的时候 还都是20度 今天温度突然下降 很不正常 这个讯号 让烟云寒想到了什么 也许 再过几天 温度会降到很低 很低 突然间想到家里人 好像没有带眠衣 如果天气变冷 到时候家里人怎么度过呢 在脑海里搜索 一般很少去 却有质量好 那种冬天的衣服 突然想到 前面不远处有一个别墅区 那里人一般不多 再加上有钱的人 一般都会去旅游度假 或者在大公司待着 或许 一晃就到了广场 看到一通通的别墅 美丽的绿化 还有沃尔玛大型超市 现在已经看到 这些外国名牌专卖店 华丽的装潢 就连那些招牌 都是细心打造 燕云寒目测车外200米外 又仔细地观察了一下 整个广场上 只能听到燕云寒 自己汽车发动机的声音 自己感觉安全已经来到 慢慢地 把车停在一家 专卖皮衣的落地玻璃窗前 先听了一下里面的动静 仔细地观察里面的动静 燕云寒右手 死死地握紧五四手枪的握柄 把两个弹夹插进皮带 砍刀也被燕云寒左手扣在了指尖 眼睛敏锐地捕捉着前面180度 有无物体移动 紧张地 缓慢地打开车门 出去后并没有关上车门 这样方便上车 耳朵也在仔细聆听着 有没有任何地方发出微小的声音 砰的一声 后面发动机响动 马上转过去 右手的枪在转动的过程早已举起 左手的砍刀已经拼命地握紧 燕云寒知道这里一定有丧尸 但是就是没有出现 也许躲在某个角落方便偷袭 也许有的丧尸已经找到 并且正开心地进食呢 燕云寒慢慢地向后退去 一步两步 哗啦哗啦 后面发出玻璃破碎的声音 并且距离不远 可能就是后面专卖店 展览柜落地玻璃 燕云寒觉得有危险 马上向前一滚 迅速爬起来一看 一只美丽的丧尸 脖子上有别的丧尸的咬痕 一头美丽的头发 黑头发 大大的眼睛 看起来是那种 单纯美丽的林家女孩 马上扣动手枪 砰 但这枪却打到旁边的玻璃 哗啦 玻璃破碎 她口中发出愤怒的喉叫 好像在向燕云寒 展示她的怒火 燕云寒在不断地 内心责怪自己的枪法太差 还是当兵的人 这么短的距离 竟然打出这样的枪法 内心惭愧不已 但她当兵之时 一共没有开过几枪啊 这样的声音 让人觉得她已经变成野兽 她张牙舞爪地怒吼着 燕云寒内心也害怕 一个正常人 能不怕吗 碰 这枪终于扣动扳机 却打到她身上 从子弹孔 打出小洞里 流出绿色的血 就像以前吃的绿色果冻 太让人恶心了 燕云寒知道 自己当过兵 但现在这么多年了 再说当兵 也是玩的八一自动步枪 手枪根本没怎么玩过 而且后座力也太大了点 又没有时间给她去瞄准 燕云寒心中找着理由 还有三四米的距离 砰 枪开了 但还是不能打到她的头 燕云寒心已经开始颤抖 跑 不能跑 别处难道就没有丧尸吗 砰砰砰 最后一枪 接触她的性命 她的头已经炸开了 迅速地换了一个弹夹 把空弹夹插进腰里 燕云寒小心翼翼地走进去 踏着破碎的玻璃 慢慢走进专卖店 也没有心事去挑选 看好不好看 她一拔一爪 一抱 就迅速地逃离 打开后面的车门 丢进车里 在旁边 燕云寒看到耐克砖砖 她当下几步慢慢疾病 这个运动砖砖 一般都有几个售货员的 也许是病毒爆发很久的问题 里面好像没有人 紧张地 小心翼翼地走进砖砖店 她的耳朵 听到细微地死咬的声音 难道这个是咬碎骨头的声音 慢慢转过自己的头 出现在燕云寒面前的是两个怪物 蹲在血肉模糊的尸体旁 黄色的脂肪下面 鲜红的血肉中间 还掺杂着白色的骨头 一个抓着血淋淋的手臂 大口大口地吞噬 眼睛微微张开 好像在享受什么美食一样 还有一个 在那具尸体的肚子里寻找着什么 一下拉出一些肠子 咬一口就到旁边 又从肚子里抓出一个东西 血淋淋的 严云寒觉得 那黑乎乎血淋淋的东西 一定是这具尸体的心脏 心脏不是红色的吗 为什么是黑色的呢 一定是这个专卖店的老板 对 一定是 不然 心不会是黑色的 严云寒只觉得 自己的身体莫名地 愁愁了一下 顿时 一股带有强烈酸味的味道 浓密的胃酸 从胃囊底部 一瞬间窜到喉经 这使得严云寒 不由皱紧眉头 强忍住 剧烈反胃带来的恶心 与呕吐感 把这口倒上来的胃液 狠狠地咽了下去 但一股股带有强烈浓密的酸液 一次又一次地冲进了喉间 严云寒还是吐出来的 但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两具丧尸 严云寒知道 已经惊动他们 不过 严云寒选择了开枪 他的衣服上残留不少吐出来的分泌物 但这个时候 哪里还有心情去理会这些呢 也许这次的运气很好 两枪也打爆了一个丧尸的头 严云寒自己 也不管是第一枪还是第二枪 能打死丧尸 严云寒已经觉得很幸运了 旁边的男丧尸突然加速 向严云寒冲来 速度很快 比严云寒跑动的速度 还要快上几分 严云寒迅速地向后退去 转身就跑 现在只能跑到自己的车里 他才能安全呢 鞋子和衣服 以后有机会再来拿 现在只能放弃了 不然 严云寒哪里有生命 回家去见自己的家人呢 也许在生命受到威胁时 也许是担心家人不安 严云寒突然爆发了自己的潜力 他自己都能感觉到 今天跑动的时候 比以前快了几分 严云寒听到一声巨大的吼叫声 迅速转过头 一看 顿时惊呆了 那丧尸的速度明显是刚刚的两倍 害怕 担心 不少的负面情绪顿时升起 严云寒当即向左半身的丧尸开枪 他心里在祈求上天 一定要保佑我打中这个怪物 碰的一声 枪响了 却连丧尸的身体也没打中 倒是把旁边的垃圾桶打飞了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严云寒没有机会回头 丧尸锋利的爪子已经出现在他的眼前 迅速地向他攻击而来 严云寒马上用左手的砍刀迎接这个怪物的右爪 丧尸的爪子和严云寒的寒刀在空中碰撞 严云寒左手虎口破裂 躺出不少的鲜血 只能感觉到一阵苏麻传达大脑 一股巨大的冲击力 刀飞了 人飞了 啪的一声摔在平淮的大理石上 冲击太大 又是连滚带滑 最后 左肩膀撞到对面的大理石柱子上 疼痛一次次地刺激着烟云寒的神经 一股晕厥的强烈冲击冲击着大脑 左臂更是感觉到太多太多的痛苦 好像自己的左臂已经废掉一般 再也没有任何感觉 头又剧痛无比 浑浑迷迷之间 耳边传来了丧尸大吼的声音 眨眼之间 身体已经出现在严云寒前面不远处 严云寒知道自己还有一枪的机会 打不中头部 今天他就不用回家吃饭了 烟云寒看到的是两个一样的丧尸 在他眼前转来转去 烟云寒知道是自己头部受到撞击后 影响了视觉 但烟云寒还是选择了开枪 砰 烟云寒失望了 也绝望了 丧尸一把抓住烟云寒的脖子 高高地举起 烟云寒的呼吸越来越困难 但这个时候视力已经恢复 不再出现双人影 丧尸的血盆打口向烟云寒咬来 烟云寒艰难地又迅速地举起手枪 对着他的头部又是一枪 烟云寒也不知道为什么 丧尸竟然用嘴咬住了自己的手枪 砰 丧尸的脑袋炸开了 鲜血脑枪溅在烟云寒的脸上 丧云寒心里庆幸无比 自己活了下来 没有死在这怪物的手上 丧云寒躺在地上 右手放了手枪 把那遮住视线的东西抹掉后 才敢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他想爬起来 想用双手去帮自己爬起来 但左手已经没有了感觉 只能用右手 慢慢支撑着大理石柱子的爬起 艰难的迈开脚步 一步又一步 把手枪插在腰里 捡起砍刀 奏向耐克专卖店 看到那个尸体不远处 有一个大麻袋 严云寒才知道 他是来拿衣服和鞋子 保证以后的战斗和生活 严云寒有点佩服 也许自己今天没有枪 也和他一样 留在这里了 羽绒服一件又一件地 装到麻袋里 羽绒服太服了 用力压一下 又开始装 就这样装了十件 还好这个麻袋不大 不然一只手还真的不好弄 就算两只手拿了后 也看不清楚路 这个时候 燕云寒代替全家 感谢这个麻袋了 慢慢走向仓库 仓库已经打开 一定有人在这里找过鞋子 不然 不会这样的凌乱 走着走着 严云寒又看到一个麻袋 这个时候 严云寒觉得很可笑地说道 兄弟啊 你真的是厉害 居然现在拿这样的名牌 不要钱 要命啊 走了两步 在一堆鞋子后面 严云寒竟然看到 已经装好的 整整三麻袋的东西 四四方方 他顿时对这个人 有些无语了 在怪物堆里 还这样谈 真的是 要钱不要命的家伙 严云寒这时候反问自己 现在钱还有用吗 虽然想拿走 已经装好的 但严云寒怕鞋子大小不合适 拿回去后 穿不上不合适 会影响战斗 所以 还是放弃了 不过 用刀 划开那些装好麻袋的袋子 一麻袋 一麻袋地打开 严云寒很激动地说了句 妈的 鞋盒子你也要啊 我靠 不过 谢谢啊 这方便我找鞋子 看标麻以后 四十麻和四十一麻 刚好他爷爷和父亲是这个麻袋 三十六麻三十七麻 刚好杨小兰和他母亲的 哎 怎么还是女士的 迅速打开了鞋盒子 丢到那个没看过的麻袋里 一双双地拿 很快就装满了 严云寒现在心里非常激动 他无比的感谢 已经躺下的那个家伙 竟然把款式都选好了 而且每一双都是气垫的 而且样式都不错 严云寒真的很佩服 用右手拖着两个麻袋的东西 还好不中 不然一只手还拖不动 还好都是大理尸地板 光滑度很高 拖起来也不费什么力气 慢慢向汽车走过去 刚刚左手已经开始恢复了知觉 但是动一下 带来的还是巨大的疼痛 两麻袋东西丢到后座的车位上 严云寒马上跑到前面 发动了汽车 哎 在外环道上竟然还有会移动的火焰 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怪物 竟然有这样的速度 这样的速度 我能逃得多吗 严云寒想着 现在感觉那有这样的想法 真是太可笑了 不过 人总是要争取的 所以慢慢地停下车 希望他在不经意间 快速地经过 严云寒没有心情顾及 他是车也好 怪物也罢 对严云寒来说 不要注意他就好 不要带来危险 让他把这些物品带回家 可以说 这个已经不是物资层次 能够带走的那种心情 是希望 是看到朝阳升起的那种渴望 每天那种生活在恐怖 变态的世界上 但严云寒也知道 人虽然贪婪 疯狂 但是适应能力超强 不然 人类也不能统治地球 所以 第一次带回去物资后 哪怕严云寒不在了 家人也有活下去的动力 能获得物质 食物 人就有希望 严云寒还在幻想 如果他以这样的速度经过 最多三四秒的时间 就飘过去了 一定不会在意 就在这个时候 千方四百米外的公路上 出现了密密麻麻的丧尸 虽然看不清楚数量 但没有任何人去怀疑 这群丧尸的数量 一定不会少 为什么会引来这种丧尸的群体呢 为什么会聚集这么多的丧尸 很多很多疑惑 出现在燕云寒的脑中 下一刻 燕云寒看到 一辆法拉利 一辆漂亮跑车 在距离五十米地方停了下来 而后面那些丧尸 都在奔跑中怒吼 不错 速度很一致 还没有出现燕云寒那种 爆发后速度超快的丧尸 就在这时 副驾驶坐上下来一个 国色天香的金发美女 燕云寒如何也想不明白 在这样危急的时刻 她下车干什么呢 她手上拿着一个加油器 全身好像都在颤抖 手上的加油器抖得太厉害 已经有不少的液体 飞溅到她紫色的衣服上 不远处 密密麻麻的丧尸 给她带来太多的恐惧 好像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任务 傻傻地站在那 眼睛死死地看着那些丧尸 就听到 从车里传来一阵阵的咆哮 女子慢慢地拿着加油器插进去 丧尸已经距离她们五十米 加油器拔出来后 那个金发美女迅速地跑向车门 但那辆车已经迅速启动 快速地逃离 那个女孩一下就坐在地上 悲痛地哭喊着 后面丧尸 看到新鲜的事物 一个个开心地吼叫着 看到她这样给人抛弃 让燕云寒想起杨小兰来 似乎杨小兰这个美丽的女孩 就是这样给人抛弃的吧 她想着 心中对于这样的男人 很是不满 燕云寒迅速地把车开了过去 打开门 对她叫道 上车 呃 外国人 等她上了车后 燕云寒马上掉头 也许时间刚刚好 不过后面车厢已经流下了一道道深深的力痕 好大的力量 燕云寒心惊不已 她明显感觉到车有明显的震动 而且强烈的震荡 让她已经出现头昏的现象 外国女孩拼命地喊叫着 呃 你说什么 刚刚开出十米 马路中间也出现了两只丧尸 已经站在马路上 绿化草坪也都是丧尸 难道丧尸有智力 靠 燕云寒在激动时 不自觉地就用左手拍击方向盘 左手的剧痛让她大叫 但是这个时候还能顾及到这个吗 丧尸有这样的力量 如果撞上去 车会停下来吗 谁也不知道结果 所以只能从他们中间快速地穿过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 为您播讲 第535集 左手的剧痛 让她大叫了一声 但是 这时还能顾及这个吗 丧尸有这样的力量 如果撞上去 车会停下吗 谁也不知道结果 所以 只能从他们中间快速地穿过 转动方向盘 加大马力 车很快地 跑出了他们的包围圈 这时 燕云寒耳边 传来他开心的笑声 燕云寒马上问道 小姐 你到哪里 我送你一程 你安全了 我也好回家 他竟然回答道 回家 你现在还有家吗 严云还还沉浸在惊讶中 啊 什么 你再说一次 你能说中国话 嗯 我会啊 我每年都来中国旅游 我很崇拜东方的文化的 也很喜欢中国历史 好像他已经忘记那些不开心的事 不再沮丧 这个女人 风姿进展 粉装欲拙 再加上那套耀眼的紫色 让他显得风情万种 哦 那你现在要去哪里啊 我送你过去 等会儿 我自己也要回家了 我 我没有地方可去了 我保镖威胁我 骗我 丢弃我 我现在回不了家了 你能照顾我吗 看着他纯洁和祈求的眼光 燕云寒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丢下他们 留下他们 内心非常矛盾 多一个人 就多一份食物 自己又多一份危险 这个时代 食物和危险 已经完全相当 好 你可以去我家 不过 你把衣服脱掉 他先是惊讶了 然后愤怒地吼叫道 什么 你叫我脱 脱衣服 是的 就是要你脱衣服 你可以不脱 你下车吧 我们一点意见 什么人哪 流氓色狼 妈妈说的都是对的 男人都是流氓 都是色狼 他内心说道 口里却这样的回答 不 你不能这样 我要去找公安 我要去大使馆 我要我爹杀了你 小姐 随便你 愿意托你就留下 不愿意你想找公安 已经到了 就在那去吧 大使馆要去省城 太远 我家人还在等我回家吃饭呢 我没有时间 所以你下车吧 已经到公安局了 燕云寒怂怂肩头 很随意地说道 他愤怒地打开车门 一只脚刚挂出去 正好这个时候 警察局里的丧尸 很配合地 发出一声吼叫 他马上退回来 一边哭一边大叫道 来吧 男人都是流氓 都是流氓 说着 他的衣服 很快就被脱了下来 燕云寒眼前一晃 很自然地回答道 哇 好大呀 只不过 他内心波动恢复了 在心里说道 哼 上身没有被丧尸抓狠 不过外国人 都不喜欢穿内衣嘛 流氓 你个大流氓 你会遭受到 上帝的诅咒的 臭流氓 燕云寒没有去理他 这样的时代 不管什么误会 也没有自己和家人的 安全中央 所以他接着说道 牛仔裤也脱了 别再这样哭了 我很烦 你 这个时候 不知道他哪里来的勇气 竟然向燕云寒 攻击了起来 燕云寒 拔出腰间的五四手枪 对着他说道 你再攻击我 我就开枪了 快点把裤子脱了 让我看清楚 他的哭声越来越大 依旧骂道 变态 你是个变态 你就是个变态流氓 行了 你要不就下车 要不就给老子拖 让老子看清楚 你他妈的真是烦人 给一个这样的人嘛 燕云寒心里很不舒服 先道 你这样能和家里的人他相比吗 因此他很不高兴地吼叫道 流氓 女子烟脚泪水 已经滑落了下来 并哭泣了起来 不可 已经开始脱裤子了 嗯 把脚拿出来 我看看 燕云寒继续说道 你 女子很愤怒 但是还是很配合 不过 还是在哭 燕云寒没有去理会他 不看清楚 到时候要是有点点的伤痕 变成丧尸 自己家人的安全 谁去保障呢 好了 把衣服穿上 你最好不要再哭了 让我家里人看到 还以为我欺负你了 难道你没有欺负我吗 这也还不算欺负吗 你个大变态 他愤怒地对着燕云寒 喊叫道 行了 如果你觉得我欺负你了 你下车吧 我不想我家里人误会 燕云寒很不高兴地说着 我不 你看也看了 你还想要我怎样 下车 不可能的 除非你杀了我 不然我不会下车的 他虽然有点害怕 但还是理直气壮地说道 嗯 杀你和杀丧尸 也没有太多区别 所以 你不需要抱这样的幻想 知道吗 燕云寒很严肃地说道 变态 杀人狂 哟 我靠 好了 把你的鸟鱼收起来 记得我是中国人 所以听不懂 你们的鸟鱼 什么 你没有文化 连英语都听不明白 真不明白 你读书的时候 你在干什么 老师怎么让你毕业的 他很不高兴地说道 我 都说在打架 高一后 我去当兵了 回家后 在种田喂猪 当农民 所以鸟鱼对我没有作用 不需要学习 燕云寒很直接地回答道 我的身体竟然给一个农民看了 我爹地一定会杀了你的 一定会 随便吧 你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 你自己也不知道 还有 就是你活到那个时候 我一定会杀了你 我不会留下这么危险的因素的 燕云寒觉得他很无知 很不高兴地说道 你 你连十七岁的女孩子都不放过 又是杀 又是耍流氓 还威胁我 你真的不是人 好了 你不要说了 马上到我家了 你再苦老子就把你丢在这 让你一个人生活 和那些怪物去作伴 你就知道威胁我 够了 你能安静下来吗 妈的 烦得要死 最起码你现在还活着 知道吗 不然你哪里有机会去见你的父母 嗯 明白吗 在不知不觉中 在车中的燕云寒 已经看到家院子外的铁门 不过 外面竟然留两个丧尸在徘徊着 燕云寒心里紧张 在担心自己的家人 他紧急地对着他说道 车后面有个黑色的旅行包 黎明手下和子弹 记得保护自己 知道吗 人活着才有希望 能见到家人 什么 你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放枪的位置 他显示惊讶 有点迟钝地问道 行了 你自己去拿枪保护自己 我去杀怪物 免得伤害我的家人 打开车门 燕云寒迅速下车 手枪已经握在右手 左手拿着砍刀 左手的伤势还没有恢复 只能很勉强地拿着 也许不能再挥动砍刀 但刀具和枪支在这个世界里 才能给人们带来安全感 而燕云寒也不例外 所以还是勉强地握着 但左手一直颤抖着 弹架里还有一个八颗子弹 燕云寒也不知道 能不能用八发子弹 打死这两个丧尸 他的枪法 他自己也在怀疑 丧尸也许听到了动静 还是听到了车发动机的声音 因此朝这边走了过来 他们的速度虽然很慢 但已经达到了 燕云寒前方十米的样子 燕云寒全身肌肉已经全部绷筋 精神时时注意着他们 但很担心他们突然爆发 看着这两个穿着朴实衣服的丧尸 燕云寒心中有些无奈 这是两个农民 其中一个丧尸头后挂着一顶草帽 身上也没有伤痕 却也变成了丧尸 燕云寒没有多想 当即持枪三点一线 瞄准射击 砰 终于一枪就命中了 燕云寒很高兴的大声喊了一句 能一枪打死一只丧尸 他当然很高兴 就在这时 也许旁边的丧尸感觉到威胁 也许是正常的爆发 他身上竟然迸发出了光圈 然后愤怒地冲了过来 速度又开始爆发了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靠 又来 燕云寒郁闷无比地说道 丧尸脚下的水泥露面 竟然出现了一道道的裂痕 燕云寒心中已经 当即大叫了一声 跑啊 你快点跑 他自然是对那个外国女孩子说的 但燕云寒没有看他 眼神不敢离开这个怪物 燕云寒马上向右跑去 他也不慢 距离在短瞬间内缩短 接着 丧尸竟然大力的乐器飞了起来 用他带满病毒的爪子抓了过来 燕云寒顺时一滚 回头想开枪 但他根本就没有给燕云寒任何的机会 因为眼睛不远处 已经出现了他的魔爪 这危机关头 燕云寒马上使出人类最强大的绝招 驴打滚 躲避 一爪 接着一爪 让燕云寒没有机会爬起来 燕云寒心里开始害怕 也许这个就是他最后的旅程了 突然 他灵光一闪 枪马上对准丧尸的小腿 发动攻击 碰碰 中了 丧尸后退了一步 居然腿部上没有任何的伤痕 靠 马的刀枪不入啊 他愤怒一叫 竟然使出双龙入海 双爪向燕云寒抓来 看着那双可怕的爪子 慢慢的变大 双腿使出吃奶的劲 向后一蹬 右手迅速的扣动扳机 碰碰 连续两枪 虽然危机解决 只是让丧尸再次后退两步 却给土地带来两个深深的脚印 两枪依然打得有些偏了 靠 子弹已经不多了 还有两发 再这样攻击下去 此的只能是自己 我已经没有机会逃离危险的距离 所以现在只能和他拼了 来一个零距离接触 这样才能解决他 不然家人一定会受到他的攻击 所以我不能跑 哪怕是死 也要和他一起 拖着他去见阎王 严云寒心道 这个时候他也准备拼命了 丧尸好像感觉到了什么 没有再次吼叫 就傻傻地站在原地 严云寒看着他这样 微微有些发愣 这丧尸莫不是有智商 丧尸歪了歪脑袋 小声吼叫一声 但严云寒没有给他任何的反应 那丧尸似乎暴怒了 一声俱吼 丧尸迅速发动攻击 严云寒给丧尸的气势吓得颤抖了起来 接着马上进入战斗状态 他没有再去躲避 而是冲击过去 向一下撞倒他 在他重心不稳的时候 或者他倒在地上的时候 使用手枪攻击他的头部 但是一撞之下 严云寒却感觉撞在了铁板上 因此结果呢 也根本没有达到 严云寒所需要的效果 一股巨大的反振力 让严云寒自己向后飞滚而去 丧尸一双爪子 迅速地攻击抓来 严云寒已经感觉到 阵阵的强风吹来 脸部已经开始 阵阵的强风带来的疼痛 严云寒已经知道 现在自己已经逃不了了 受伤是必须的 但受伤对严云寒来说 和死没有区别 所以严云寒也没有想去躲避 右手的枪瞄准 扣动扳机 在很快的时间内 将子弹打了出去 砰砰 砰 枪声响起 丧尸倒下 随后趴在了严云寒的身上 感觉有东西压在自己身上 却没有感到受伤 只能感觉到撞击力 严云寒心中有些奇怪 突然 他想到了 之前他只有两发子弹 但是却有三声呛响 你 你 你没事吧 严云寒看到那外国女孩子 站在他面前 很温和 也很担心的样子 他此刻心里还在 对自己幻想着 难道他喜欢我 一定是喜欢我 不然不会救我 还会给我武器 一定是想让我感激他 想让我做他女朋友 或者 想让我做他老婆 嗯 一定是 中国都是这样 美女总是有麻烦 英雄救美 这么老套的故事 严云寒终于明白了 原来那两枪是他开的 是他救了他 严云寒心里想到 为什么他不对我开枪 难道他能感觉 我对他没有恶意 一定是的 看他身体也是没有办法 主要是怕他受到感染 威胁到自己的家人 他一定也知道这些 不然 不会记得我的 推开身上的丧尸 用衣服抹掉身上 那些恶心的怪物脑浆 严云寒很冷淡地 对他说道 谢了 说着 严云寒心中思量 他一定很聪明 不然不会来救我 我的存在 一定可以带来安全感 在这样的世道 有了我生存的几率 总比他一个人的生存大 况且 我还了解地形 食物等等 严云寒在心里 认同了这个人 如果这是个男人 他一定会把这个人干掉 因为男人太可怕 如果严云寒的武力 制服不了丧尸 在严云寒和对方 只能生存一个人的时候 严云寒觉得自己 一定是给予对方 丢弃的那个人 人性 严云寒太了解了 之前就出现 很多生活的势力 所以严云寒 不太会相信聪明人 什么 你对我说谢谢 他有点高兴 有点兴奋 还有点害羞的样子 回答道 严云寒真搞不明白 这有什么好害羞的呢 好了 跟我回家吧 外面太危险了 严云寒在他身边说道 也没有给他回答的机会 慢慢走向自己家 拿出钥匙 刚刚准备开铁院子的铁门时 就看到家里人早已经出来 爷爷和爸爸的眼睛里 泪水早已在眼里打转 但透露出兴奋 高兴 还有那种希望的光芒 好好好 回来了就好 回来了就好啊 严云寒转身开车的时候 听到父亲那种兴奋 激动的声音 下车后 严云寒的爷爷 已经把院子的铁门关上 严云寒感觉 这么短的距离上 下面却多了很多的障碍物 心里顿时开始害怕 难道家里也有不少的丧尸 来袭击了吗 心里很害怕 好像在预示着什么 严云寒真的害怕 如果哪天自己不在家 家里人出了什么危险 承受的打击 是多么可怕 连严云寒自己都不敢去设想 到时候这个温暖的家 还会存在吗 严云寒刚刚下车 还没有来得及 看看那些 洗车下的阻碍 到底是什么 他的奶奶和妈妈 已经眼泪冲了出来 边哭边闹 还用小拳头 一下一下 敲打严云寒的脑袋 嘴得也不知道 说着什么 严云寒知道了 他的奶奶和妈妈知道他出去后 一定在出 不然 现在不会说不出话来 严云寒心里很温暖 觉得自己做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人生活在这个就需要的目标 有他自己心里想守护的东西 不然 根本就不会有任何的动力 也不会激发出任何的潜力 好了好了 好了 不哭了 我不就是出去拿点生活品吗 不然 我们以后很难在这个世界上生活 严云寒边安慰 边对自己的爸爸和爷爷说道 严云寒的爸爸和爷爷 很是自然地把东西都拎了下来 不过就在这时 那个外国美女也下车了 很腼腆地站在原地 好像在等待着什么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 为您播讲 第536集 别墅里 张乌丰找到自来水 然后清洗了一下身体 接着换了一套衣服 在看到宁欣儿身上 有些乱的情况下 张乌丰目光 透过别墅三楼的窗户 看到了远处的一个大超市 心中若有所思 这里有自备的发电机和水井 所以 这里倒是一个 可以持续发展的好地方 不过我们的目的地 可不是这里 好好休息一晚 我们明天就走 我现在去给你 拿件衣服替换 张乌丰冷声道 张大哥 我 我其实可以洗澡后 把衣服洗干净 这里 这里不知道有没有衣服 别墅这么大 这里没衣服 哦 那 那你当心 要小心啊 我 我 你想说你害怕 如果你害怕 我就把你丢进 丧尸堆里待一晚上 保证明天 你就不会害怕了 张乌丰冷静道 不不 我不害怕 张大哥 你多小心 宁欣儿看着张乌丰 心中有些畏惧地说道 这个男人 真是太不屑风情了 但是 就像一块超级磁铁一般 吸掩着他 让他都有些无法自拔了 不过 看着张乌丰 就算是战斗疯狂 却依然干净的衣服和面容 再看自己狼狈的模样 乱脏的衣服 已经油腻的头发 突然间 宁欣儿感觉很自卑 很自残行贿 在这个男人的面前 他竟然自残行贿了 张乌丰一个翻身飞下别墅 几只进化后的丧尸 猛地冲了过来 速度竟然快了不止两倍 哟 还真是进化了 进化的脑盒好啊 效果好 张乌丰眼睛闪过一丝光亮 手中的玄铁大刀 注入内进后 突然脱手飞出 接着 扑扑扑四声 近身的四肢 进化过的丧尸 顿时脑袋爆裂 向前冲了几步后 栽倒在地上 他们的颈部 迅速地 潺潺流出黑暗的血水 连续四刀 张乌丰挑出四枚 闪耀着青光 蓝光不同的金盒 用塑料刀包好后 顿时内进一闪 东西就被吸收到了黑匣子戒指里 随后 张乌丰正准备 对另外两只丧尸动手 抬头却发现 另外两只丧尸 眼中闪过镜空之色 随即撒腿就跑 速度竟是极快 哎 还有智商了 张乌丰随手两个普通的弹珠 投射手段击视而出 顿时音爆声响起 两只僵尸再次倒在了地上 再次挖出两颗脑盒 张乌丰默默地调息了一家内进 身影闪烁 很快地冲进了沃尔玛道超市 然后在这超市里 张乌丰适当地收取了一些食品之类的东西 又拿了些水 然后又拿了鞋子 衣服之类的一大包东西 随后轻松的是一把提起 连续数步冲出这大超市 飞身一跳就上了阳台三楼 打开门 把东西都丢进房间里 张乌丰将零食方便面 肉干 蛋白肉之类的东西都弄了周类 然后走到厨房 做了一锅米饭 以及牛肉青椒 蛋白肉 莲藕汤之类的东西 准备大吃一顿 虽然他自己的储物界里 有食物有蔬菜 但这几天都在赶路 都在吸食脑盒 那日子确实不怎么样 因此张乌丰也不会虐待自己了 片刻后 宁兴儿就闻到了惊人的清香 他甚至有些无法忍耐地冲了出来 身上只缠着一道巨大的浴巾 衣服都拿来了 胸罩内裤都没少 鞋子也都是好品牌 穿上吧 等会儿大吃一顿 明早再继续大吃一顿 就要继续以前的日子了 张乌丰沉声道 宁兴儿傻傻地看着 李轩小土豆的时候 那飞舞的手速 顿时一阵眩晕 这个男人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这么完美呢 可惜啊 自己在他眼中 一定只是一个被人包养的贱女人 宁兴儿想着 眼中满是失落 张大哥 谢谢你 别说这些没用的 那 那 那我可以陪你睡觉吗 宁兴儿鼓起勇气说道 他突然觉得 他有些下贱 在以前 他绝对不会说出这样的话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 又能活上几天呢 在这样的世界 只有强者 没有弱者的地位 很快 女人的地位 或许会再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只会沦为男人的发泄工具的吧 别那么冲动 我会好好保护你的 知道你自己有足够强大的实力 找到你父母 然后再找个真心对你好的人 以后肯定会幸福的 眼下这个情况 持续不了很久的 张无风有些惊诧地 看了宁兴儿一眼 随即 与其温和了几分说道 而这一点温和态度 使得宁兴儿都差点感动地哭了其类 嗯 可是 可是我 快去穿衣服吃饭来 张无风打断他的话 随即 转身将土豆放到窝里 然后放了一些醋之类的佐料 弄了一大盘的酸辣土豆丝 随后 饭菜上到桌上 张无风拿出网筷 然后 准备盛饭的时候 突然注意到 地上有一份河头 他原本没有注意 但当他扫了一眼 河头的名字的时候 突然震住了 河头上签署的名字 赫然是杨小兰 杨小兰来这里了 这河头是十天前左右 而基地那边说 杨小兰签的河头后 不知所踪 维维呆愣了片刻 张无风便没有去多想 只是成范和宁兴儿 一同时来起来 爸爸 爷爷 让你们担心了 是我不孝顺 严云寒 看自己的父亲和爷爷 如此的担心 心中一阵不是泽味 哈哈 傻孩子 你现在在外面这么危险 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吗 所以我和你父亲 会好好守护这个家的 严云寒的爷爷 摸了摸严云寒的头 关心地说道 嗯 爷爷 我回来了 也带回来很多物资 这足够我们生活一段时间了 严云寒高兴地说道 嗯 好 这就好啊 不过你今天得自己小心点 我们今天中午使用了脑盒 根据现在 卫星电视上的消息说明 脑盒可以吸收增强人的实力 但是吸收后 我们可能进入深度的沉睡 到时候脑盒散发出来的气息会增大 会吸引更多的丧尸 而且数量也不清楚 所以你们要小心呢 严云寒的父亲担心地说道 嗯 我知道了 我现在去穿炸弹夹 等一下也方便点 严云寒说着 随即点了点头 丧尸脑盒可以吸收 他之前已经知道 但是 随后 他一直十分狼狈 因此并没有去挖脑盒 毕竟在外面 物资才是守卫 挖脑盒的过程 没人放哨的话 凶险无比 我现在去帮你把铁门 多加几道锁 用些树木支撑下 这样的话 也可以多抵挡一阵时间 你们可以用手枪改成攻击 这样你们安全 严云寒的爷爷慢慢说道 嗯 不用了 这里荒山野地的野生动物太多 动物也会感染病毒 如果在加固的时候 出现变异动物 到时候有危险 燕云寒连忙阻止 呵呵 放心吧 昨天我和你爷爷 已经遭到变异动物的攻击 不过 他们现在好像没有计划得很厉害 和以前的动物区别不是很大 燕云寒的父亲 却慢慢给燕云寒解释道 燕云寒也不好再说什么 毕竟他的爷爷和父亲都是长辈 他只能默默接受 燕云寒把手枪拿出来 交给他的爷爷和父亲 不过就在这时 燕云寒的母亲和奶奶 也已经来到他们身边 说道 我们也来帮忙 最少也可以帮你们放哨 你去装弹夹吧 再好好休息一下 下午这个家的责任就靠你了 尽量你多多休息一下 嗯 你们小心点 如果有什么危险 我们听到枪声 马上会出来帮忙的 好了 你自己去忙吧 尽量多休息 下午我们家就靠你了 燕云寒默默地看着全家众人 走出门口 在这休息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燕云寒在装弹夹的时候 杨小兰只是平静地 和那外国女孩说着什么 那外国女孩一直沉思着 没有多说话 燕云寒看着他们说道 你们也来了 小兰 你身体比较虚弱 不是很好 好好休息一下 一切由我 我没事的 我也去帮忙 你们好好休息 杨小兰平静地说了几句 随后也踏出了院子 燕云寒微微一正 想说什么 但见那外国女孩 若有所思的模样 当下也就没有说话了 你叫什么呀 我还不知道 恐怕这个家里 就我一个人不知道 你叫什么 燕云寒慢慢地问道 我的中文名字叫琳达 你叫我琳达就好了 他 微微沉岩地说道 嗯 我知道了 今天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中午后 我父亲和爷爷 使用了脑盒 到时候 可能会引来大群的 丧失奔袭 燕云寒很平淡地说道 但希望他有个准备 这样能最大限度地 降低他害怕的心理 他的手已经开始颤抖 不过还是很强硬地口气说道 我明白了 不过你今天打枪 打准行吗 不要白白浪费子弹 我 这个 在我们国家打枪很艰难的 更不要说枪法很厉害 告诉你啊 我还当过兵 也没打过几次枪 燕云寒慢慢解释道 当兵的枪法还是这样 他很惊讶地说道 叫声接着说道 看你以前那么凶 这么强硬 这么野蛮 这么霸道 其实一点也不厉害 行了 你去休息吧 不需要再说别的了 养好精神 等下战斗 他用很小的声音 接着说道 哼 你就知道对我凶 就知道对我凶 对那个那么好 虽然声音很小 但燕云寒却听得很清楚 有点不高兴地说道 臭了 别的不用多说 他默默地走了 不过燕云寒却看到 他的内幕一点一点地 凋落在大理石的地板上 他也不好去说什么 毕竟他心中想的是杨小兰 不能再让杨小兰误会 更加不能让这个国外少女误会什么 躺在沙发上 闭上眼睛 等待着午饭 午饭就是战争号角 燕云寒和琳达 已经站在门口等待 看到今天早上家里的劳动成果 燕云寒只觉得 有一股无法形容的信心 在加工的树木上面 竟然加了一层薄薄的铁皮 回墙旁边 竟然还搭了一个简易的攻击塔 站在上面 能有很高的视野 而且也可以放心后面有别的便衣动物偷袭 这样就够了吗 让燕云寒没想到的是 他们竟然在攻击塔下面 加了一个沙坑 难道是方便逃跑吗 燕云寒和琳达准备跨出门口的时候 燕云寒的母亲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有危险 你们就回这个家 我们在门前等你们 我们这还有一道防线 记得这里还有家里人 等你们安全归来 燕云寒站在攻击塔上 虽然简陋 但燕云寒相信 家人不会留下任何危险给自己 他的爷爷和父亲 一定站在上面测试过 所以一点都不担心 燕云寒把弹夹给琳达了 自己留下一个 只能尽量让琳达的枪法发挥作用 燕云寒自己这样想到 我得打慢点 而且已经有抵抗病毒的能力 但燕云寒自己根本不了解自己 能不能抵抗病毒带来的侵蚀 因为燕云寒的能力根本还没有显示出来 但起码要比这个琳达的抵抗能力强得多 所以在心底已经决定 等下如果尸巢太大 就把手枪交给琳达 自己前去抵抗丧尸 这样能给琳达多争取点时间 我一会儿就看到黑哑哑的一片 耳边传来一声声丧尸的吼叫 已经让琳达开始微微颤抖 燕云寒轻轻拍了拍琳达的肩膀 很温柔地说道 怕了吗 放轻松点 没有事的 我等下先下去 抵挡一下 给你多点时间 这次就看你的枪法了 你还是第一次这么关心我 放心了 我们不会有事的 我有枪 我就安心多了 琳达笑嘻嘻地说道 这女人似乎被看过身体 燕云寒的印象并不差 好了 这个是五四手枪 有效射程并不远 今天就看你的了 我尽量下去拖延他们的时间 给你多争取时间 这个包里有子弹 下游 我会在你射程内喝丧尸游斗 到时候看你的了 燕云寒轻轻地拍了拍他的头 慢慢说道 燕云寒站在铁门前 右手紧紧地抓着砍刀 左手握着手枪 深吸两口气后 放缓自己的情绪 向那黑压压的一片丧尸冲过去 他心中顿时有种 壮实一去不复反的滋味 看到里面又出现不少杂乱的光芒 燕云寒就知道 这次又会有不少进化过的丧尸 这个就是丧尸进化之后的实力吗 这次最少有五十只丧尸 而且看起来不那么散乱了 燕云寒距离他们最多也就二十米 他知道自己的射击技术 希望还是在近距离举起手枪 扣动扳机 希望不要浪费子弹 呼啸的子弹已经攻击过去 但丧尸好像已经撂到子弹的攻击路线 已经缓慢地让出子弹可以抵达的位置 也许是他们动作缓慢 又这样慌忙倒成造成了拥挤的现象 突然间部分丧尸竟然跌倒在地上 燕云寒心里充满疑问 为什么会这样呢 难道丧尸已经聪明到这样的地步了吗 燕云寒心里害怕了 这次任务对他和琳达来说 绝对是一种完成不了的任务 琳达的表情已经根本不能形容他内心的感觉 他看着对方的身影 小声自言自语道 难道他不害怕吗 他为什么要对那个很冷漠的女子那么好 为什么去复出 对方却根本不在乎他 唉 真为他被挨 不过那个女子 他确实是极骗 那些丧尸开始愤怒地嗷嗷直叫 爬起来 直接向燕云寒冲来 不过 这个时候白光一闪 那些丧尸的速度突然提高一踏截 这个时候 燕云寒全身冷汗直冒 难道这次要留在这里了 虽然燕云寒自己也有了觉悟 但人性还是怕死的 他的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 砰的一声响起 燕云寒在完全控制自己的神经 没有再有任何的颤抖 他大步大步地冲过去 不过还没有跑出三米 突然感觉到脚下给什么东西缠住 一下就摔倒在地上 看到一双双爪子快速地向自己伸过来 燕云寒马上转个身 用砍刀砍掉走向便宜的植物 应该说是野草 但却是很坚硬 一刀又一刀的 却没有砍断 燕云寒眼睁睁地 看着一双黑色的立爪抓向自己的头部 就在这时 砰砰砰声音响起 面前的丧尸一个接着一个的头部炸开 接着一个一个的倒下 燕云寒知道 琳德又救了自己一命 燕云寒的手枪也已经没有子弹了 只能将手枪插紧皮带 砍刀一次接着一次 砍掉地上的野草 好不容易斩断 就看到野草再次快速向他伸过来 燕云寒又一次表演 李达滚逃命的绝技 只滚出十多米才避开 他有些头晕目眩 虽然在琳德的掩护下 但是丧尸好像有什么高手指挥一样 虽然走得慢 但不少丧尸避过了子弹 还有些子弹也在空中 给了一种无形的阻止 慢慢掉下来 有的子弹好像突然停止 直接掉落下来 林达大声喊道 燕云寒 自己小心点 不要装子弹 你坚持不了就大声叫我 知道吗 燕云寒刚刚准备回答的时候 突然他的直觉告诉他 顿时左肩头传来巨大的冲击力 好像给汽车撞倒了一般 在空中飞出了一大段的距离 要在地上滚出三米远 还好掉落在田地里 田地里都是松软的泥土 不然伤势一定很严重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 为您播讲 第五百三十七集 就在这里 燕云寒内心的怒火和焦急 担心 各种感觉涌现在一起 好像是什么东西爆发 好像是燃烧生命一般 全身好像在充电 他的左肩 好像给什么东西滋润一样 感觉慢慢恢复了 头脑也清晰起来 燕云寒突然怒吼一声 丧尸好像疯狂一般 全部向燕云寒冲来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吸引他们 速度是刚刚的两倍 而且身边的植物 也疯狂地摇摆起来 空气好像凝重了许多 燕云寒这个时候想到 自己就算死 也要尽量地 减轻Linda的压力 燕云寒右手的砍刀 是越捂越紧 就在他冲出的瞬间 突然那种爆发的能量消失 现在他已经没有什么顾忌了 虽然没有办法 跟杨小兰再在一起 但是 其实也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 妈的 来吧 就在这一时 Linda救命的枪声响起 碰碰碰 燕云寒看到 眼前的丧尸 一个接一个地倒下 而且自己也是冲到他们面前 迅速地挥出自己的第一刀 不知道是运气好 还是自己的力量太大 一下子就结束一个丧尸 不过 旁边的丧尸也不是吃素的 一爪接着一爪 虽然速度不快 但丧尸太多 而且好像是设计好的 一击接着一击 根本就不给燕云寒 任何机会还击 因此 他也只能勉强地抵抗 狼狈地躲避 Linda这个时候 边开枪边叫道 你快回来 你快回来呀 就在这时 燕云寒感觉自己背部 又给丧尸袭击 这个时候巨大的痛苦感觉 让燕云寒紧紧地咬着牙齿 身体里的血液 一次又一次冲击 终于忍受不住 一口血吐了出来 Linda忍不住眼泪了 这个时候 他也激动了极泪 燕云寒 你回来呀 快回来 燕云寒听到叫喊声 也知道 Linda在担心自己 但他好像已经没有力量 就在这时 体内那种感觉 又开始爆发了 燕云寒好像感觉到家人的召唤 Linda也在召唤 燕云寒快速地冲出包围圈子 向自己 向Linda来另一边冲去 并大声安慰道 Linda 加油啊 不要哭了 怪物太多了 加油 丧尸速度突然又爆发了 燕云寒的身影却突然停顿了一下 他的背后又受到丧尸的击打 自己又飞出去 这次好在爆发的感觉还没有消失 他马上连滚带爬 在地上滚了几圈 刚刚准备爬起来 好像牵动背部的伤口 剧痛的感觉 一次次冲击燕云寒的神经 他一下就傻傻停在那里 燕云寒的伤势 已经像全身都蔓延 他的父亲爷爷 依然在进化的个程之中 一声声的吼叫传嘞 清晰而疯狂 燕云寒的母亲和奶奶 在旁边大哭着 而杨小兰只是默默地看着那一切 握紧了拳头 却无能为力 远处 琳德的嘴巴 在不断地一张一合着 眼泪就犹如瀑布一样 燕云寒迷迷糊糊 看到最后一个景象 手不断地伸向自己的家 好像去抓点什么 嘴巴不断地颤抖 想要说点遗言 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房间里 燕云寒的父亲激动地说道 你们不要哭了 我想我儿子不会这样死的 你们要哭也回家后再哭 你们现在还没有进化 要是再出什么危险 到时候你们要我怎么向他交代 进屋吧 爸 您把寒儿抱进去 我去收集脑盒 燕云寒的父亲 看到外面的战场 脸上的泪水也忍不住了 在这样的乱世 竟然让自己的孩子来守护自己 还要承担这样的痛苦 这样的压力 眼泪慢慢地流下 慢慢地拨出脑盒 走出去 看到孩子在田地里 刚刚给丧尸虐待的痕迹 看到田地里的那些孩子 被撞击后一下的痕迹 燕夫愤怒了 他猛地拍出一掌 地上顿时一阵 接着出现了一个两米的小坑 燕夫看着这个两米的圆形小坑 他知道 这个以后就是他在这个乱世 可以运用的力量 他在心里默默发誓 以后一定要好好守护这个家 用最大的能力去保护自己的孩子 自己的父母 仔细寻找脑盒 然后将这些东西小心地装在包里 小兰拎的两个人默默地站在旁边 此刻 燕云寒身上已经成为一种 墨黑色的毒物包围着 就好像掉进了墨黑色的泥巴之中一般 燕夫进来之后 默默地走到燕云寒的旁边 看着自己的孩子 小声对他说道 寒儿 坚持 知道吗 说完 燕夫接着道 阿隽 妈 你们出去做饭 林丹你就在沙发上 好好休息 也许晚上还有什么危险 还需要你的准确呛法 燕母这个时候 却愤怒地吼叫道 吃吃吃 你这个时候还要吃 你还有心情吃东西吗 看看你的儿子还躺在床上 赏识这么严重 你还有心情吃 你竟然说得出口 燕夫本来想解释一下 但是他的父亲却发活了 够了 不要在这里闹了 你们在这儿能有什么用 是能医疗还是能够有什么用 就知道在这儿哭 我站着这里不哭也不闹 就看着海儿 不行吗 燕母不愤道 燕夫却沉声说道 酷了 你在这里闹什么呀 你难道还没有吸取教训吗 你这么大的人了 难道还不了解现在的形势吗 你自己好好想想 不吃饭都等死 眼见两人都惭愧地低着头 没有反驳 再看看床上的儿子 燕夫心中也不是滋味 他当即又劝说道 你们哪 我知道你们关系孩子 但你们也要为自己想想 现在空气中的病毒都在进化 你们的身体也不怎么好 虽然有了免疫力 但你们要不按时进食 到时免疫力下降 到时候变成丧尸 到时候你要我怎么面对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好了 问我妈妈和奶奶在哪 你要我到时怎么回答 你告诉我 要我怎么回答 燕云涵的爷爷跟着说道 好了 你们去做饭吧 好好照顾小兰和令的 他们才是我家的希望 我不希望我们家短后 知道吗 我们可以死 但一定要好好照顾他们 我们老了 也要死得值得 也可以牺牲 把孩子照顾好 这才是显示我们价值的时候 你们明白吗 林德是惊讶 还是无奈 谁也不知道 而杨小兰原本想解释 但是看了看床上的烟云寒 却沉默着没有说话 确实 在这个家里 他基本上如同 曾经在张无峰的家中一般 被呵护着 只是这种被呵护 让他感觉 有回忆的感慨 才舍不得离开 但是如今 他知道 他确实又伤害了别人 既然知道无法选择 那为什么还要给他们带来负担呢 严云寒的母亲和奶奶 没有再说什么 默默地走出去 现在一定要好好守护 这两个媳妇的身体 一定不能让他们因为体力虚弱 而感染病毒 引起变异 琳达默默地接受了 或者说 同样不想解释 而是在沙发上躺了下来 闻到沙发上 燕云寒留下的淡淡男人气息 琳达感觉 自己的脸都开始热起来 难道自己真的喜欢上他了吗 睡吧 这个时代需要想这么多吗 喜欢也好 不喜欢也好 好好休息 等下好好保护他就可以了 末日的爱情都只是一个笑话 严云寒的爷爷和父亲 相互交换了一个眼神 随后便在严云寒的身边 开始修炼起来 力量才是最重要的 不然到时候家人进化后 用什么去守护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其实燕云寒的家里人都不知道 燕云寒身上的是病毒 是从身体里排泄出来的 还有些是燕云寒身体里 以前残留的杂物 能量在这层壳里面运行 要是家里人看到就不会担心了 以燕云寒的伤势 根本就不能再存活在这个世界上 就因为这次的伤势严重 正常情况下 燕云寒以后再也不能 很长一段时间爆发自己的能量 更不用说掌握这能量 虽然他们抵抗病毒 只能等待他们慢慢恢复 燕云寒才能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吃饭 睡觉 时间流逝 空气中的压力越来越大 一天 两天 燕云寒的父亲和爷爷 好像已经感觉到 自己的妻子和Linda小兰的身体 有了一点点的变化 使空气里的病毒增强了 他们好像开始有一点点的不适应 燕云寒的爷爷和父亲 开始担心其类 燕云沉思着 随即 紧张地说道 爸 你感觉到了吗 他们身体好像已经不能适用空气里的病毒强度了 开始微微的不是了 我们是不是先让那个外国Linda小兰先使用脑盒 我们休息一天 那个时候再让母亲和阿娟使用脑盒 你看这样行吗 嗯 我也是这样想的 毕竟人类需要的是年轻人 这样才能保证人类继续存活在这个世界上 而且这样也好延续我们家的血缘 但我怕母亲和阿娟出现什么危险 到时候怎么办 如果到时候出现什么异常的情况 马上给他们使用脑盒 哪怕到时候我和你出什么危险 危险我倒是不怕 我就怕妈和阿娟想不开呀 嗨 这个是没办法的 我想儿媳妇和你母亲会同意的 好吧 今天就让Linda和小兰使用脑盒 如果他们的身体被强化了 到时候妈和阿娟再使用脑盒 Linda的强法强化后 我想到时候我们的危险相对会小得多 燕母和奶奶还有Linda小兰了解情况后 Linda微微沉思 随即惭愧地说道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我这样叫你们希望你们能同意 虽然我和燕云寒没有结婚 但希望你们能够接受我这个孙媳妇 如果这次先让我和小兰使用脑盒 如果燕云寒以后知道了 她一定会生气 她最不喜欢别人不孝顺 到时候一定会和我闹分手的 而且妈妈和奶奶的身体也没有我的身体好 我和小兰还能抵抗一段时间 所以还是让奶奶和妈妈使用 众人听完眼睛都红了 有这样的孙媳妇还需要奢求什么呢 杨巧兰点了点头 爷慢慢说道 嗯 让长辈使用吧 毕竟我的身体其实还是很好的 这些病毒我扛得了 你们放心吧 当阿姨和奶奶进化后 我们再进化 这样叔叔爷爷的压力也会小很多 这样危险也会小很多 你们的心意 我和奶奶都能了解 不过希望这次 你们先使用脑盒 你们要是有什么闪失 我们良心上也过不去 知道吗 你们才是希望 燕母边说 边把这两个女孩子抱在怀里 燕云涵的奶奶也慢慢说道 好了 你们还小 知道吗 我老了 我就算进化后 也不知还能生活多久 所以你们听点话 好好生活吧 帮我照顾这个孙子 你们和寒儿都很年轻 你们可以延续人类 小的来说 对我们家来说 你们可以为我们延续我们家的血脉 说着说着 奶奶竟然抱着琳德 哭起来 还小声地说道 我这辈子看不到孙子了 但我希望你能为我们家留下血脉 你了解我这个老人的心愿吗 琳德也开始哭了 感觉到奶奶这辈子的心愿完成不了 很不开心地说道 奶奶 你放心 我一定会和燕云涵走下去 我们会让您看到曾孙子的 我会的 等燕云涵好起来 我们就开始加油 让您看到您的曾孙子 琳德说着 燕云涵家的人都笑了 笑得很灿烂 毕竟外国人都是这样的 为了自己的孩子在奋斗 为了身体的血脉在奋斗 杨小兰微微沉吟 说道 婆婆 阿姨 你们使用脑盒吧 我也求求你们了 难道你们希望燕云涵受伤 却看到了这个完整的家 以她的性格 她会是多么的伤心 我怕 她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她接受不了的话 一切都没有意义了 好吧 不过你们要是不舒服 你们一定要说 如果汉儿醒来 要是你们中间任何一个消失 到时候她一定接受不了 我们也不好交代 所以你们有任何的不舒服 一定要使用脑盒 这些脑盒就放在电脑的抽屉里 燕云涵的奶奶点了点头 慢慢说道 这些东西分量够 但是一旦数量毕竟有限 二来身体不行的话 进化也有一定失败的几率 所以除非不得已 都不愿意去碰这脑盒 而且 这东西的确看起来有些恶心 这个时候 燕夫慢慢地说道 琳达 你在这儿照顾汉儿 我怕汉儿出现什么情况 到时候就看你来保护他们了 为什么 难道你要杀死你自己的儿子 为什么 燕母一听这话 顿时暴跳如雷 当即大嚎大叫地说道 燕云涵的奶奶听到这话 顿时流着眼泪 傻傻地坐在那儿 而燕云涵的爷爷 眼圈也红了 燕夫的泪水竟然流出来 任着母亲在身上四大 很愤怒地说道 你要我怎么办 难道儿子变成丧尸后 杀掉自己的母亲 杀掉自己的嫁人 就算儿子死了变成鬼 我也不会原谅自己 所以杀掉她是没办法的办法 燕夫扶着燕母 一家人慢慢走进活动室 燕夫慢慢地说道 好了 你们不要再哭了 我现在也要相信 要相信自己的孩子 她一定会度过这次难关的 燕云涵的爷爷 拍了拍怀里的老妇人 安慰道 所以你们要努力地去适应这个世界上的生存的能力 以后我们就能用能力去守护自己的孙子 这样孩子他就不会这样辛苦 也不会造成危险了 文言一家人的眼光里透露出无比的坚强 燕云涵的母亲和奶奶拿起两个晶莹剔头的脑盒 此刻再没有任何的语言 拿出针 对着其中一处光点猛地刺了进去 随后抽出针 两人仰头喝了几里 燕云涵的父亲拿上燕云涵的砍刀 还有一把杀猪的刀 燕云涵的爷爷拿出另外的两把刀 又迅速拿了一些铁片放在身上 就这样一起走了出去 半个小时不到 外面就出现很多很多的丧尸 这次的才是真正是丧尸爆发了 最少也有一百多只丧尸 看到这里的情况 窗户处的杨小兰 脸色终于变得悲伤了起来 不是她因为怕死 也不是因为这个情况让她觉得怎么样 而是她没有能力报答这个苦难的家 正当她焦急的时候 突然远处走来一个她十分熟悉的身影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为您播讲 第五百三十八集 看到这里的情况 窗户处的杨小兰 脸色终于变得悲伤了起来 她不是因为怕死 也不是因为这个情况让她觉得怎么样 而是她没有能力报答这个苦难的家 正当她很焦急的时候 远处突然走来一个她十分熟悉的身影 看到那个身影 突然间 杨小兰所有的担忧和恐惧都没有了 突然间 心中一阵暖流升起 一种莫名的滋味 迅速地流转身体的四肢百害 这 这是真正的安全 和温暖的感觉吗 可惜时不待我 可惜当初的我 如此愚昧 可惜 已失足成千古恨 以她的性格 这一生 也再没有真正原谅 我的机会了 杨小兰说着 心中有些难以严肃的忧伤 严云寒家人的情况 她已经完全不用担心了 也不用再受到零星的谴责 因为张无峰一来的话 严云寒的全部家人都会有救了 这没有任何解释和原因 就因为 那心中有存的一份智力的信任 这一份信任没有编辑 原本一大群的丧尸 刺客如同被砍瓜切菜一般 全部放倒 而那个男人 唯无冷静的 如一尊战神 就算是拎的 也将一双美目 完全落在了那个人的身上 只是武器尚且也如此厉害 而枪法更是精妙惊人 因为当其中两个丧尸 已经懂得迅速逃跑的时候 张无峰大手一挥 一柄落在地上的手枪 顿时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然后 随手连续两枪 那只丧尸就完全地跑着开了头颅 完全地死绝了 无论是身手和枪法 这样的强大 总是让人敬畏的 杨小兰 怎么又见面了 张无峰老远地看着杨小兰 随即微微一笑 她的身后不远处 宁心而默默地跟着 但是此刻她没有说话 因为她看出了 对面那个叫杨小兰的女子 身态间的憔悴和难过 以及见到张无峰之后 片刻的惊喜和无奈 作为一个女人 敏感的女人 很多时候 她都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该做些什么 该怎么去面对 一些难以想象的事情 而在这个情况下 她面对杨小兰的时候 她需要做的 就是努力地 去保持沉默和冷静 然后以一个被救人的身份 去面对这个人 因为她不想给张无峰 带来任何的麻烦和不悦 至于说地位 虽然说在这个时代 女人并没有地位 但是并不是说 在某些人心中没有地位 在一个强者心中 有地位的女人 那就是有地位的人 而不是和一些 靠出卖自己女人的一般 所以宁心而明白 因此她只是孤孤单单地 落后在张无峰的身后 什么都没说 也什么也不去说 至于说那些丧尸 现在那些东西 暂时也已经不是她的对手了 飞檐走壁什么的 现在对她而言 已经不再那么困难了 我 我还好 杨小兰哭了 泪水哗啦啦地流淌着 随即打湿了身上衣服的两侧 许久不见 这个女人又恢复到了当初那可怜的 不到八十斤的体重 一个胖女人 突然间又能瘦成这样 这不是吃得苦 也不是下狠心减肥 而是她心中惆怅百洁 直接造成这样的结果 人有时候犯错了 就得承担自己错误之后的责任 张无峰见杨小兰这般 她已经没有心思去计较什么 她的心中 对于这件事的态度 已经完全漠然起来 再也不会挂记在心上 也因为这样 对于杨小兰和宁新儿 她没有任何异样的对待 如果说真有什么异常的话 那就是还念着原来的那一份情意 还当对方是曾经的朋友 仅此而已 这一段时间 加上末日的洗礼 中间交接李璇 丽莎林儿等变化 她心中的惆怅 已经完全消磨殆尽 便是那一份执着和高傲 也已经消散了 现在还剩下的 也只是对于过去的 一种缅怀和回忆 回忆 无论其刚苦还是患难 都会是美丽的 因为异苦思甜 因为怀念 曾经的点点滴滴 更加显得温胁和美好 也就在这一刻 张无峰极为思念起疏如来 说到底 她心中最爱的 现在也依然只有苏儒 而没有别人 而孙飞飞 只是一份责任 延伸出来的爱情 相对要淡薄几分 但对她说 张无峰只是心疼 这些辐射 无法自行散开 只能全部融入到生物体内 而融入体内之后 又具有传染性 而这些生物 在传染的时候 好的人会变成坏的人 而在这样病毒的情况下 生下来的孩子 则会渐渐适应 逐渐地成长 为特殊的人类 体内生来具有抗体 人类的繁衍 却会渐渐地断裂掉 死得越多 生得越少 但后来 当辐射改变了生殖基因的时候 下一代人 就可能没法再生孩子了 好在天丰酒的大量生产 总归是保护住了一些人 张无峰看着远处那户人家 家里的柜台上 摆放着的空的天丰酒瓶 也就明白 这一家人 没有被感染病毒的真正原因了 他一步步地走向这个院子 而在这个院子里 燕云涵的父亲和母亲 都前来迎接 这个时候他也明白了 原来杨小兰的男人 是一个这么强大的男子 张无峰的身后 宁心而默默地收集着脑盒 到此刻为止 基本上所有丧尸 都已经出现了脑盒 而那些脑盒 现在除了二届的脑盒之外 其余的对张无峰 也没什么用了 甚至说宁心而 他的成长也基本上快到极限了 突破了这个极限 使用二级脑盒才算有效 所以这些脑盒 其实也就算是鸡肋了 这位大哥 进来吧 大叔啊 不必客气 喊我小张便可以了 张无峰微微一笑 烟覆顿时有些唏嘘 小兰啊 这位 这位就是你的朋友吧 这次真的多亏他了 尽管心中有些不舍和不愿 但是看到张无峰的实力 烟覆也明白 这样的人 他如果和对方抢女人的话 实在是嫌命长了 叔叔 是的 他就是我的朋友 我们现在相遇了 以后就不会再麻烦你们了 不过在这之前 我们一定会保证你们的安全的 杨小兰知道 张无峰会这么做 他现在已经完全了解张无峰 因此才这样说 哎 如果可以 小张啊 能不能救救我的儿子呀 烟覆满眼乞求地说道 说着就要下跪 张无峰一把拦住了他 当即微微笑道 叔叔 不必如此 我来这里 就感觉到了一些特殊情况 你儿子现在的情况 是象征着二截进化 哼 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 只是他现在受了伤 进化可能会出些问题 这样就会导致 变异成为变异人 或者是丧尸 不过 我这里有两颗二截的脑盒 这些东西 可以帮助他很快地恢复伤势 可以让他成功地进化 脑盒 二截脑盒 这 这太珍贵了 烟覆激动地无以复加 顿时 老泪纵横地说道 叔叔 不必如此 可怜天下父母心 你儿子的事情 我也有所了解 小兰在寨里 也亏了你们照顾和保护 好了 不多说了 先给你儿子治疗 张无风说着 手一挥 手中顿时出现了两枚 天色的 带着治疗效果的二截脑盒 这种脑盒服用之后 可以使得人本身 拥有很快的恢复能力 对于燕云寒 自然是极为有效的 不仅如此 这个脑盒 因为是二截的 对于近期二截 完全是没问题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燕云寒自身 其实并不弱 但是 它是自己进化的 有病毒的促进 信化并不全面 因此才显得虚弱 如果有脑盒 全面的能量洗滴一下 其实还会很快 强大起来 至于说脑盒的运用 倒是并不像是 老者们想象的那样 会变成丧尸 除非是身体条件 确实非常脆弱的人 一般情况下 都可以通过脑盒强化 而不至于变成丧尸 因为 空气中的病毒 日常的生活接触 都会是孱弱的人 感染丧尸病毒 但是身体强横的 就算是真正 被伤口性的感染了 其实也不至于 一下子变成丧尸 这就是自身的 毅力 抵抗力 和综合因素 相关的事情 随手两根烟针 刺破脑盒 将精华液流出 然后喂到 燕云寒的口中 接着 张无风难得的 施展了一套 画脱五星铮针灸 这样一来 燕云寒身上的黑气 迅速的凝聚起来 然后从他身上脱落 就像干枯的泥巴一样 干枯得很快 掉落得很快 而泥巴一般的 脏东西掉落之后 燕云寒 顿时显得英俊 潇洒 眉清目秀起来 这个情况 倒是看得众人 唯唯一喜 随即 那琳达 顿时极为惊喜了起来 就想去抱着 张无风感激一下 却是被张无风 一道内劲挡住了 顿时 琳达对于张无风的能力 也极为震惊 开口闭口 知乎奥特曼 对于这些 张无风也不予理会 最后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 燕云寒就清醒过来 然后在琳达的口中 得知了具体情况后 燕云寒对张无风 已经十分的感激了 不过在随后 知道张无风 乃是抛弃杨小兰的人之后 燕云寒变得十分的不满 因为这件事 他一直耿耿于怀 他觉得 绝对是良心被狗吃了的人 才会抛弃这样的好女人 而这个男人 竟然就是那个抛弃杨小兰的人 所以 沉吟之后 他支开了家里人 然后在房间里 面对着张无风 想狠狠训斥他一顿 燕云寒是个军人出身的人 所以他没什么歪心思 有的只是直肠子 虽说 在说捕杀丧尸的时候 曾经算起过别人 那也是逼不得已之法 此刻 特别是见到张无风身后的宁心儿 他更是肯定了张无风喜心厌旧的仇恶个性 因此关好门之后 他已经准备开始质问张无风了 你只想问 我为何抛弃他 张无风对于这个满身血性的人 还是有这几分好感的 因此并没有什么沉默 而是开口说道 对 如果你不给一个好的理由 那么 你就我的这份情意 我是不会接受的 因为我接受的话 我就对不起杨小兰 哼 其实关系不大 我想 曾经你也应该有喜欢的女人吧 打个比方 比父亲病重了 需要几十万治疗 而你手中只有几万 你的妻子要生孩子 毕竟生孩子有宫内打猪血的可能性 那么 你是准备怎么做 我 燕云寒突然间哑口无言了 因为他突然明白 这其中牵扯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是一个不孝顺的儿子 因为在那个时候 我选择不了给父亲治病 而是为了他和孩子 可是当父亲生死 当金金花光的时候 他告诉我 他爱上了别人 并且为了别人将孩子打掉 你不知道 孩子就是我父亲的遗愿 是他一辈子的寄托 我无法想象 一个女人究竟要什么地步 才会这样狠心 现在 对于这些事情 我看得很淡了 当初穷苦 遭康之期 已经不是遭康之期了 所谓爱情 真正的爱情 就是像你这样 可以和我这样的人叫板 而没有半分的句子 你心中明白 我杀你如同年死一只蚂蚁 但是你还是来质问我了 这就是付出 当初我的付出 不说多么伟大 但是 当我为了他 失去资源和荣耀 付出一切的时候 我也未曾后悔过 但是 其实我原本 无需跟你解释什么 任何事情都有原因 但是 我不喜欢 我救活的人 成为我的累赘 你是一个男人 但是 你更是一个儿子 你父亲母亲爷爷奶奶 为了你流了太多的泪 你若为了感情放弃这些 你将来便是死 也不明目 张无风淡淡地述说着 而燕云寒 突然惭愧地低下了头 他眼前的这个男人 冷酷而坚毅 那兵王一般的气质和态度 让他绝对相信 这样的男人 不至于撒谎 联想到之前 杨小兰脸色 不时赏过的愧疚 突然间 燕云寒明白了 但是这 却无法阻止 他深爱杨小兰 每个人都会犯错 有时候一个错误 回过了就没有了 一切可以重新开始的 重新开始吗 没可能的 你还不懂 还太年轻 好了 不说这些了 记得好好生活下去 那五十多个脑盒 你们全部翻着吃了 然后就有实力 面对那些丧尸了 我保护得了你们一时 却无法保护你们一辈子 张无风平静地说道 燕云寒嘴唇动了动 最终点了点头 也不再多说什么 他知道 他说什么 其实也已经没有意义了 这样的人 跟他解释这些 除非是看在他父亲母亲 爷爷奶奶为他流泪的份上 除此之外 也许也有 杨小兰的一份恩情在内 其他的没有了 趁因为是这样 他只是叹息一声 便不再多说 其实就像是张无风所说的那样 再说 也没有任何的意思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深深地看了张无风一眼 随后 他深深地拘了一躬 说道 张大哥 谢谢你 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也谢谢你的解释 燕云寒十分认真地说道 没事 其实有些事情 确实需要解释 而有些事情 也的确不需要解释 不是事情的不同 而是解释的对象不同 你是一个合格的军人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军人 在这个时候 都可以保持这样的心态 一个人 爱自己父母和家人 才能去爱国家 只有这样的人 在面对军队病令的时候 才会毫不犹豫地去执行 这也算是我对你的精神的一种尊重 当然 无论怎么说 曾经的杨小兰 也和我有个很好的回忆 那么你救了他 也算是我的恩人 尽管来说 我对于他已经没有当初的情感 但还依旧是朋友 张无风小着说道 其实解释 也只是为了让燕云寒放下 因为张无风明白 燕云寒就算是投入再多 杨小兰也不会接受 就像是杨小兰了解他一样 他又何尝不了解杨小兰 张无风拍了拍他的肩膀 随后走出了房间 房间外 宁昕儿和杨小兰 琳达 都在十分关注两人的对话 虽然两人声音不大 他们固然已经成为强者 却无法真正听到两人在说什么 但是女人的好奇心和八卦之心 向来不会缺乏 即便是宁昕儿 也希望对张无风多一些的了解 你们怎么了 琳达对于张无风可是没有什么忌讳的 而且燕云寒看了他的身体 他尽管是个外国人 但是毕竟身受中国传统的影响 有些从一而终的想法 可谓是无心插柳 柳承音呢 听到琳达的询问 张无风扫了他一眼 随口说道 也就是说些曾经的往事 和他聊聊天 然后告诉他脑盒的使用方法 其实并没有那么多顾虑 原来是试这些吗 但是这些 有必要这么偷偷摸摸吗 琳达 你了解那么多干什么呀 有这个心情 不如好好地体会一下 替内的能量运转呢 张大哥可以护得了我们一时 但也不可能护得了我们一辈子 这个世界都这样了 我们只能靠我们自己 燕云寒当下答叉地说道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 为您播讲 第五百三十九集 而杨小兰一听这话 顿时心中已经明白 她的脸色 微微苍白了几分 显然 她也明白 燕云寒会为了她 找张无风算账 但是在看到她 出来之后的沉默 杨小兰就知道 张无风肯定说了一些话 这些 杨小兰也没有生气 她知道 张无风 声性不喜撒谎 而且就算是说了 她也不觉得丢人 只是每每 每每想起曾经的错事 都是让她异常的难受 有时候 悔过痛苦 也是一种痛苦 因为这根本就是一种新的折磨 这种折磨 让人混沌神伤 张无风越是优秀 越是强大 越是出色 她就越是觉得苦涩 觉得悲剧 觉得难受 这不是她不希望张无风出人头地 而是她会觉得 她真是脑袋被驴踢了 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当一个男人 为了自己连罪言什么的都不要的时候 连她最在意的亲情 甚至都可以退让的时候 她依然不满足 这就是所谓的爱情 杨小兰想着 自己也觉得难受 在她看来 就算是爱一个人 如同在爱人 和她弟弟之间的抉择中来衡量 她也会犹豫很久 最终抛弃爱人 而选择她的亲人 也就是说 到现在 她的爱情 依然是痛苦 浅显的 只是 心中的痛 总是没有地方溢出 那是一种无止境的空虚和寂寞 杨小兰之所以希望张无峰落魄一点 就是希望 在世界所有人抛弃她的时候 自己依然可以站在她的身边 守护着她 慢慢地去感化她 但是无论是什么时候 除了她站在自己身边保护自己 守护自己 自己又真的能做些什么呢 想当初 结婚后 两人就是一场 很普通的夫妻之间的男欢女爱 她都会 以用相当来要求 需要对方满足她的很多条件 她才同意张开她的双腿 迎接她的到来 很多时候 她也会有些不愤和生气 但是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原谅她 而且还以为她很矜持 现在想想 杨小兰也不由得笑了 矜持 矜持 可笑的矜持 是真正的矜持吗 如果 一个女人甚至连爱情等等 都愿意拿出来要挟 一个妻子连最起码的男欢女爱 她不愿意给丈夫 那么 那么 那么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是一个男人 或许都拿着钱出去鬼混了 但是 张无风一直都没有 一直在忍让 一直在避退 一直在哄着她 爱着她 一直努力地包容着她 一直到任性的她 终于触碰到了她的逆鳞 于是 对方真正地爆发了 这是气的 这要生气到什么程度 才会这样狠心地爆发呢 但是 这又要狠心到什么程度 才会舍得下杀手 杀死自己的孩子呢 想到那个离开是孩子 杨小兰又叹了口气 人生茫茫 望尽天涯路 很多事情 做错了事 那么就真正地错了 还有什么挽回吗 没有了 真正地没有了 如果 如果 如果可以重生 这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希望 来生 来生的时候 可以有一份天长地久的爱情 杨小兰突然间想通了 她注定 已经付不出 可以感受对方的爱情 也注定付不出 可以为对方 牺牺牲一切的爱情 而且 她已经不再纯洁 这对于一个这方面 很是反感的男人而言 她没有任何希望 这个世界 确实并非只有张无风 一个男人 但是 她爱的 却只有这一个 就算是全世界的男人 都为她而疯狂 她也只会为这一个 去付出 去心痛 这些想法 仅仅只是一瞬 她抬起头 看见张无风温和的目光的时候 微微一致 微微失落 那 仅仅是一个 面对朋友的目光了 遗憾 解脱 狗活到现在 其实不就是为了 再看她一眼吗 既然如此 那就放手吧 无风 今晚没有月亮 我们可以一起去走走吗 杨小兰看了看张无风 突然说话了 其实她知道 这只是一种奢望 但是她依然说了 出来 出去走走 现在外面的环境 真的很糟糕 不过你若愿意 我就陪你出去走走 张无风点了点头 说道 杨小兰默默地点头 她强颜欢笑一声 泪水 随着眼眸闭上而滑落 两人在众人有些诧异 和若有所思的目光之中 走出了门 户外 天空是一片灰蒙蒙的 有些黑暗 天空早已不再有星光闪烁 远处 一片黑压压的山巒 看起来就像是 责人而逝的鬼魂 而近处 山间小路 崎岖山岛 看起来也有些临寻奇异 无风想听歌吗 杨小兰平静地问道 你喜欢唱叶子还是什么呢 叶子没意思了 阿桑死了 该死的人没死 还够活着 而不该死的人却死了 杨小兰若有所思 看着这个灰蒙蒙的世界 她的双眼越变得灰蒙蒙了 其实你选择爱情没有错 只是我对于退于自己的女人 和自己的兄弟好上的背叛 无法接受 因为爱之深所以恨之切 但是我希望你能幸福 张无风沉吟说道 这一刻她语气里 竟有无止境的沧桑 曾经的爱人 即便是背叛 即便是手段激烈了 但是到现在 对方的弟弟为了自己 已经生死 这道坎能解开吗 张无风依然无法接受 对于这种背叛 她不可能 绝不可能接受 我明白 因为我了解你 是我自己把事情做得太过分了 不说这些扫兴的了 我唱一首姜美琪的歌给你听吧 能再没有遗憾 我知道你 在拒纳你 但是我不确说什么 这是我自己想到自己的结局 我的家人都安排好了 当苏如也离开的时候 我知道 我已经很多余了 有这样的结局 我已经很满意了 张无风看着杨小兰 她已经心里憔悴 所谓忧劳伤心 相思伤神 此刻杨小兰已经混沌神伤 确实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 这种精神上的创伤 已经不仅仅是脑核 可以救治得了的 如果她奋发向上 积极面对 配合脑核 还有张无风的话图五星针 她自然还有活命的机会 但是她一心求死 张无风也再没有治疗她的把握 歌声唱完了 却飘出了很远 这是一首简单的歌 却死唱出了生命般 张无风在她的身边 可是已经不在她身边了 因为张无风的心 已经再也不可能留在她的身边了 今天很开心 也很幸福 认识你是我今生最大的幸福 无风 即使从头到尾 我都一直很爱你 但是 我已经等不到你爱我了 如果有下辈子 那么 我会把我的情节送给你 为你 去付出我所有的一切 你不需要有任何的负担 因为只有你真正开心快乐地活着 我 苏如 以及菲菲 还有小斌他们 才会含笑九泉 无风 杨小兰说着 她的脸色已经迅速开始变得苍白 随后 她有些淡薄的身体 突然间就倒下来 张无风伸手 将她泡入怀中 这个此刻看起来憔悴之急的女子 却已经死了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她脸上还带着笑容 平静 安详 张无风这个时候才真正地发现 原来她能活着 已经是凭借着一口执念而已 辐射以及病毒的冲击 早已破坏了她大部分的生机 但是她自己修炼的秘传真功 却完全欺骗了张无风的双眼 以为她只是劳心伤神 并不是特别严重 默默地抱着这个女人 特别是她的那一句话 张无风 其实我一直很爱你 但是我已经等不到你再爱上我了 如果有下辈子 我会把我的情节送给你 为你种下 然后为你去付出我所有的一切 这句话就像是一记天雷 狠狠地震撼了张无风 突然间张无风想到了夏小妍 一个强大文明来历的女子 为何突然间要到地球来巡逻呢 还要到地球上来播撒情节 而偏偏这个情种 还能住在她的身上 突然间张无风明白到 也许夏小妍 还没有能觉醒某些记忆 因此她才对张无风 表现出某些憎恨 但是当杨小兰死了 夏小妍来到这个世上 才能真正体现出一些东西来 比如说传承 之所以这样想 那是因为在张无风的天空之城之中 其实有着类似的情景 但情节内容和这些 也有一定的差别 因为夏小妍的前世 是背叛李璇的存在 随后夏小妍的前世甚死 后一世的夏小妍 才觉醒了情感记忆 然后为李璇生死付出很多 最终于清明坟墓前 两人相对最终错过 那么 夏小妍如果是杨小兰的来世 那么丽莎玲儿会是谁呢 会不会是 不 苏如和飞飞肯定不会出事 张无风这个时候 突然有些不平静起来 因为突然间 通过黑匣子 未来电影 以及自己的小说天空之城 她突然发现了 很多以前根本没有去想过的东西 假设 夏小妍是杨小兰的来世这个城里 那么黄依依和孙飞飞有没有关系呢 如果一个因为犯错 而导致爱情连接的人走到一起 痛苦了双方 那么作为一个聪明的女人 该如何选择 那么她一定会想方设法的 让对方去讨厌自己 随后形成了结 黄依依只有死 孙飞飞才能活 因为如果这一世不死 那么下一世的话 就是不完整的 黄依依 孙飞飞 多么相似的名字呀 多么相似的智商 如此一来 苏如丽莎灵儿 答案忽直语出 那么 我张无峰自己 到底是来世的李璇 还是这一世的张无峰呢 我到底是死 还是不死 张无峰不知道 因为突然间的顿悟 让她明白了很多的东西 很多她简直无法想象的东西 圣归大帝这个电影 能在2014年播放 但是现在没有在拍 那么说明 这个东西是平行空间 或者是 这个时代的特殊存在 拍摄出来的 既然如此 写天空之城的人 很可能就是李璇自己 那么 我李璇 到底有什么关系 张无峰沉思了 杨小兰的一句话 突然点明了很多 这些 她都是没有来得及看到的 而杨小兰也没有看到的 但是 她突然间明白到 这些东西组合到一起 一切的梦幻 一切的经历 都得为了最完美的解释 孙飞飞 肚子里的孩子 之所以能如此强大 就是因为 黄一一本身非常强大 但是 孙飞飞不知道黄一一 而黄一一 却应然突破了命运的桎 知道了 知道了孙飞飞的存在 一切 这才圆满 处理了这些事 我也该离开了 那么 我终究是去该死 才会有李璇的出现吧 虽然如此 那么解决到 在这个世界上 最后的一些牵绊吧 张无缝心中沉吟着 看起天眼的事情 他已经放弃 也说不是是放弃 事实上 他也知道 无论是突破 或者是死 都是一种结果 那就是他将离开 然后他的下一世 李璇即将到来 以我的推测 应该是 带着记忆重生吧 张无缝心中思量着 没有多少距异 因为他本身具有 强大的推算能力 所以他现在 也完全可以 按照这种情况 推算他自己的未来 而这一次 没有动用任何东西 却推算得十分精准 一切都符合 也就是说 一切都是非常的正常 终于 终于揭开了 心中最大的谜团 一切都是因为 杨小兰的死亡 你去吧 现在夏小妍 也该真正地清醒了 她该来找我了 刚才我也感受到 空间之中 一种莫名的情节 苏醒的力量 情种 情种就是这样吗 张无缝苦笑了 抱着杨小兰 她此刻的身体很轻 轻得甚至 让张无缝觉得心疼 死的曾经深爱十年的女人 死了 一切背叛讽刺 恋爱 纠缠 寂寞 悲伤 痛苦 惆怅 难过 失望 以及接下来的绝望 都消失了 从今以后 天地之间 再没有杨小兰的存在 两颗眼泪 随风飘落 飘向很远的天空 天空间 一声紫色的惊雷闪过 接着 九道紫色天龙 飞腾而起 随后 引入天空之中 消散 灰茫茫的天空 消失了那些黑气 变得有些光彩起来 但是天地间的毒素 依然在蔓延 远处 田边 一张破报纸 被风吹起 在空中飞舞着 报纸上 是很久之前 天风集团董事长 张无峰 功成身退 并言语 希望大家都能喝上天风酒 那些主板头条的新闻 都可以媲美国家领导人 到去处某问采访去了 这是为什么 心这么失落呢 无言的结局 无言的伤痛 张无峰 张无峰深吸口气 眼中的泪水消失了 看着杨小兰 田径的笑容 她将她的身体 收到黑匣子空间之中 随后她转身 拿出身边的卫星电话 这个时候 卫星电话 还是可以接通的 当下 张无峰联系上了孙荣荣 孙荣荣等人接到电话之后 锁定了张无峰的位置 接着派出飞机前来 另外一方面 张无峰说了 宁心儿家人的位置 孙荣荣又派出了另一批 真正吸收脑盒 进化的 拥有内进的 武者特种战士 两个小时之后 宁心儿的父母 以及妹妹 安然无恙地 坐在了飞机之中 燕云寒一家 也都在进化之后 被带入了飞机之中 另一架飞机里 则只有张无峰 和孙荣荣和飞行员 姐夫 小兰姐真的 是啊 她走了 张无峰轻叹一声 从空间戒指之中 拿出了杨小兰的尸体 小兰姐 孙荣荣也哭了起来 其实同为女人 对于爱情同样执着 就像是她曾经 喜欢瞧不起农民 而被张无峰 狠狠踩一顿一样 做错事 是情有可原的 女人 总是会被天言蜜语 哄着被欺骗 而陷入爱情的女人 更是会糊涂地 赶出糊涂身 所以 孙荣荣出身彻地 想了想 也觉得很难过 这个黑匣子里面 有很多食物 你们留着吧 黑匣子本身牵扯太多 没法送给你们 我准备进入幽冥城了 张无峰突然说道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幽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 为您播讲 第五百四十集 他做的一切 其实就是为了找到 李璇的气韵 到头来 丽莎灵儿已经告诉过他 他的气韵就是他自己 但是 他却没有选择相信 只是一些想法 而事实上 他这才知道 原本只是一个来世 一个是金生 金生存在 来世必定不完整 而金生和来世的牵连 就是这个黑匣子 以及三个奶瓶 这套装备 这东西 到底是谁送来的呢 已经毋庸置疑 因为除了张轮回 又还有谁有这样的手段呢 张无峰真正地误了 姐夫 其实 你对于感情的执着 我们都明白 原本依你的能力 愿是三宫六院 都会有大把的女孩子 愿意的 但是 你自己却对自己 太苛刻了 什么是幸福 苏如姐 说得其实很对 在一起 快乐 开心 相互恩爱 就是幸福 没有其他 这并不限定是两个人 还是三个人 人是万物之灵 是天地间的主宰 人对于感情的感触 才能切合天地 苏如姐想得明白 所以她看得透 放开进化和升华的意义 这段时间 我想了很多 也想得透彻了 姐夫 就是荣荣我 也爱你 所以 无论你如何选择 将来 我们都会再次见面的 希望 那一日早日的到来 孙荣荣的话很真诚 真诚到 让张无峰沉没 你说得对 我也明白 但是这个身体 已经成为我自己的桎梏 好好照顾我爸妈 你们记住 当你们强达到 有一天突破 这个世界的束缚 你们就可以 真正地进入幽冥城了 幽冥城 是踏入宇宙的第一步 我会先一步 等着你们的 张无峰小来翔说道 嗯 姐夫 我都知道了 我们回家 回家 白云悠悠飘过 天空之中 没有一丝乌云 天很蓝 也很广阔 这个时候 一道流光 从天空飞射而下 没有能引起 任何人的注意 游明城 依然如同 往日一般平静安详 这是一个 被废弃 被奴役的 低阶文明 而在这个 被废弃的文明之中 生活底层的孤儿 李璇 也一直浑浑噩噩噩地生活着 没有理由 也没有原因 傻子 天还是 天还是那么蓝 天还是那么蓝 就算是 游明城这个 罪恶之城 这里也同样有 非常好的条件 这里的生活 并不困难 时而 还有政府的救济 但是 对于十六岁的 李璇来说 他浑浑噩噩噩地生活 在今天才是终点 李璇 李璇 我是李璇了 有心灾花花不发 无心茶柳柳成荫 呵呵 原来竟是如此 谁说没有前生来世 谁又说 人生没有轮回 当生命体强塌到 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会有轮回 当生命体的精神 强大到一定执念的时候 也会有轮回 而所谓的轮回 不是来到未来 而只是平行的伸展 我从那边死亡 来到这一边 也就是上一个时间段 和下一个时间段的区别 是上一秒和下一秒的区别 张无风心中茫然苦笑 接着 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 沾了几肋 这是一个全新的地方 全新的地域 自然 也有全新的制度 在境界上 分为出源界 闻心界 天脉界 原罪界 毁灭界 五大境界 而出源界 又有十界 很明显 这些境界 对张无风之前的 那些修炼境界 对于这些 张无风在仔细体会一下之后 心中便有所了解 而在这个世界 夏小妍想找到她 已经不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 张无风 读取着李璇心中的记忆 心中若有所思 这个傻子的智商等等都不低 只是因为有些莫名的残缺 才导致她很呆上 而当张无风的精神传递而来的时候 她也就完完全全地康复了 这就好像是准备好的一具身体 等待张无风来临一般 而开启之后 她就正式成为李璇了 李璇从废墟垃圾之中走了出来 然后默默地朝着政府发放 给她的补给救济房走去 这个小房间并没有多少人在意 也没有什么房租之类的说法 一切都是政府处理 不仅如此 每个月还有一定的出源币领取 但是这些之前李璇都没有领取 而都是她的同伴黎敏帮她领取的 那些钱一五一十的 都是为她购买了食物之类的东西 而这个黎敏是一个真正值得信赖的朋友 而且为了出人头地 她一直都在苦修 努力提升实力 希望进入出源兴学院修炼 她目前的实力却也只是一阶 实力相对而言比较低 李璇行中弄清楚这些东西之后 她先回家清洗了一下自己的身体 换了一套衣服 随后才看了开手指上那枚漆黑的匣子戒指 心中终于安定了几分 心思一动 李璇完全可以感受到自己实力存在 甚至连眉心都可以感觉到里面的空间 微微一惊 李璇心中有些震撼 难道之前这些毁灭境的修为都带来了吗 她仔细地感受了一下 却发现晶体精环全部融入到眉心之中 而眉心则像是开启了天眼一样 真正地睁开了第三只眼 这个时候突然间很多信息涌入她的脑海之中 让李璇的大脑都甚至晕厥了一下 许久当这些消息消失的时候 李璇顿时顿然了 原来因为仅仅只是吞噬复制优化 那些修炼起来的境界并不是特别完整 所以导致在后面无法进入升华之境 因此在这个世界啊 这些能量全部用来重塑身体和身体条件素质 这样的情况下 身体本身逐渐地蜕变了 同时强大的能量直接开启了第三只眼 真正地开启了天眼 这样一来 境界上落到了出圆境的三阶 但实力上绝对超过原本地球上的实力 当然这里的三阶是真正的境界 在这个星球上 三阶已经算是高手了 三阶的高手可以产生一定的变化 一定特殊的能力 一定的战斗手段 身体产生一定的变异 而李璇则感觉这些后 他感觉自己的变异就是天眼毁灭之光 开启天眼射出一道毁灭之光 杀伤力堪称恐怖 但是极巨大的消耗 也表示这东西并非长久使用的东西 只能作为致命一击的手段 其他方面的能力却暂时没有挖掘出来 不过张无峰的双腿双手 以及骨骼等等 却结结实实的变成了很多 就像是一层盔甲一般 没想到这个世界竟然是这般 好精彩的世界呀 确实让人很喜欢 心中融合了李璇傻子部分心态 李璇的心完全打开 再没有停留在思念苏儒的那种强烈的执念之中 而是如同一个真正苏醒了的少年一样 有了真正的活力 关闭了房门里的自动化洗浴设备 张无峰在房间的重力室开始修炼起来 他整体地体会了一下 这个世界的力量和境界系统之后 又完善地整理了一下 自己先前的那些攻击手段 总体地融合到一起 然后他才走了出来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肚子有些饿 下意识地李璇摸出了戒指里的丧尸脑盒 这里面一节和二节的脑盒 还有两百余眉 并不是很多 但是这些东西啊 此刻却变得非常珍贵 因为下一刻 李璇就想到了这些东西的强力效果 他眉头一皱却没有打算拿出去卖 而是直接流了下来 一阶的脑盒很明显可以直接使这里的人进阶的一阶 而二阶的脑盒很明显 也可以让二阶的人进阶到二阶 这个世界啊 直接就是以实力为尊 一切都靠实力说话 实力强就可以为所欲为 李璇微微迟疑 随即拿出一枚二阶的脑盒喝了下去 随后感觉到身体内庞胆的能量 顿时心中非常满意 身体顿时变得精神无比了起来 他便走到光脑之处看了看 这些东西确实是一些很特殊的东西 地球的科技是不可能发展到这个程度的 这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 重力是机器人光脑无法想象 连接到光脑 李璇才发现自己的精力精物 再次的在天眼空间内诞生了 而且还变得更加庞大 虽然说此刻的精体重新蜕变后 成为黑色的这种颜色 而黑色这种颜色 精体本身从来没有呈现过 不过随着李璇的精神触碰了一下精体之后 他发现 原来在黑色之后就是白色 而这种修炼才是全方位的正统修炼 在地球上因为环境的阻挠等等 修炼是不完全的 经过这种了解 李璇才恍然大悟 原来竟然是这样 连接上光脑之后 李璇对于这个东西里面的情况 有了一定的了解 这就是真正的智能电脑 里面有真正的虚拟现实游戏之类的东西 但是这些游戏可不是真正的游戏 而是对于自身的武器和实力的磨炼 这个世界就像是历史插道出来的一个世界一般 又像是地球很多年后的未来 不过在了解历史之后 李璇发现这个世界和地球没什么关系 不仅如此 反而是地球里面的很多古文明古武知识 都是从这个世界里流传出去的 比如说 在地球失效的一些特殊的古武方法 在这个世界却是真实存在的 科技和古武并存 这就是让李璇发现的信息的原因 在那个世界 它几乎无敌 没有对手 高处不胜寒 但是在这个世界 它还是底层 有了前景的方向 那么成为真正的强者 也就不是问题了 而那些虚拟现实的游戏 比之真实幻境还要强大 进入到了那个世界 就像是进入到了那种 那种境界一样 在光脑出源网里面 有着其他出源界 很多星球各种强者 都可以在光脑内部 以虚拟现实人物聚集在一起 全人战斗等等 所以 这导致了这个出源网里 有两款非常火爆的锻炼游戏 鼓舞江湖和机甲战火 鼓舞江湖是锻炼鼓舞的 每个人进入都是一身相同素质的身体 然后在里面自我锻炼 没有数据可言 但是可以肆无炼自身的武学等等 从而在里面击杀怪兽 野兽人物以及智能NPC 达到锻炼自己的效果 而这种锻炼 因为有辅助光脑 以及锁光点刺激全身 会使这种修炼 在现实也同样有效果 在鼓舞江湖里面拍卖的 武功秘笈之类的东西 现实也可以实现 因为这些东西是传承 但是 在鼓舞江湖里 想得到这些东西 无疑是非常困难的 这些东西都是通过光脑记录 传承 然后在江湖世界 设置一系列难度的任务 完成之后就可以取得 而因为数据形式 只能开启密集任务 而且智能系统专业NPC来教导 教导之后 数据书籍消失 而学到的东西 只是自己领悟到的东西 而不是真正完整的秘笈 秘笈当然是 全部深入的讲解 但是自己领悟到多少 那就是自己的事情了 这就好比 远给张军宝 郭湘等人 讲解九阳神功一般 经法是全面的 但是 个人学到的不同 却无法代表 秘笈真正的流传出去 虽然如此 但是那些任务得到的真正心房 还是有很大效果的 因此 很多人趋之若鹜 而这样的东西 在没有启动学习功能的时候 是可以卖钱的 可以说 这是一个集合锻炼修行娱乐 等等于一体的世界 精神虚拟实现展现出来的身体 身体虽然不属于自身 但是身体各个方面感知等等 都和现实一般无二 就算是男女双方在里面风流快活 在现实都会得到一般无二的体验 这就是智能的强大之处 所以 也有很多现实坚质的女子为了生活 在不在现实中当妓女 却在里面做了一些陪客 虽然这样同样会使得处女魔破裂 以及那个地方松弛 但是虚拟的世界 却可以避免心语之间的关联 一个地方却可以在另一个星域做这些 至少在身边的区域 却不丢人现眼 这些不仅仅是接触 李璇就完全了解这些知识 她顿时感到非常的惊讶 而与此同时 对于鼓舞和机甲 李璇心中也充满了期待 这显然是一个真正的 强大自己的大好机会 这个机会是极为难得的 李璇对于这些 反倒是有些期待 而没有太看重 但是她看重的则是 再次形成的精物 精物散发出来使用 就是精力 很显然 现在李璇的精力 是可以使用的 可以吞噬 可以复制 可以优化 而在地球上 李璇已经将其使用到 可以扩展性的 提取别人身上优点的程度 那么在这个世界上 这种能力 只能用一个词汇来形容 那就是妖孽 一个再强大的人 一个拥有再大战斗力的人 他的能力 都可以轻松地 被李璇复制出来 那么李璇 将会有多么强大的能力呢 而有鼓舞江湖这个平台 这一切都会变得 非常容易和简单 别人不会怀疑到 他复制的能力 只会认为 这个人是过目不忘的 恐怖天赋少年 这个过目不忘 也是属于一种 超级恐怖的天赋 只是在这个时代 却只会让人敬佩 不会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这个时代的人 智商普遍都高 而一些武痴 可以在比斗之中 记住别人的攻击方式 融合自身的武技之中 这样实力 就会变得更加强大 因此对这些的了解 李璇也是处之若态了 这使得他可以 随意地吞噬别人的特殊能力 而别人无所知 不过 这个情况的前提条件 就是李璇的精神 必非对对方强大 而李璇的精神的强弱 很明显 他曾经是达到 接触过近乎升华镜的强者 精神甚至能够 推演八阵图 由此可见 精神何其强大 正是如此 李璇对于这些东西 完全的不在乎了 这个时候 李璇没有进入光脑之中 而是直接退了出来 了解到这些后 他必须准备一些事情 而在这开始 李璇也必须先报答 黎民这个朋友 一直以来对自己的关怀 而报答的方式 就是不知不觉地用脑盒 让他突破 让他实现他自己的愿望 这种想法 这种想法是李璇作为傻子 就有些想到的 他其实也并不是真正傻子 只是有些弱智而已 不过 这些都已经是过去的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 为您播讲 第五百四十一集 退出光脑 李璇看了看这个家 就算是个救济的房子 这个房子的条件都极好 而且这还是在贫民窟 可以预见 其他的心欲和诚实 是多么的了得 走出家门 李璇焕然一心 双眼也有了神采 他微微迟疑 随即抄着当地的武馆走去 黎民就在那个武馆 黎民同样是一个贫民窟的少年 年方十七 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妹妹 名叫李婉儿 李婉儿天生经脉不适合修炼 因此注定只能当个普通人 平时都是黎民 要李婉儿顺便照顾李璇 但是这几天 黎民要进行武馆的考核 每天的训练量加大 李婉儿必须要到那边 去照顾哥哥几天 也就暂时没有照顾李璇了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李璇打算好好的帮李民一把 顺便看看 那个没办法修炼的可爱女孩 到底是怎么回事 黎民虽说是孤儿 但是因为当初抛弃他们 到这个罪恶之城的人 似乎有些来历 因此对待黎民 这边的政府还是比较照顾的 再加上在武馆的时候 黎民本身也有潜力 才十七岁 如今即将突破二阶 这就是真正的天分 李璇一路走着 不时遇见一些记忆之中 有印象的人 但是他并不认识这些人是谁 但是很显然 这些人都知道他是傻子 而他路过 那些人除了比较诧异地 看了他一眼 也没有多说 只是有少数的男女老少 会偶尔叹息 可惜了这良好的基因呢 在这个世界 有相貌等同于基因一说 虽说 说相貌可以后天修正 但是真正的自然美和修正美 对于这个世界的强者而言 可以轻松地看出来 因为李璇的相貌清秀俊义 所以如此一来 他身为弱智 才更让人感叹 对于这些 李璇也没在意 他没什么顾虑地来到了武馆 这个地方叫做文心城 武馆叫文心武馆 这个武馆并不会限制人进去 也没那么威严 但是一些没有实力的人 都有自知之明 不会进去 而李璇曾经被带进去过几次 因为他是傻子 别人也知道 倒是也没人去嘲笑 为难他 显示自己很了不起 所以这次来到的时候 守门的二阶强者 还朝着李璇微微一笑道 是来找黎民的吧 他在里面呢 正和他妹妹一起吃东西 你进去吧 李璇同样地回报一个微笑 然后点了点头 走了进去 黎民正和李婉儿一同吃着营养餐 李婉儿不时帮着哥哥揉捏一下胳膊 让他放轻松一下 哥哥 玄哥哥不知道会不会饿到 昨天都没人照顾他 哎 真让人担心呢 婉儿啊 你别担心 其实李璇这小子 虽然智商有些不好 但是他本能还是很强大的 如果等他康复了 他的天赋 绝非同小可 黎民认真地说道 提到这个兄弟 他又是叹息 又是无奈 所以 他拼搏的尽头 也更大了 是啊 可是他的情况 哥会努力的 等哥哥进入出元境 那边的世界 那么 哥哥就可以带你们 离开这个可恶的地方了 现在 首要是进入幽明城 有名的学院 黎民认真说道 哥哥 婉儿也会努力的 不能学武 不能修炼 但是婉儿会学习 更多丰富知识 学习自己的知识 到时候 或许可以为 治疗玄哥哥 尽一份力了 李婉儿也认真地说道 李婉儿每当想到李玄 都会很伤心难过 两人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可以说感情很好 只是李玄弱智 这就很悲哀了 而此刻 李玄在远处默默地看着 心中有种莫名地感动 很耿直淳术的兄弟 很可爱温柔的 青梅竹马的林家小妹 大哥 婉儿 我来了 李玄嬷嬷走了过来 随即轻声说道 这一句话说出 顿时 武馆内其他地方的武者 均瞪大了眼睛 似乎有些不可置信一般 你 香哥哥 你好了吗 黎民呆滞的时候 李婉儿激动了起来 忍不住 已经跑了过来 扑入李玄的怀中 轻轻搂着这个青涩的女孩 一时间 李玄就如同拥抱着整个天地 田净 自然 清纯 芳香 似乎初恋的美好 都在这一刻绽放 这是一个很美丽的过程 是一种很惬意的享受 这个过程和享受 让李玄有些迷醉 好了好了 浑浑噩噩噩那么多年 上屋倒在废墟之中的时候 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醒来之后 突然间觉得天地都变得清晰了 天变得蓝了 从来都没有这般的觉得 天地间 居然可以如此的清晰透彻 从来没有这般觉得 人的意识 可以这般惊醒 李玄温和地笑着说道 而这一刻 文言的众人 莫不热泪盈眶 好了 玄哥哥 你终于好了 李婉儿开心地哭了起来 这个女孩子没有心机 高兴就是高兴 难过就是难过 玄子 你好了 我这个当哥哥的 也就真的放心了 有信心修炼没 黎明拍了拍李玄的肩膀 意气风发地说道 当然有 李玄自信一笑 随即和黎明的手 紧紧地握在一起摇了摇 表示了一颗必胜的信念 玄子 你好了 我也再没有压力 这次一定一句爆发 我们一举前往幽明城 成为幽明学院的弟子 成为真正的强者 好 两人说着 自然更是意气风发 而武馆里的人都是附近的人 都是源自于贫民窟 虽然大家都以实力为尊 但是却也不会刻意地 去打击黎明三人 因为黎明的努力和苦练 已经赢得了这些人的真正尊敬 黎明师兄 恭喜恭喜啊 黎明师兄 这次你一定会得偿所愿的 黎明师兄 你这次肯定过 乱七八糟的声音 却都带着几分恭喜 几分尊敬之情 李玄突然觉得 这个世界 也并非想象得那么糟糕 虽然人性比较复杂 但是一个地方的 一个阵营的 看起来也非常的团结 阿玄 等下随我一起练练 你这些年虽然没修炼过 但是体质不差 到时候 如果你能一同隐些的话 那效果就更好了 自然 我会好好修炼 这样 等我有了实力 一定会找到 破解婉儿身体的方法 这样就能让她也修炼了 李玄想了想 认真地说道 黎明文言 欣慰地笑了笑 再次拍了拍李玄的肩膀 说道 你有这心 我也放心了 不枉婉儿为你担心 这么多年了 两人这般说话 李婉儿顿时 敲脸飞红了起来 有些微微的不自然了 她随即 她随即偷偷地偷看了李玄 这个时候的李玄 英姿 萨爽 意气 风发 绝对是非常出色的 因此她再次地 心如露撞起来 想到之前亲密地拥抱 不由得 李婉儿顿时觉得 有些慌乱了起来 脸上也似乎有些 火辣辣的 奇怪的感觉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大人 这位是我兄弟李玄 他想试试 能不能评第一节的等级 黎民在一位 气势威严的中年人面前 恭敬地说道 好 这个没问题 李玄 我知道 曾经也留意过他 他的姿质是非常好的 我有看过 只是之前他智商有些残缺 现在好了 测试自然没问题 不过 他本身锻炼的少 要不然锻炼几天再试试 这位中年人 倒是很好说话 大人 不必了 猜一节 我有信心过 这不就是考验 反应能力和身体本能吗 这个 这个 绝对没问题 李玄自信道 好 果然呢 你好了之后 已经不一样了 行 我这就去给你安排 那中年人 当下也是很欣喜 和欣慰 因为他也看出来了 李玄气势不俗 清醒了之后 这个人 就是一个真正的好苗子 所以 他非常期待地去准备了 而不出片刻 测试区的门被打开 李玄则是跟着 那个中年人走了进去 同时 还有两位老者 带着光脑 专门专业审核 测试如你说的那般 是神经反应 身体反应 以及本能的判断为主的 第一阶达到这三个条件 其中的两个 就算是通过 三个全部达到 就算是一阶优秀 三个全部完成 算是一阶完美 嗯 好 大人 我已经明白了 李玄点了点头 没有半点的紧张 明白了 那就开始吧 中年人说着 随即打开了一道 时空一般的机械之门 就好比电视机的 时空穿梭机一般的东西 一个巨大的空间 人峻起之后 空间顿时发生变化 接着地面传来阻力 和滑动的震荡 人需要在这上面跑 和地面的流速 形成平衡 在跑动的过程之中 还要闪避飞射而来的光弹 就好像是 曾经的小游戏过关一样 只不过 这是真人游戏 倒是挺有趣的 李玄在进入之后 也没有用精武和精力 也没有表现出 三阶的实力 而是直接靠着身体本能 去面对这些 这些其实是小儿科的东西 但是这些东西 却需要一种证明 一种明面上的承认 这样才可以做到某些事情 比如说 上学之类的 就需要明面上的实力 而李玄呢 也不在意麻烦一点 这样毕竟也能让 黎明雄美安心 如此 在整整十分钟之后 没有任何一束光束触碰到李玄 也没有任何榴弹攻击到李玄 甚至李玄的反应等等 都完全达标了 恭喜你啊 李玄 你是真正的天才 十六岁的二杰完美 勾资隔去幽名城了 恭喜 突然间 走出空间的李玄 听到那中年人的说法后 微微愣了一下 他在里面倒是觉得 那小游戏挺有意思的 因此一连破了两关 却不想啊 直接破了二杰的记录 如此一来 在微微一愣之后 李玄倒是也觉得 释然了 谢谢大人 这个游戏很有意思 但是因为觉得 三杰没把握 也就没敢尝试 李玄认真地说道 用本能过三杰 自然过得了 如果用上精力精物 四杰五杰 问题也不大 但是李玄知道 他自己的实力 就是真正货真价实的 三杰打圆满 所以 他也就不再会去 跨越到这个境界 因此在表现的时候 也就留守了 因为第三关的游戏难度 突然加大了很多 李玄也觉得不对劲 才突然放弃 三杰是一个巨大的关口 突破三杰的 都已经前往出元界了 在出元界 才是真正的巨大世界 那个世界 不说这个了 你这次二杰完美 完全地 可以前往幽冥学院学习了 刚好你对于 这个世界的了解 还有些浅薄 好好的去逆补一下 系统修炼一下 你很快会震惊 整个游明城的 我们文心武馆 因为测试你李玄 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那中年人很欣慰 和兴奋地说道 而李玄则是 稍微谦虚了一番 另外两位老者 则是双目金光闪烁 看着李玄的目光 充满了惊讶和惊喜之色 确实 确实是好苗子 李玄好好修炼 他是我们幽冥成剑 两位老者一起笑着说道 接着他们拿出同一块牌子 两者凑到一起 顿时化作一道光 上面出现一个黑色的晶体 和两道黑色光环 这个光环 突然间便出现在了 李玄的眉心处 在这个地方出现 但是下一刻 却又突然地隐匿消失了 你已经懂得了隐匿之法 不错呀 这个印记 没有什么跟踪之类的效果 你别担心 这只是一种光脑 对于实力检测的结论 就相等于上古的学位整书一样 不必在意 有需要用到的时候 显露一下就行 两位老者 其中一位老者说道 李玄顿时心中微微一领 随即点了点头 他原本想 自己的晶体精环 已经是三层 要显示一下倒也容易 但突然想到啊 这些信息资料 是通过光脑连接 已经进入到 整个出源世界中 因此他也知道 作假的话 很快就会被查出来 而这个世界 并没有重复的名字 因为名字 实力 出生地等等因素 都是一个整体 比如说李玄 那就是李玄 出源二阶 闻心城 闻心五管 初始 孤儿 政府旧纪 这些就是简单的过去 这样一来 会成复的就很少 如同所有条件都满足 却依然重复 就会标注一些 特殊的辨别方式 不至于出错 比如说梅上三支 胸有断骨之类的标注 还有因为一些基因的特殊型号 足以分辨一个人 这样一来 玩假 显然是没意义的 因为这个世界的光脑 基本都能携带一样 一个扭扣 可以是光脑 光脑对着对方一扫 就知道对方的实力 的真正信息了 当然这是最基本的 也需要征得对方同意 或者是实力超过 强行扫描 但是强者越是强 资料方面就越是珍贵 也就越无法查询 至于说其他资料 那自然不是超级的领导者 或者是有权的人物 也就无法查阅 李璇的心中沉思着 当即已经明白 这个世界造假无意义 也就不思考 这方面的事情了 多少实力无所谓 关键是 自己得留得一些底牌 以为不徐之虚 两位大人 晚辈会努力的 李璇不卑不亢地说道 话语之中自信之极 他目光有神 气质卓越 风采出众 两位老者 再次露出极为欣赏之色 现在你也有证明了 过来几天 我们武馆统一考试 你到时候也来看看吧 到时候过了二阶段 会由武馆 一同送往幽冥城 那中年人笑着说道 哼 没问题 哼哼 李璇啊 你现在也是武馆的一员了 也该有武馆的招待了 嗯 还没吃午饭吧 去武馆那边领取二阶强者的东西吧 你会很高兴 很满意的 中年人笑道 走 我带你去 好的 谢谢大人 别和我客气 将来我们武馆扬名也得靠你 两人说着出来 当那位中年人宣布 李璇二阶完美的成绩的时候 武馆真正的轰动了 那些看李璇目光的人 这才从看白痴的同情 真正的转化为 对天才武者的敬畏和赞叹 二阶完美 这绝对是破记录的 破了武馆数年来的记录 二阶不是没有完美 但是当中人看到那个时间的时候 都忍不住哆嗦了 看李璇的目光 何看怪物一般无二 这样强大的人呢 这样天才的人 果然不明则已 一明惊人 果然不飞则已 亦飞冲天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为您播讲 第五百四十二集 黎民和黎婉儿傻了 当他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 当他们听到那句话的时候 都忍不住狠狠地揪了一下脸 都忍不住狠狠地揉了揉眼睛 生怕自己听错看错 但是事实摆在面前 突然间他们大声喊了起来 阿玄 玄哥哥 那是一种释放 那是一种释怀 那是一种感动 那也是一种温存 有什么比突然间的成长 和成长来的让人感动和欣慰 有什么比沉重的疾病突然康复 来的让人开心和疯狂 没有 所以黎民和黎婉儿都真正地开心 真正地开心地哭了 哭得稀里哗啦 就算是铁汉子黎民 也双眼红肿 为他这个可怜的兄弟的战起 而自豪而欣慰而骄傲 婉儿啊 别哭 以我李玄的天赋 上古一树 我一定会研究 为你治疗好 到时候婉儿你也会是天才 李玄突然当着众人的面说道 李婉儿顿时感动得热泪盈眶 都说罗里好推倒 就是因为罗里很容易被简单普制的话感动 而李玄这样做 是因为这真是真正地令人疼爱的小姑娘 可爱 萌 温柔 娴熟等等一切都不足以形容 香哥哥 婉儿相信你 李婉儿感动得哭得稀里哗啦 而众人 则是在短暂的沉默之后 随即爆发出更为热烈的掌声 只不过 这些人之中的两位老者 其中一人看到李玄之后 微微沉色 突然沉声道 你看这个人 他的气度等等 像是谁 像是谁 另一位老者身体猛得一颤 他脸色不由地苍白了几分 沉吟许久 脸色一阵轻一阵白的 随即 却轻声粘力道 他很像真足啊 是啊 第一眼看到这个人 我就被震撼了 只不过 此刻 他神态之间更像 不过 真足源于天地本源 和他姓氏也完全不同 不可能是真足吧 估计也就是有真足一脉的遗传基因吧 毕竟真足一脉 基因传承强大 这一脉人烟细少 但是实力天赋等都极为恐怖 而这个少年也是孤儿 不说这个了 真足的事情 哪里是我们可以讨论的 那是超越出源 闻心 天脉原罪 毁灭的整个乾坤的真足 哪里是我等渺小蝼蚁 妄自议论的 不是这个意思啊 反正这李玄 无论如何 千里非同一般 不管是不是有关系 我们对的好些 又没有什么损失啊 我们不缺金钱地位 但是我们缺乏一个 踏出这个出源界的契机啊 我懂了 老沈你好算计啊 这不是算计 而是真心的 我是确实看好李玄 其实我也是 两位老者说着 突然相识 哈哈大笑起来 李玄来到 所谓的闻心武馆的资源领取出 随后 他拿到的东西 除了钱财之外 竟然还有一套特殊的 智能光导辅助系统 移动化的设备 其价值啊 基本等于 曾经地球上的 苹果高端笔记本电脑 这个说法是相对的 也就是说 这款移动光导辅助系统 已经有着让李玄 真正接触外界的能力了 这东西啊 还算是很珍贵的 至少李玄觉得 有了这么个东西 对他而言 确实方便了很多 李玄看到这些东西后 心情顿时也好了不少 除了光导之外 还有张资金卡 这张资金卡上 有一万出元币 出元币 就是出元界 整体使用的货币 还是相当值钱的 一个贫民 一个月的生活费 也不过是看看几枚出元币 由此可以看出 一万出元币 很多 除了出元币的资金卡 光导 还有就是一套特殊的 变形衣 这种变形衣 是品质比较好的衣服 可以随着调整大小 改变外形 让自身处于保护之中的 同时 也让身体本身 变得更加的舒适 对于这些 李玄都非常的满意 因为 虽然以他的能力 要赚取这些 并不存在难度 但是 却要花专门的时间 去处理这些东西 还要订购 和派人送到地方 而在这之前 要使用变形衣 还得有修为上的限制 不到二级 都没有权限 使用变形衣 因为变形衣 与身体的 切合 无法完成的时候 变形衣 不仅没有作用 反而会成为 累赘 拿着三件东西 李轩心中 比较惬意地 离开了这个地方 来到外面的时候 李明和李婉儿 已经在等待着了 大哥 今天就不必训练了 明天再来吧 你的实力到了 要突破二级 并不会难的 李轩笑着说道 好 大哥就听你的 李明爽朗地笑着说道 显然 对于李轩的能康复 他是非常开心的 以至于 一望 无论如何 都会坚持地锻炼 他今天也放弃了 李婉儿则是什么都不说 很是幸福地 看着脸前两人的收获 心中充满了快乐 在他来说 其实快乐很简单 莫过于 他喜欢的李轩哥哥 可以快快乐乐 健健康康地成长 将来出人头地 然后 然后找一个漂亮的女孩子 一起牵着手 快乐幸福到永久 至于他自己 他知道他的身体 别说修炼 拥有长久的性命 就是多活一些日子 怕是都很艰难 这些想法 他一直装在心中 没有对任何人说过 此刻 似乎理想和梦想 突然间就这样实现了 因此他才真心实意地 觉得快乐 这是一种无法言喻的感情 和心态 深入心灵之中 烙印深刻 永不磨灭 简单 直接 却坚定 无瑕 这就是李婉儿的心态 而这种情绪 直接地 感染了李轩 让李轩明白到 生命 有时候 不一定需要长久 只要生命之花 开得灿烂和美丽 那就好了 在所有人都认为 丑恶肮脏的文心城 幽冥城 这个罪恶的城市 但是这里 却有着心灵 这样美好的少女 这样的少女 真的值得呵护 就算是李轩 此刻这般心态 依然迷醉了 有时候 单纯 对于一个男人 就是最大的吸引力 李婉儿真的很好 很单纯 所以 李轩发自内心地 喜欢 疼爱 怜惜 大哥 回去之后 我们好好庆祝一下 我刚刚领取了 一万厨元币 我们回去 吃真正的营养大餐 李轩笑着说道 阿轩啊 这样会不会太浪费了 轩哥哥 还是不用了 真正的营养餐 虽然会提升身体素质 但是真的很贵 哼 没关系啊 婉儿 为了你的身体着想 也为了李轩哥哥的 身格起康复 我们一起去吧 钱财乃身外之物 以我们的天分 还会在乎钱财吗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李轩笑呵呵的说道 李轩笑呵呵的说道 她的话给了两人无止境的鼓舞 顿时两人也不再为金钱操心了 都狠狠的点了点头 而李婉儿则是拉着李轩的手臂轻声说道 选哥哥 你对婉儿真好 傻丫头 不是你对选哥哥好 选哥哥又哪里会有今天 选哥哥对你好 那是应该的 李轩笑眯眯地说道 边说 边抽出一部分的脑和精华 很快 三人来到了大酒店 而此刻 李轩有了二阶的实力印记 酒店智能系统直前一扫 就能扫出最基本的实力等级信息 因此来到酒店 也算是比较贵重的客人 酒店的接待员 都是非常美丽动人的年轻女子 她们的态度更是热情洋溢 先生 女士 你们这边请 先生女士 请问你们是要享用 中世纪的古典大餐 还是享用豪华型的科技大餐呢 就来丰富营养的大餐吧 三分 好的 先生女士 你们稍等 美丽的服务员小姐 扭着翘臀离开了 随后 这价值一圈出原壁一份的营养大餐 很快就被拿了上来 而这个时候 李婉儿看着眼前丰富的 色香味俱全的大餐 当真也是馋得食指大洞 一副馋猫的模样 大哥 婉儿 你们也吃吧 我去给你们倒两杯水来 李婉笑眯眯的说道 随即转身去拿杯子了 这个年代 喝的水也是能量水 水也是收费的 但是并不贵 李婉拿了三个节能的杯子 然后倒了三杯能量水 接着将水拿了过去 在转身的刹那间 精物泥漫 防止了任何窥探和信号光磁等干扰 李婉用精物包裹着一枚二阶脑盒 一枚一阶脑盒的精华液 直接灌入水杯之中 刹那间 精华液融入到水中 这两杯水彻底变得明亮了几分 走了过去 将水放在兄妹二人的身前 李婉笑道 能量水 大哥 婉儿 你们曾经很想喝的 现在啊 可以大口地喝了 以我现在的身价 给你们管保 还是没问题的 好 轩哥哥 我们一起喝 吃喝完毕 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 而此刻 无论是黎民 还是李婉儿 都吃得撑着了 也不能怪两兄妹 从出生到现在 确实两人都没吃过 这么好吃的东西 特别是李婉儿 更是吃得小肚皮都撑圆了 一个劲儿地揉着肚子 呜呜地说呀 这下把肚子都撑大了 可笑的话 一路上 阳光明媚 似乎连空气 都是快乐的 至于那喝下去的脑盒 因为这个世界的人的体质 要远远强过地球人 所以暂时来说 他们并没有察觉到异常 而等他们休眠之后 他们的身体 就会被得到改造了 这个时候 如果要配合 随身光脑智能的话 那么改善的效果 应该会更好 选哥哥 你已经恢复了 我 我还和你一起睡吗 李婉儿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当然 话语里又有些期待 当然 你是我的好婉儿嘛 李玄笑道 语气极尽温柔 嗯 那 那选哥哥 选哥哥 可不许欺负婉儿 哼 不会的 等会你把光脑带上 然后我尝试着 用针灸给你治疗 我清醒了之后 突然发现 我似乎懂得一点上古医术 李玄想了想说道 啊 这样啊 那 那好吧 李婉儿 本是想拒绝的 但是 想了想却没有拒绝 他不是怕李玄治不好他的病 而是怕李玄治不好后 他随后变得更加难过 这不是对李玄的不信任 而是因为他自身 已经查阅过很多的资料 有些病情啊 不是简单的贫民 可以治疗的 所以 反而 别担心 轩哥哥肯定会治疗好你 然后你就和轩哥哥一起 浪迹天涯 冲击修炼最高境 好不好 李玄溺爱地 抚摸着李婉儿的头 这个时候 他也无法理解 为什么 对于这个女孩子 会发自内心的喜爱 而没有半分的排斥 这份感情 甚至深深地触动了 他的内在 轩哥哥 婉儿答应你 李婉儿亲密地靠在李玄的怀中 随后轻轻地拥抱 让傍晚的天地都变得美好了 你们呢 要亲密也可以 但是 阿玄啊 婉儿还太小 身体也不好 可别出格哟 黎明看了看李婉儿 这话 如果李婉儿身体好的话 他就不会说 但是为了妹妹的身体 他只能这般残酷地提醒了一句 而这句话 则是让李婉儿娇羞不已 落荒而逃 大哥 你晚上同样辅助光脑修炼吧 营养菜和营养液 实际那营养液 我加了点基因液 这个呀 你就别说出去了 基因优化液 不要说出去 也不要问我是怎么来的 李玄突然说道 阿玄 你 好 绝对不会说出去 这东西说出去的话 怕是我们都完蛋了 黎明想了想 十分凝重地说道 有你这份保证就好了 之前喝下那东西 也不会被人发现 你们放心 我这里还有两个试管 你拿一个试管 另外一个试管 都给你妹妹用 明天之后 你妹妹就会好起来的 到那时候 你再去屋馆继续苦练 随后准备考试 最好拿下二阶完美 也让婉儿达到一阶完美 我们在一起前往游明城 真正地离开这个 温新城这个地方 那么 我们过去的苦难 就彻底地过去了 李玄说着 随即拿出两根试管 将其中的 盛满液体的试管 送给了黎明 而另一个试管 他则是暂时放在了另一边 此刻 林婉儿去忙活家里的事情了 而李玄和李明 则是在黎明的家里谈事 好 这是我喝了这些 那阿璇你呢 哼 我不是已经达到完美了吗 那好吧 阿璇 以后咱们两兄弟 两人齐心 齐理断金 哦 不是 是三人 万儿我们谁也无法抛弃他 这是自然 不过我是他哥 你也不同 他将来啊 得靠你 阿璇 好好带他 一定的 教导了黎明吞服方法之后 李玄则拿着另一根试管的液体 来到自己的房间之中 而此刻 黎明则已经开始关好门窗 服用基因药水了 基因药水 无负作用 开启潜力 这是所有真正富人 才能拥有的权利 穷人 只能望而兴探 低级的基因药水 价值十余万的出源币 高级的更不用说了 而贫民区 都是没有资格使用药水的 因为基因药水的来历 必须要有登记记录 这些一旦曝光 绝对是麻烦 所以李玄已说 黎明心中已经明白 现在这个时间段 自然是大问题 但是一旦他们突破进阶到三阶 那就已经不用再担心了 在这般情况下 黎明只会更加的努力 而不会去声张什么 更何况 他本身就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 黎明开始修炼的时候 李玄也来到了自己的房间 这个地方 已经被李瓦尔打扫得非常干净 这会儿 他已经在整理一些 需要带走的行李了 因为是政府救济 这里能带走的基本上也没有什么 也都是一些值得纪念的小玩意儿 代表的是曾经的回忆 陈哥哥 你过来了呀 哥哥已经在修炼了吗 嗯 是啊 陈哥哥 你 你什么时候给我治疗啊 李婉儿小心翼翼地问道 现在就可以了 嗯 你把这东西喝掉 待会儿治疗可能会有点痛苦 会好起来的 嗯 好的 我这就喝 李婉儿没有任何的犹豫 当下就拿了这礼 汇掘了七八个一阶脑魂的精华液 喝了下去 随后他很认真地看着李玄 脸蛋红扑扑的 陈哥哥 我喝完了 李婉儿对于这种莫名的液体 感觉很好 喝下之后浑身暖洋洋的 似乎有着让他飘飘欲飞的感觉 这感觉啊 也确实有些异样 让他脸蛋有点发烧 心跳有些加速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为您播讲 第五百四十四集 另外一边 黎明刚刚修炼着 只觉得无数的基因液体在喝下之后 身体的细胞似乎燃烧了生命一般 彻底的爆发了全部的潜力 这个时候 他竟然一口气直接冲破了三阶 达到了三阶巅峰 但是在这个时候 一道光柱笼罩住了他 随后 他身体一震 昏迷了过来 等黎明醒来后 他发现 自己被困在一个巨大的玻璃槽中 身上贴满了各种奇怪的线 在玻璃槽的周围 摆满了正在工作的衣器 这是怎么回事 黎明在胡乱的猜想时 有人给他解答了 你醒了 别乱动 一个轻柔的声音飘荡在黎明的耳中 你一定很惊讶吧 只要别动 我就给你答案 听到这些的黎明 静静地不动了 来到一个机器人 重新贴好 被他扯掉的那些线 你一定很好奇 我为什么带你来这儿吧 说完 出现在黎明面前 这是一张完美的脸 实在太完美了 黎明怀疑 这是不是真的 想到这 准备用手掐一下自己 可是他一动 机器友就按好他 把线重新整好 如果呀 黎明是学医的 肯定会知道 眼前这位 是出元界比较权威的 赵丽曼女士 一切得从你父亲 开始说起 你父亲是 洛克联盟的一名战士 一名伟大的战士 当年为了 抵抗帝国的进攻 找到能对付帝国的方法 军方做了一系列的实验 而你父亲 就是参与实验的 志愿者之一 遗憾的是 你父亲的实验失败了 他向联盟提出 唯一的要求 就是回到自己的故乡 游明城安度晚年 而我正好来到游明城 做些实验 顺便将他送了回来 他回来后就遇到你的母亲 之后就有了你 说到这儿 那张精致的脸 好奇地看着黎明 看黎明有什么反应 过了好半晌 黎明才回过神来 你说的洛克联盟在什么地方 我父亲是从出源寄来的 黎明表情奇怪地问 他实在不能相信这些话 因为他既是而起 他就是个孤儿 带着可怜的妹妹 是的 本来这些不该让你知道的 不过 现在你也到了洛克联盟了 我就告诉你吧 洛克联盟为了抵抗帝国力量 开始在出源界 全宇宙征兵 那些落后生命的星球 没有建立外交关系 所以建立了监察站 只要发现 有超级天赋的人 联盟直接接收这些人到联盟 而你父亲就是这群人之一 现在我就是 幽冥城监测站的负责人 说完 自豪地仰起了头 黎明实在无法相信 可眼前的事实呢 让他有些相信了 毕竟幽冥城上 没有这么先进化的机器人 好奇心诉识他问下去 那我父亲后 回来你们就不管了 黎明气愤地问 理论上是这么说 不过我们还是 对他的安全负责 所以我们对你的父亲 进行了监控 必要情况下 我们还会出手相救 可是我父亲都不知道 在何处 你这不是说谎吗 你父亲是那次实验后 他自己选择默默离开你们的 我也无能为力 可是你救了我 是不是对我家属也有监控 对不起 对家属我们没有安全监控 收你是因为你特殊 所以对你一直有监控 我有什么特殊之处 黎明对这个问题好笑 你父亲是实验的失败者 而你是失败者 很健康的儿子 很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特别是你天赋超强 将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战士 令我无法带你去洛克联盟 可是我妹妹怎么办 你们要把她带什么 对不起 她我们不能带 不过我们会消除她之前的记忆 重新注入一段记忆 我会给她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 消除记忆 你们太狠了 我不会跟你们去的 黎明沉声说道 这一刻她的脸色很难看 难怪妹妹一出生就有病 我想你误会了 你妹妹的灵 是别人搞的鬼 说完 黎明眼前出现了一个大屏幕 有些事情我会告诉你一切的 黎明眼前出现了 她当年小时候的一些插曲 真正的是他们 看完后 黎明又一次激动地扯乱了线 虽然画面里的内容很震撼 可是她相信了 心情激动地她又被机器人按住 我有必要骗你吗 赵立曼感觉可气地说道 好 我会查清楚一切 看看是谁害我妹妹 说完 浑身散发出一股杀气 赵立曼无由地干到了一阵狼 恐怕你没那个机会了 马上就要有一艘军方的军舰路过太阳系 到时候他们就要带你走 黎明刚准备说话 赵立曼接着说道 好了 该说的我都说了 你可以休息了 说完 黎明感觉头昏脑胀地昏了过去 这你还没有被带走 我得赶紧做几个实验 既不可失 赵立曼眼中闪烁着炙热的光芒 黎明再次醒来时 已经是五个月后 马上要进行新剧里行了 你记不记得 听到这些 黎明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我要出去 说着要从玻璃槽中出来 可是机器人按住了他 无论黎明怎么挣扎都挣扎不脱 放开他 赵立曼命令机器人 机器人放开了黎明 黎明从玻璃槽 来到了赵立曼面前 怎么都迈不动步子 别挣扎了 你的灵魂被我冻住了 你是冻不了的 说到这儿 刻意提高了嗓音 这就是天赋的力量 赵立曼调皮地对黎明说 顺便说一下 我的天赋是冰 黎明被冰住后嘴巴合不住 想要说什么也说不出来 精神力在竭力驱赶 嵌入脑中的那股莫名能量 你已经忘记了的妈妈 我已经把你安排好了 现在她是一个快乐的小富婆 忘记了之前的一切 而且我还帮她用科技 年轻了二十岁 现在在出元界的甜药星生活 这可是她曾经梦想的地方 而你的妹妹 现在她似乎被一名超级的强者守护着 我们无法破开防御 所以暂时就不针对她了 黎明想说话 可是她说不出来 把她带到睡眠舱中 赵曼利命令机器人 说完解除对黎明的冰冻 机器人把黎明抱起来 往地下室走去 黎明被放入了一个鸡蛋型的装置中 刚一放下就有几个固定把手固定住她 舱门笔合后迎接黎明的只有黑暗 不知在黑暗中待了多长的时间 黎明所在的睡眠舱突然工作起来 几个针蟹般的机械 扎入她的皮肤中输给她一些液体 外面的赵丽曼则是驾着一艘飞船 离开了幽明城 向遥远的冥王星飞去 赵丽曼飞到冥王星时 有一艘男爵级的军舰停留在那里 双方视频联系后 两艘飞船开始对接 准备把黎明运过去时一边吐气 他们被两艘能量帝国的军舰包围了 一艘护卫舰一艘将军级的军舰 实力对比上能量军舰帝国 完全压制赵丽曼他们 将军级的军舰的攻击 在护卫舰开启防护罩后随丑之躯 这下打落了赵丽曼他们 事先根本没想到会有嫡系 赵丽曼的飞船是豪华型的私人飞船 虽然被军方改装过一次 可是充其量也只是防御和速度 及其他方面掀起一些 攻击力完全上不了台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超级优化 男爵级的军舰反应过来 赶紧开取防御招 炮火随之也攻向了将军级的军舰 原来能量帝国的这艘军舰 发现了洛克联盟的这艘南决级的军舰 一路远远跟来过来 之所以没出手的原因 是因为能量帝国想看看 洛克联盟到底要干什么 而为了降低战斗中的损失 特别调来一艘护卫舰 将军级军舰比南决级军舰高出好几个等级 战斗就是一边倒 在增援的护卫舰还没逮倒之前 一直拍影子飞碟监视 而前来的南决级军舰 街头的赵立曼就惨了 正好撞在这场偷袭战中 能量帝国根本看都不看 赵立曼的燕子级飞舰 从金卷中派了一艘 跟燕子级同级的黄级战斗机 追杀赵立曼 然后就专心地和洛克联盟的 南决级军舰开始对攻战 两艘敌我军舰出舰的那一刻 赵立曼直接接定自行逃窜 不得已赵立曼第一时间 向太阳系外的一个隐秘的跳跃点飞去 希望达到跳跃点之前 不要被黄级战斗机追上 功率开到最大 同时开始着手跳跃前所有的准备 幸好这次带的能量足够 再跳跃点跳跃一次的 赵立曼额头不满汗珠 黄级战斗机的速度实在太快 照目前的数据 追来几率是百分之百 头脑转得飞快 赵立曼瞬间改变策略 放弃了直接飞到跳跃点的想法 准备着着地势的熟悉和对方游透 在周围的陨时带的掩护下 绕到大跳跃点那儿 想到这赵立曼立刻改变飞行方向 只见飞船在太空中来了个弧形的转向 朝几光年外的陨时带飞去 赵立曼的举动让黄级战斗机迟疑了一下 可是很快地跟了上去 洛克联盟早在几千年前就开发出了超越光速的超光速推进器 从时也开始了洛克联盟的殖民时代 游明城所在的太阳系 离洛克联盟的主星系山河星系实在是太遥远了 而且呢 游明城被发现的时候 洛克联盟的一些殖民地发生了叛乱 叛乱者们组成了现在的能量帝国 所以游明城要感谢这场叛乱 向外开始殖民地的计划被无限期地搁置 因为洛克联盟已经没有多余的兵力驻守游明城 游明城逃过一劫 不过洛克联盟却没有放弃游明城 派了几个安控小组监视着游明城 赵立曼就领导着这一个小组 只要发现有天赋的战士就立刻带走 进入陨石带的赵立曼就像跳入水中的鱼儿 在陨石里东撞西逛 毫不自在 反观追来的战斗机就像是海上的小帆船一样 东不敢碰西不敢去 可怜巴巴地跟在赵立曼驾驶的飞船后面 形势变得如此 都要从赵立曼担任幽灵监控小组长开始 一来天高皇帝元 他就是这里的最大的官 没人敢管他 二来陨石带中一般都有一些稀有的矿物 所以联盟的一些法令他就无视了 几百年来呢 他和同事们没事就泡在这个陨石带 随着整理出的陨石带的数据越来越多 现在在陨石带外围 即使光脑自动驾驶 几乎都畅松无走 毕竟收集那么多数据 不是白收集的 赵立曼急速地驾驶着飞船 向跳跃点飞去 因为他知道 时间拖得越久 对得越不利 一旦对方收集足够的数据 被动的就是他了 飞行了三四个小时 飞船终于接近跳跃点 可是后面追过来的战斗机的速度越来越快 毕竟这只是一个低阶的陨石带 只要一直在外围活动 很快就会掌握陨石穿梭的规律 最重要的是雷达不受影响 赵立曼的心脏 一直维持着高速跳动 现在他恢复了本来的愿貌 一个战士在战斗中的冷静果断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去 距离跳跃点只剩几分钟的路程 赵立曼早就开启了跳跃器 里面的能量也已经完全启动完毕 只要达到跳跃点就可以进行跳跃 后面的战斗机只有要追上 超光炮早就开始轰击飞船 防护罩的防御全都降低了好几度 终于赵立曼按下按钮 一道白光闪过 赵立曼的燕子飞船消失了 吴飞和兄弟们 已经在飞鸟星守候了好几个星期 来来往往的飞船 就是让它们没法找到下手的目标 飞船中剩余的储备已经不多 再不找到目标就要断粮了 飞鸟星位于洛克联盟的东部 虽然这里不是开战区 可是过往的商队 还是聘请了实力不足的佣兵团 这里位置偏僻 来往的都是一些大型的商队 想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 实在太难了 正在哀声叹气时 负责监视雷达的小四 乐呵呵地创进了他的舰长室 看着小四那兴奋臭屁的模样 吴飞决定 他要是不说个好消息 就让他有个毕生难忘的时刻 老大 好消息呀 我在雷达上发现了一个落单的飞船 嗓门老大的小四 一下子吼了出来 听到这些 无非一下子来了精神 这不是老天爷让我发财吗 急匆匆地就往监控室跑 让小四重新扫描一面后 雷达上确实有一个落单的飞船在飞行 老大 猎物在一光年外 幸亏咱的雷达好啊 不然就真的发现不了了 现在猎物有了 吴飞精神上充满了劲 通知弟兄们 抄家伙准备开工 吴飞果断地下命令 同时 命令驾驶舱的领航员们 潜心小心地接近目标 看着雷达上 渐渐靠近的猎物 吴飞第一次感叹 上次的冲动是对的 原来 吴飞上次在暗藏 碰到老冤家泰姆 相互嘲笑一番后 看到泰姆买了一个 DM-115型新款的雷达 冲动一下 买了一个CM-600型 本来呢 DM-511完全够用了 可是呢 那个时候赌气 再加上发了一笔钱 事后 吴飞每每想起这件事 都要肉腾一次 赵立曼从跳跃点出来后 马不停蹄地赶路 过了好长时间 发现敌人没有追来 在此期间 他和附近星域 驻军的驻军 取得了联系 通过军团长联系军部 把在太阳系外 遭遇情况报上去 同时呢 把一些当时的景象 传了过去 半晌后 军部决定 让他回来面对面的 汇报一次 因为东面出现 能量帝国的军队 这条件实在太大 所以军部给了他一条线路 命令他以最快的速度回来 经过几次跳跃 此时他到了飞鸟星系 军部指派接应的部队 也到了飞鸟星系 再有半天 就要汇合到一块了 可是他不知道 他已经被人盯上了 看着雷达上 显示有几艘飞船 正向的飞进 赵立曼的第一反应 应该是军部的人提前到了 可是一想不退啊 军部应该会提前打招呼的 到底是谁呢 难道是能量帝国的追兵 赵立曼怎么想 也不会想到 遇到星际海盗 以前只是在新闻上 看过报道 没想到 这些海盗这么胆大 真是啊 前出狼群 后入狐穴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赵立曼开始做准备 把所有资料 拷贝到救生舱的记忆棒上 然后删除了飞船上 所有的机密信息 当他做完这一切 海盗们已经把他围住了 同时一条陌生的信号 试图和他的飞船联系 赵立曼集同了陌生信号 一个长相丑陋的家伙 出现在飞船的屏幕上 想不到我们的猎物主人 竟然是这么标致的美女 好想吧 我让你做我的压窄夫人 无非调侃说道 说完 笑唱的哈哈大笑 你是谁 这是军部的飞船 我欠你最好不要动心思 赵立曼恶狠狠地警告 可是他的警告 在无非的眼里 是那么的可爱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为您播讲 第五百四十三集 李婉儿没有任何的犹豫 当下就拿着这汇聚的七八个一阶脑盒的精华液喝了下去 随后他很认真地看着李玄 脸蛋红扑扑的 香哥哥 我喝完了 李婉儿对于这种莫名的液体感觉很好 喝下之后浑身暖洋洋的 似乎有着让他飘飘欲鲜的感觉 这感觉也有些异样 让他脸蛋有些发烧 心跳也有些加速 喝完了 你躺下吧 我先用你面前的刺针 然后再用后面的刺针 你不用脱衣服 我针就穴位就可以了 很快就可以好了 你可以进入光脑里面去玩虚拟游戏 等好了之后 你下线就可以感受到全新的身体了 香哥哥 好的 那婉儿去了 李婉儿满是期待地说道 随即凑近李玄 在他脸上亲吻了一下 刚刚准备转身 李婉儿就是一把被李玄抱住 这个小萝莉现在才13岁 身体等等也都是很青涩 但是其可爱和温柔 都深深地让李玄喜爱 他抱着这个有些青涩的身体 然后霸道地吻上了他清凉的嘴唇 小萝莉顿时有些紧张了几肋 焦躯顿时颤抖得厉害 但是李玄 却吻上了他薄薄的嘴唇的时候 突然间 那片火热 那片温存 使得这一刹那的时间 突然停顿一般 战力和紧张的感觉 完全消失 突然间就像是迷醉在 那梦幻中的美好一般 一种无法形容的感觉 悠然而生 心中一种别样的情愫 牺牲了起来 似乎就像是敞开心扉 敞开得如同被猫爪一般的心扉 彻底地和对方融合到一起 地老天荒至死不欲 但是这个时候 他又有些微微的害怕 似乎害怕接下来 发生那些令人羞耻的事情 如果李玄哥哥要的话 他该拒绝呢 还是接受呢 他不忍心拒绝 他也期盼 可以有一份交托和付出 但是 他对于那些未知的过程 又似乎有些本能的拒异 一时间 他陷入了矛盾 但是 他却是快活的 身体轻飘飘的 就像是高耸入云 就像是进入了玄幻的场景 梦幻迷离 美妙 幸福 轻轻的身影 自然流露 美妙而动情 似乎可以突然间点燃无数的浴火 但是李玄没有 怀中的可人儿 那轻轻颤抖的睫毛 那吹唐可破的红润脸蛋 那玉背般 白腻小巧的牙齿 那如同白偶般 洁白柔嫩的手臂 都让人迷嘴和迷恋 轻轻地抚摸着 那一对小巧的浑圆交挺 揉捏两下 那小巧和红润的小葡萄 突然变得有些近视起来 而怀中的美人 则是轻咬牙尖 有些猛然不知的感觉 原来 罗莉也可以美好到这个程度 抛开那份青色 那份纯真的火热 那份青色的美 不是也依然明眼动人吗 李玄没有再进行下一步 这个时候 李婉儿已经是交传了起来 双目更是泛着盈盈的泪光 那蘸力的厉害的睫毛 终于还是开启了 那双明美的双毛 大大的眼睛 美妙而真挚的目光 那份专注于真诚 足以秒杀一切 李玄突然觉得 这一刻 她的心被秒杀了 选哥哥 你想要吗 我 我可以 婉儿 治病了 你还小 选哥哥就喜欢你的单纯 和清理脱俗 所以 选哥哥希望 你永远都不要被自己的心蒙蔽 李玄认真地说道 杨小兰 从单纯走向了毁灭 而李婉儿也是单纯的 比这杨小兰更深 但是 她会不会吃宠儿娇呢 应该不会吧 李玄没有多想 而是温柔地语重心长地 和李婉儿说着话 让她感觉到别样的温暖 一番痛吻和抚摸 让李婉儿的心 彻底放在了李玄的身上 这时候 让她躺下治病 她正是观晓得像个小媳妇一样 太让人疼爱了 躺着的她 曲线更是好 特别是那冰龙的双腿 更凸显小腹下风 那点圆润的隆起 是那么的迷人 而她看着光脑 突然抿着嘴 似乎想到了一件事 顿时 脸更红了起来 玄哥哥 如果你想 我们可以进入鼓舞江湖 选择轻女客栈 然后开启身体保护 这样就可以 就可以不对身体 造成伤害的换好了 李婉儿害羞地说 说完更有些无敌自容一般 其实她对于感情 还是放得开的 但是她可以看到 李婉那似乎很迷恋 她的身体 她的凶 所以无奈之下 她才这样说的 李婉了解她 也理解她 却只是笑道 这些孩子 先知聊好你再说了 好了 不多说了 你进去玩吧 玄哥哥很快就会弄好的 嗯 玄哥哥 婉儿 婉儿爱你 玄哥哥也爱你 李玄 刮了一下她的鼻子 随后 手虚空一抓 顿时就出现了一把银针 这 正是画脱五行针 沉淀了一下心思 深呼吸一口气 李玄 李玄这才觉得镇定了下来 之前 只是因为 李玄在看到 李婉儿身体结构的时候 有些被震惊而已 因为她连带着看病 所以 李婉儿的身体结构 被看得很清晰 对方在她面前 就等于赤裸 白嫩 柔软 对称 黄金比例等等 都不足以形容 在之前 地球治疗了无数的病人 李玄从来没有见过 一个女人的各个器官 能完美到这个程度 这简直是真正的人间极品 却没想到这样的女孩子 对自己如此的死心塌地 虽然说 这多少占据了 知全那个李玄的部分东西 但是两者 原本就是前世今生的关系 李玄也就毫无压力了 这个时候 脑核的效果 已经发挥了出来 脑核的精华液 那是属于 升华镜强者的病毒感染出来的 其效果可想而知 再配合李玄的话头五行针 顿时她的身体 就开始恢复了 不仅如此 李玄还直接帮助她 先打通了十二正经 然后又打通了七经八脉 随后才适当地挑选了一下 十二经别和十二经经其中的部分经络 这些也就够了 其余的再打通 只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 所以李玄没有继续 所谓经脉 可分为正经和奇经两类 正经有十二 即手足三阴经和手足三阳经 合称十二经脉 是气血运行的主要通道 奇经有八条 即都人冲带 阴绕阳绕 因为阳维合称七经八脉 有统称 经络和调节十二经脉的作用 十二经别 是从十二经脉别出的经脉 主要是 加强十二经脉中 表里 两经之间的关系 还由于啊 它通达某些 正经未寻的器官 与身体部位 才能补证正经之不足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十二经脉 又名十二正经 是经络系统的主体 其命名呢 是根据阴阳属性 所属辅藏 循环部位综合而定 它们分别地属于十二辅藏 各个其主要属于藏府的名称 结合循环于手足 内外 前中后不同部位 并且根据阴阳学说 给予不同的名称 十二经脉的名称为 守太阴肺经 守绝阴心包经 守绍阴心经 守阳明大长经 守绍阳三交经 守太阳小长经 足太阴脾经 足绝阴肝经 足少阴肾经 足阳明卫经 足少阳胆经 足太阳膀胱经 随后 李玄通过 金物抽取脑盒 继续改善 李婉儿的身体 一直到 对方的身体素质 达到二级的程度 李玄才停下 随后 李玄唤醒了 林婉儿 而林婉儿身上 则只是出了一层虚汗 但是即便是这样 却也要洗澡了 这个时候 李玄则是抱着 李婉儿走进了浴室 浴室里很空旷 所以 当李玄抱着 李婉儿进来的时候 这里的气氛 很快出现了 一股别样的暧昧 李婉儿此刻 只觉得幸福 很轻松 就像是整个人 突然间变得 清醒了起来一样 原本有些 有气没力的感觉 也消失了 浑身似乎 都有着用不尽的力气 这使得她 突然很想和李玄 打风一场 不过呢 出于少女的矜持 她也就没有再说了 在没有治疗好以前 生命短暂 她可以抛开很多东西 但是啊 现在似乎好了 再说出去啊 可要丢死人了 如果李轩哥哥 认为我是坏女孩 那她肯定不会再喜欢我了 男孩子们都喜欢 秀气很矜持的女孩子吧 我 我之前 可留下坏印象了 李婉儿心中 不由打着小算盘 她却不知道 她那点想法 却已经被她自己的表情 所暴露了 小妹人啊 哥哥给你洗澡 要不要啊 李轩笑眯眯地说道 她并非真正地要吃豆腐 而是想亲手帮她洗一次澡而已 之前每一次自己发呆发吃的时候 都是李婉儿从头伺候到脚 那时候 可怜的小女孩 要背负多少呢 而黎民并非不是这么做的 而是黎民的时间 日夜都在修炼 就是为了达到二阶 三人能够脱离苦海 想想这些呢 总会让她觉得感动 也因此 李轩这次才决定 亲手给她洗一次澡 一次虽然暧昧 但是 却让她觉得很美满 和幸福地澡 轩哥哥 马上觉得很丢人啊 没事啊 你为轩哥哥洗了那么多次 亲儿啊 就让轩哥哥伺候你一次 李轩笑嘻嘻地说着 随即 在离婉儿欲举欢迎的纠结之中 将她身上的衣服 一片片地剥光了 那美丽的身材 那动人的铜体 那种种 让人无法释怀 那是一种怎样的美丽 那又是一种怎样的情怀呢 这一刻 这种美 这种裸体的美 已经超越了艺术 升华到了一种境界的高度 这突然间产生的感觉 欣赏欣赏 没有了欲望 突然间 李轩明白到 曾经地球上的艺术品 有一部分 其实真的可以算是艺术的 因为那种人体的自然 惬意的美 已经可以上升到一种高度 这是 牵制的她水平有限 总觉得 艺术就是有文化的色情 所谓写真 就是给裸找一个借口 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但是此刻 李轩恍然大悟 原来赤裸 也可以真正地造就艺术 也可以真正地 美到让人心灵纯洁 安静 这一刻 李轩觉得自己太纯洁了 也太有境界了 这些 无不是美丽的艺术 艺术到此刻 李轩甚至都想为了艺术 现身自我 把自己也奉献出 艺术一番 然后再表演一下 人体交流方面的自然艺术 一寸寸的肌肤 清洗到 一点点的温暖的抚摸 淡淡的抚慰 一声声嘀嘀的呢喃 一句句 清甜的温柔 这 组成了一幅 充满艺术色彩的 瑰丽画卷 永不落幕 时间流逝 嬉戏打闹 抚摸慰藉之中 两人亲密地怀抱着 然后走出了浴室 这是一个真正美妙的过程 小萝莉并没有变化成女人 甚至是妇人 但是却体会到了 贝多芬的忧伤 体会到了温暖的手指 轻轻抚慰那片柔软的快意 那种混沌蓝桥 那种飞迫开源出界 那种远古的寂寞 那种深归怨昼的感觉 等等 都可以化作一片片滴滴的 泥南身影 快意美好幸福暗想 玄哥哥 以后婉儿就是你的人了 李婉儿靠着李玄的肩膀 轻轻抚摸着她的胸膛 亲密地说道 其实这是自我安慰一下 而并没有怎么的 但是小姑娘的想法很直接 也很单纯 认为这样就是失身了 不过呢 这样其实已经是失身了 因为这种付出和那种付出 意义上完全相同 所以李玄接受认同 你就是我的好婉儿 以后我们一起修炼 哥哥在教你怎么吃棒棒糖 还有跳跳糖 玄哥哥你好坏啊 真的吗 玄哥哥坏不坏 你得检验一下才好啊 我才不要 玄哥哥 我们去鼓舞江湖吧 我好喜欢峡谷柔长啊 那里要出名了 还会受到出元界的邀请呢 出元界很混乱 去了那里 咱们没有自由了 咱们三修炼把水力提升一些 就不会担心这个了 到时候玄哥哥带你游山玩水 好不快活 当晚 当李婉儿靠着李玄的胸膛 幸福地睡下的时候 李玄感应她的身体 终于被脑壳修复好了 心中也就彻底放松了 这个小萝莉 是一个真正贴心的人 她的纯真等等 都让人留恋迷恋 只是希望她的美好 不好改变吧 李玄心中有满足 也有期待 也有几分担忧 她依然宠着婉儿 但是这个会不会吃宠而娇呢 希望不会吧 这是一个真正的好女孩 闭上眼 连接上光脑 张无峰终于走进了鼓舞世界 开始对于自身实力的历练 这种东西啊 在这个文心城 幽名城 乃至整个出源界 都是连接成为一个整体的虚拟网络 网络里 这是一种自由锻炼自身的游戏 娱乐锻炼体系 也就是一种虚拟真实的游戏 这种东西 在这个年代 非常的受欢迎 因为这不再是玩物丧志 而是勤奋好学的代表 对于这些 李玄已经理解 所以呢 她就取了一个木玄的称号 进入到了古武江湖 古武江湖 是一种类似现代古武的世界 进入之后 会随即出现在一片森林之中 森林之中 有初级的野兽之类的东西 将其击杀 获取一定实力累积 积分 然后逐渐累积起来的积分 达到一定程度 可以开启系统光脑 对身体进行强化 但是这种强化 只是对虚拟现实体内的结构 但即便是这样 在外界的身体 也同样会获益良多 李玄进入古武江湖的世界后 她暂时只是看了看 这个江湖武林的体系 这是一个很真实的 类似于异界一般的地方 至少让她觉得 这个世界的人 还是很会享受的 不过 虽然整体很有古武的风格 但是因为李玄 对于所谓的古武 是很有研究的 因此这些东西 李玄在感觉上 没有这个出元界的那些人 那般忌讳 而此时 正当李玄准备尝试一下 这个世界完善自我的时候 突然间 一股神秘的光环 笼罩住了她 她甚至在意这一刻 无法生出反抗的力量 她心中微微一领 正要警惕 却发现这股光环消失了 随后 一切又归于平静 李玄看了看身边的李婉儿 见她安详地睡着 没有打扰她 当下 李玄沉吟着 开启了光脑信息 却发现 信息上黎民的消息 却消失了 她心中顿生有些奇怪 但是这突兀的消失 却在刹那间 让李玄 联想到黎民 孤儿的身份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为您播讲 第五百四十四集 另外一边 黎民刚刚修炼着 只觉得无数的基因液底在喝下之后 身体的细胞似乎燃烧了生命一般 彻底的爆发了全部的潜力 这个时候 她竟然一口气 直接冲破了三阶 达到了三阶巅峰 但是在这个时候 一道光柱笼罩住了她 随后她身体一震 昏迷了过来 等黎民醒来后 她发现 自己被困在一个巨大的玻璃槽中 身上贴满了各种奇怪的线 在玻璃槽的周围 摆满了正在工作的衣器 这是怎么回事 黎民在胡乱的猜想时 有人给她解答了 你醒了 别乱动 一个轻柔的声音 飘荡在黎民的耳中 你一定很惊讶吧 只要别动 我就给你答案 听到这些的黎民 静静地不动了 来到一个机器人 重新贴好 被她扯掉的那些线 你一定很好奇 我为什么带你来这儿吧 说完 出现在黎民面前 这是一张完美的脸 实在太完美了 黎民怀疑 这是不是真的 想到这 准备用手掐一下自己 可是她一动 机器人就按好她 把线重新整好 如果呀 这一名是学医的 肯定会知道 眼前这位 是出元界比较权威的 赵丽曼女士 一切 一切得从你父亲开始 说起 你父亲是 洛克联盟的一名战士 一名伟大的战士 当年为了抵抗帝国的进攻 找到能对付帝国的方法 军方做了一系列的实验 而你父亲 就是参与实验的 志愿者之一 遗憾的是 你父亲的实验失败了 他向联盟提出 唯一的要求 就是回到自己的故乡 游明城安度晚年 而我正好来到游明城 做些实验 顺便将他送了回来 他回来后 就遇到你的母亲 之后就有了你 说到这 那张精致的脸 好奇地看着黎民 看黎民有什么反应 过了好半场 黎民才回过神来 你说的洛克联盟 在什么地方 我父亲是从出源接来的 黎民表情奇怪地问 他实在不能相信这些话 因为他既是二级 他就是个孤儿 带着可怜的妹妹 是的 本来这些不该让你知道的 不过 现在你也到了洛克联盟了 我就告诉你吧 洛克联盟为了抵抗帝国力量 开始在出源界 全宇宙征兵 那些落后生命的星球 没有建立外交关系 所以建立了监察站 只要发现 有超级天赋的人 联盟直接接受这些人到联盟 而你父亲 就是这群人之一 现在我就是 游明城监测站的负责人 说完自豪地扬起了头 黎明实在无法相信 可眼前的事实呢 让他有些相信了 毕竟游明城上 没有这么先进化的机器人 好奇心速使他问下去 那我父亲后 回来你们就不管了 黎明气愤地问 理论上是这么说 不过我们还是 对他的安全负责 所以我们对你的父亲 进行了监控 必要情况下 我们还会出手相救 可是我父亲都不知道 在何处 你这不是说谎吗 你父亲是那次实验后 他自己选择默默离开你们的 我也无能为力 可是你救了我 是不是对我家属也有监控 对不起 对家属我们没有安全监控 收你是因为你特殊 所以对你一直有监控 我有什么特殊之处 黎明对这个问题好笑 你父亲是实验的失败者 而你是失败者很健康的儿子 很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特别是你天赋超强 将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战士 令我无法带你去洛克联盟 可是我妹妹怎么办 你们要把她带上吗 对不起 她我们不能带 不过我们会消除她之前的记忆 重新注入一段记忆 我会给她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 消除记忆 你们太狠了 我不会跟你们去的 黎明沉声说道 这一刻她的脸色很难看 难怪妹妹一出生就有病 我想你误会了 你妹妹的影是别人搞的鬼 说完 黎明眼前出现了一个大屏幕 有些事情我会告诉你一切的 黎明眼前出现了她当年小时候的一些插曲 真正的是他们 看完后 黎明又一次激动地扯乱了线 虽然画面里的内容很震撼 可是她相信了 心情激动的她又被机器人按住 我有必要骗你们 赵立曼感觉可气地说道 好 我会查清楚一切 看看是谁害我妹妹 说完 浑身散发出一股杀气 赵立曼无忧地赶到了一阵狼 恐怕你没那个机会了 马上就要有一艘军方的军舰路过太阳系 到时候他们就要带你走 黎明刚准备说话 赵立曼接着说道 好了 该说的我都说了 你可以休息了 说完 黎明感觉头昏脑胀地昏了过去 这你还没有被带走 我得赶紧做几个实验 既不可失 照立曼眼中闪烁着炙热的光芒 黎明再次醒来时 已经是五个月后 马上要进行新剧里行了 你记不记得 听到这些 黎明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我要出去 说着要从玻璃槽中出来 可是机器人按住了他 无论黎明怎么挣扎都挣扎不脱 放开他 赵立曼命令机器人 机器人放开了黎明 黎明从玻璃槽来到了赵立曼面前 怎么都迈不动步子 别挣扎了 你的灵魂被我冻住了 你是冻不了的 说到这儿 刻意提高了嗓音 这就是天赋的力量 赵立曼调皮地对黎明说 顺便说一下 我的天赋是冰 黎明被冰住后嘴巴合不住 想要说什么也说不出来 精神力在竭力驱赶 迁入脑中的那股莫名能量 你已经忘记了的妈妈 我已经把你安排好了 现在她是一个快乐的小富婆 忘记了之前的一切 而且我还帮她用科技年轻了二十岁 现在在出源界的甜药兴生活 这可是她曾经梦想的地方 而你的妹妹 现在她似乎被一名超级的强者守护着 我们无法破开防御 所以暂时就不针对她了 黎明想说话 可是她说不出来 把她带到睡眠舱中 赵曼丽命令机器人 说完解除对黎明的冰冻 机器人把黎明抱起来 往地下室走去 黎明被放入了一个 鸡蛋型的装置中 刚一放下 就有几个固定把手固定住她 舱门闭合后 迎接黎明的只有黑暗 不知在黑暗中待了多长的时间 黎明所在的睡眠舱突然工作起来 几个针蟹般的机械 扎入她的皮肤中 输给她一些液体 外面的赵丽曼呢 则是驾着一艘飞船 离开了幽明城 向遥远的冥王星飞去 赵丽曼飞到冥王星时 有一艘男爵级的军舰停留在那里 双方视频联系后 两艘飞船开始对接 纯备把黎明运过去时 一边吐起 他们被两艘能量帝国的军舰包围了 一艘护卫舰 一艘将军级的军舰 实力对比上 能量军舰帝国完全压制赵茉曼曼他们 将军级的军舰的攻击 在护卫舰开启防护罩后 随丑之趣 这下打乱了赵丽曼他们 事先根本没想到会有嫡系 赵丽曼的飞船 是豪华型的私人飞船 虽然被军方改装过一次 可是充其量 也只是防御和速度 及其他方面掀起一些 攻击力完全上不了台面 难绝集的军舰反应过来 赶紧开取防御罩 炮火随之也攻向了将军级的军舰 原来 能量帝国的这艘军舰 发现了洛克联盟的这艘南决级的军舰 一路远远跟了过来 之所以没出手的原因 是因为能量帝国想看看洛克联盟 到底要干什么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而为了降低战斗中的损失 特别调来一艘护卫舰 将军级军舰 比南决级军舰高出好几个等级 战斗就是一边倒 在增援的护卫舰还没逮倒之前 一直拍影子飞碟监视 而前来的南决级军舰 接头的赵立曼就惨了 正好撞在这场偷袭战中 能量帝国根本看都不看 赵立曼的燕子级飞舰 从金卷中派了一艘 跟燕子级同级的黄级战斗机 追杀赵立曼 然后就专心地和洛克联盟的 南决级军舰开始对攻战 两艘抵我军舰出舰的那一刻 赵立曼直接接定自行逃窜 不得已 赵立曼第一时间 向太阳系外的一个 隐秘的跳跃点飞去 希望达到跳跃点之前 不要被黄级战斗机追上 功率开到最大 同时开始着手跳跃前 所有的准备 幸好这次带的能量足够 再跳跃点跳跃一次的 赵立曼额头不满汗珠 黄级战斗机的速度实在太快 照目前的数据 追来几率是百分之百 头脑转得飞快 赵立曼瞬间改变策略 放弃了直接飞到跳跃点的想法 准备着地势的熟悉和对方游透 在周围的陨石带的掩护下绕到大跳跃点那儿 想到这赵立曼立刻改变飞行方向 只见飞船在太空中来了个弧形的转向 朝几光年外的陨石带飞去 赵立曼的举动让黄级战斗机迟疑了一下 可是很快地跟了让去 洛克联盟早在几千年前就开发出了超越光速的超光速推进器 从时也开始了洛克联盟的殖民时代 游明城所在的太阳系 离洛克联盟的主星系 山河星系实在是太遥远了 而且呢 游明城被发现的时候 洛克联盟的一些殖民地发生了叛乱 叛乱者们组成了现在的能量帝国 所以游明城要感谢这场叛乱 向外开始殖民地的计划被无限期地搁置 因为洛克联盟已经没有多余的兵力驻守游明城 游明城逃过一劫 不过洛克联盟却没有放弃游明城 派了几个安控小组监视着游明城 赵立曼就领导着这一个小组 只要发现有天赋的战士就立刻带走 接入陨石带的赵立曼就像跳入水中的鱼儿 在陨石里东撞西逛 好不自在 反观追来的战斗机就像是海上的小帆船一样 东不敢碰西不敢去 可怜巴巴地跟在赵立曼驾驶的飞船后面 形势变得如此都要从赵立曼担任幽灵监控小组长开始 一来天高皇帝元他就是这里的最大的官 没人敢管他 二来陨石带中一般都有一些稀有的矿物 所以联盟的一些法令他就无视了 几百年来呢 他和同事们没事就泡在这个陨石带 随着整理出的陨石带的数据越来越多 现在在陨石带外围 即使光脑自动驾驶 几乎都畅松无走 毕竟收集那么多数据 不是白收集的 赵立曼急速地驾驶着飞船 向跳跃点飞去 因为他知道时间拖得越久 对他越不利 一旦对方收集足够的数据 被动的就是他了 飞行了三四个小时 飞船终于接近跳跃点 可是后面追过来的战斗机的速度越来越快 毕竟这只是一个低阶的陨石带 只要一直在外围活动 很快就会掌握陨石穿梭的规律 最重要的是雷达不受影响 赵立曼的心脏一直维持着高速跳动 现在他恢复了本来的愿貌 一个战士在战斗中的冷静果断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去 距离跳跃点只剩几分钟的路程 赵立曼早就开启了跳跃器 里面的能量也已经完全启动完毕 只要达到跳跃点就可以进行跳跃 后面的战斗机只有要追上 超光炮早就开始轰击飞船 防护罩的防御全都降低了好几度 终于赵立曼按下按钮 一道白光闪过 赵立曼的燕子飞船消失了 吴飞和兄弟们已经在飞鸟星 守候了好几个星期 来来往往的飞船 就是让他们没法找到下手的目标 飞船中剩余的储备已经不多 再不找到目标就要断粮了 飞鸟星位于洛克联盟的东部 虽然这里不是开战区 可是过往的商队 还是聘请了实力不足的佣兵团 这里位置偏僻 来往的都是一些大型的商队 想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 实在太难了 正在哀声叹气时 负责监视雷达的小四 乐呵呵地创进了他的舰长室 看着小四那兴奋臭屁的模样 吴飞决定 他要是不说个好消息 就让他有个毕生难忘的时刻 老大 好消息啊 我在雷达上发现了一个落单的飞船 桑门老大的小四一下子吼了出来 听到这些 无非一下子来了精神 这不是老天爷让我发财吗 急匆匆的就往监控室跑 让小四重新扫描一面后 雷达上确实有一个落单的飞船在飞行 老大 猎物在一光年外 幸亏咱的雷达好啊 不然就真的发现不了了 现在猎物有了 无非精神上充满了劲 通知弟兄们抄家伙准备开工 无非果断的下命令 同时 命令驾驶舱的领航员们 潜心小心的接近目标 看着雷达上渐渐靠近的猎物 无非第一次感叹 上次的冲动是对的 原来 无非上次在暗藏碰到老冤家泰姆 相互嘲笑一番后 看到泰姆买了一个 DM-115型新款的雷达 冲动一下 买了一个CM-600型 本来呢 DM-511完全够用了 可是呢 那个时候赌气 再加上发了一笔钱 事后 无非每每想起这件事 都要肉腾一次 赵立曼从跳跃点出来后 马不停蹄地赶路 过了好长时间 发现敌人没有追来 在此期间 他和附近星域 驻军的驻军 取得了联系 通过军团长联系军部 把在太阳系外 遭遇情况报上去 同时呢 把一些当时的景象传了过去 半晌后 军部决定 让他回来面对面的 汇报一次 因为东面出现 能量帝国的军队 这条件实在太大 所以军部给了他一条线路 命令他以最快的速度回来 经过几次跳跃 此时他到了飞鸟星系 军部指派接应的部队 也到了飞鸟星系 再有半天 就要汇合到一块了 可是他不知道 他已经被人盯上了 看着雷达上显示有几艘飞船 正向的飞进 赵立曼的第一反应 应该是军部的人提前到了 可是一想不退啊 军部应该会提前打招呼的 到底是谁呢 难道是能量帝国的追兵 赵立曼怎么想 也不会想到 遇到星际海盗 以前只是在新闻上看过报道 没想到 这些海盗这么胆大 真是啊 前出狼群 后入虎穴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赵立曼开始做准备 把所有资料 拷贝到救生舱的记忆棒上 然后删除了飞船上 所有的机密信息 等他做完这一切 海盗们已经把他围住了 同时一条陌生的信号 试图和他的飞船联系 赵立曼集同了陌生信号 一个长相丑陋的家伙 出现在飞船的屏幕上 想不到我们的猎物主人 竟然是这么标致的美女 好想吧 我让你做我的压窄夫人 吴飞调侃说道 说完 笑唱的哈哈大笑 你是谁 这是军部的飞船 我劝你最好不要动心思 赵立曼恶狠狠地警告 可是 他的警告在吴飞的眼里 是那么的可爱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 为您播讲 第五百四十六集 黎明跟着这些人 走到天狼海盗团飞船前时 前面传来命令 让黎明和护卫们 同坐同一艘飞船 黎明只好跟在护卫们后边 坐上了护卫的飞船 护卫们一个个走进去 黎明则是最后一个人 进去后 没人跟黎明打招呼 黎明也不知道去哪儿 只好寻了一个 不太引人注目的地方坐下 来到天狼海盗团后 黎明马上被叫到了团长办公室 团长袁野 副团长 勒布 杰克 以及总教头莱克 已经等在那里了 东东 敲门声响起 进来 袁野清脆的声音传了出去 团长 我把人带来了 好 我知道了 把人带进来后 你就下去吧 你叫黎明 袁野严肃地问道 是的 黎明诧异地回答 实在想不通 问他名字干什么呀 哪个星系的 哪个星球的人 太阳系 优明成人 黎明照实说了 通过和包亮 长久地交流 还有赵丽曼曾经对他说的话 他了解到 太阳系的 还真是不多 太阳系 袁野沉隐了一下 下一刻 他转向了两位副团长 可是 两人都摇摇头 表示没听过 在光脑上 也没查询到 一定是说谎了 可是 测谎仪 显示没有说谎 真的是太阳系吗 是的 太阳系 还没有进入 洛克联盟的版图 能量帝国也没有 是这样啊 你是怎么来到暗星的 是被人劫持来的 我在太阳系 被人劫持了 恢复知觉 就在一伙星际海盗的手里 这时 袁野的手下 也传来了一份消息 他们找到了吴飞 问了黎明的一些情况 吴飞还以为呢 是要找他麻烦 吱吱呜呜地扯了几通 打发人走后 赶紧溜了 看完消息后 袁野开始摄入正题 你的天赋是什么 姐姐 这下把黎明问住了 不知道 是吗 一直沉默地老者说话来 那我怎么感觉到 你的天赋有四季了 我真不知道 我可以问下 什么是天赋吗 话语中充满了小心 同时 黎明感觉这些人 太婆婆妈妈 要啥就啥 费什么话呀 小伙子 我劝你最好说实话 不然有你受的 老者继续说道 黎明真不知道 怎么回答了 我真的不知道 老者也不废话 嗖 瞬间到了黎明 抓住他 把你刚才的话 重复一遍 老者话语中 有一种让人 无法抗拒的魔力 黎明也活着去了 说就说呀 他怒声说道 我真的不知道 什么是天赋 说完后 却见老者摇摇头 随后又是提了 几个问题 黎明一一都做了回答 问完的老者回到了座位上 他没问题 说完这些 老者闭上眼睛 开始恢复刚才消耗的天赋 听到老者的回答 原野和两位副团长 系上眉梢 赵立曼 要是有他原因的 天赋战士作为稀有种群 在哪里都很吃得开 问题问得差不多了 我宣布 欢迎你加入天狼 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 具体干什么 莱克宗教头会告诉你的 说完 示意莱克可以把人带走了 这儿的人怎么都这样 我也不问我愿不愿意 黎明很是郁闷 可是再郁闷也由不得他 莱克可不管黎明在想什么 跟我走 示意黎明跟上 没办法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黎明闷闷不乐地跟了上去 时间退回两年前 李轩赶到黎明失踪后 他已经知道 一定的有真正的强者将其带走了 而黎明的际遇 或许另有坎坷 不过这件事 他却不想让李婉儿知道 所以 沉吟后 他决定 他决定说 黎明的天赋很好 被路过的强者带走了 因为黎明的失踪 所以 李轩心中 也觉得有些愧对黎婉儿 再加上黎婉儿 非常的懂事 因此 两人的相处也就越见亲密 而对于黎明离开的情况 李轩解释了一下之后 李婉儿也就没有再多问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 他相信 他的哥哥会有新的机遇的 从小到大 他对他的哥哥都非常的自信 这种自信 甚至到了有些盲从的地步 婉儿 既然你哥哥已经离开了 那么 我们就修炼几天 然后就到 前往幽明城的日子的时候 我们就去幽明城的学院学习 你应该明白 在幽明城主城 三阶才是起点 四阶可以算是优秀 五阶算是强者 六阶才算是受人敬畏的存在 虽然说 达到五阶就可以毕业 申请离开幽明城 但是真正到了外面 想来七阶八阶九阶 十阶也是有的 当然 关键是十阶的大圆满 这个层次要继续突破 跨越出圆阶 却非常的困难 所以这个大圆满的强者 也会有很多存在 我们现在太弱 所以无论是为了你哥哥 还是为了我们的幸福 都要认真地修炼 这样 当有危险的时候 我们可以相互依靠 李玄说得很严肃 而李婉儿 也听得非常的专心 玄哥哥 婉儿会努力的 嗯 苦了你了 玄哥哥 可以修炼 对于婉儿而言 这就是幸福的 这并不苦 婉儿期盼这一天 已经盼了很久了 哼 那就好 当然 什么时候 不想修炼了 就不要勉强 玄哥哥 一切其实都为了 你的幸福快乐 如果你不幸福 不快乐 那么修炼 也就没有意义了 玄哥哥 婉儿明白 李玄 李玄点了点头 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 其实她也微微有些矛盾 她喜欢小萝莉 但是却又不希望 小萝莉在修炼意图之后 变得手染鲜血 哼 一切顺其自然 接下来的两天 李玄和李婉儿 也就一边享受着爱情的甜蜜 一边开始了全面化的修炼 而李玄呢 则是逐渐的通过鼓舞世界 锻炼着自身的身体素质和实力 一切进展顺利 两天后 李玄来到武馆后 说明了有关黎民的问题 尽管这件事啊 非常让人无奈 特别是馆主有些早兴 但是考虑到李玄这等天赋的存在 再加上 李婉儿又通过了 二阶考试 李玄更是通过了 三阶初阶的考试 他也就转扫星为兴奋了 随后 在豪华的飞船来到后 包括武馆里的另几名学生 一同飞向了主城 有名城 我现在宣布 欢迎你加入天狼 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 具体干什么 赖克总教都会告诉你的 一位老者霸道地说着 说完 是以赖克可以把人带走了 这的人怎么都这样 也不问我愿不愿意 黎民很是郁闷 可是再郁闷也有不得的 跟上来的黎民 被带到了 来客的基地南边的训练营 特别大队的营房 来到一楼最东边的夜间房间后 打开后 转过身子 对黎民说 这里以后就是他的房间了 说完 来到卧室的光脑 输入了密码 系统正在处理 请稍候 光脑柔美的女性声音传出 系统处理完成后 请重新输入密码 和进入房间的权限 来客让开 示意黎民过去修改 他则走到外面的客厅去 但黎民出来时 来客又给了他一个光脑 和一张卡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这个光脑里 有一些团里的注意事项 这张卡呢 是出入和薪水卡 出入时可以用到它 每个月的时候 会把薪水打进来 交代完这些后 来客的脸变得严肃起来 郑重地问道 你的天赋修炼是什么功法 修炼几年了 我 我 黎民张口张了半天 只吐出一个我 实在郁闷 还要过一关 这么不说 那我可要自己试试了 说完 黎民感觉一团风 束缚住了自己 来客的拳头 呼地出现在了黎民的面前 黎民这两年呢 没事都在运用冷 零能绝 有时就睡觉 也在运行 来客的举动 他事先就观察到了 可是反应过来 拳头就到了他的面前了 砰的一声 黎民被打飞 鼻血刷的流了出来 黎民还没着地呢 来客的拳头又来了 在毫无反应的情况下 黎民的胸口又挨了一拳 打完这两拳后 来客停了下来 奇怪啊 你的天赋明明发动了 可是怎么没有对我反击 他站在原地思考着说道 黎民爬起来后 刚站直 来客的拳头又来了 啪的一声 黎民被打到了墙上 还没完 接着又是几拳 如此反复几次 来客一直在试 可是就是试不出来 要知道 暗星可是一个混杂的地方 天赋的修习法几乎都有 就是一些大家族的天赋修习法 也有流传到这儿的 只不过 这些修习法的要求科科 必须要有相应的精神应迹 才可以进行修炼 来客还准备在试 黎民也终于突破了束缚 他想就要发疯了 行 不就是告诉你知道 先赋修习法的名字吗 我告诉你 黎民气冲冲地说道 来客突然充满了期待 期待黎民说出一个 令得惊讶的 天赋修习法了 他应该叫做灵能诀 什么 怪不得试不出来啊 原来是他 你的天赋从刚才的波动 看来是暗系的 真是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竟然会修习他 说完 拉过黎民的手 你运行一下 黎民怕眼前的疯子 再做出什么洋相 乖乖地运行了一个周天 不错 就是他 小伙子 看来你要换一个修习法了 说完 把原因说出来了 原来灵能诀 也是很有名的 只不过 他只是一种 辅助性的修习法 小孩子几乎都修习他 原因是 他修炼精神力很快 可是呢 他没有攻击力和防御力 对天赋的提升不大 所以 没有多少人 在这方面花功夫 听了莱克的话后 黎民想想也是 宝亮给他讲的那些 天赋者呀 都是有很惊人的能力 可是啊 他除了感觉上 有些突破外 再就没了 看来 得为你选一个了 说完 莱克接通了通讯器 拉姆 你来一下 这有事需要你 什么事 现在没空 通讯器的屏幕上 出现了一个 阴森森的中年人 团长交代的事 你来不来呀 莱克笑眯眯的问道 什么大事 我这就过去 说完 莱克的通讯器传来 对方请求传送位置 是否同意 莱克回答 是 莱克叫了房间里的 妻妻女佣为黎明进行了 简单的包扎 作为房间的主人 黎明根本不知道 还有这些 毕竟他之前不在这里生活 先前他住的地方 也很简陋 根本没几带像样的工具 半个小时后 阴森森的中年人 拉姆来了 他本人给人的感觉 比屏幕中的更加冷 一身黑衣 更增添了一种神秘感 仿佛是地狱来的使者 到底什么事 急急忙忙的把我叫过来 他的声音还算柔和 可是那种冷的感觉 并未消失 你看 团里新来了一个天赋者 可是他之前修炼的是灵动觉 这不是好好地把一个人给废了吗 所以请你过来 给他找一个合适的修炼功法 莱克乐呵呵地说道 我还以为是什么事 原来是这个破事 不就是个天赋者吗 以后这种事别来烦我 拉姆一听莱克说完 顿时有种被算计的感觉 顿时觉得莱克很可恶 本来是不想麻烦你的 可是啊 这小伙是暗戏的 我想帮忙啊 也没办法帮啊 莱克委屈地说道 好了好了 嘴皮子我打不过你 下次再这样 我可手底下见真功夫了 说完 他诡异地飘到了黎民的眼前 一把抓住黎民的胳膊 没带黎民反应 一股精神侵入到了黎民的灵魂中 黎民发现自己不能动他了 莱克在拉姆出手后 惊讶地发现 这家伙又精进了 竟然连他都没发现 拉姆是如何过去的 看来 拉姆到了六节中期 离后期不远了 如果后期再突破 莱克不敢想象下去 拉姆被誉为团里第一高手之前 他还不服气 现在不服气都不行了 拉姆五节后期时 他也五节后期 现在他还是五节后期 不错 是爱惜的天赋 而且还是罕见的隐形天赋 半晌后 拉姆松开手 说出了他探查结果 什么 竟然是隐形天赋者 话语中的惊讶 可想而知 有点后悔的拉姆来啊 说不定团里又托了一份力量 可是转念一想 黎民都这么大了 之前修炼的还是灵动绝 如果加上 朱明托付他的事情 也不用多想了 黎民也没有机会 开启自己的隐形天赋 还真难说呢 所谓隐形天赋 就是在灵魂中 还隐藏了另外一种天赋 可能是双天赋 也可能是三天赋 甚至是四天赋 也有可能 就看灵魂中 隐藏着几种天赋了 开启这些天赋啊 需要自己在规定的时间内 修炼到五节 具体时间不定 就看自己的天赋 开启期了 一般来说 在三十岁后就没机会了 还有另外一种开启方法 就是八阶以上的天赋强者 强行施法开启 可是就算是八阶的天赋者 也是少得可怜 他倒是知道几个八阶的天赋者 可是这几个天赋者 都是其他海盗团的守护神 平常见一面都难 更别说求这些人帮忙了 再说 黎民也不是核心的成员 当然还有一些隐秘 开启法就不知道了 这个孩子我先带着 我会教的合适的修炼法 拉姆态度突然一变 指着黎民说 莱克点点头 现在只能这样 交到拉姆的手里 也没办法再要回来的 黎民的事情就到此为止吧 黎民跟着拉姆来到训练营的东面 这儿建有不少的别墅 拉姆的别墅在最东面 周围没什么建筑物 远远看去就像孤独的老人 幸好别墅的不远处 有一个小湖孤零零的给别墅 平添了一些宁静 拉姆一路上也不说话 黎民也不敢开口 可能拉姆身上的冷漠气息太重了 行人都绕着他走 看向黎民的眼神 都有些古怪 来到拉姆的别墅后 拉姆打开门后 走了进去 跟我来 丢下这么一句话后 拉姆静止地向里面走去 黎民没办法 无奈地跟了进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为您播讲 第五百四十七集 黎民走近时 拉姆已经站在了电梯旁 拉姆直接按了六楼 来到六楼 黎民发现 整个楼层只有一个房间 跟随拉姆进入房间后 黎民傻了 房间里空空荡荡的 唯一的家具 就是一张光脑桌 和他上面的光脑 把你以前修炼的经历说说 我要结合你以前的情况 做出正确的分析判断 拉姆面无表情地问道 黎民把之前 莱克问他的问题 重新地说了一遍 拉姆听完后沉默不语 突然他向黎民的胸口抓去 黎民吓了一跳 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侧过身子 拉姆抓向黎民的手 出奇地再要抓到黎民时 收了回来 再也不攻击 而对方不攻了 黎民也不敢发作 毕竟实力的差距在那摆着呢 不错 精神力很强大 看来这些年 灵能绝让你的精神力 一直在进步 说完这些话 语调更加阴沉了 我这里有几套功法适合你 你是要一般的功法 还是高级的功法 或者是绝世功法 他的话音刚落 黎民就迫不及待地说 当然是绝世功法 拉姆听完后看着黎民说 想要绝世功法 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你还想要吗 黎民咬了咬牙 恨下心说 我要 最近这两年在饭店的经历 让黎民看到了实力的重要 一个人如果没有实力 他的命就低贱如奴隶 我再问你一句 你真的准备要绝世功法 真的准备这么做 我要你不后悔的回答 我选绝世功法 好 既然你这么回答 那我也不说什么了 三年内我要你什么也别令 全身心地投入灵能绝的修炼中 把精神力修炼得更强 为什么 不是说要给我绝世功法吗 黎民脑中满是问号 如果你信得过我 就别问为什么 当然 你也可以选择离开 找别的神要修炼功法 在天狼团内 还有好几个人是暗戏的 说完 双眼向利剑盯着黎民 看黎民如何选择 我赌了 听你的 我倒要看看你会教给我什么绝世功法 黎民下定了决心 拉姆走到光脑前 调出一个文档 这里面呢 有一些是修炼精神力的心得 莱克把黎民是隐形天赋者的事情上报之后 冤也十分的惊讶 可是他也没办法 因为黎民已经二十多岁了 就是他开启了隐形天赋 也不会有多大的潜力 说不定反而会拖累他 不能好好的隐心修炼 现在的爱惜天赋 把心思放到两种天赋上 只会影响他天赋的进程 而且他还是被拉姆长老带走了 看来这件事也只能一笑而过来 拉姆干脆就让黎民搬进了他的别墅中 亲自训练他 每天都检查精神力的修炼状况 黎民在他的指导下 专心致志地修炼 精神力的进展 让他以自己找到了名师 确实 看了拉姆的心得后 黎民的精神力的进步 那是一日千里 精神石海扩大了好几倍 随着时间的流逝 转眼间三年过去了 黎民的进步 可以说是用神速这两个字总结 灵能觉已经由第一层初期 达到了第二层后期巅峰 看到黎民的进步 拉姆脸上没有露出多少的笑容 只不过笑容背后的阴谋 别人无法发现 自从黎民来到拉姆之后 团里就几乎没这个人似的 既不叫他去接受机甲的练习 也不叫他去执行任务 倒是拉姆中 一年中去执行了一次任务 作为长老 一年只要执行一次 随其他 随着职务的不同 等级不同的次数 普通团员则要随时待命 黎民终于知道了 传说中的天赋是什么 由于灵魂的亲和力 有些人天生和天地间 有一些原始元素的进行交流 如果进行专门的修炼 增加与这些元素的亲和力 那么这个人就有可能调用这些元素 天赋者就是从这发生产生的 黎民也知道了 他的天赋在天赋中的地位 爱元素 作为天地元素之一 是攻击最强的天赋 别人不来打搅 黎民也满意这个 清静的环境中修炼 可是三年过去了 黎民还能这样舒服地修炼吗 答案自然不是 第四年 拉姆说非常满意黎民 从此刻开始就拳手到所谓的绝世功法 而且还要帮黎民解开隐形天赋 黎民当然高兴了 可是拉姆说 因为他的天赋没达到五阶 所以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 一点点地消耗灵魂中的封印 如果黎民同意 他就开始着手开启 看黎民不知如何是好时 拉姆接着说 只要解开封印 你就有了两种天赋 而解开封印只是有点疼 不过 这对修炼精神力有莫大的好处 男人就该对自己狠一点 也许这一年 拉姆那副良师的形象 顺入黎民的心头 也许对实力的渴求 反正黎民同意了 拉姆从这一天 显示了他残忍的一面 历史上 曾经有人用天赋 一点一点地 把包裹在隐形天赋的那层膜撕开 然后最后成功了 可是此人从此疯疯癫癫的 精神上受到的伤害实在太大 就是开启了隐形天赋 又怎样呢 从此 黎民开始了噩梦的生活 每天拉姆都会花好几个小时 把心神投入黎民心神周围 刚开始 对这几个小时 黎民不以为然 只知道 灵魂被一股冰冷包背 灵魂本能的抵抗 因为有外力的促进 精神力修炼起来 速度快了不少 可是 拉姆每次开始前 都强调让他放松 千万不要抵抗 十天后 黎民的痛苦生活来了 这一天 拉姆让黎民 坐到练功室那把特制的椅子上 然后 椅子把它固定住 做完这些后 黎民开始 感觉被冰冷包围 突然一股犀利 开始吸扯 就像在吸收他的灵魂 黎民急了 打起精神抵抗这股犀利 可是他的抵抗太微弱了 感觉一团又一团的暗元素 离开他的身体 被吸收天赋元素的那种疼痛 不是一般的疼 这股疼痛 让黎民感觉无力的抵抗 就在他感觉自己快要崩溃时 胸前的玉均 传来一股柔和的能量 一下子缓解了不少痛苦 发现这个情况后 黎民感觉像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 把这股能量运用到精神石海中 原本不怎么稳定的精神石海 竟然能和这股能量 很好地结合到一块 一共三个小时 结果 结束的时候 黎民几乎要崩溃了 不过呢 让黎民意外的是 他的精神石海 竟然是拓宽了不少 一结束 黎民双手抱头 在地上打滚 拉姆早有准备 机械女佣走了进来 接过机械女佣递过来的头盔 拉姆把黎民按住 头盔强行地 带到了黎民的头上 头盔戴好后 拉姆按钩按钮 头盔内部出现了几个 细小的针头注射器 扎进黎民的头部 黎民的动作 随着注射液的注射 开始减缓变慢 原来针头注射到黎民头部的 是精神缓慢剂 可以降低精神的活动 说此 黎民受到的疼痛 降低了不少 而头盔的另外一个作用 就是催眠 是治疗失眠的 最顶级的产品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用了一个星期 黎民才恢复了过来 一想到拉姆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黎民就想杀了他 这人呢 竟然平白无故 把自己的天赋 暗元素抽光了 黎民心头 狂躁之急 拉姆一进门 黎民就冲过去报仇 可是他冲到一半 就动不了了 因为拉姆用天赋 困住了黎民 别激动 我知道你恨我 可是我真的是为了你好啊 再说事先我也说了 会很疼的 见黎民还是一副 要吃了他的样子 拉姆居然还黑黑直笑 这样的场面 他见的不少了 我真的是为了你好 等一向放开你后 你可以看看 是不是精神力进步了很多 说完 解开了对黎民的束缝 黎民被拉姆和蔼的外表欺骗了 想想这些年 拉姆一直在细心地指导他修炼 仇恨的火苗顿时小了不少 可是 这火苗不是说灭就灭的 自己的精神失海 是扩大了不少 可也不是他的作用啊 郁闷中 把心神投入到精神失海中 发现 精神失海 在那天的基础上扩大了不少 黎民没想到会是这样 可是我的天赋暗系元素被抽光了 这个你怎么解释 黎民的敌视情绪还没有完全散去 这个你更没必要了 你现在看一下你的暗元素是否还在 拉姆一副我很无畏的表情 这几天太难受了 黎民根本没时间 没精力去查看他的天赋暗元素 一查 发现暗元素并没有失掉 反而精进了不少 可是他还是不能理解 不是暗元素被抽光了吗 古语说得好 不破不利 这是一种特别的修炼方法 前几年让你的修炼精神力 就是为其做准备 只要有精神力强大的人 才能承受这样的修炼方式 所以我一直都让你加强精神力的修炼 黎民这才觉得自己错怪拉姆了 张老 我 黎民的头低下羞愧的说不出话来 你知道错了就好 今天赶快恢复 明天我们接着修炼 不能因为这个影响了你的修炼 黎民想说不用了 可是话到嘴边却说不出口了 甚至辛辛苦苦的为自己修炼 受点苦就想放弃 黎民你还是男人吗 你不想早点见到妹妹吗 良心的驱使让黎民说不出口 而且自己当初也承诺了 不管受什么样的苦 都要学到绝世功法 很快三个月过去了 黎民经过最初的生不如死 现在开始慢慢的适应 又一天过去 明天拉姆就要帮他修炼的日子 一想到这黎民心里就一阵的多做 毕竟谁好好的愿受这份苦呢 第二天还是老样子 黎民接受完暗元素的抽取后 昏睡了一天 可是当他醒过来时却发现 自己多了样天赋 把这个好消息赶紧通知楼上的拉姆 拉姆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仿佛一切全在他的意料之中 傻孩子 这是你的隐形天赋被开启了 来 我帮你检测一下你现在的天赋 把手放到了黎民的头上半天后 你现在已经拥有六阶的天赋了 拉姆语重心长地说道 我这就六阶了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黎民感觉眼前这人很可爱 世间的一切都是那样的美好 想不到自己也可以成为 超级高手强者天赋之一 根据我多年的经验 你的隐形天赋应该是冰元素 我这套修炼方法 前期修炼行快 如果照咱们这样下去 一年后你就可以达到六阶中去了 拉姆快速地天赋进行诱惑黎民 拉姆长老 你一定要帮我呀 黎民紧紧地抓着拉姆的手 看向拉姆的眼神全是期待 黎民此时 也完全被天赋的进行影响 内心充满了对失利的渴望 放心 我会继续帮你的 拉姆对期待的黎民说 可是在他的心中 却还有一个声音 再有一段时间 我也要突破了 可惜这些声音 黎民是听不到的 拉姆长老 你的恩情我黎民记住了 以后我当牛坐马 报答你 黎民心底默默地对自己说道 自此以后 黎民对拉姆是相当的配合 没再叫一声的疼 转眼一年又要过去了 黎民的天赋也到了六级后期 不过最高兴的还是拉姆 最近一个月来 他的天赋也因有突破的迹象 等了这么些年 终于要等到这一天了 两人都很期待 期待自己快点突破 黎民现在非常适应 拉姆给他的修炼方式 近几个月来 他的恢复能力越来越强 现如今 修炼完后 他只需要休息一天就可以了 可是拉姆 还是要他加紧修炼 留给灵能觉的空间 自然是少了一些 黎民虽然有点急不可待 可是他也知道 拉姆对他的话 说得也很有道理 该来的总会来的 七月八号 对于黎民来说 是个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一大早 黎民就来到练功室 等候拉姆 到了九点 拉姆才姗姗来迟 看到黎民在此等他 忍不住开玩笑 黎民呢 怎么一大早就来了 是不是一天不修炼 浑身就觉得痒痒 痒痒都没有 只是不修炼 心里觉得憋得慌 看来 我是离不开您的修炼了 哈哈 那好 我们马上开始修炼 拉姆说完 是以黎民坐下 做好准备 开始吸收黎民的暗元素时 拉姆感觉很不对劲 以往只要把暗元素吸过来 自身的暗元素 立刻会把这些暗元素吞噬掉 可是今天这些暗元素 却围在他自身的暗元素旁 不动 难道今天的吸取方式不对吗 拉姆都不得不分心思考虑这些 从头到尾仔细想了一遍 没错 心神却不像以往那样平静 总感觉有些什么事要发生似的 吸取黎民的天赋元素时 暗自小心了些 可是突然间 他的天赋暗元素发生了变化 竟然有趣的暗元素 没有丝毫征兆地混成了一大团 并且呈现螺旋状 发生这些后 拉姆也顾不上黎民了 事发突然 让他差一点 失去了对天赋元素的控制权 为了稳固对暗元素的控制权 过多的精神力投入到暗元素中 可是暗元素旋转 带着精神力也开始旋转 心神成几何倍的增长 局势完全脱离了拉姆的掌控 以往自信的他 不禁冷汗跌出 形势对他非常的不乐观 可是他跟黎民的关系没断 慢慢的暗元素的旋转 牵扯到黎民这边 黎民自身的精神力 在修炼的第一时间放开抵触 可是这样一来 把他也牵扯进来 他的暗元素也跟着开始旋转 黎民感觉不对 以往根本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不过他还是选择相信拉姆长老 可是越来越多的暗元素牵扯进去 精神力也开始紊乱 几乎既要他不受控制的时候 再不由所反应 他的精神石海就要崩溃了 到时给他带来的后果 将是毁灭性的 旋转的精神力 让黎民觉得天旋地转 而且精神石海晃动得特别厉害 开始被牵动着 随着精神力的旋转 心神隐隐有被吸过去的迹象 幸亏 要命时刻的胸拳的御坠 传出了一股柔和的能量 缓解了不少凶险 黎民可是在拉姆给的资料中看到过 如果一个人的精神力崩溃 那么这个人就算活下来 也跟植物人没什么区别 几乎就等于啊 你这个人没了 在这个生死抉择的时刻 黎民放下了一切 先好好活着再说 黎民开始控制自己的精神力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为您播讲 第五百四十八集 这几年黎民可没有白修炼 特别是对精神力的控制上 每次为了让拉姆抽取他的精神力容易点 他都在忍着剧痛的情况下 极力束缩自己的精神力 对拉姆的抵抗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对精神力的控制越来越强劲 拉姆吸取爱元素也越来越轻松 一点又一点的精神力控制权 开始回归到黎民的手中 当大半的精神力重新回到自己的掌控时 旋转速度也越来越慢 可是黎民发现 想要让旋转停下来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其中掺杂有拉姆的精神力 而且旋转的源头还是拉姆 只有控制了拉姆的精神力 才有可能让旋转停下来 拉姆那强大的精神力 是他说控制就控制得了的吗 人家愿意吗 可是旋转不停下来 黎民心里不踏实 可是这样下去自己总会疲惫的 万一所有的精神力都失去控制 那就不是自己就完了 被逼到了如此的地步 黎民决定冒险一事 把自己的灵石 附在拉姆的精神力上 之后发现 拉姆在上面的灵石很脆弱 不管三七二十一 黎民侵入了这些精神力 强行地暂时控制了拉姆 留在他灵魂周围的精神力 可是事情并没有如意料中那样停下来 还是在缓慢地旋转 到底该怎么办呢 为了继续活下去 黎民绝对冒险一事 顺着精神力把联系 黎民来到了拉姆的灵魂旁 可是这把黎民吓了一跳 此时乱糟糟的 整个灵魂都在快速地旋转 对他过来根本不知情 黎民还认为 这是拉姆为了帮他 提升天赋所造成的后果 于是不要命地 扩大精神力的控制范围 试图帮拉姆把情况理顺 黎民控制的精神力 很快超越了他所能控制的范围 可是他还在硬抗 希望可以控制更多的精神力 现实中的黎民 脸色苍白 浑身上下不断地哆嗦 拉姆毕竟修炼了几十年 渐渐重新夺回一些精神力的控制权 失去控制的精神力 实在太多了 该怎么办呢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突然 他感觉有人在侵斩他的精神力 可把他吓坏了 急急忙忙地 加大力度去夺回精神力的控制权 黎民终于同拉姆接上头了 拉姆传来第一个讯息 是问他是谁 为什么侵占他的精神力 讯息中包含了无尽的愤怒 如果零食被完全地侵占 拉姆就会变成白痴 苦笑一声的黎民 赶紧发过去解释的讯息 并且通知拉姆准备接收 毕竟 拉姆的精神力上 包含拉姆的灵石 这是黎民无论如何也抹不掉的 除非拉姆死亡 接到黎民的讯息 拉姆百感交集 趁不知该说什么好 不过 他还是很高兴地去接收 他的精神力上没有他的灵石 黎民只能暂时压制住他的灵石 接收得非常顺利 本来黎民把精神力还给拉姆离开 可是拉姆请求黎民帮他 于是精神力在黎民的帮助下 几乎全部重新夺回控制权 精神力已经不是天赋 暗元素旋转 看到拉姆情况变好转的黎民准备离开 可是一边突起 旋转的天赋 暗元素突然爆炸 把来不及回去的黎民也扯了进去 怎么回事 怎么办 黎民急得团团转 拉姆终于露出会心的笑容 原来这一切的意向就是要紧接 十年的付出 在这一刻终于有了收获 他终于成功地紧接了气节 所有的烦恼统统放下 他细细品味气节带来的变化 黎民麻烦了 暗元素的爆炸 让他陷入到了极度危机的地步 精神力摇摇欲坠地护着他 犹如漂泊在怒海之上的海船 随时有沉船的危险 到底要坚持到什么时候呢 绝望撕扯着他的坚持 黎民不知道 他可是在别人紧接气节的时候 临时精神还留在别人身体中 精神力实在扛不住了 哄 受到拉姆精神力的引燃 他的神石也发生了爆炸 在这一刻 黎民彻底失去了依靠 耗尽精神力的灵石 就要陷入到昏迷中 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 又是胸前的胸坠救了他 胸坠又传来一股更加精准的能量 把疲惫的黎民包裹起来 黎民也慢慢恢复了一些精神 可是这些有用吗 精神石海都爆炸了 以后他还能运用天赋吗 胸坠传来的能量 把爆炸后的精神石海残留物 也包裹起来 突然 胸坠传来一股犀利 把黎民的心神和精神力残留物 拉回他自己的身体中 疲惫的黎民 在心神回到身体后 就昏迷了 而胸坠发出那股能量 却没有散去 慢慢滋润着精神石海 爆炸后留下的那个圆核 原本暗淡无光的圆核 受到能量的滋润 开始红润起来 圆核越来越红润 啪 圆核竟然裂开 一枚小到极点的圆点 从中飞了出来 飞到当初精神石海的精神源 而那个裂开的圆核 则像枯萎的花草 顿时干枯了 然后 干枯的圆核 又慢慢地发散成小颗粒 直至最后 消失不见 拉姆从入定中出来后 复杂地看着黎民 爆炸时那一刻的一切 他都知道 按照家族中的记忆推测 黎民从此之后 再也不能在天赋上 有所成就了 那一刻 完全毁掉了 他天赋暗元素的潜力 不过 现在最重要 黎民能不能活过来 向团里挥拨了一些情况后 拉姆命人把黎民接走了 成大事者不拘小结 他不会因为黎民而影响他 他可不想因为这个而产生心魔 而性格厚道的黎民 就算是到这一刻陷入昏迷之中 也不明白 从头到尾 他都被拉姆算计着 他只是淳朴耿直地认为 拉姆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他才这样的 这样的心态 原本是不属于一个贫民窟之人会有的 但是偏偏 从出生被抛弃开始 他身上的坠子和衣服 都是非常珍贵的 这使得孤儿院的人都很看重他 显然 虽然是被抛弃的孤儿 可能来头极大 这使得他和他妹妹 直接被文心武馆照顾着 身边的人也是相互体谅的贫民 不会去玩心机 而黎民则是一心扑在修炼上 心思耿直单纯 被拉姆这么一骗 就很轻易地骗到了 这也只能说 是老实人的悲哀了 黎民醒过来后 发现他正躺在莱克 曾经分给他的那间房子中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怎么会在这里 黎民记起了昏迷前 在拉姆那发生的事 我不是在拉姆长老那吧 想到这 黎民准备起床 去拉姆长老那 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是刚站在地上 就感到眼前已黑 昏沉沉地坐在了床上 精神力衰竭到了极点 黎民坐在床上 浑然不知如何是好事 他的房间门铃响了 机器人女佣 提醒作战部队 第十大队队长 盛洁找他 虽然不认识 什么作战部队的人 更别说 这个第十大队队长盛洁 可是他还是提醒 机器女佣开门 他很想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能来人会给他答案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你好 我刚接到命令 以后你就是我们 第十大队的人了 现在赶紧收拾东西 马上跟我走 以后这个地方 就不属于你了 圣洁用一种 不容置疑的口气 对着黎民说 说完后 用冰冷的眼神 告诉黎民 小子 老实点 这完全是与死神 打交道的过程中 锻炼出的眼神 无形的威压 压迫着黎民 看来 这是要给他一个下马飞 黎民与圣洁的眼神 对了一下 因为精神力恢复的太少 拉姆给他带来的伤害 还未恢复 他不得不低下头 躲避圣洁的眼神 圣洁对黎民的反应 很满意 带领这些亡命徒 就要镇住他们 赶紧收拾东西 他再一次 用命令的口吻 对黎民说道 黎民左右 环顾一下 这里的一切都很陌生 感觉没啥可带的 刚准备站起来 看看有啥要带的 可是刚站起来 眼前已黑 又差点栽倒了 他咬牙站了起来 怎么不能走路 圣洁戏戏虐的看着黎民说道 没事 我可以 黎民受不了圣洁轻视的声音 环顾一圈后 黎民只把当初给他的卡带走了 走吧 示意圣洁可以走了 圣洁很奇怪 资料上说 眼前的人在团里也待了四年了吧 怎么说 也应该要带走一些东西吧 很随意地问了一句 兄弟之前混哪儿的 资料上没写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奇怪的资料 我之前一直在跟拉姆长老修炼 黎民不耐烦地说了出来 圣洁听完倒吸一口凉气 竟然跟那个老变态在一块 再一仔细看着黎民 憔悴的脸色 眼神中没有多少光彩 看来受到折磨不少 他看黎民的眼神 不禁同情了一些 不过同情归同情 该什么态度就什么态度 丝毫没有变化 刚一出门 一位团员在机器人管理员的带领下 来到了黎民的住处 看到出门的黎民 赶紧叫住了他 赵先生 等一下 这是你的包裹 拉姆长老偷我交给你的 说着 把飞船中的包裹给掉了出来 放到黎民的面前 这是 黎民诧异地看着眼前的巨大包裹 长老吩咐的 你留个视频接收就行了 说完 机器人管理员报告 视频截取完毕 黎民还未来得及反应过来时 来人一塌不留心地朝外走去了 去 黎民无语了 圣洁表示 黎民在此等着 黎民只能跟着包裹在原地等着 出了住宿大楼 圣洁来到他光线前 五千千 这里可是团里顶级的交通飞船 一款轻巧的小型飞船 可以承载十人 最高可达到十分之一的光速 用了五分钟 黎民就到了作战部 跟我来 圣洁说完 带他前往一座白色大楼去 我要给你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看看你身体怎么样了 适合哪个位置 黎民反正也不懂 跟着走就是了 其实啊 圣洁从听到拉姆老头那一刻 就想放弃黎民 以往从拉姆老头那出来的 没几年都死了 圣洁把黎民带到一楼值班室主任中 田医生 请为他做个全面检查 圣洁没了冰冷冷的样子 反而是一种平常的语气 好的 请您在办公室等一下 我这就带他去 说完 对黎民说 小伙子 跟我来 来到二楼的黎民 被一机器工作人员接走了 可是 很快他的检查就被终止 田医生脸色凝重的 回到办公室 圣洁队长 恐怕您要失望了 这小子还没有经过身体的激发 不能失作 战斗部队 什么 没有身体激发 怪了 这一下麻烦了 圣洁原本以为 上面给他分了个不怎么好的战士 没想到会是如此之差 考虑了半天后 抬头问田医生 他的身体怎么样 激发后可达到什么样 他的身体非常好 已经拥有一阶战士的强度 注射潜力开发剂后 应该会有一个不错的潜力 被激发出来 圣洁听完 转身看向窗外 心中那个郁闷 这小子上面给的 无论如何 也得待些日子才能送走 怎么也得给上面那些 人点面子 可是这小子的身体 转身对田医生说 给他注射潜力开发剂 那您想 为他注射哪种型号的 每种型号需要的贡献点不一 把你划掉的点数告诉我 我把相应的型号罗列出来 圣洁打开微信光脑 准备查看 他还有多少贡献点时 突然记起 黎明来团理时 时间也不短了 刚才拉木长老送他礼物了 应该有点贡献点 想到这儿 让田医生把黎明带下来 因为他的微型光脑是绑定的 所以只好用了这间办公室的光脑 光脑扫过黎明的红膜后 他在天狼账户出现了 在圣洁的提示查了一下 乖乖 竟然有一千贡献点 圣洁都怀疑 黎明抢了天狼团 他一年才两百多 这小子竟然有一千 他打心眼里嫉妒黎明 他那艘光线五千 才花了五百贡献点 于是正对发愣的田医生说 你这最好的潜力发 开发剂是多少 田医生奇怪地看着圣洁 很快反应过来 大声说道 九百 好 那就给他来个九百的 可是 他现在的状况很不适合注射前领激发剂 得休养一些日子 你看 是不是在我这静休几天 好吧 你就在这先休养着 一听圣洁答应来 田医生笑得和不拢嘴呢 在办公室上按了个按钮 马上就有一个漂亮的护士走了进来 带这位小伙子到特护病房去 两个人完全没有听取黎明的意见 黎明好像摆布在两人手中的棋子 这就是强者为尊的时机 黎明虽然听不懂两人在说什么 可是 让他住院这是知道的 再加上头疼的厉害 觉得也应该住院看看 所以就没反对 在黎明出院后 田医生把50个贡献点 赚到了圣洁的账户上 田医生虽然有点贪 不过对黎明的治疗还是很上心的 知道黎明要进行潜力激发 专门为黎明制定了一套精神保养的方案 每天注射丰富的精神保养业 和精神滋润业 也算歪打正着 黎明因为拉姆受伤的精神 开始飞速地恢复 再满一个月时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黎明发现 这次精神力变得不一样了 不需要时刻地刻意运转灵能觉 就可以把周围感应得完完整 而且现在感应没有了界限 好像一个立体的世界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令人沮丧的是 他的天赋退回到了原点 暗系天赋几乎枯竭 连一阶的天赋都达不到 身上发生这样的事 让黎明不得不踩那一刻 拉姆身上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他的暗系天赋 会莫名其妙地爆炸 令得黎明心寒的是 拉姆从子从他的身边消失了 而据田医生说 拉姆长老好好的在团中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为您播讲 第五百四十九集 灵能绝是不能修炼了 因为无论怎么运行 都没有反应 这一段时间他也明白 什么是潜力激发了 他现在在等待 等待注射的气前进 如果激发效果不错 他就可以成为 一个不错的战士 这样他还有留在 天狼海盗团的资格 否则他又会被 从这里赶出去 继续过服务生的生活 黎民住院的第三十五天 他开始注射激发剂 在这一天 天医生让他光着身子 躺到一个球形的壳子中 他一躺下 仪器立刻贴到他的身上 他被固定得紧紧的 一个尖锐突然扎入到 他的胳膊中 很快 一股奇异的感觉 包围了黎民 身体像是开闸泻红一般 一波又一波 冲击着黎民的承受神经 可是 黎民对疼痛的免疫力 实在太强悍了 控制光脑 一遍又一遍地 询问黎民 是否需要冻结药效 可是 黎民每次的答案都一样 不需要 田医生在潜力激发 注射到他的身体之中 却回到了办公室 其他值班医生也离开了 潜力激发会自动停止 需要他们时 光脑会提示的 慢慢地 疼痛已经超越了黎民 所能承受的极限 可是 黎民并不准备放弃 死死地硬扛 开始前 田医生曾对他说 扛的时间越长 药效越好 为了更好地 让身体的潜能得到激发 只能拼了 再说 拉木长老在身边待的那几年 可不是白待的 终于 一声低的一声 药效完毕 黎民的激发过程完了 一起给他注射麻醉剂 舒缓紧张的神经 可以说 黎民现在已经创了一个记录 是天狼 单次激发 潜力时间最长的一个人 其他人都是实在受不了 冻结了药效 等疼劲过去后继续 直到药效耗完 从来没有人一次就把药效耗完了 黎民再次看到阳光后 是十天之后 圣洁也过来踢人 这次 激发黎民身体 直接达到二级战士的水平 想要有更高的成就 就要看后期的训练效果了 来到第十大队 圣洁直接把黎民丢在了健身房 给黎民设定好 训练时间后 镜子离开了 这里会有机器管家 帮助黎民训练 每天 黎民早早的 在健身房提供的宿舍 被机器管家叫醒后 开始一天的训练 机器管家会根据他训练的数据 合理的安排 当然 也会听取黎民的意见 黎民每次都会增加20% 第一个月结束 黎民可以在30分钟内奔跑万米 做服务成500个 身体素质也达到了4节 就算基本达到了第十大队的要求 到了第二个月结束时 他已经达到5节 可以说是进步最快的团圆 实在是多亏了那次身体潜能的激发 圣洁再次出现时 看到黎民的效果非常的吃惊 这一次 他没有犹豫 直接把黎民安排进了进战部 上次的战斗 让他的进战部的不远 减少了50% 现在急需新鲜血液的注入 也管不得其他了 所以 黎民没有再去检查 进入进战部后 队里没有给他分配机甲 因为当初黎民 拉姆送给黎民的就是一架机甲 还是相当高级的机甲 把机甲的型号输入到光脑模拟系统后 圣洁要求黎民在虚拟网内 十天收集自己的机甲 除了吃饭睡觉 黎民把心神投入到了虚拟网中 第一天 黎民通过虚拟网的介绍 把手中的浩天六型机甲摸了个头 第二天 开始驾驶机甲 做基本动作 到了第九天 黎民已经熟练地驾驶着机甲奔跑 飞行 攻击 防御 自以为驾驶非常熟悉了 第十天 他开始通过互联网挑战其他的团员 可是这一天 他实战实败 晚上喝得醉醺醺的圣洁 带着几个手下把黎民拉了出来 靠 第十大队创立以来 还没受过如此启齿大辱 实战实败 你让其他大队砍我的门叫活是吧 说完 一脚把黎民踢到在地 我说让你进行互联网模拟实战了吗 说着 继续踢向黎民 黎民第一点还没想到 这第二脚 还没来得及黎民判断出攻击点 在地上打了个堵 躲开 其他人见黎民敢躲 纷纷出手攻击 几个人的偷袭相继落空 还敢还手 兄弟们 给我狠狠地打 来人都是五六阶的战士 无论是力度 速度 还是经验 都是黎民无法比拟的 黎民就这么毫无反抗地挨打吗 当然不是 一沉寂很长时间的精神尸海 作用突然显现 此时的精神尸海 已经不是曾经的精神尸海了 黎民挨打时 精神尸海 把周围的情况全方位地反映出来 唯一让黎民不理解的 是精神尸海出现的那一刻 胸中好像颤抖了一下 有了精神尸海 外面的一切就像发生在他脑海中似的 开始 圣洁几人被黎民怪异的反应 来了个措手不及 根本想不通 黎民是如何躲避开他们的 一时间 竟然有些手忙脚乱 圣洁是六阶的天赋战士 这是黎民没想到的 因此当圣洁的元素之火飞翔它时 黎民很清奇地 是精神尸海连这也可以准确地观察到 火焰进入黎民脑中后 犹如一团在里面燃烧的火一样 可是 黎民还是在这样痛苦下 回应了圣洁他们 各种狠辣的手段相继使出 黎民的尸海 每次都准确地 把来招分析得准准确确 可是身体的反应跟不上大脑的反应 身前的几人都是五六阶的战士 那速度黎民跟不上 更何况还有几个人是一起攻击他 黎民被打得缩在地上 一动不动 圣洁他们才停住了手 因为黎民是正式团员 他们不敢闹出人命 可是接下来的举动 又把黎民逼入到了绝路 追见圣洁招来几起佣人 把他抱到先锋大队去 告诉龙大哥 改天我请他喝酒 就这样 黎民又辗转到了先锋大队 说起先锋大队 在天狼团可是又大大有名 每次行动 先锋大队都冲在最前面 说白了就是炮灰 被丢到先锋大队后 因为圣洁的原因 只有机器人医生 为黎民治疗 在他来到这里的十五天后 他被愤怒的小队长提起来 要他到操场集合 马上就要出发执行任务了 命令所有人站好 无奈 黎民赶紧起来站好 大队长龙飞站在主席台的地方 发表了简洁的出征语 然后用激光枪向天空中开了一枪 然后命令所有人到飞船上去 黎民他们则不甘心地走到了船上 飞船中死气沉沉的 他们这些人都是不受太怀礼欢迎的人 或者是得罪了上级的 比如黎民 有些人在默默祷告 有些人在垂头叹气 这艘飞船没有房间 所有人必须随时处于战斗状态 两天来 黎民都在飞船上闲着 警戏心放松了不少 可是当战斗就要来临时 他被飞船上的战斗服吓了一跳 此时他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大队长骂骂咧咧的出现在飞船上的大屏幕上 所有人准备 马上就要开始战斗了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没有半个小时 舱门打开了 大队里面的老人立即钻到机甲中 战斗 大队机甲闯了进去 黎民飞出飞船之后不久 飞船就被一束光束炮击中 造成飞船一阵的摇晃 随后越来越多的光束炮 磁爆光子弹击中飞船 飞船在远去的黎民视野中 炸成了一团 黎民所在的大队 被分到了一艘商船 踢到保护罩上 学着别人用核磁爆弹破坏保护罩 他们流动作战 商船周围的护卫战舰 开始还扫射黎民他们这些机甲战士 可是很快就放弃了 因为这舰接在破坏防护罩 护卫舰里面的护戒甲战士冲了出来 对方的远程机甲战士 一轮精春的扫射 因为没有准备好 没有撑开护盾机甲 所以很多战士都倒下来 黎民因为在能动抢过来前 有西石海的提醒躲过了一截 对方进展机甲攻了过来 大队长在通讯中提醒游斗 所有的机甲战士刷得散开 目标分散 让远程机甲 拔出身上的武器飞冲了过来 黎民他们只好一边躲避 一边用核磁爆弹破坏防护罩 黎民现在被两个机甲战士追着打呢 幸亏有石海 威胁性的要命攻击都可以躲开 索性核磁爆弹也不安放了 撒丫子就跑 现在活命最要紧 因为成功牵制住了敌人的火力 其他作战部队也开始攻击 商船的保护罩肯定是保不住了 一阵猛烈的攻击 终于保护罩破了 任务完成了 黎民这时也收到了撤退的命令 这时候他们反而是最轻松的 剩下的战斗就是作战部队的 回到临时的夜色飞船上后 大队长龙飞清点人数 发现少了二十个 悲凉的气氛围绕在众人旁 黎民他们退回到指挥舰后 所有人盯着大屏幕 关注战斗状况 还有一些先锋大队没有完成任务 所以作战部队 先锋大队先虎掺杂 场面有些混乱 三个小时后 战斗结束 留下打草战长的后勤部队 所有的作战部队开始撤回基地 有了作战第一二三四大队的协助 先锋队的压力一怂 状况明显好转 雄兵们被拖住 就在黎民准备大范围的 释放核磁炮弹的时候 保护罩突然间的消失了 商队自己的机甲护卫 哗啦啦全部出雷 刚刚偏向他们的天平 再次倾斜 商队其实是在赌 赌海盗这次来的机甲 不会超过他们 两个佣兵团加起来 大概有四千 商队自己的护卫队有两千 而根据官方数据提供 天狼每次出动人数 不超过六千 如果海盗们的人数 真的没他们多 那么这场战 他们算是赢了 人手足够的情况下 再加上护卫舰 撞有最先进的反光子弹 驱散炮 完全可以应付海盗的光子弹 而且护卫舰组成的火力 短时间是不攻不克的 被护卫队追杀的这些机甲 又破坏不了商船的保护账 肯定可以拖到星际驻军的到来 到时逃不逃就不是天狼说了算了 可是这一场仗 真能如他们想象 天狼真的就是数据上表现的那样吗 黎明他们在保护罩消失的瞬间 没注意一下子进入到保护罩的内部 想出去时 保护罩又重新启动 这时商船的火力全瞄准了他们 根本不敢多想 只能想尽办法拼命地躲避这些火力 石海 光脑 死死地盯着周围的风吹草动 现在可是要命的时候 保护罩重新启动 可以说是他最脆弱的时候 强度只能一点一点地提升 见此良机 从指挥官一声令下 海盗隐藏的机甲全部飞出来 整整六千 六个作战大队包围了商船 商船的高层和拥兵团的高层 见此全都眉头紧皱 事情实在出乎他们的意料 先前的作战全部废了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拖 拖到兴兮驻军的到来 突然间针对黎民的火力 小了很多 从机甲的扫描得知 有一架机甲向他飞来 其他的机甲 弃他而去去寻找别的目标 不过他没有太在意 可是两架机甲的距离 不过百米的时候 那机甲突然加速 朝黎民飞来 黎民注意 石海中 显示一抹天赋向他射来 黎民来不及躲闪 也不能 因为光脑提示 另外有三数超大的激光炮锁定他 黎民做出一系列的规避激光炮后 一阵沉闷的感觉包围了他 他知道自己中招了 从拉姆内里勒来的知识 让他判断 自己中了水系的天赋水球 水球会紧紧包住灵魂 水球会慢慢切断灵魂与大脑的联系 乌楼偏逢下雨 思维缓慢的 他机甲上又挨了一枪 没受伤的那条腿的动力被破坏 沉闷严重干扰了黎民的判断 马上又有一枪 侧进机甲的胸 枪打起精神的黎民 一刀砍向偏枪 在这空挡的期间 一座小型的激光炮锁定了黎民 碰 后背挨了一炮 机甲肋骨处被打出了一个窟窿 幸亏是小型的激光炮 不然他这小命就玩完了 动力严重受损 一枪又刺了 黎民举刀 看看架住枪头 可是动力上的插去 让他一下被压飞了 一枚光子弹跟了上去 呼 机甲的右手被炸飞 见此 攻击黎民的机甲放弃黎民 因为还有不少袭击海盗的机甲 在保护罩内活动 在他想来 黎民已经废了 一定撑不过商船密集的远程攻击 黎民操纵的机甲 刚一接触到保护罩 保护罩就破了 当然 肯定不是他这么一撞 保护罩就破了的 他只不过是凑巧 是漫天的机甲杀了进来 抓住机会的黎民 赶紧向战场外飞去 攻击他的水系天赋 紧紧地包围着他 一种窒息的感觉给他传来 如果不撑过这阵 那他就完了 突然 从胸中传来一股股的能量 枯竭的天赋 奇迹般地出现了 开始和包围他的水系天赋 水球斗了起来 可是这股天赋太弱小了 怎么办 石海的好处立刻体现出来 只要哪出现了薄弱 天赋就会立马掉过来补充 因此窒息的感觉稍微好了点 刚开始黎民的天赋处略势 幸好他的天赋一波接一波地出现 而包围他的水球 没有外来天赋地补充 略是渐渐形成了优势 终于一举击破包围他的水系天赋水球 黎民趁神追击 水系天赋被消灭得干干净净 我怎么会有天赋 到底怎么回事 黎民也想不通啊 不是天赋已经都枯竭了吗 天赋在这个时候出现 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是天不亡我 当然黎民觉得 最应该感谢的是父亲留给他的兄弟 每次在危急的时刻总会出手 想到这绝望 心中燃此了一丝希望 因为石海的存在和光脑的提醒 显显地躲过树道战场中 一散出来的致命激光炮后 黎民缓缓地脱离了主战场 主战场现在打得一片火热 天狼团的兵力已经被压缩到商船的附近 商船的护卫舰在做最后的搏斗 火力一时相当猛烈 可是天狼团即使改变策略 放慢对商船的火力 调及以前机甲战士前去攻打护卫舰 在主舰火炮的演示下 击落了机甲战士 分别登上了事先锁定的护卫舰 一时间 护卫舰内战火不断 火力相对下降了不少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由玉生配音组为您播讲 商船的护卫舰在做最后的搏斗 火力一时相当猛烈 可是天狼即使改变策略 放慢对商船的火力 调及一千机甲上去攻打护卫舰 在主舰炮火的掩护下 没有击落的机甲战士 都分别登上了事先锁定的护卫舰上 一时间 护卫舰内战斗不断 火力相对下降了不少 少了护卫舰的火力压缩 商船那边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作战第三大队登上了商船 另一边 护卫舰也损失了好几艘 看来大局已定 黎民的机甲受损实在太严重了 几乎飞行都有难度 现在就等着战斗结束后 打扫战场的团员发现他 看到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后 商船内不断弹出救生舱 拥兵团和护卫舰也收到了撤退的命令 此时 护卫舰已经损失了一半 海盗团也不追赶 他们的目标是商船上的货物 非常快速地打扫战场 像黎民这样的受损的机甲战士 相继被接到各自的队伍 经过这次战斗 各大队的队员减少了30% 炮舰损失了五艘 不过收获非常大 一年内天狼什么都不用做 都可以过得非常滋润 商队就惨了 回去的不足来时的五分之一的人员 坐在回去的船上 黎民非常高兴 不是为了队伍打了胜仗 而是为天赋的重新出现而高兴 从此之后 他的生命又多了一份保证 不过他对天赋不太理解了 感觉重新出现的天赋 和曾经的又有那么些不同 眼下最重要的是 他得把天赋的情况搞清楚 到底曾经他的天赋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前一段时间 天赋神秘的枯竭 当然还有神秘的胸质 回到基地 团里为这次参加战斗的团员 每人发了一笔不菲的奖金 并且放十天的假 黎民第一时间 向团里提交了一艘新机甲的申请 回到宿舍 黎民顾不上唤醒 带着一身臭汗连上了虚拟网 他要查明天赋到底是为了什么 虚拟网上丰富的资料 一时难住了黎民 没办法 只好一条一条地仔细查看 包括他先查看了机甲的价格 一看吓了一跳 他现在的钱 只能买价性能最差的 经过五天不懈的努力 黎民终于找到了几乎所有有用的文章 文章中说天赋枯竭有三种可能性 一种是天赋消失 另外一种是隐形天赋拥有者 天赋变异 最后一种是天赋跃进 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情况 天赋拥有者最期待 而又最痛恨的事情 莫名其妙的天赋消失 重新出现提升几个等级 可是黎民天赋的重新出现后 几乎是零级 文章提到一旦完成变异 得到了一定的刺激 天赋将重新出现 可是黎民一个都对不上号了 现在看来在虚拟网上 他是不会有什么收获了 最令黎民失望的是 虚拟网上根本没有任何 关于凶坠的记录 就在黎民最失望的时候 团里对他的深情也批了下来 鉴于此次战斗而损失机甲 团里决定给黎民一架新的机甲 不过信号比他先前的差了很多 并且他的贡献点也被扣完了 没办法呀 总比他能买的那架好了 李璇带着李婉儿来到了幽明城 因为是文心武馆的名额 所以在幽明城的接受测试之后 李璇和李婉儿都直接被接受到了学院之中 随后 为了方便照顾李婉儿 李璇和李婉儿在学校 购买了一间高档的独立修炼庄园 安心地修炼了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 李璇不断地使用脑盒帮助李婉儿修炼 而李婉儿自知这种顶级的基因液来之不易 除了感动之外 除了努力修炼之外 就只有对李璇更好了 于是 两人真正地做到了相濡以沫 不分彼此 转眼间 六年时间过去 李璇从学院之中开始 随后的六年内 他不断地提升实力 四阶 五阶 六阶 七阶 八阶 达到了八阶之后 李璇也创造了幽明城的传奇 成为了幽明城举世闻名的超级天才 当然 这只是现实的成就 在鼓舞江湖和机甲战场上 李璇都以沐璇之名 鸣动整个出源界 时间 走一分就少一分 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低头 他也不会对世间的一切低头 每天 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不让前进的车轮停下来 黎民这段时间 大部分都花在了熟悉的新机甲上 这可是他在战场上保命的工具 虚拟网不断地挑战 让他的水平一步一步地提升 操纵新的机甲的黎民 现在可以轻易地挑战 三架 一阶的西甲战士 上次的战斗 让黎民离碍了很多 实战是提升战斗 等级最快的方法 当然也是最危险的 整整休整了三个月 天狼才开始工作 先锋大队又补充了将近三百名的新鲜血液 经过这次战斗 黎民也算是老人了 他已经是四阶的战士 也算是战斗力强悍的家伙 如果算上十海 黎民的战斗力相当于六阶的战士 战斗中总是老一套 破坏掉防护罩后 先锋大队就没事了 一次又一次的战斗 让黎民渐渐成熟其类 一晃两年过去 在先锋队 他眼睁睁地送走了一个又一个的熟悉的队友 随即又迎来一个又一个的新队友 队伍永远都是整齐的 里面的心酸 外人永远是无法理解的 黎民现在已经是六阶的战士 那次的意外 让他发现 自己干枯的天赋 竟然重新燃烧起了希望 经过日夜的苦修 到现在 天赋已经恢复完全 操控机甲 更是达到了七阶的水准 可以说 是天狼历史上 进步最快的团圆 同时 也是对了名副七十的老人 想当当的资历 让他当上了副大队阵 如果高层有后台的话 说不定现在队长这个职位就是他的了 黎民当上副队长后 团里对他的要求也不像刚来时那么苛刻 常常战斗都要参加 现在只要三个月参加一次战斗就行了 而且还有了选择权 这样 黎民就可以选择在一些小规模的战斗中出现 如果没大的变化 他的日子也许会这么早下去 可是 可是一直放心不下兄弟和妹妹的他 会安于现状吗 最近团里的高层频频外出 而且下来指令全团休整一个月 到底怎么回事呢 黎民忙活了半天 就是从总队长龙飞嘴里套不出一个字 反而被龙飞狠狠地宰了一顿 欲哭无泪 大约过了二十天 团里组织了一次队长级别以上的会议 看来要有大动作了 听着团长袁野不断调配着队伍的黎民 心里想到 这次团里计划把十五个大队中 十四个大队 分别合并成两个大队 先锋大队另有安排 果不其然 一个月过后 所有的队伍都被集中起来 连几乎不怎么露面的长老 都被调集了起来 黎民也终于知道 事隔四年 重新见到了拉姆 拉姆看上去年轻了不少 现在 黎民也不是当初的菜鸟了 看拉姆所占的位置 知道他地位相对高了不少 进入了核心理事会 没错 自从拉姆到七阶后 一举加入了理事会 成为名副其实的团核心了 这几年他都在适应 适应突破后 七阶的天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再次看到黎民 他也很惊讶 与上次分离 黎民有了很大的变化 但身上的那股气质 就让人夸目相看 那是在血栈中磨练出来的 最让拉姆惊奇的是 黎民的天赋又恢复了 不过 还停留在六界 记得当初 黎民离开他时 天赋明明 因他而枯竭了呀 看到拉姆 黎民半天没说话 就是这个人当初骗了他 事后又抛下他 不管不顾 几年的海盗生涯 让他明白 实力的重要 拉姆达到七阶 早在团里传开了 一个七阶天赋者 往往说说话 下面的人 就可以取了他的性命 甚至不需要他动手 七阶天赋者实在太少了 也太重要了 有了他一个海盗团 实力会提升很多 特别是威慑力 在暗星 他们这些海盗 还受限制 可是一旦出了暗星 他们就无拘无束了 拉姆知道黎民恨他 所以把黎民叫到 他的团里的办公室 黎民一进入办公室 眼神就像一把利剑 刺刺的盯着拉姆 拉姆也自知李亏 走到窗户边 看向窗外 我知道你既恨我 当年我也是迫于无奈啊 半赏后 拉姆首先打破了沉默 我想知道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事后你就消失了 黎民面无表情地说道 眼睛却是盯着拉姆不放 哼 怎么说呢 以我以前的秉性 肯定不会告诉你 可是达到七级后 我明白了很多 也改变了很多 我就从头到尾 给你说说吧 这些年 这些事 就像我压在心头的 一块石头 也是该说出来的时候了 说到这儿 转头看过来 看向黎民 脸上却堆满了苦笑 完全没有了往日的霸气 就像一个可怜的老头 满脸的沧桑 显示着这位老人 曾经遭受的苦难 黎民没有说话 静静地看着拉姆 凶狠的眼神收敛了不少 可是眼中的仇恨 丝毫未见 我本是洛克联盟 查克商会的会长 查克商会 虽然在整个洛克联盟 排不上号 可是他所在的蓝马星系 也算是数一数二的大商会了 我是家中的长子 家父在我六十岁 把长子之位传给我 他老人家退居二线 这本来是很美好的事 不是吗 拉姆询问的眼神看过去 可是黎民没理会 冷冷地看着他 拉姆自讨没趣 可是他并未在意 自言自语地继续说下去 我的三弟他不甘心 凭什么要我继承这一切 说实话 三弟确实比我做 有生意的天赋 可是他的野心太重了 太冲动 做其生意留亲不认 夫妻认为 这样的他不适合 做一个家族的管理者 老二呢 一门心思追求艺术 这才传给我了 在我做会长的第五年 商会迎来我做会长以来 最大的一桩生意 商会三分之一的资产 都压在这桩生意上 说到这儿 黎民发现拉姆的脸 变得猙獰了 你知道吗 我三弟为了会长之位 竟然拿这桩交易 做了阶梯 他把商会 要途经的路线 卖给了海盗 那么多家族的子弟 就为了二弟的 一己私欲没了 侥幸逃脱的我 准备回家时 却被拦了下来 他告诉了我真相 我恨 恨不得要杀了他 可是他又提前动手了 要不是天狼海盗团 我还说不定就交代了 天狼团救了我 所以我就栽栽了天狼 黎民忍不住打断拉姆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只要知道 为什么当年 你对我那样做 别急 我马上就告诉你 来到天狼团后 我知道 自己是无法回到 洛克联盟了 我首先想到 那些抢劫的海盗 我的仇 要从他们身上开始报 家族里面 有一部进法 天赋战士 可以通过他 快速地突破 打倒气阶 这部进法最大的要求 是找到一个 同系的天赋战士 这名天赋战士 需要异常的精神力 并且忍耐力 要非常的强 团里的安息天赋战士 我都试过 可是他们都忍受不了 天赋被抽取出来的痛苦 后来你一出现 我终于找到了人选 那个开启隐形天赋 听你这么一说 我就想不通了 其实当初为你开启隐形天赋 是为了赎起你的精神失海 和你的安息天赋 拉姆说到这儿不说了 黎民 也非常明白了 听到黎民 愤怒地对拉姆吼叫道 为了你的复仇 就这样伤害别人 你和你没良心的弟弟 有什么区别 我也不知道 事情结束后 你的天赋会消失 在家族的记载中 没有这种情况 顶多是天赋会倒退一两击 拉姆抱歉地说道 再说 你的天赋 现在不也恢复了吗 其实拉姆说谎了 只要接受禁法的修炼 那个人再也不会在天赋上 有任何的进步 禁法耗尽了 这个所有天赋的潜力 这也是家族 为什么会把他 列入禁法的原因 当初他进阶七邪后 发现黎民的天赋 不明原因的消失 让他很是诧异 这也是 拉姆事后不见他的原因 看来 拉姆不知道 我的天赋枯竭一事 黎民不准备 在这个问题上多扯 为什么完事后 你丢下我不管 好歹我也帮了你不少 那时突破七阶 团里的高层 为了给予我时间 封锁了消息 我立刻被他们安排到密室 熟悉七阶的天赋 你不知道 一个七阶的天赋强者 对天狼意味着什么 星际海盗 本来就是你争我夺的世界 这几年 有多少海盗 招惹我们你也知道 黑池黑的现象 是禁止不了的 多一个七阶的天赋者 就多一份威慑力 而你 连一阶机甲战士都不是 天狼还会要我因你的原因 我吩咐他们 把你编到作战大队 又给你留了足够的贡献点 反而觉得 拉姆对他不错 到达八阶之后 李轩依旧没有放弃修炼 而是除了陪着 亭亭狱里的李瓦儿之外 依然是苦修 以及自我参悟进化 对于这个世界的了解 李轩也逐渐的熟悉了起来 可以说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世界 甚至可以说 是一个混乱的世界 所谓的出源界 并不只是一个 简单的一个世界 而是应该是一个宇宙 甚至是一个庞大的宇宙的统称 这就代表着 这里的一切 有非常复杂的 规章制度之类的东西 也会有着很多种的文明 而通过在虚拟网络上面的查询 李轩此刻 在这方面 也有着非常强大的实力 这些年 一些比较有名 不叫博学的人的长处 被一个李轩疑次剥夺了 因此综合之下 李轩完全的是一个 移动的资料库 正是如此 李轩可以初步判定 黎民是个星际海盗抓走了 一定是这样 因为其他方式 都不会精进的 真正的禁止网络 而黎民的网络 李轩一直扫描不到 这就说明 黎民应该成为了海盗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 为您播讲 第551行 正是如此 李轩可以初步判定 黎民 黎民是给星际海盗抓走了 一定是这样 因为其他的任何方式 都不会真正的禁网 而黎民的网络 李轩却一直扫描不到 这就说明 黎民应该是成为了海盗了 至于说黎民会死 李轩却不相信 黎民脖子上的东西 别人不知道 但是李轩却是知道 那是一颗乾坤石制造的东西 就是舍利子 也就是真正强大的东西 突破十阶 进入绿环 也就是温馨界 必须的重量级的东西 可以保证 十几以下人的生命 李轩之所以没有说明 就是不想让黎民 在危险之中 有了依赖心理 因此呢 他也就没有说 不过 每一次的查找 没有结果的过程 也让黎民多出了几分 早日踏出游冥城的想法 拉木长老 我想向你咨询一件事 就是那次之后 我的精神力变得 现在修炼起灵能觉来 根本没反应 害得我这几年 精神都没怎么进步过 哦 什么 拉木听到这些 明显吓了一跳 家族的记载上 可是很清楚地说 只吸取的只有天赋变化 难道是因为那次进阶 拉木的进阶 与记载中的有很大的出入 从来没有先辈 在吸取别人天赋时突破 更没有进阶时 还把精神力留在别人的尸海中 我想想了 我想想了 说完 陷入沉思中 把家族中 关于内部进法的记载 里里外外想了一遍 就是没有发现相应的情况 确实没有这方面的记载 你把精神力的变化给我说一下 看我能不能帮你解答 主要是精神尸海 它变成了一个独立的世界 我现在不能催动精神尸海 立体世界呢 就能自动地呈现在我脑海中 感知力的范围大了很多 现在可以感知将近一百米的范围 说到这儿 黎民笑了笑 辛尸海确实帮他解决了不少的麻烦 好几次都让他死里逃生 听完黎民讲述精神力的变化之后 拉姆说道 是吗 单独的立体世界 而且时时刻刻都在自动运行 感知范围一百米 拉姆在嘴里喃喃自语 这个变化 有些倒是很像我七阶的精神尸海 拉姆的自语让黎民吓了一跳 七阶的精神尸海 这不是开玩笑吗 他首先是不相信 五百年前 有位天才天赋者曾经写了本书 书中提到精神力单独达到七阶的设想 可是你的精神力又不完全和七阶的相似 现在你的种种迹象表明只有一个解释可以合适你 就是你的精神力产生了变异 而且是往好的方向变异了 变异 我也是这么觉得 反正现在不用我运行 他自己自动会运行 遗憾的是他没法增长 说完这些的黎民 却没一点伤心的样子 石海的妙用 丝毫让心里缠不生排斥 好似时候反而变成拥有这种石海而丝毫 难道他的精神力真的达到了七阶 想到这儿 拉姆有些疯狂的摇了摇头 他的这个猜想实在是太疯狂了 首先黎民太年轻 修炼的时间完全不够 七阶 如果那么容易突破到外面 七阶强者早就是一大片一大片的了 整个天狼才八个 根本不可能的事 拍拍脑袋 努力使自己庆幸 现在可不是犯迷糊的时候 现在的七阶强者 都是在天赋达到七阶时 天赋质变 精神力受到天赋质变的影响 转化成另一种方式的存在 习惯上叫这时期的精神力为七阶精神力 曾经有人尝试单独修炼精神力 可是无疑不是失败 不过呢 也不是没收获 拉姆家族的那部禁法 创造者就是其中之一 阴差阳错的创立了这部禁法 如果黎民单纯精神力达到了七阶成立类 完全是一件可以载入到历史上的大事件 毕竟曾经的那一段猜想是一个假设 不可能成立 不过他很想看看黎民的精神力 有啥怪异 我们现在做几个实验 看我的猜测是否正确 拉姆迫不及待 黎民比他还急 这可是关乎他的大事 你坐着别动 我用天赋对你施加一个麻痹 也不理会黎民正要开口说话 麻痹直接飞向黎民 黎民很害怕 他现在对谁都怀有戒心 传说中的七阶天赋者 可是拥有通天的本领 拉姆现在可是七阶的天赋者 随便一个小法术 对现在的他来说 都是打得不能再打的法兽 精神域第一时间观测到了拉姆 天赋飞来的方向 黎民想也不想的 几个爆裂球飞过去迎接拉姆的法术 爆裂球只是五级的天赋法术 无法与七阶的法术相比 可是他也有他存在的好处 一是顺发 二是只要碰到天赋 他就会爆炸 这样即使炸毁了一些天赋的威力 又降低了天赋的速度 黎民在爆裂球出去的瞬间 准备另一个法术 这是他六阶后才学会的 暗龙破 结合暗系的吞噬 冰系的冰冻威力 赶得上一般的天赋法术了 爆裂球确实起到了他的作用 拉姆飞来的天赋慢了很多 他的暗龙破飞出时 拉姆的麻痹也到了他的眼前 麻痹树无视暗龙破 穿越而他过 中招后的黎民坐在原地一动不动 拉姆赶紧解除了黎民的麻痹 实际上刚才他的麻痹术 没怎么用天赋 只是黎民和他的差距太大了吧 放心 我没用多少天赋 不错呀 看来你真的精神力 很像是七界的精神力 首先你能发现我的天赋攻击 其次你的天赋发到这么迅速 几乎一般十级的天赋战士才能这样 可你却说你只有六级 光凭这一点 就说明你的精神力的变异 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拉姆接着说道 最让我不能相信的 你的精神世界竟然能够观察到我的天赋 紧接七界后的 我的一些简单的按锡天赋法术的释放速度 可不是一般的快 达到一个恐怖的速度 而且天赋的波动 更不是现阶段的你能够观察到的 没想到 你竟然能用精神世界察觉到 你的天赋已经脱离了传统 黎民的反应没那么强烈 他只是气恼拉姆 没给他的反应时间就发动天赋 历史上误杀的人可不在少数 是七阶的精神师还又怎样了 刚才那一下让他没了激情 两人间的差距又让他收起了性质 你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如果在洛克联盟 你现在就是国宝 肯定有很多研究者围着你转 拉姆为自己能见到这一刻 激动的说不出话来 想不到变异是如此神奇的事情 可是啊 这可是使得同级别的修炼天赋者 前面占有了优势 尴尬的时刻突然被打断 两人的通讯器中 突然都传来集合的命令 两人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一前一后快步走出了办公室 赶往各自的集合地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所有人在自己的队伍中站好后 原野团长开始讲话 现在所有队伍 按预先安排好的方式登舰 舰队将于五分钟后出发 现在开始 话音刚落 全团开始行动 黎民所在的先锋大队 作为第一批的出发了 之后 整个天狼都动了 密密麻麻的飞船 把整个天空给遮蔽住 与此同时 暗星的其他几十个大型海盗团 同一时间也出动了 出了暗星后 停了十天的飞行 天狼在一个偏僻的星域停了下来 原野团长下了死命令 所有飞船不管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原地待命 没有他的命令 所有人不得擅自行动 没多久 跳跃点出现了很多飞船 原野再一次下令 不得擅自行动 所有人原地待命 整个天狼团 除了知情人外都在好奇 究竟要有什么大事发生呢 很多人通过飞船的扫描认出 出现的都是他们的同行 有飞狐海盗团 狼寇团 跳跃点不再出现飞船后 原野再次发出通知 这次他的命令 出乎所有不知情的意料 就是 天狼原先的编制完全打散 所有的飞船原地待命 等待重新编制 首先 重新编制的是先锋大队 和其他海盗团的先锋大队 经过一番严密的交流后 组成了一个先锋团 黎民这次升官了 在新的编制中 他被委任到了第三大队的大队长 那个副去掉了 不过 谁都知道 这是暂时的 不管怎么样 升官后的黎民 还是挺高兴的 解除误会的拉姆和黎民 心平气和地谈下 两人啊 相识这么久来 还没有如此好好的 唱所欲言的谈话 当初在一起的日子里 除了修炼 还是修炼 根本没什么乐趣可言 黎民说了一些他在地球上的小故事 拉姆则把他在洛克联盟的奇观 剑文给黎民说了 不得不说 放下仇恨的拉姆 给人一种慈祥的感觉 聊到最后 黎民觉得 还是有必要把那件事说出来 毕竟这件事 因拉姆而起 无忧的命令 招来了其他所有星际海盗团团长的质问 从这些人的态度看 如果无忧不能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他们是不会放过他的 无忧理解这些人的心情 队伍还没有完全退回来 他就放下手头的工作 联系其他的团长 召开紧急会议 看着一副副愤怒的面孔 无忧没说话 他身边的情报官 多多西则是掉出了记录中的记录 当着众团长的面 开始传了开来 洛克利三五年 五月十七日 暗星遭突能量退国的突袭 碎光团反叛暗星 并和其团内暗藏的能量帝国使兵 争全力的攻击 守卫跳跃团的守卫 截止 发送时间已经被占领一个跳跃点 能量帝国部队开始大批进入 暗星目前正面临着内外夹击的局面 念到这儿 多多西抬几头 对着众人的面孔 数据 此拼出来的信息同伴说 暗星内部留守的星际海盗团 有四分之一 投奔能量帝国 多多西刚说完 我又开始说道 身为这次联盟的主旨回官 我要以大局为重 为大家的未来着想 如果我们这次拼死拿下这次的目标 而不是去救援暗星 我们就算有再多的收获 暗星被攻陷后 还有地方去交易吗 有地方停住吗 没有 暗星就是我们的家 我们的老卧 只要保住老卧 我们还有的士气会出来打猎 所以我确认消息后第一时间 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各位有什么意义可以提出来 无忧那充满霸气的眼神 扫射屏幕上的诸位 大多数人无奈地点头同意 无忧地决定 剩下几个不满的低估几句后 也同意了无忧的做法 既然各位没意义 我就下令了 无忧说完转过头 对身边的联络官 说给他接通所有的分队长 我命令所有分队十分钟以内 以旗舰为中心集合 如果不能按时集合 舰队将自行离开 恕不等待 说完他切断连线 然后让身边的联络官 把洛克联盟袭击暗星的消息 传了下去 九死一生的退回接应的飞船后 黎民心中充满了愤怒 这些人简直拿人的命开玩笑 打好形势下说撤退就撤退 好多同伴本不应该死 可是这该死的命令 让他们白白丢了性命 真恨不得杀了这指挥官呢 他的大队 检员 检了至少三分之一 好在军方不清楚 星际海盗的意图 没敢再多追 要不然 丧命的人会更多 郁闷的黎民 在飞船上又接到了 紧急集合的命令 还在诅咒指挥官时 暗星被袭击的消息传了出来 黎民细一想 这才明白指挥官的用意 同时呢 深深蛰伏指挥官的魄力 看来自己还是目光太短前来 同一时间 成千上万的星际海盗 也正急急忙忙的往回赶着 有的甚至放弃了 刚得到的到手的猎物 这一天 也是让历史记住的一天 从今天开始 与凶狠著称的星际海盗 向能量帝国宣战 原本两方互不干涉 可是局面从这一天改变 黎民一行人 超级豪华的星际海盗团联盟 赶到死亡星系时 已经是一天后了 战斗已经延伸到 整个死亡星系 到处都是战斗的产场 星际海盗 都是一个团又一个团的 各自为战 死亡星系 之所以叫死亡星系 就是因为这里的地形 极其复杂 布满了陨石流 漂流星等 其他不确定的因素 熟悉地形的星际海盗 采取游击打法 打得过就打 打不过就撤 虽然对能量帝国的舰队 威胁不是很大 可是被这么烧扰着 弹药着实消耗不少 而且运兵的效率 极度低下 路上总是钻进星际海盗团 为他们设的陷阱 没办法呀 本来要被运送进去的兵力 被分成几部分 定点清除死亡星系内的 星际海盗 极大的缓解了 暗星的压力 黎明一行人的 超级豪华星际海盗团联盟 就在定点清除时出现了 由于能量帝国的士兵被分散 黎明一行人 就像一把利剑 穿自了能量帝国这张大网 势如破竹的 向死亡星系的 另一个秘密跳跃点飞去 说起这个跳跃点呢 还是一个稀有的跳跃点 和公布给星际海盗们的 一个跳跃点 是姐妹跳跃点 这两个跳跃点 只同一个方向 只有最初加入暗星的几个 古老星际海盗团 知道这个跳跃点的坐标 更凑巧的是 碎光星际海盗团 控制点就是另一个跳跃点 因为实在对死亡星太熟悉了 并不像能量帝国那样 飞起来畏首畏尾的 其他的星际海盗团 看到组合海盗团的威力后 纷纷加入到组合海盗团中 队伍越来越壮大 唯一的缺点就是指挥部统一 不过这丝毫不减小他们的威力 很快他们就到了秘密的跳跃点 跳跃之后 黎明一行人终于进入了暗星的外围 这里守卫队是和能量帝国 争夺跳跃点的控制权 黎明一行人的到来 则打破了原本僵持的局面 碎光星际海盗团 还以为能量帝国的援兵来了 可是让他们失望了 黎明一行人 如刺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剑 彻底打入了碎光的排兵布阵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 为您播讲 第552集 很快 他们就到了秘密的跳跃点 跳跃后 黎明一行人终于进入 暗星的外围 这里守卫队正和能量帝国 争夺跳跃点的控制权 黎明一行人的到来 则打破了原本僵持的局面 星光岁月海盗 还以为能量帝国的援兵来了 可是让他们失望了 黎明一行人 则如同刺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剑 彻底打越了 碎光的步兵排阵 这还是黎明第一次看到能量帝国的战士 跳跃点被能量帝国的军舰团围在中间 很不幸 黎明一行 幸运地钻了尖 黎明一行人 先是作战大队的跳跃 按照传下来的命令 先锋团被排在了最后 作战大队出现的那一刻 双方都傻了 不过 双方的反应都不慢 作战大队的火力 一开始就达到了最大 而能量帝国这一方 则有些顾忌 距离太近了 无法动用军舰上的重武器 只能派出机甲出来应战 战斗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 能量帝国出来的全是天赋战士 这一点黎明一行人吃了大亏 几乎是用人命来未来进行海盗拖时间 不过 好在给对手来了个措手不及 能量帝国仓促地调兵 让暗星守卫团那边振奋不已 前面的主战场的厮杀更加猛烈 得知天狼海盗星集团组成的大联盟 已经赶到暗星时 暗星守卫高层迟呼号 特别是 居然出现在能量帝国的军队中时 守卫高层激动地都站了起来 守卫军第一军团军长 立刻用暗星专用的通讯信号 联系上了联合星纪海盗团 总指挥天忧 我代表暗星感谢天狼 火湖 金色 绿叶 在暗星 危急时刻赶回来 说着 向着诸位团长 行了一个军礼 如果各位不反对 我将小达指挥部的命令 为了这次保卫战的胜利 我希望各位能配合我们 我没意见 只希望指挥部做出最正确的部署 无忧没有做考虑 直接接受了指挥部的命令 至于其他团长 很实大体地支持了无忧的观点 好 我现在宣布指挥部的命令 指挥部希望你们放弃突围 和我们会合 打算 尽全力抵抗能量帝国的危机 指挥部决定摧毁到这个跳跃点 希望你们尽全力地完成任务 这个 无忧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留在这里继续抵抗 伤亡会非常大 能量帝国的军队正源源不断地 通过这个跳跃点来到岸行 危机他们的能量帝国的军舰 也越来越多 无忧提议由表决做出决定 令人欣慰的是 众团长同意了他的提议 毕竟 这关系到一个星际海盗团的未来 表决的结果出来了 大部分团长同意了 岸行守备指挥部的决定 少数服从多数 所以通过了同意的决定 得到无忧他们传来的决定后 在座的炒作一团 各自坚持自己的建议 建议自己的独立团可以完成 无忧知道诸位团长的心思 无非是战斗结束后 向守备部汇报时邀功 可是呢 现在不是争这个的时候 可是在座的诸位越吵越凶 实在看不下去了 无忧狠狠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 无忧的这个举动 让诸位团长一愣 吵闹的场面出现安静 外面我们的战士在拼命 你们却在为了一个未知的名誉 称来争去 要知道我们战士的重要 还是名誉重要 无忧的话 让诸位团长清醒一些 可是依然不能打消他们的这个念头 历史上 暗星也出现过入侵的事件 那次在最关键的一场战斗中 绿翼星际海盗团立了奇功 战斗结束后 直接进入了暗星的元老院 进入元老院 就意味着进入暗星的决策层 以后每逢大事 都可以为自己的星际海盗团 争取最大的利益 我们也不争了 每个团的先锋大队 出一个小队 组成一个特别行动队 各团火力掩护特别行动队 特别行动队 跳跃后我们图围 居然无忧 总指挥这样说了 我没遇见 火狐团团长说道 其他团长一想 确实不是争的时候 而且也争不住啥 再做的都不是傻子 谁不想为自己谋求利益呢 形势不乐观 同时争不出结果 众人勉为其难的 通过了无忧的提议 选人时又碰到难题了 谁都知道这是个危险的事 说不定是有去无回 最大的利益 自己又争取不到 所以都准备派自己团里最差的去执行任务 当然一些特例就不说了 组建先锋团时 无忧把先锋团的底细摸了个透 派去执行任务的 实力他也知根知顶 等人选决定后 无忧也不考虑其他团长的想法 直接在各团抽出了五名骨干 没办法 任务是一定要完成的呀 尤其是 无忧也是有私心的 身为总指挥 战后一定是公居之首 说不定元老院又要增添人了 很不幸 黎民被抽调在了天狼团的五名骨干中 召集人的速度非常快 毕竟海盗团经常处于战斗中 很快 黎民一行人被集中到了一艘军舰中 被紧紧的包裹住 停在跳跃点的附近不动 海盗联盟开始突围了 所有的舰队 全速向着一个方向冲去 但跳跃点爆炸产生的那毁灭性的能量流 就不是军舰可以阻挡的 能量帝国的指挥官 看到海盗的举动后 哈哈一笑 他就怕他们不动 下令故意开个口子 放他们进来 同时调动兵力 准备来个合围 可是这次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黎民一行人是向舰队的后方 在舰队离开差不多了 他们开始跳跃 耀眼的光芒闪过后 黎民一行人进入虫洞中 破坏跳跃点 其实就是破坏虫洞 每个城洞都有一个能量供给中心 也没什么奇怪的 干什么不需要能量的支撑啊 不过危险的是 能量供给中心处一团混乱中 在外围 也就是乱流中 不停地发生着能量碰撞 如果没有爆炸的地方 爆炸发生在乱流中 这样是不会产生任何效果的 黎民一行人要做的 就是穿过乱流 把超强的定时炸弹 放在能量供给中心 其实最令人费解的是能量中心 处在乱流中 居然可以输送能量 维持整个虫洞 这些乱流不是产生空间震荡 却撼动不了能量中心 黎民一行人小心翼翼地 在虫洞中穿行 根据雷达紧张地寻找能量中心 在他们的身后 跟着另外五艘飞船 分别是第12345替补 一旦这些人失败 那么他们身后的替补 会立刻进出补充上去 执行他未完成的任务 随着雷达上的一声轻响 他们找到了能量中心 其实他们找到的是一个信号发射站 平时只要有人接近能量中心 那么信号发射站就会发出警告的信息 如果不离去反而继续前进 只有通过信号发射站的验证 通不过信号发射站 他就会积射能量 把周围的空间弄得不稳定 空间不稳定 前进的危害何止是增加几倍呢 几乎是寸步难行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当然了 黎明一行人肯定是通过验证 这个发射站 本来就是暗星 为了防卫 心存不轨的人 把特别加固的防护罩 开到最大极限后 黎明一行人看看达到乱流的最外围 现在他们要做的 就是把飞船穿过乱流 达到能量中心 舰长的命令下来了 把第二道防护罩打开 准备穿行 第二道保护罩 也达到最大极限后 黎明一行人开始穿行 刚一接触乱流 第一道保护罩的强度 就降低了两成 虽然不知道乱流有多长 但是刚才那一下 就让船上的所有人 有了一丝担忧 外面的飞船在等待 两个小时内 如果黎明一行人不出来 第一替补将开始执行任务 经过四十分钟的航行 终于看到乱流中心的能量中心了 可是周围的乱流也越发的狂暴 第一防护罩也降低到了最低点 目测能量中心的距离只有十几米时 飞船决定停止前进 第一道保护罩已经破裂 第二道正在勉强地支撑着 再前进 说不定第二道保护罩也碎了 那么他们这艘飞船就算完了 船长决定派出机甲执行任务 第一个执行的是金色星际海盗的 刚飞出五米 机甲的保护罩就碎裂了 飞了有八米时 机甲被乱流绞碎 带去的定时炸弹 爆炸产生的冲击波 让飞船的保护罩又降低了不少 接连六个人都失败了 留下的时间不多了 超强定时炸弹也不多了 这时舰长派黎明过去执行任务 黎明刚一出飞船 机甲的保护罩就失去了九成 黎明也仗着速度 废除了七米 保护罩碎了 机甲承受乱流的肆虐 机甲当时就变形了 在机甲被绞碎的那一刻 兄弟发出一个神秘的图案 神秘的图案 把机甲包裹在其中 狂暴的能量 被排除在了图案的外围 黎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可是就现在的局势 对他来说只能是好事 狂暴的乱流 让飞船不得不后退 不过 他们看到黎明 闲闲地飞出乱流后 所有人送了口气 此时 舰长立刻下令返航 其实 黎明接下来的动作 根本不是他操作的 神秘的图案带着他飞 飞到能量中心的范围时 狂暴地乱流消失了 想到任务可以完成时 黎明的嘴角自然露出一丝微笑 可是他不知道的是 飞船已经走了 神秘图案带着黎明 飞向能量中心飞去 黎明此刻动弹不得 更谈不上方式定时炸弹 此时的他 完全没有心思想任务 全部注意力 都集中在了神秘图案上 他是怎么出现的 他要干什么 我该怎么办 未知的恐惧出现在他的心中 不过他现在什么也不能做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密切关注神秘图案的动向 事情的发展 并未如他所猜想的那般坏 至少现在他是安全的 神秘图案飞出一段距离后 就停在空中不动了 黎明纳闷要发生什么事 庞大的能量开始涌向他 确切地说 是神秘图案的中心 黎明的胸质 对于胸质 黎明还是怀有很深的感激之情 数次救他于危难之中 不过 此时他搞不懂 胸质要干什么 庞大的能量 以肉眼可见的液态 进入到胸质中 胸前还好说 胸后对于黎明来说 就是灾难了 能量是不会绕过他的身体的 那么 直接穿过他的身体 达到胸质 几乎全身都流淌着能量 他的神经 再一次经受考验 流过能量的身体 疼痛不是一般的疼 那时 直接疼在神经深处 尸海不停地晃动着 随时有崩塌的迹象 更糟的是身体 庞大的能量穿过身体 让身体的细胞 不停地撑爆死掉 生机达到了极点 幸好定时炸弹 被穿过能量被撕碎 根本来不及爆炸 就被能量卷走 身体的情况 让黎明顾不上疼痛 身体要失去生机 他也就完了 不觉之间 黎明进入了一个 浑然忘我的境界 怎么办 怎么办 黎明在心中狂喊 好像胸质感应到 黎明现在的困境 吸收能量的力度 降低了不少 不过 即使这样 黎明仍然很难受 体内的细胞 还是不断地死掉 再生的细胞速度 又跟不上 黎明绝望时 事情却在无意间 有了不少的转变 新生的细胞 不像他的前辈那样脆弱 承受能量的冲击力度 大了很多 这样 细胞死掉的速度 相对减少了不少 身体虚弱到极点时 一股神秘的力量包围了他 细胞的再生能力 突然增强 看到一丝生的希望 这时细胞的再生速度 已经和死掉的速度 基本持平 大量的细胞 仍然在再生着 受到外界的刺激 再生细胞的生存能力更强 于是 这个过程 在不断地循环着 一天之后 胸肢还没有停止 对外面能量的吸收 黎明也松了口气 身体是没问题了 可是缓过神来 他又开始 为精神欲外的处境困境 精神欲遥遥欲坠 感知范围 本来就受到这里 狂暴能量的影响 降低不少 可是 此刻 已游先前的几百米 压缩到不到一米 随着胸肢对能量的 不断吸收 范围渐渐在缩小 最难受的还是神经 每压缩一点 黎明成熟的痛苦 就会加重一点 感觉就像一只脚 踏入了十八层地狱般 在精神欲 压缩到只有 他脑部的范围时 胸肢停止了 对外界能量的吸收 黎明抬起手 准备把胸肢拿起来看看 胸肢到底发生什么时候 胸肢爆发出 一阵刺目的光芒 测得黎明赶紧闭上了眼睛 黎明还在想发生了什么事 胸肢又爆发出一股 更惊人的犀利 不过这次的对象很单一 只是对能量忠心 黎明直呼天不枉无 他紧绷的心神稍微放松一些 很快心神耗费的疲惫 开始侵袭他 不过他的身体各种感觉 却极其的好 和李婉儿的日子依然平静 李轩在不断的强大自我的同时 心中总觉得 有着几分模糊的感觉 随着实力越来越强 李轩反而越来越觉得 事情有些怪异 怎么说呢 原本快达到升华之境 实力上 他可以堪比这里世界的出源 闻心 天脉 原罪 绝情五大境界之中 接近原罪 那为什么重新修炼 难度完全发生了变化呢 为什么看到乾坤时 自己会一定认为 黎明不会出事呢 李轩突然想到了很多 他似乎觉得 这个世界似乎缺乏真实感 他忽然想到了三个奶瓶 制造日期是2011年 出土日期是2011年 三个奶瓶 三个奶瓶的不同 显示出不同的水平 方块盒里面有一个空间 暂时充当空间物品使用 还未发现其他功能 一个挂式 挂式可以投射出虚影屏幕 屏幕可以连接到未来 未来拍摄一个 圣归大地的电影 可以光看这个电影 2014年首映的电影 别人联系上了他 告诉他 未来的儿子 应悦受剑 欠了云和系联邦的巨债 等他辉还 这一切的一切 似乎哪里有些不对劲 李轩开始了怀疑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健 由玉生配音组 为您播讲 第553集 回去的执行炸毁的队伍 郁闷了 明明看见黎明进去了 可是 他们出了跳跃点 这么长时间了 据前方传来的消息 跳跃点 还在不停地出来 能量帝国舰队 怎么回事呢 就算黎明没有完成任务 可是 每个定时炸弹 都是安排了 秘密的引爆装置 每个队员执行前 舰长都偷偷打开了 炸弹早就该炸了的呀 看着面前脸色铁青的诸位 舰长额头上布满了汗水 总不能说为了保命 在任务未完成时 他先撤离了吧 舰长 其他成员 被关了起来 本来这些人都该是死罪 不过 这些人的来历 有些复杂 分别属于不同的 星际海盗团 怎么处置 没有一个完全可定夺的 毕竟别的团的人 不好插手 再说了 各位团长们 都在歼灭能量帝国 来得敌力 无暇顾忌到这些 只能一切结束后再说 就在舰长 他们为自己的未来 长须短叹时 事情有了转机 前方传来消息 跳跃点好像出现问题了 能量帝国的援斌 好长时间都没出现 不过 坏消息 是又有两个跳跃点沦陷了 手背部现在关闭了 所有跳跃点 关于战斗的消息 开始被封锁 胸质对能量中心 那股毁灭天地的吸扯力 黎民能从能量中心的反应中 可以想象得出 能量中心 现在不像先前那样闻了 伴随着胸质的吸扯 能量中心所处的范围内 出现了丝丝的波纹 一点又一点的 什么东西被扯离自己的位置 诺大的能量中心 被扯起了一个大包 大包越来越近 黎民实在想不通 大包中有什么东西 如此吸引胸质 大包被吸出了一半距离时 外面狂暴的能量流也不安稳了 不少能量就越过曾经的三八线 参与到对胸质吸扯的抵抗中 进入到了能量中心的能量 流不断的暴涨 把原本相对平稳的空间 弄得更加不平稳 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空间裂隙 把黎民看得一愣一愣的 这是怎样的毁灭能量啊 能量流一爆炸 黎民的日子又不安稳了 虽然有神秘图案的保护着他 可是胸质一心吸扯着大包 对能量流带来的麻烦 分不出多余的精力去应付 幸亏前一段时间的能量流 对他的身体改造了不少 加入过来的能量流越来越多 胸质对大包的吸扯 丝毫没有放松 这波大包盒的距离又拉近了不少 神秘图案又开始吸收能量 不过这次不像上次那样 安分的能量流 这次直接吸收的 是外面混乱的能量流 黎民这次又有苦头受了 别看这次的能量流 没有上次的大 其带来的伤害远要高于上次 大量的细胞直接被能量流冲爆 根本不给黎民喘息的机会 而且精神欲受到的威压 丝毫不比上色弱 本来就被压缩的不成样子的精神欲 又开始被压缩起来 一个军团的能量帝国的运兵舰 进入冲动后 突然冲动不稳定起来 各种仪器接连失去作用 甚至连导航的导航仪也失去了作用 接着 大量细微的能量流 开始在冲动内暴乱 担负次这次能量帝国运兵的总会官 心量到了极点 这次押运的兵力 是这次行动的后期兵力 刚抵达没多长时间 先头部队带着轻武器 掀他们一步来到岸清 因为没有多少中武器 所以只能占领一些 战略上不太重要的地方 他带领的主力军团 就是在先头部队 打开暗形的大门后进入 可是谁曾想被虫洞所困呢 黎民在感叹命运变换莫测时 狂暴的能量流 已经撕裂了他心爱的机甲 唯一仅存的是控制室和他自己 这时大包也被吸到了 距离黎民不到一米处 兄弟已经停止对他的吸扯 吸扯力化为一的孝道的光线 因为所有的吸扯力 都集中到一块后闪闪发亮 所以黎民看见的是一道光线 真正的战斗开始了 一颗珍珠大小的 发出紫色光芒的珠子 被吸出大包 可是大包并不放弃 加大力度吸扯珠子 双方就像是进行一场拔河 你来我往 拔得不亦乐乎 此时黎民的压力全无 双方的兵力 全部投入到拔河战中 不过他的情况更糟 机甲被破坏后 他的供养系统也坏了 现在是他能不呼吸就不呼吸 好在那拔河战 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最终以凶珠胜利告终 失去珠子的大包 就像泄气的气球 扁了下去 能量流彻底狂暴了 整个空间 到处都充斥着 狂暴的能量流 凶珠的发出神秘图案 没有消失 一股柔和的能量 包裹了黎民 狂暴的能量流 根本进不了身 虫洞开始崩溃 黎民还没想清楚怎么回事 不过 好像他是怎么也想不明白的 他和神秘图案 被混乱的空间一卷 来到了另外一处冲动 黎民只感觉画面一闪 他出现在了一处 跳跃点的附近 神秘图案就此消失 疲劳又开始侵袭他 实在是太累 直接昏色过去 黎民醒来时 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 他一眼看去 屋子里就他一个人 屋子布置得非常简洁 房间摆放的家具 可以肯定是手工的 上面几乎没有一丝高可气的味道 反而充满了原始的气息 这些不禁让黎民 想到了文新城 贫民窟的过去的孤儿院 现在他在想 是不是这几年发生的一切 都是在做梦 从遐想中回过神 这才发现 被子下面的身体是光溜溜的 不少地方缠满了绷带 吃力地把被子裹在身上 起床后 在屋子里找了半天 竟然没有衣服 正在思考怎么办时 门支的一声打开了 黎民出于习惯 一个防备姿势 可是 事情几乎出现了 让人难以置信的一面 被子几乎被他抛到了脑外 反正 一下子掉到了地上 开门的人 也在这一刻进来了 映入黎民眼中的 是一个身着白衣的美丽女孩 而双方都没有想到 会是这样的见面场景 哟 黎民赶紧抓好地子上的被子 捂住自己 女孩脸红红的 直接退出门外 这是给你的衣服 你原来那件破烂的不成样子 被我扔了 让人填到心坎的声音结束后 一只轻盈的小手 从门后递进来一叠衣服 结果衣服后 黎民穿上一看 有鞋大 估计是女孩父亲的衣服 穿好衣服后 黎民站在原地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实在不知道 怎么跟人家女孩解释 终于 黎民鼓足了勇气 凉凉呛呛地走过去 打开门才发现 门外没人 女孩早就离开了 黎民松了口气 他还真没想好 怎么跟女孩解释 黎民开始观察周围的地形 他现在 在一个陌生的院子里 周围的建筑 有点四合院的味道 就是没四合院那么紧凑 每个建筑相距很大 而且简洁美观 天是蓝蓝的 没有一丝污染的迹象 更难得的 是天空竟然飘着几片云彩 如果不是 知道自己在外太空 黎民真以为 自己回到古武江湖去了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就在黎民分神时 一位大叔走过来 轻轻拍了一下黎民 小伙子 在想什么呢 这一下可把黎民吓了一跳 石海虽然被压缩 无法感应周围的动静 可是被潜力激发后的身体 听觉十分灵敏 照理说 脚步声是逃脱不了他的耳朵的 仔细看着眼前的大叔 身材说不上强壮 但没有一块坠肉 气质上 让人感觉高深莫测 敏锐的感觉 让黎民感觉眼前之人 身上隐藏着一股 不可想象的气息 看黎民盯着他半天不说话 他脸上有些不怨 黎民第一时间 观察到眼前人的表情 这才想起 人家刚才和他说话 不好意思啊 这里让我想起了家乡 这里实在太像了 是吗 有时间我倒想过去看看 刚才我看小女红着脸跑了出去 你们没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吧 说到女儿 眼前人的语气一变 变得温柔起来 哎 没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 黎民说这句话的时候有些紧张 不过不撒谎也不行啊 难道要他说出那丢人的场面来 大叔 这是哪里啊 我怎么会在这儿 黎民赶紧转移话题 这里是罗特星系的 世星 你也算命不该绝 正巧碰到一年一度的开启日 每天我出去采购东西是发现了你 这里一年中只有开启日能出去 你说你幸不幸运啊 真的 黎民张得嘴老大 估计都能放下两个鸡蛋了 谢谢大叔 随即紧紧抓着大叔的手不放 恩人哪 他眼中写满了感激 以后又啥可效劳的尽管说 大叔抽出手 轻描淡写地恢复黎民道 不用这么客气 我只是顺便 养了两个月 黎民才把伤完全养好 每天那个女孩 都会准时地把饭菜送过来 刚开始 黎民还放不下 毕竟那一次太尴尬了 可是 女孩就像没发生什么似的 搞得黎民 白白担心了好长时间 可以随意地做动作后 黎民找到了那位大叔维尔 要求为他们做些事 休养了这么多天 他想 白吃白喝 总得回报人家吧 所以 黎民带着不同意 就白熟的意思 黎民刚一提出 维尔有些不懈地看了看他说道 你可以离开这里了 为什么 我可以帮你做些事啊 黎民有些想不通 很遗憾 你在我眼中 还没有这个资格 把你的伤治疗好 是出于人道主意 现在你的伤好了 没必要留你在这儿了 听到那些黎民很不爽 主人就这么下了 竹科令 心中很不甘 他现在也是六阶战士了 至少也能做些什么吧 明天 我会把你送到附近的一个聚集地 指引以后怎么办 那是你的事 说完 那男子头也不回地 向房间走去 看来 让他离开 已成定局 黎民只是听了刚才的话 有些不爽 毕竟是恩人 没有理由发作 只能暗暗地 把这份恩情记在心中 带来一日啊 有机会一定报答 回到小屋 黎民躺在床上 看着这个伴随了他两个月的小屋 虽然不是最舒适的 但却是最温馨的 唯一的遗憾 就是那每天送饭的女孩的名字 不知道 自从那天后 女孩饭菜一放下就走了 一夜无眠 碰碰 敲门声响几时 请进 女孩一如既往地 把饭菜送过来 这次放下后没有走 父亲让我转告你 吃完后 他在飞船上等你 我知道了 你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黎民期待地问道 胸肉 说完后 那女孩微微有些脸红 然后赶紧转身离开了 看到这纯真一目的黎民 不见哈哈大笑起来 不知道为什么 原先隐藏在心中的不爽 一扫而光了 黎民来到这里 唯一的飞船旁边时 飞船的一扇门自动打开 黎民也没客气 很自然地走了上去 飞船内早有一名机器人伺候 待黎民上去后 机器人立刻指引他 到船舱的休息室休息 黎民刚坐完没多久 飞船开始升空 看来机器人向威尔做了通知 悠闲地品着休息室的饮料 大约经过一个小时的飞行后 飞船突然停了下来 看来目的地到了 黎民面前的机器人的胸口 摊出了一扇屏幕 好了 我把你送到这里 前方有五公里有一处咀嚼地 到达那里后开始你的新生活吧 威尔很和蔼地对着黎民说 不过后面的字咬得很重 听到这儿黎民准备下船时 屏幕上的威尔画风一转 我希望你以后能忘记这段时间的经历 我不希望外人打扰我们一家 语气突然有了恳求的意思 这就算是你对我的回报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黎民郑重地点了点头 我答应你 聚集地其实就是一个小镇 此处是开发星系管理资源局的一个坟部 黎民现在属于星际流民 一般情况下 资源管理局会为这些流民 安排一些工作干着 待星系开启日 会为这些人联络亲人 负责把他们送回去 当然 对于黎民这些说不清清楚的流民 也就只能尽力地为他们安排工作 一般情况下 这些人会在此度过余生 黎民的到来 让管理局的几个人都傻了 开启日都过去好几个月了 怎么现在还有流民呢 仔细一问 黎民直直乌乌 又说不清来历 这几个月都干什么去了 本以为事情麻烦的工作人员们乐了 看待黎民的眼神不一样了 这哪是麻烦呢 这简直就是过来解决麻烦的 星系的特殊地理环境 无论是构造还是分布 与以往都很大不同 罗特星系有着无数的小卫星 这些小卫星 小的有几平方公里 大的有几千平方公里 再加上星系外无边无际的乱石流 和能量风暴 几乎没有人可以穿越 只有一年中的某个时间 乱石流和能量风暴 会相度平静下来 工作人员 不多说 直接问需不需要工作 这里不会白白提供食物的 黎民别无他法地点了点头 经过严格的检查后 确认黎民身上为携带有危险物品 一天后 他被派遣到了一颗星球上 进行培训 到底是高科技社会 黎民用了两天就掌握了他的工作 他只要配合好 分配给他的机器专家就好 其实呢 机器专家承担绝大部分的工作 黎民只用驾驶 配好他的充具车 机器绿化专家需要什么时 黎民从工具车中取出来就行 很快 黎民被送到了一颗 未开垦的星球 风圆星 留下两个月的食物 和足够的能量后 离开了 小绿 黎民对他的机械搭档专家的称呼 发射了身上携带的小型卫星 先对星球的生命做了一个统计 足足花费了两天 黎民无所事事地 在工具车中躺了两天 把数据传到管理局后 小绿又开始分析土壤层 这下 黎民真的憋不住了 抛下小绿 独自开始浏览风圆星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 为您播讲 第554集 资料局给资料显示 风圆星有小量的矿产 分布却很分散 黎民悠闲地逛着 对他来说神秘的星球 周围布满了 奇异的生命植物 黎民感觉好玩时 会用手中的探险棒 挑逗一下好玩植物 有一次 把他吓了一跳 眼前的植物 竟然一口把探险棒咬了下去 如果没探险棒的对象 是他的脑袋 黎民有种后怕的感觉 看了看定位手表 距离小绿已经非常的远了 黎民决定啊 还是跟小绿待在一块 尸海被压缩后 他几乎不能在未知事物面前 做准确的判断 黎民不知道的是啊 一双眼睛已经盯上了他 这双眼睛起初 对黎民流露出好奇 继而是满意 跟着黎民走了一段后 突然嗖地扑了过去 黎民决定 原路返回时 警惕性提高了不少 神秘生物的突袭 黎民也察觉了 虽然他的石海 感觉范围小了 可是 对身边的风吹草动 更加灵敏 扑极带动的周围空气 流动变化 他感觉到了 在神秘生物锋利的尖爪 最后触及他的瞬间 做出了反应 身体迅速地 扑向在刀下同时 全身的力量 全部集中到了一起 手中的探险棒 狠狠地抽了回去 令黎民傻眼的是 探险棒 一下子弯了 同时 接触的瞬间 发出刺耳的金属撞击 这一下并未影响黎民 在地上挡了个滚后 站了起来 黎民的力量 无疑是大的 神秘偷袭生物 倒飞了出去 双方大眼瞪小眼地 对峙着 显然 黎民的表现 让眼前的神秘生物 很吃惊 不敢贸然进行攻击 可是 又不甘 这么放弃猎物 上次进食后的美味 又开始侵蚀他的感官 每天舔食硬邦邦的石头 嘴里早就淡出鸟了 大吼一声 神秘生物又冲了过来 黎民手指探险棒 锁定神秘生物 要进攻的方向 抡了个半远 企图击打神秘生物的头 奈何 黎民的愿望落空了 神秘生物的目标 就是探险棒 前爪的利爪 闪电般地滑在探险棒上 探险棒 就像菜刀下的青菜 刷的成了几节 黎民几乎都傻眼了呀 可是神秘生物的攻击 还没完呢 落地后 大地突然在黎民的脚下 冒出一大片的图刺 如果不是黎民 感觉有必要拉大一点距离 现在的它都该成刺猬了 感觉不妙 黎民撒腿就跑 可是 它哪里有神秘生物 跑得快呢 就像地球上的猎豹 瞬间赶上了黎民 超觉的周围感应 再次救了它 一阵不可思议的风动 袭向他的后脑勺 利爪到来前 黎民潜力激发 停不向旁边闪去 惯性让黎民扑倒在了地上 利爪还是滑到了黎民 后背血肉模糊 疼得黎民直打颤 没等到黎民转过身 攻击又来了 前爪直接插向黎民的额头 这次神奇的胸致 没有延续他的神奇 出于本能的 黎民的手伸向了利爪 电光火时间 一下子就判断出 利爪的来势方向 五根手指头 奇迹般地抓住了 四只锋利的利爪 唯一的机会 黎民也不知 从哪来的利器 硬是顶住了利爪的前进 在另外一只爪子到来前 一个四两脖千斤的 把神秘生物甩了出去 也许刚才那么迹象 让神秘生物知道了 黎民的顶 接下来的进攻毫不犹豫 刚坐起来的黎民 还没弄清楚 神秘生物在那 感觉地面轻微颤抖 不好 还没迈出一步 突刺又出现了 大腿直接被刺穿了 即使黎民再坚强 也没勇气 把腿拔出来 难道天要亡我 黎民心中 没了声的念头 就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刻 天空落下了一片激光 也许是知道激光的厉害 神秘生物 停止了千斤的身体 可是官兴仍然 让它进入了激光区 有一树 射穿了它的前撞 哀鸣一声 怪异地看着黎民 气光疏落完时 神秘生物准备再一次进攻黎民时 从天际飞来了一枚精确的追踪光子弹 看到神秘生物撒腿就跑 可是光子弹不依不饶 为了摆脱追踪的光子弹 神秘生物开始用它的神秘技能 地面图刺 就算是兵级乱投医吧 眼看光子弹就要命中了 奇异的事又发生了 神秘生物周身突然长满了石头块 把它包得严严实实 速度降了下来 光子弹瞬间亲吻了它 一下子把它炸飞了 可烟雾散尽后 神秘神物仍然活得好好的 只不过身上的石头被炸没了 光子弹没了 害得吃苦的黎民可还在 目露凶光 仿佛黎民已是它腹中的食物 从小到大还没这么吃过亏呢 计划是怎么吃黎民石 追踪光子弹又来了 刚才苦头可它是它尝到了 小命还是最重要的 撒开爪子就跑 同时身上的石头又神奇地回来了 同样的结果 神秘生物没事 可是这次却被炸飞了 神秘生物接二连三地受到攻击 此刻没了猎取黎民的心思 本能告诉他猎物不好惹 撒腿就准备离开 可是事情真如他期盼的吗 当然不是 有一枚光子弹来了 神秘生物朝天哀鸣一声 居然放弃了逃跑 神秘的图案出现在他的脚下 黎民顾不得疼 揉了揉眼睛 发现居然有胸坠发出图案 那么点点的神秘 光子弹是炸到他的身上 可是也把他炸肚写了 神秘图案完全开启后 神秘生物就那么消失了 黎民现在只能感到疼痛 没有其他的感觉 无法理解的事儿 今天发生太多了 他都麻木了 锅里有三分钟小绿赶来了 不过此时他的造型有点不一样 身后出现了一个光子弹的发射架 看来刚才的光子弹都是他发射的 机械手先从医药箱中拿出麻醉针 给黎民打上 然后三两下就锯断了头刺 小心地把黎民腿上的兔子拿出来后 电子眼闪了闪机械地说 没有伤到骨头 为达到警告伤警 所以按照程序 员工应继续原地工作 听到这些话黎民无语了 这张成是给人盯的吗 黎民想不到员工张成这么绝情 简直和星际海盗友的一拼 小绿的效率很高 黎民咒骂老板时 一户机器人已经给黎民打了麻醉针 然后把黎民的腿从秃色中拔了出来 直血绷带立刻缠住了出血处 然后又给他们打了一枝安定针 危急 黎民就模模糊糊地说着了 小绿把黎民搬到讲义的救护床上固定好 拖着救护床往工具车走去 工具车内宽敞的房间中 一户机器人为黎民做着各种包扎 小绿则做着他的工作 各种各样的数据相继出来 可是小绿却中断了手头上所有的工作 有个朋友到访了 黎民香甜地睡在床上 外面则是另一幅场景 小绿和先前的神秘生物打了几类 说起来神秘生物可是这儿的原住生物 无数年来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 小绿眼前的叫做地磁暴 比较常见的一种 虽然眼前的地磁暴 不是先前那样好对付的 光说光子弹发射架就被拍坏了一个 不过呢 小绿仍占据主动 高浓缩的激光 就是地磁暴轻易近身不了的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超级优化 小绿刚开始战斗时和总部连线 总部给的战术是打时间战 小绿按照战术进行了好长时间 优势在那摆着 能量多倍 而那次炮就不同了 和小绿越打越无力 感觉取胜无力的地磁暴 开始逃窜 小绿当然不会就让他们这么跑来 全力地赶开了飞上天空追击 可是就这样 苏托三勉强占点优势 屏幕显示地磁暴向矿物前进 小绿改变策略 飞向一个矿飞去 几乎到达的同时 小绿全力开火 地磁暴表面长满石头 张开大嘴 就啃周围零散地发光石头 可是小绿两三下就打碎他的石头防御 而且身上出现的石头也是越来越薄 仓促地吞下两个发光的石头 地磁暴也不吃了 直接发挥速度的长处 全力躲避小绿的激光束 密集的激光束毫无差别地发射 可是只有那么几数射到地磁暴的身上 而且只能在地磁暴的身上 留下一块的焦黑 无法再前进 小绿采取另一种战术 追踪光子弹接二连三地发射 地磁暴呢 当然也接二连三地被射凿在地 激光束在光子弹爆炸的瞬间 瞄准受伤的部位 地磁暴 由于被光子弹破坏了一炸伤 总是那么停顿之下 激光正好利用这个时间差 射到要射的位置 地磁暴的血 就像开大的水龙头喷了出来 如果这么下去 地磁暴还真的玩完了 地磁暴也杀红了盐 血更激发了它的兽性 忘记了被射中的危险 拼命地往小绿身上冲 发了狂的野兽 往往是最危险的 小绿也不好过 光子弹爆炸的力度 接近它的防御力度 地磁暴的这么一冲 就对它非常有威胁 加上这家伙一冲呢 就对能量特别敏感 专用爪子划小绿的光子弹 发射架和农量供给系统 好几条农量供给路线 都给破坏了 看来小绿的持久战 不好打了 不过 地磁暴也是到了底线 连续被打到内脏 现在全凭一口气在作战 小绿是估计收到了什么命令 光子弹也不发射了 任凭地磁暴冲过来 难道小绿要坐以待毙吗 当然不是了 地磁暴冲来的瞬间 小绿的激光又出现了 不过 这次是特大号的 小绿发射的 超过了它所能成熟的极限 能量供给路线 彻底被保险切断 地磁暴也走完了它的一生 受伤的脖子处被轰击地冻穿 无力地催着小绿一起倒在了地上 半天后 醒来的黎民收到前去 维修小绿 当然不是黎民维修 又机器工程人 黎民要做的就是 把工具车飞到小绿的身旁 然后放出机械工程机器人 并不影响的养生 随着无聊的黎民 调出小绿的作战记录 看着看着 被地磁暴吞发光石头的举动 惊呆了 反复看了几遍 确认地磁暴 确实是吞了发光的石头 到底怎么回事呢 对于好奇 它让衣物机器人 借了颗发光的石头过来 刚把石头拿到眼前 黎民的石海就发现 石头里还有灵星的天赋能量 如果不是被石海压缩 对有限范围内感觉超灵敏 还真感觉不到 黎民把发光的石头 贴在脑门上 经过一番实验 确定石头里面 肯定是天赋能量后 他的脑子一下子梦了 手中的这块石头 完全颠覆了他对天赋的看法 以往 在世人的眼中 天赋只能在体内通过苦修积累 石头内的天赋能量不多 但要是被吸收后 也顶他以往一个星期的苦修 到底怎么回事呢 如果所料不差呀 地磁宝的突刺 身上的石头 也是一种天赋的应用 石下 天赋以精神攻击为重 至少黎民没有看到 有天赋战士 把天赋运用的物质化 仔细想想也对 在洛克联盟 到处都充斥着机甲 有了机甲 物质防御就有了保障 气光炮 动能炮 量子炮 磁爆炸弹等 哪一个不比地磁爆的攻击强呢 所以 有人在这些地方有发现 也被扼杀在摇篮里 黎民看着眼前的石头 不禁想着如何才能把 里面的天赋能量给吸收了 刚才试了一下 精神力还是老样子 几乎干渴 根本无法调动 石头里面的天赋能量 他不禁再一次开始修炼起 企图恢复精神力 这些年他在好调团 了解了不少修炼法觉 可是事来事去 黎民最后想到了灵动觉 他踏上天赋战士 最初的修炼法觉 这部修炼法觉 当初寄托了他父亲的期望 现在他对灵能觉 也就抱着失一失的态度 结果还是失败了 小绿在两天后被修好了 受损的灵部件完全打换 工具车中有拳套的灵件 好像事先预料到小绿受伤一样 修复好的小绿 马上投入到工作中 数据收集放弃了 指挥工程机器人 开始开采天赋能量矿 如果事先不知道 这些石头是什么 黎民也不会搭理小绿 看来此星系的主人 早就知晓了这一切 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小绿把矿石开采完 接他们的飞船也来了 与此同时 一个会议室内 正硬放着黎民这两个月来的 生活剪辑 放完后 一个人站了起来 以我们掌握此人的资料 这个人名叫黎民 天赋异界 属性未知来历不明 最早出现在054号威尔那儿 根据我们了解 此人突然间出现在太空中 躲过了我们的监测 被恰巧筋骨的威尔解救 我认为此人的出现绝非偶然 说不定是事先安排好的 但躲过我们的监测 就是个大问题 在这个敏感时期 我们要万分小心 我建议放弃此人 我也非常同意 不过 我觉得应该合理利用此人 让他继续为我们工作 再开启日再放弃也不迟啊 对黎民的决议很快就出来了 在开启日放弃 不过 黎民现在可不知道这些 他正舒服地坐在飞船中 赶往另一处卫星 这次 他可是领取了六个月的生活用品 据说朕还是初期的 后续的会补充过来 这次的任务卫星非常大 有五亿平方公里 矿产分布也没标出来 是一个自己探索的卫星 并且还不能释放人造卫星 能开采多少算多少 这次携带的东西 多了一艘小型的飞船 驾驶小型飞船 按照设计好的地点 刚一落地 黎民就感觉到几道神石 扫了过自己 很快 几乎刚一察觉就消失了 如果不是石海被压缩 还真发现不了 可是上面并没有说 这里还有其他人在开采呀 难道上面骗自己 没理由 突然间 黎民想到了 通知中说 不能发射人造探测卫星 一定有问题 难不成有厉害的天赋兽 黎民大胆地想 他后来在集体中 了解到第一次任务时 遇到的神秘生物 就是天赋兽 这几个月的事 以往想都不敢想象 现在 只能用非常的想法 来考虑目前的一切 最让黎民可气的是 这次任务出发前 他在集体申请一下机甲 居然被拒绝了 他真不知道 这些人是怎么想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 为您播讲 第555集 五个小时后 工程机器人 带回来了第一批原矿石 黎民也被呼叫声打断 走进工程车 黎民把矿石 工程车调出来 原矿石 被放进加工车中提取 很快一个 拳头大小的 天赋矿石出来了 黎民拿起 放在额头上感觉 发现 额头上的天赋 是暗系的 顿时 说不出 喜悦涌上心头 拿着手中天赋矿石 黎民回到飞船 招把椅子坐好 尝试着 把天赋矿中的天赋能量 吸收到体内 从这刻起似乎忘记了 精神力是枯竭的 这个事实 每次尝试 感觉像是一只蚂蚁 在企图推动一头大象 今有的精神力 马上被耗尽 然后赶紧松开 手中的天赋矿 在椅子上 尽量的放松 感觉从天堂 跳到了地狱 天赋还是无法修炼 那次受的伤 还是没有恢复 走出飞船 看向遥远的星空 每一颗星星 都是那样的清晰 可是又是那么的遥远 什么时候 才能摆脱这份失落呢 时间是一天天的过去 很快 飞船内就堆满了 亮晶晶的天赋矿 虽然还没有六个月 黎民不得不向总部 发出接应的信息 早就装不下 开采出来的矿石了 这一天 黎民在午睡时 突然接到通知 接应的飞船 还在五个小时后 到达黎民所在的地方 让黎民做好准备 黎民把小绿 和几个工程机器人 招回来 准备为接应飞船窗框 接应飞船 刚好落在光脑 却显示 有一家工程机器人 突然不工作了 为了不在接应飞船面前 留下代工的现象 向此次的接应船长 打了个招呼后 开着工具车 去维修了 黎民刚抵达 工程机器人所在 基地方向就传来 剧烈的爆炸声 光脑显示 接应飞船受到袭击 矿场离基地太遥远了 可是爆炸声传来 仍然是那么的真切 黎民心中有些不祥的征兆 怎么办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来的第一天 黎民就在想 遇到天赋兽的袭击的对策 赶紧抛下工具车 背着早就整理好的背包 往矿洞跑 进洞前 黎民全身上下 喷了事先准备好的植物汁 进入矿洞后 让工程机器人风动 同时 挨个给机器人 喷了一遍后 让工程机器人 向着洞口伸出抛去 野兽最会辨别气味 黎民喷的是一种 生长在地洞中的 植物的植物 在矿洞中 待的这三天中 黎民始终没有与小绿 或者是接应飞船联系上 洞中的空气 越来越稀薄 最要命的是 带的淡水没来 这样下去 就是不被天赋兽杀死 也被活活的咳死 怎么办 黎民突然间 拍了下自己的脑袋 不是有微型机器人吗 这几天先不出去 用微型机器人探查探查 把装用微型机器人的 工具盒从口袋中拿出来后 黎民用镊子 加出一个善于钻洞的 这样才可以通过厚厚的 被封死的洞口 黎民用光脑指挥着这只 只有蚂蚁大小的微型机器人 沿着矿洞 向洞口快速走去 别看这个微型机器人小 可是 他的速度 一点也不慢 原本就是用来 维修机器的 现在 也算是充分利用 因为 微型机器人体积太小了 而且经常要用到 黎民就随身携带在口袋中 这个不是个好习惯 现在呢 帮了他的大忙 要不是这个机器人还在现在的工具车上呢 一个小时后 微型机器人到达了洞口塌陷处 凭借光脑的记录 黎民通过光脑 指挥微型机器人 开始在塌陷处 沿着当初开凿的路线钻孔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微型机器人的开凿路线不断的延伸 按照当初的计算 现在差不多三分之二的塌陷处被洞穿 明知道还有一些时间 才能达到地面的黎民 却眼睛眨也不眨的 盯着光脑中的微型机器人 耗时三个小时 微型机器人 总算穿过了近一百米的塌陷 到达地面的这一刻 黎民心碰碰直跳 当时的战斗到底留下什么样的结局 微型机器人为黎民揭开了这一切 从微型机器人的摄像头中 黎民看到当初开辟的基地已经消失 留在地面的机器设备 全部被轰成了水渣 基地周围的植物也受到了牵连 以基地为中心 方圆几百米的植物失去了生机 不过好的是基地里没有天赋兽 黎民当然不会就此放弃 中聚合中剩余的七个微型机器人 也被他拿了出来 顺着第一个机器人的路线 这七个机器人也来到了地面 以矿洞为中心 这八个微型机器人 沿着不同的方向开始探索 大约两个小时后 这八个微型机器人 分别进行了二十公里 可是什么也没发现 为了安全起见 黎民又让这些微型机器人 来了个螺旋式的搜索 让人欣慰的是 确实什么也没看到 黎民这才指挥身旁的工程机器人 向他陷处前进 准备发掘一条通道地面的小路 一个白衣女子传递着消息 她不屑于来到地球 认为这是一个肮脏的监狱 但是她却是为了展示 她的美好和强大 希望可以留下一个好的情节 未来将出播种种子希望 没有什么爱情限制 就是播种情节 达到成年可以自主和不自主的播种情节 当其他人意外收获到情种 就可以洗劫良缘 而这种为对方感应 只是她无法知道它 末世来临 海啸横行 光磁风暴滋生 大面积的人员死亡 剩下的准备支撑 没有诺亚方舟 但有外星人 但是外星人只接走了一千万人 其余的自生自灭 街道上的萧索清冷 气温变化差度很大 街道上的包纸到处乱飞 它有些神经病 而就算是在未来 也无法回到地球的过去 更无法从过去看到未来 圣归大地 也是一部以过去的人物为题材的影片 未来一直在研究这个课题 而他能看到未来 通过这个设备 得知只有他一个人 能够达到这种程度 末世一直持续了很久 这期间 食物等逐渐的坏掉 争夺食物就成了唯一的争夺 空间辐射极其强大 争斗 最后一个个死去的时候 只剩下强者 变异兽横行 当地球只剩下一万人的时候 会开启文明升华 称为幽明星 李轩在修炼之中 逐渐地明白到了一些片面性的东西 因此 对于这份质疑 他开始有了几分忌惮 现在 或许只有找到黎民 解开其中的乾坤石的真正秘密 才能知道 这到底是一种真实的存在 还是一种憋有用心的局势 狡兔三枯 当黎民决定把矿洞 作为自己住所时 想到了这个词 在这个陌生的星球 黎民几乎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 外面的天赋兽有多少 他不知道 但是 他知道 任何一个天赋兽 他都不是对手 现在只能尽可能地 多为自己留条后路 通过光脑的反复模拟 设计出了一个最理想的路线 依照路线图 他准备把矿洞四周 四条出口 比兔子的洞多一个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把光脑设计好的图纸 穿到工程机器人的光脑上后 工程机器人 开始按照图纸挖掘 布置完这一切后 黎民来到地面上 现在仅有的工程机器人 被派去工作了 黎民剩下的帮手 只有那八个卫星机器人了 可是 他并不准备召回他们 就让他们留在 二十多公里处戒备 多工蒙车 都派给工程机器人 所以 只好徒步距离 矿洞五公里处的小水潭 去取水 拿着师生的水袋 小心翼翼地前进 一路相安无事地来到水潭边上 灌满水前 仔细地观察水潭边 看是否有脚下流线 很幸运 水潭边仍然没有其他的足迹 唯有他自己的 看来 周围没有什么天赋兽 拿好水袋 又小心地往矿洞走去 现在 他真后悔 当初小绿在时 为什么没有更仔细地 扫描一下周围 要不然 现在也不用这么被动 回到矿洞 把水 倒在事先准备好的 小池子里后 然后又继续 向小水潭走去 他要把水池续满 在这危机四伏的环境中 他最好 待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 矿洞 现在是他感觉 最安全的地方 回来不到几天 就降下了黑幕 不得已 黎民放弃了继续取水的想法 用地面的金属碎屑 焊好铁门 封住洞口 剩下的事 明天再继续做吧 吃着今天刚采摘的新鲜植物果实 黎民开始检查工程机器人的进度 很不幸 有一条路线上碰到了一个矿 隔前几天碰到这种事 他是非常高兴的 现在只能让他愁 没办法 只能改到了 矿石实在太硬了 心中不禁为其他三条着急 如果继续这么挖下去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挖好 拿着探测仪来到天赋旁边 再三勘测 发现探测仪的有效范围内 四周都有矿石的分布 看来啊 这条路线基本上就算是废掉了 可是这样放弃不是他的作风 看下方矿石分布西书 决定临时改道 企图绕过矿石 就向着下挖着 挖深点总没有坏处 离开这条路线后 黎明立马赶向附近的另一条路线 现在才发现 白天过于理想化了 单纯设计后 就忘了实地勘测 希望这条线不要碰到矿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拿着测量仪一侧 发现这条路上也有矿 只不过还没遇上 不过很快了 好的是啊 没有上一条那么复杂 周围除了这个矿 暂时没有其他的 用光脑模拟了几次后 黎明修改了这条路线 修改完这条路线 黎明又马不停蹄地 向另一条路线走去 忙到大半夜 黎明才算忙完 钻进睡袋没多久 黎明就睡着了 这几天 他没睡一个完整的嚎叫 睡梦中 他做了一个甜美的梦 梦中却突然间 所有的天赋兽 都沉浮在他的脚下 一下子 他变成了星球之王 突然一阵叮铃铃的声响 把他惊醒 原来是设定好的闹钟响来 吃了点东西后 黎明就出去提水 那几条路线工程机器人 传来的数据 进度不是很大 现在没时间过去查看 就让他们这么挖着 中午时 水池大概装进去了三分之一 这时 黎明去巡视 那几条正在挖掘的路线 还好 昨天修改的那三条 没什么问题 来到第四条发现 工程机器人 已经挖得很深了 可是 周围还是围绕着矿产 黎明突然发现 挖深 也是一个不错的路线 于是 就继续让工程机器人 向下挖去 五天后 水池终于放满了水 这一下子 就是一两个月不去提水 也没问题了 周围有着不少植物的果实 可以食用 从今天开始 他的工作 就是尽可能多地 采摘植物果实 虽然不知道 这里有没有什么季节变化 但是储藏一些食物 还是必须的 万一遇到特殊情况 长时间躲在地下不出来 怎么办 黎明花费了二十天的时间 把周围一公里内的 可以食用的果实 全部采集回矿洞中 好几个储藏室 都放了满满的 当初设计的路线 现在也完成了大半 有三条已经挖好 每条路线 他都在地面上留了一个 尽容一个人出入的洞口 而且每个洞口 都被木头塞得奄奄实实 遇到特殊情况时 留在此的工程机器人 会强力破开洞口的木头 最后一条路线 黎明彻底放弃 瓦了这么多天 还没有绕开周围的矿石 方圆二十里就这么大 原计划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各留一个洞口 现在东边这条彻底废了 他都怀疑是不是 撞进了一个大矿藏中 顺着向下挖了另几个小弯 还是被矿石围着 他现在就是泡着好奇的心思 让工程机器人继续挖下去 其实啊 黎明让工程机器人这么挖下去 完全是出于私心 随着深度不断增加 矿石中蕴含的天赋 也是越来越精春 越来越高 如果哪一天 他的精神力恢复了 不就可以更快地提高实力了吗 而且现在的日子 也开始闲了 成天无所事事 也不是办法 这样也算是为自己 找点事干 三个月后 就在黎明为水池补水时 光脑传给他一个好的消息 工程机器人停止了挖掘 因为已经没有可以挖掘的土壤和碎石了 通过光脑 黎明发现 工程机器人 现在停留在一个五彩斑斓的矿石世界中 他当机驾驶多功能车 赶往矿洞中驶去 沿着工程机器人的足迹 黎明花了六个小时 才来到光脑中看到的世界 挖掘的尽头天赋矿石 闪耀着五颜六色的光芒 这些矿石完全不用提炼 投贴在矿石上 尸海告诉他 里面蕴含的天赋能量 可以用惊人两个字来形容 指挥工程机器人向旁边挖掘 没几分钟 工程机器人就通过光脑 传给黎明前方全是天赋矿的消息 怎么办 要不要挖下去 黎明很期待下方会给他更大的惊喜 狠狠地咽了一样口水 哇 黎明给工程机器人下了命令 拍了拍身上见到的石屑 黎明坐着拉车的方向识趣 心中对工程机器人充满了美好的期待 他坚信 有一天他的精神力会恢复 越好的天赋矿 对他实力的提升越有帮助 刚开始的几天 黎明还想想着 会有怎样的天赋矿在等待他 可是 各种各样的杂活在等待着他 随着时间的推移 黎明的全部心思 投入到这些当中去 突然有那么一天 工程机器人报告给他 厚厚的天赋矿十米处是空心的 黎明停下了手中的活 坐着拉石车 向工程机器人所在的方向赶去 黎明赶到时 天赋矿的厚度已经不足一米 突然间 黎明下令 听掉工程机器人停止挖掘 这么多天的忙碌 让他忘记了考虑 万一天赋矿后面 隐藏着危险怎么办呢 可是 虽然工程机器人停止挖掘 可是天赋矿 却传来 碰碰的响声 黎明反应过来时 最后的天赋矿 贯穿了 来不及离开的黎明 尽量让自己镇定 这时 两只可爱的幼兽 出现在黎明的眼中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 为您播讲 第556集 黎明没有动 任凭右手的小爪子 碰他 右手奇怪地 嘀吼了一声 另外一只 也被吸引了过来 两只不停地 在黎明身上 碰来碰去 其中一只 竟然顺着黎明的 双腿向上爬着 黎明忍不住 动了一下 两右手 显然被吓到 凑地 窜回到天赋矿洞去 黎明揉了揉眼睛 速度也太快了吧 直觉告诉黎明 这两只右手 没有危险 可是 谁知道 右手身后的父母 没危险呢 两只右手的头 从天赋矿洞中 慢慢地 又伸了出来 看黎明 也不是很吓人 所以 从洞口中 慢慢地 走到黎明的面前 两只右手 长得太可爱了 黎明一手 从身后的包中 拿出两颗 自认为 最可口的果子 递到右手的面前 右手 疑惑地 看着黎明手中的果实 黎明想到 右手 可能没见过 手中的果子 所以 另一只手 从包中 再拿出一颗来 放到口中 甜甜地咬了一口 收到黎明启发的 右手 也上前咬了一口 果汁随着它 顺着小嘴 流了出来 可能果子的味道 右手 从来没有接触过 吃一片刻后 直接把果子 从黎明手中 抢了过来 两个几乎同时 放在地上 对着大果子 大口的咀嚼 不断地 发出哼哼声 显然 很享受 果子的美味 很快 果子就吃完了 可怜巴巴地 看着黎明 显然 想要讨果子 黎明从包中 又拿出两颗 送 果子从黎明的手中 瞬间拾去踪影 两只右手 大口大口地 砍着 不一会儿 右手就把 黎明包中的果子 吃完了 看它们 意犹未尽的样子 黎明也没办法 身上的果子 已经吃完了 吃完果子的右手 渐渐对黎明 消除了陌生 跑到黎明的脚下 咬着黎明的裤腿 玩 湿漉漉的嘴巴 把黎明的裤腿 粘了不少的果汁 黎明把两只右手抱起来 两只右手跟猫科动物很像 可是却没有猫科动物身上细密的毛发 浑身光秃秃的 摸上去却让人感觉很细腻 黎明猜想 这两只神奇的猫科动物吧 两右手在黎明的怀中 不住地乱动着 黎明看着它们可爱的样子 这些日子来 第一次开心地笑了 天赋矿动中有什么呢 黎明从一开始就想知道 扎着胆子 再说怀里的两只右手做人质 通过光脑命令工程机器人 在天赋矿动中原有的矿动基础上 开凿一个它可以通过的洞口 轰隆隆的声音 把右手吓了一跳 黎明赶紧安抚两只右手 抱着右手坐到运石车上 运石车上的一切 暂时吸引了右手的眼球 黎明抱着它们碰碰这儿 碰碰那儿 没一会儿和右手打成了一片 洞口开凿好后 右手都懒得离开黎明的怀抱了 就这么让黎明抱着 穿过洞口 展现在黎明眼前的 是一个近一公里的超大型山洞 山洞的洞壁 全身亮晶晶的天赋矿石 围着山洞转了一圈 黎明竟然没有发现其他的洞口 朝地面 除了一棵奇怪的植物外 地面平平整整的 什么也没有 再看上方没有洞口 难道这两只右兽 就一直待在这里面没有出来过 他们是怎么进去的呢 黎明随即想到这个难解的问题 黎明抱着右手来到植物前 右手不耐烦地 从黎明的怀中双双跳下来 黎明还没反应过来时 右手已经从洞口穿过去 消失在黎明的眼前 黎明无奈地哭笑 右手的速度实在是太快 本想呢 也就这么离开 可是黎明却忍不住 想看看这株植物 能生长在这里的植物 必有其神奇的一面 黎明把眼睛凑到植物跟前 这时突然想到食人植物 幸好植物没有任何的反应 黎明暗自放下心了不少 可是黎明的眼睛突然不动了 直直地盯着植物看 从植物身上 黎明居然感觉到 他目前最缺少的精神力 难道说 这不是一株植物 还是一只蕴含精神力的植物呢 黎明心中极为疑惑 植物上唯一的果实 让黎明确认 这是一株精神力植物 从天赋兽天赋矿 再到现在的精神力植物 让黎明的精神一再接受挑战 晕晕地站在发呆半天后 黎明什么也不管了 既然是精神力植物 那么果实一定能够补充精神力 一下子把植物上的 如拳头大小的果实 给摘了下来 果实一离开植物 植物就开始干枯 没多长时间就枯死了 植物的反应 让黎明吓了一大跳 不过更加确认 果实的重要性 把果实放到嘴边轻轻咬破 果实内的能量 开始涌向黎明的嘴中 随着能量流失的果实 开始感受下来 黎明干脆啊 用手一按住果实 整个吞入他的口中 感觉一阵又一阵的能量 往脑海中涌 大脑 神经 全部被这股能量滋润得麻麻的 黎明干脆盘腿坐下来 果实的核 犹如一颗种子 在黎明的精神石海中 生根发芽 以往死气沉沉的精神源 竟然焕发了生机 果实中的神奇的能量 进入脑海后 黎明觉得 石海开始 以一种特殊的波动颤动着 一丝又一丝的 黎明说不上来的能量 被颤动出来 随着脑海中 不断颤动出来的能量 越来越多 在黎明石海中央 这一丝丝能量 就像春残吐出来的蚕丝般 慢慢地 残绕成了一个碱状 颤动了不知多长时间 反正 再也没有丝状能量出现 石海中央的碱 现在大约有绿豆那么大 石海中的碱开始变小 首先 是最外围的碱丝消失 接着 一次是碱丝消失 大约两个小时后 剑丝完全消失 一颗透明的圆珠 出现在黎明的脑海中 闭着眼的黎明 没有发现大量的天赋能量 开始在他头上盘旋 在透明圆珠 完全形成的那一颗 头顶盘旋的天赋能量 犹如找到了宣泄口 纷纷向透明的圆珠涌入 透明的圆珠 因为天赋能量的涌入 开始有了颜色 淡淡的七彩 出现在圆珠上 随着天赋能量的不断涌入 圆珠的颜色 也渐渐变浓 直至天赋能量停止涌入 原本透明的圆珠 现在变成了一个 发出七色光芒的圆珠 睁开眼睛的黎明 惊喜地发现 精神力恢复了一些 圆珠和石海 紧密地结合在一块 圆珠就向石海的心脏 发出阵阵的气色光韵 石海看上去 由最初的无色 变成现在的淡淡的气色 只是石海的感应范围 还是仅限于整个头部 尝试地调动精神力 竟然成功了 突然间的成功 让他有种世界 如此美好的想法 没有丝毫犹豫 黎明投入到精神力的修炼中 完全没有顾忌 现在所处的环境 尝试着运行修习法掘时 黎明惊喜地发现 精神力竟然开始恢复 不知道是不是吃了神奇果实 黎明发现 精神力在圆珠中 竟然仅有一个比小米粒 还要绞上很多的核 相比较七色圆珠 这个核是白色的 欣喜若狂的黎明 拿起一块天赋矿石 随着精神力的调动 天赋矿石中的天赋能量 竟一丝一丝的 流向黎明的脑海中的圆珠 随着天赋能量的流入 圆珠竟然有那么一点点的 颜色加深 可怜的精神力 很快就被用光 不得已 黎明只好放弃 继续吸收天赋矿石的念头 他能不死必有后福 黎明觉得 这句话是那么的贴切 看看陌生的山洞 黎明觉得还是离开为好 不过离开前 黎明在山洞隐秘的地方 放了一个微型摄像头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这可是他目前仅有的一个 出山洞时 黎明让工程机器人 把天赋矿石的洞口躲上 自己则坐着矿石车 回到矿洞的家中 一路上 黎明在不断的运行 休息的法觉 随着精神力的增加 黎明的脸上笑开了花了 回到家 黎明才感觉鸡肠碌碌的 到储蓄室 准备拿果子时 却发现 里面果子少了不少 仔细一看呢 那两个小家伙 正趴在角落的果子堆上 睡得正香呢 黎明突然惊出一声冷汗 这两个小祖宗 怎么就给忘了呢 得赶紧把他们送回去 想到这儿 黎明过去抱两只右兽 小家伙睡得太死 根本就没有感觉到 黎明抱走了他们 黎明回到原来的路上 赶紧通知工程机器人停下来 得先把这两个右兽送回去 再去读洞口 一路上 黎明提心吊胆的 精神力变好后 黎明格外珍惜现在的一切 现在精神力的恢复 让他看到了 在这里活下去的信心 深怕右兽的父母 突然间跳出来破坏这一切 虽然没有到 那个山洞中的其他洞口 但是这两个右兽 怎么会在这里面呢 反正这事说不定 把睡熟的右兽送进去后 黎明开始命论工程机器人 赶紧封动 吃了几颗果子后 黎明赶紧做好 休息法觉恢复精神力 随着精神力的增加 石海中的河 也跟着变大了不少 过了五个小时 无论怎么运行修习法觉 精神力就是没法提升 石海中的河也没有增大 看来精神力只能恢复到此了 虽然不到以前的一半 黎明还是很满足的 至少现在他有了那么一丝的希望 从背后的背包中 黎明拿出先前吸收过的天赋矿石 把精神力探入到天赋矿石后 才发现手中的矿石是地系的 怎么回事 我的天赋是暗系和冰系的呀 黎明想不通到底是怎么回事 脑海中的圆球 黎明还没有仔细观察过 行程后光顾着修炼了 根本就没有多想 七彩的圆珠静静地停留在黎明的脑海中 黎明看来看去就知道圆珠是七彩的 灵机一动 手中的矿石在天赋被吸收掉一些 黄色的地系天赋进入脑海中 直接被吸入圆珠 淡淡的圆珠中黄色 顿时加重了那么一丝 如果不是黎明观察的仔细 还真发现不了 难道这每一种颜色代表一种天赋 看到圆珠的表现 黎明突然奇想 试试不就得了 从杂物室中找出来不同的天赋矿石后 一一把它们摆在地上 看着眼前的不同天赋矿石 黎明深吸口气 先拿起一颗暗系的 精神力引导后 暗系的天赋被吸入圆球 再拿起一颗水系的 没问题 天赋被吸入 拿起风系的矿石后 黎明呼吸不及紧凑了不少 风系的天赋能量进入圆珠后 七彩圆珠的青色加重了一丝 看到这儿 黎明顿时精神来了 雷系的矿石拿到手中 吸入后紫色也加重了一些 火系和光系也纷纷通过 至此黎明终于相信 他可以吸收 光暗水火风地雷 七夕天赋 三天后 再次开始恢复精神力的黎明 感觉石海有一点不对 在精神力无法精进时 黎明发现 石海的范围扩大了几厘米 惊喜充斥着黎明此刻的心情 好消息七二连三的 让黎明感觉世界是如此美好 黎明决定啊 先不忙着修炼 试几个果子庆祝一下 可是他一来到储藏室 便少了眼了 两只右手又开始躺在地上 呼呼大睡 好心情顿时打打折扣 他们怎么又来了 黎明又好气又好笑 派工程机器人过去一看 堵住地方的洞被钻了个眼 只要这样看啊 两个小家伙是冲不走了 也罢就留在这里 黎明决定以后 和两个这小家伙寸步不离 其实他也好奇两个小家伙的父母 洞穴中的那颗植物 完全可以显示他们的不凡 两只右手在这扣着黎明 黎明啊 他们的父母也不会想拿他怎么样吧 第二天右手醒了 围着黎明囤囤转 不时还用爪子碰碰黎明 扰得黎明无法继续修炼 无法修炼的他只好停下来 看着眼前的右手头疼 该怎么安置他们呢 在没有弄清这俩右手底细前 黎明不敢随意的放任他们乱跑 为了不让他们继续咬自己的裤子 黎明拿工具出来当玩具陪右手玩 小家伙倒是玩得挺高兴的 可是黎明老大的不乐意了 总不能一直陪他们玩下去吧 一边摆动着手中的工具挑逗右手 一边开始光脑找了部电影 随着电影的开始 右手的手爪中的工具停止摆动 心思完全被光脑中的电影情节吸引 果然 一只右手把他的爪子抓向光脑 可把黎明吓了一声冷汗 拔开右手爪子后 黎明赶紧把光脑拿开 这可是心肝宝贝啊 可别让右手给惦记着呢 谁知右手的眼睛全盯着光脑 看右手的神情 黎明突然间有了主意 在一面平整的墙上 用矿墨涂成了白色 打开光脑的投影功能 选了一部动漫后 动漫开始在墙上播放 右手的注意力全被吸引了过去 一只右手好奇的一爪子抓过去 墙面的白色顿时有了几次划痕 右手不明所以再一爪子抓去 又多了几道划痕 另外一只右手不乐意了 好好的画面变成现在这样子 一爪子抓向墙的右手 两个顿时撕咬了起来 黎明分开右手 在墙上把痕迹修补好 继续的播放动漫 没多久 右手的眼球就被动漫吸引 当然划痕的事情继续在上演 几次下来 只得要看动漫是不能动的 两个就彻底被动漫吸引了 黎明一手拿着矿石吸收天赋 一手拿着光脑防止被右手破坏 不管怎么样 终于是可以修炼了 这没几天 右手的动漫新鲜劲就过去了 又开始骚扰他 黎明只好拿果子出来喂他们 他发现只要右手吃饱了 就会躺在地上呼呼大睡 两个月下来 储藏的植物果实快没了 安装的摄像头 却没有发现右手的父母 真怀疑他没有父母 黎明只好出去采摘果实 要不然他就要挨饿了 可是拿着包出去时 俩右手就这样跟在屁股后面 多功能指挥车 步出矿洞 黎明静止向正南方向开去 那里的果子最甘甜 也是最耐饱的 稀稀疏疏的植物 给予了右手最好的玩耍天堂 两个小家伙出了洞穴没多久 就跳下车开始玩捉迷藏 而黎明懒得理他们 两个右手的父母没出现 让他彻底认为 右手就是没有父母 或者是出事了 要不然这么长时间都不出现 潜意识中认为 如果没有他们俩右手 早就饿死了 如果不是就他们洞穴 吃的那点神奇果子 精神力还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能恢复 他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 做人的原则 让他不能对右手做什么 只能是右手自己离开 现在啊 巴不得这两个右手 躲得远远的 这样他就可以安静地练化了 花了半个小时 黎明来到了一片 未经栽采的果树前 地上已经掉了不少成熟的果实 黎明先不忙着上树 弯腰前新的玩好果子 放到车上 很快 车子的一小半就被填满了 黎明发动车子向前开去 准备在前面的树下捡 在黎明四周警戒的 巴克微型机器人 突然有一个传来警告 黎明拿出光脑 从微型机器人上传来的画面中 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 在快速地向他的方向移动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为您播讲 第557集 丢下手中的果子 黎明发动多功能车 以最快的速度赶往矿洞 同时 石海密切地注视着周围的一举一动 现在他的石海 已经扩大到三米 三米内 只要有风吹草动 他都可以迅速地察觉到 眼看只要一两分钟 就要赶到矿洞了 黎明心中的不安减少不少 如果不出现意外 他可以安全地返回去 可是 突然三米外的空气 突然出现激烈的波动 黎明急忙跳下车 一个灰影 扑在他刚才所在的位置 没有扑到黎明的灰影 在空中以一个诡异的方向 转过身来 黎明则抽出背上 那把自制的大刀 灰影根本没有停留 朝黎明冲来 黎明根本没时间准备 积极地一刀 劈向了灰影 可是他的力量 相比太小了 一下子 灰影把他撞飞了 虎口震得发麻 刚翻过身来 灰影又来了 脑海没举起来 一下子又被拍飞了 这次 黎明没有着急起来 石海比以往都警惕 灰影刚刚进入石海范围 黎明捕捉灰影 时间在那一刻仿佛停止了 黎明从石海 看到灰影就是一只狼模样的天赋兽 奇怪的是 他飞行在空中 久违的天赋精神 攻击瞄准了灰影 水系的灵魂冰冻 却无误地击中了灰影 灰影因此停顿一下 可是还是向着黎明扑来 不过这次的力道小了很多 速度也降低了不少 灰影来到黎明前面的地上 打了两个滚 避开了这一击 灰影再次冲过来时 那两右手突然跳开了出来 脑门上有朵灰质的 那张嘴巴 一种奇怪的吼声 从他的嘴中发出 灰影连通黎明的灵魂 都被他的火烧影响 黎明坐在地上 意识昏昏沉沉 完全失去了自我 灰影的速度在这一刻没有了 就那么直直地掉在地上 第一次在战斗中露出真面目 这东西长得像狼 但缺少了狼坚挺的耳朵 在他耳朵处有两个洞 爪子在光线的照射下 发出阵阵的寒光 很快灰影就摆脱了吼声的影响 身子又飞向了黎明 黎明刚恢复神志 灰影又来了 另一只右手低吼一声 眼前的空间停滞了 灰影就像画中景物定在空中 右手毕竟还小 对眼前天赋受的影响有限 灰影就再次冲了过来 只来得及翻身灰影的爪子就来了 背后的包被划破 李明的天赋矿石掉了出来 灰影却停起来不移动了 大嘴一张 就仰相当中最耀眼的 青色风系天赋矿石 李明趁此赶紧逃离 矿石被咬进嘴中后 他对着天空灰色的天赋兽 发出得意的吼声 可是突然间出现在他面前的 咬住一块黄色矿石就跑 灰色的天赋兽很不甘心 刚追几米 又马上回到天赋矿石旁 把剩下的四块矿石 一股脑的全含进嘴中 然后采取锥 叼走黄色矿石的天赋兽 这个世界太疯狂了 一下子来了两个高级的天赋兽 还好的是 俩天赋兽似乎忘记了 李明的存在 跑出没多远的李明 又返回来抱起两只虚弱的右兽 趁两个天赋兽 再相互追逐 李明赶紧指挥多功能车 往矿洞开去 一进入矿洞 李明就把门关住 然后让门附近的工程机器人 把门用图给添住 回到锁住后 李明想想就后怕 如果不是右兽 说不定他的小命就交代在那了 可是仔细一分析 李明认定 俩天赋兽感兴趣的 是他包中的天赋矿石 他包中的天赋矿石 可是右兽的洞穴中 成色最好的 想到这儿 李明赶紧指挥工程机器人 把住所不多的天赋矿石 往右兽几十公里深的洞穴旁搬 可别让这些矿石的能量 把天赋兽给吸引过来 怀中的右兽 都跳入了 从身旁经过的运石车上 右兽的举动 显然李明习以为常 李明命令车子停下 也坐了上去 车上右兽睁开眼睛 贪婪地吸收着 车上天赋矿石中的能量 过了两天 没有其他颠覆兽 出现在他的洞穴 李明放心了不少 李明再次打通了右兽的洞穴 这么长时间了 右兽的父母还没出现 李明觉得 右兽的父母肯定不会出现了 就暂时占领了他们的洞穴 俩右兽吸收了足够的能量后 又开始活蹦乱跳 李明给他们起了名字 头上有灰质的叫彗星 小家伙显然很喜欢 李明这么叫他 当时高兴地 发出一种奇怪的吼声 高兴过后 就爬在地上 努力地吸收矿石中的能量 另一只肚皮上 有几个斑点的 李明就叫他斑花 可是啊 他很不喜欢 李明给他的名字 不住咬住李明的裤子 李明接连起了几个 最后 翻翻这个名字 小家伙不闹了 如同发出 彗星那样的快乐吼叫声 过来十天 果子都吃了两天了 李明决定 出去采摘果子回来 不然会被活活地饿死 这次他把速度最快的 多功能车带上 争取一次采摘三个月的食物 这次很顺利的 果子采集中没有被打扰 为了节省时间 采摘完果子的第二天 李明开着多功能车去提水 很快 水池中的水被放满了 快乐总是多于苦恼 李明的精神力慢慢在提高 石海探查范围也一步步在扩大 现在已经达到二十米 石海里面的精神力也似乎大了不少 唯一遗憾的是 李明还没有掌握物质攻击 右手从上次回来后 就一直不停地吸收 天赋矿石中的能量 吃果子的时间明显减少 两个现在吃的 加起来还没李明吃的一半多 让李明对自己的粮食储备 信心增加了不少 可以多吃一些日子了 两个月过去 李明发现 无论如何吸收 手中的暗系天赋矿石中的天赋能量 都无法吸入圆球中 其他六系吸收的速度也慢了很多 心中不禁为了这些状况 暗暗着急 反观右手还是一成不变的吸收 又一个多月后 所有的天赋能量 都无法再吸收入 离民的脑海的圆珠内 由于它吸收的最多的是天赋矿石 相信就是八级的强者 也没它体内的天赋能量强大 唯一让人高兴的是 精神力合和石海 仍然在不断的壮大 是时候出去补给食物和水来 要不然又要挨饿了 多功能车被装满 矿洞方向传来剧烈的 轰隆隆的声音 从微型机器人传来的画面中 两只天赋兽在战斗 而他们身后则有大量天赋兽在周围 他们这次在干什么 黎民急急忙忙的开车向矿洞驶去 离矿洞有两千米时 黎民突然掉头 原来那些天赋兽向他们这边来了 厮杀的两只天赋兽 已经可以肉眼看见 多功能车功率开到最大 多功能车虽然目标大 但是它的速度快 背包里的彗星和斑斑 兴奋的吼叫出声来 多功能车的速度让他们感觉到新奇 黎民几次想绕回矿洞 可是那些天赋兽就想跟它作对 没多久 偏偏又无意中拦住了它的去路 没办法 只好掉头往前开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 黎民发现 前方有不少的天赋兽在逃跑 难道他们也在逃跑 心中疑惑的黎民 只好又调个方向 尽量避免和这些天赋兽又扯伤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看透了很多东西后 李璇觉得有必要对于目前的状况 做一些深入的研究 至于说身边的李婉儿 这一段时间 她也一直努力地在突破期间 而且在这个方面 李璇一直给了她很大的帮助 现在的李璇 她有种莫名的感觉 似乎当某一天 她真正从某处觉醒 或许就可以看清楚这其中的谜团了 其实 从开始第三只眼睛开始 或者说 从开始踏足喜马拉雅山那个开始 一切 似乎就不真实了起来 尽管 很多时候的那种真实 都深入到骨子里 但事实非非 作为幻术师的李璇 心中还是非常明白的 假作真是真一假 这就是她的想法 或许 当她达到某种境界的时候 她可以真正地破开这其中的关键 因此 潜下心来 李璇决定完全沉浸进去 苦修 不达到一定的境界 不再出关 至于幽冥城 幽冥学府 对于她这个轰动仪式的天才 她的任何做法 学府都会一律支持 行驶两个小时后 身后再也看不见什么了 总算脱离了那群 在战斗的天赋兽 可是 现在关键的是 她是不知道怎么走的 光脑和微型机器人的有效连接距离早超了 更别说工程机器人了 怎么办 看看记录表 走了三百多公里了 如果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暂时浪迹在这里 慢慢找回回矿洞的路 开到一个小山坡上后 黎民停车 钻进了多功能车的车厢中 彗星和斑斑 两个家伙睡得香甜香甜的 拿起一个果子 吃了两口后 打开光脑 查看微型机器人 传来的战斗片段 看到空中 长着一只脚的天赋兽 浑身包裹在金黄色的罩子中 同样 在空中的另外一只天赋兽 对它射来漫天的冰灵箭 可是这些攻击都是徒劳的 金黄色的罩子晃动了一阵后 冰灵箭就是无法突破 紧接着 金黄色的罩子 手缩贴紧 在长脚的天赋兽身上 犹如一道金色的光线 冲向它的对手 到此 微型机器人 传来的画面没有了 黎明看着心里痒痒 右手心冒出一个圆珠 从中抽调出黄色的 地系天赋能量 心神全部沉浸在这团能量中 便探索着 为什么独角兽 可以使用它们 抵挡住漫天的冰灵箭 到底这里面存在着 什么样的秘密呢 不知道多少次研究天赋能量了 可是 黎明总是从出发点 启程岛出发点 完全不知道天赋能量中 蕴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如往常一样 把掌中 没有攻击力的天赋能量 扔在地面上 看着天赋能量钻进地面 突然 黎明灵光一动 这个 让它抓住了什么 天赋能量 能融合到大地中 难道 天赋能量 与大地本来就是一体的 黎明左手从地上抓起一把黄土 右手调出一团地系天赋能量 地系天赋能量 慢慢融入到黄土中 进入黄土中的地系天赋 犹如进入到大海中的水珠 瞬间消失无影 黎明赶紧调用精神力探查 消失的天赋能量 无论是他探查多么仔细 就是没法找到消失的天赋能量 用尽精神力 萃及消失的天赋能量 神奇的是 天赋能量 马上又回到他的掌心 看着天赋能量 黎明陷入了沉思 到底有什么样的秘密 隐藏在里面 黎明把石海的灵石 融入到天赋能量中 指挥天赋能量 再次融入黄土中 石海中的黄土粒 被放大中了无数倍 天赋能量化为无数颗 一一钻入黄土中 黎明萃及天赋能量 天赋能量又回到掌心 反复的实验 让黎明抓到了蛛丝马迹 取极 离石 黎明都盯着那么几粒的黄土粒 每次这些黄土粒中的天赋能量 都是有顺序的回到掌心 看着手中的天赋能量 有个大胆的想法 潜意识告诉他 是意识 精神力的控制减弱一些后 天赋能量变大了很多 随着精神力的减弱 天赋能量越来越大 黎明一拳轰向了天赋能量 可是就像打到了空气 毫无阻力的穿过 本以为发现了什么 却丝毫没有收获 闲来无始的黎明 把掌握的天赋 一一召唤出来 两只手上顿时出现了 六腿颜色各异的天赋能量 既然地习天赋能够融入大地中 那么 它可以融入其他天赋中吗 黎明大胆地想 为什么不呢 说干就干 把天赋能量集中到右手掌 尝试着把右手掌的各系天赋能量 融合到一块 可是 这一切哪里那么容易啊 每种天赋能量 都有一张无形的大王 把他们联系得紧紧密密 其他天赋根本无法插进去 越是这样 黎明越觉得寻找到一条天赋秘密的方向 一夜下来 天赋融合到一块根本没有头绪 意外的是 精神力增长了一点 控制天赋 也熟练了一些 天亮了 黎明深深懒腰 心中打定主意 先回到矿洞 再仔细研究天赋能量的秘密 把彗星和斑板放进背包后 黎明指挥多功能车 按照记忆的路线往回开 开了大概一个小时 多功能车的探测雷达 显示南方2000密处 有一块目标快速的接近 黎明赶紧把注意力 全部集中在要过来的目标上 多功能车马上开 速度超越目标速度 可是往往想象与现实 总有那么一点差距 目标的面目 渐渐揭开神秘的面纱 是一种黎明没见过的飞禽 深深味道 攻击就先来了 黎明幸好在石海中 察觉天赋能量波动 指挥多功能车 一个急转弯 撇开飞禽的攻击 可是飞禽不甘心 接二连三的过来 黎明也不甘示弱 精神攻击接连出手 虽然他们的作用不是很大 却使飞禽的速度突然间变化 因此降低了不少 拉开了与多功能车的距离 就这样 高速奔车了近一个小时的飞禽 在一片天空前停下来的 黎明也不管他为什么停下 继续往前开 过了十分钟 看飞禽一直没有出现在雷达中 这才把速度慢慢的降下来 多功能车的能量虽然还不少 但也不能一直这么高速的奔驰 万一遇到紧急情况怎么办呢 飞禽的到来 彻底打落了黎明的计划 按照多功能车的记忆 寻找回矿洞的想法破灭了 至少飞禽出现的那一片区域 它是不敢再出现了 如果所料不差 现在所有区域 也至少只有一只天赋手 黎明行驶中加倍小心 黎明不得不说 今天运气还不错 波澜不惊地行驶到黑夜 为了避免灯光 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停车进入车厢中 白天的战斗 让他发现吸收了 那么多的天赋能量 却在精神攻击上 是用不上多少 调出所有的天赋能量 在在手掌上 尝试着把它们融合到一块 可是越这样做 越让黎明觉得 这一切是天方夜谭 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现在他冷静了许多 想了也是想了一些 自然也就发现不少的问题 就是天赋融合到一块 又怎样呢 还是没有掌握天赋的秘密 无法进行攻击和防守 看来啊 得寻找其他路子来 原本机星四射的心情 失落了不少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藏